空明微微的吸了口气 看着唐语认真地说道 唐施主 有一件事 我必须要跟您说一下 我觉得呀 这一次宗门大比 你还是不去来的好 这一次大比的地点 就是在佛宗 你要是去了 这简直就是自投罗网啊 好 大比在佛宗内部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此话一出 饶是唐语 心中也是一尘 震惊地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 空明解释道 每一届的宗门大比啊 都是数年才举行一回 而每一次的地点 都是在变化的 但是也有规律 那就是在正邪 两大派系之中的大宗门 每个大宗门轮一届 而这一次地点正好就在佛宗 所以你应该明白 大家族都有各大家族的通行令牌 你要进去 身份绝对是瞒不住的 后果可想而知啊 哎呀 看起来我真的是流年不利啊 居然让我遇到了最不想遇到的情况 唐语摇头一笑 无奈地说道 所以啊 你现在就要想好自己的路 或者说想好怎么从佛宗活着走出去 这也是我不想让你去的原因 想要出去太难了 空明叹息道 哎呀 你加入佛宗 那绝对是行不通的 那就是自寻死路 如果你加入一些稍微小一些的名门正派 他们可能会讨好佛宗 把你送到佛宗 因此在我看来 你只能够去和佛宗对立的大型宗门 不怕佛宗的那种 否则怎么样都不行 但是想要进入这样的宗门 任你挑 让他们心动 心甘情愿的为了你一个人 肯和佛宗直接站在对立面上 真正的得罪佛宗 那你就要展示出来 无与伦比的天赋 必须是新人第一名 碾压所有人 这才是你的出路啊 空明本来就是大宗门 更是佛宗的人 所以知道的异常详细 更是将唐宇的出路都想好了 听着这些话 唐宇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空明想的事情 远比自己想的要更多呀 或许 这家伙从知道自己要参加宗门大笔 而本身更要回宗门 他就开始替自己想了吧 不过想到这里 唐宇也是一阵头疼 难道自己这一次不能低调一些了吗 本来自己原本的打算就是低调啊 毕竟太高调容易被人家盯上 但是空明说的也对 如果自己太低调的话 人家都看不上自己 凭什么为了自己去极大的程度得罪佛宗呢 正邪不两立是不假 但是却也不是那种非得你死我活的地步 最主要的是 还是看自己值不值得对方为了自己和佛宗闹翻 想到此处 唐宇心中一暖 看着空明笑道 空明啊 谢谢你 难为你作为佛宗的子弟 还替我想了这么多 很多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唐施主 这话你说的就见外了 你都承认我是你兄弟 我自然要为你考虑一些东西的 虽然这和佛宗的理念相悖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而且我也不觉得佛宗真的就是对的 空明微微一叹 苦笑道 而且啊 还有一件事 如果可以的话 新人大笔你要得第一 争取年轻一辈的宗门大笔 你也要取得最好的成绩 这样才会让收你的宗门 更加的高看你一眼 这宗门大笔之中呢 那些极其变态的存在 一般也不会出现 毕竟 这等杀手锏 都是宗门重点培养的存在 甚至是宗主的候选人 一来呢 是不屑于参加宗门大笔 二来宗门也不想让他们出来 被有心的人盯上 一不小心要是死了 那乱子可就大了 当然 除非有宗门刻意放出这等人物 向大家示威 所以唐施主啊 你还是很有机会的 哦 那些宗门隐藏的人物很变态吗 唐语眼睛微眯 饶有兴趣的问道 何止变态呀 那简直就不是人呢 空明苦笑一声说道 哎 就说我们佛宗吧 现任宗主亲传的大弟子玄奥 现在也就四十出头而已 之前就传闻他一招就拜了我们宗门的四星宗师 据我师父所说 对方五十岁的时候 他恐怕都未必是对方的对手 你就想想 他有多强吧 听着这话 唐语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佛宗果然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这等实力简直害人呢 四十岁出头 一招就能够拜四星宗师 这等天赋简直逆天呢 虽然唐语自信自己四十岁的时候 绝对比对方强 但是自己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时间呢 到那个时候 花花菜都凉了 唐语倒是想好好地问问 佛宗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 但是想了想就放弃了 空明是佛宗的弟子 自己问的太多了 也让对方为难 这并不好 不过他都是四十岁的人了 算得上是年轻人吗 唐语疑惑地问道 唐诗卓 你有所不知啊 在宗门之中 五十岁之下 都算得上是年轻人呢 空明说道 毕竟达到宗师之后 只要不是身体原因 或者意外身亡 活个一百几十岁都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的人懂得保养 能活到一百八十岁 更有甚者超过两百岁 当达到四星宗师之上 寿命的极限再次提升 也就是两百五十岁 所以五十岁之下 都可以算得上是年轻人 这很正常 就算六七十岁 在那些老怪物的眼中 都是小屁孩 此言一出 唐语张了张嘴巴 一阵苦笑 确实 在超过普通人寿命之后 五十岁那可不就是年轻人 是怎么着 突然间 唐语觉得自己 这一次去的宗门大比 其实就是龙潭虎穴 弄不好自己 这就要死的呀 本来唐语以为 自己的实力 在年轻一辈 几乎是无敌的了 或许二十岁的一辈 自己真是无敌的 但是人家年轻人的范围 指的是五十岁呀 人家岁数比自己大那么多 自己怎么比呀 行 这事我知道了 我心里有数了 空明啊 你先走吧 以防咱们两个 这一起走的话 被人家看到 这也不好 唐语缓缓的说道 空明点了点头起身 认真的说道 唐施主 各位 告辞 看着空明离去的背影 克里斯罗曼等人 也是忍不住 微微一叹 这位小和尚 真的是真性情的人 以他的处境 能够说这么多 也实属不易了 唐语 你想怎么办 去还是不去啊 罗曼看着唐语 目光有些凝重的问道 当然是去了 唐语咧嘴一笑 洒脱的说道 就算再危险又如何 难道能够吓倒我不成 这一次的宗门大笔 何尝不是一块湿金石呢 只要过去 前途一片平坦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兄弟陪你一起去 罗曼风轻云淡的说道 仿佛说一件小事一般 我也是 我这才突破宗师 这件事哪里少得了我呀 别的不行 打架什么的 我最在行了 正好稳固我的实力 克里斯握了握拳头 霸气的说道 少主 我也跟你去吧 不管怎么说 我之前也在佛宗待过一段时间 有些事情还是很了解的 虽然在实力上 未必能够帮得了你 但是其他方面却可以 丽勇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郑重的说道 听着三人的话 唐宇心中暖哄哄的 平时的时候看不出来 但是在这种生死危机的关头 却真的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本性 谢谢大家 不过这一次呢 我倒是不想带任何人去 这可不是去闹着玩的 带着你们的话 我可不想看着你们陪着我死啊 唐宇认真的说道 什么死不死的 如果没有你 我现在早死了 罗曼不以为然说道 以你这样的人 你想死也难 哎呦 骆兄 真没想到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 唐宇微微哑然 当然有了 都说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你是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罗曼满脸笑意的说道 卧槽 感情在你眼里 我就是个祸害啊 你们现在是不是都胆肥了 压根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唐宇瞪着眼睛 气呼呼的说道 哎哎哎 我们当然不把你放在眼里了 而是放在心里 克里斯咧嘴一笑 说道 咱们经历生生死死 都是兄弟 我们还能看着你去送死不成 再说了 我们不也是五十岁之下的人吗 大不了我们也去参赛呗 卧槽 克里斯 你这娘们多日不见 说话怎么酸溜溜的了 弄得我都想哭了 唐宇摸了摸鼻子苦笑道 好吧 你们俩跟着我去吧 力勇就留下吧 否则陈冲那个家伙不在 留下他奶奶自己在这里 我也不放心呢 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自己一个人没事 你呀就放心吧 如果阿冲在这里 我也让他跟着你去 这时 楼上陈冲的奶奶忍不住 下楼一本正经的说道 小雨呀 既然和陈冲是兄弟 那么我也就厚着脸皮 以奶奶的身份说你几句 家里你自管放心 做你最重要的事情去吧 我现在健康得很 有什么可担心的 是不是 唐宇张了张嘴巴 看着面前的老太太 只能够苦笑一番 好吧奶奶 这事我就听您的 那您老自己多保重 我可不想阿冲那家伙 回来之后看到你不好了 我这里还有一颗回血丹 您老留着备用吧 看着唐宇离开的背影 老人再看着手中的回血丹 摇头一笑 看起来真的是被人家当成没用的老人家了 不过我这副模样还真的是没啥用 回血丹 还是低层次的回血丹呢 当年在我眼里就是垃圾一般的东西 看都不看 现在拿在手里 竟然还要感叹一番 不过聊胜于无嘛 吃的总会有点好处吧 不过 阿冲确实很幸运 能够遇到唐先生这样的人 我也算是放心了 说着老人蹒跚的上了楼 一切都变得沉寂了起来 佛宗作为流传无数年的一大宗门 在下国甚至世界的影响力 都是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他所传递的是一种宗教信仰 为民众所敬仰 而佛宗建宗所在地 就在传说中的 极南之地的风禅山之上 距离月城两千多公里的距离 下了飞机 距离风禅山还有着两百公里的距离 但是路途崎岖 车辆也无法进入 只能够步行进去 唐宇微微皱眉 对着利勇问道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不明白 佛宗既然是宗教类的宗门 那么总要宣扬佛法吧 而佛是带给人们信心 希望以及欢乐的一面的 他们只是在风禅山上修炼 又何来传递佛法呀 少主啊 你对佛宗的理解 还有所偏差 利勇解释道 现在传递佛法的 是禅宗 并不是佛宗 禅宗其实是佛宗 分属出来的一个宗门 佛宗为武修 哪里有时间去弘扬佛法呀 所以这个任务 就交给了禅宗了 所以说现在的佛法 都是从禅宗传出来的 而并不是佛宗 所谓的佛宗呢 其实只是孤名钓鱼 之前天雀的雀王 就是这么评论佛宗的 哦 雀王这家伙倒是实诚啊 唐宇笑笑讽刺道 不过佛宗分出来禅宗 专门去宣扬佛法 也算是他们有点作为了 只是他们干的事 和宣扬佛法本身是相悖的 不知道他们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保持心境的平稳 现在的佛宗和禅宗啊 已经相当于两个宗门了 发展了这么多年 两宗的理念多有矛盾 根本无法相容 说到底禅宗才是真正宣扬佛法 是真正的正派宗门 嘿 至于佛宗嘛 我只能呵呵了 利勇失笑一声说道 嘿 禅宗虽然修武 但是那只是次要的 人家主要是礼佛 是真的心口如一 过着僧人一般的生活 并去各地演讲 给信佛之人带来心灵上的洗礼 但是佛宗干了什么 这也是当初我离开佛宗根本的原因 在那里我看到的只是人性的丑陋 还不如天阙来得实在呢 天阙纵然被千万人骂 但是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难道还非要求个好名声不成 你这话说的精辟啊 唐宇有些哑然笑道 哎呀 听你这么一说 天阙都要比佛宗来得好啊 并不是好 而是活得真实 那种虚伪又约束的生活 我可是过够了 利勇不爽的说道 啊 这话说的好啊 克里斯咧嘴一笑 搂着利勇的脖子说道 哎 我说老利啊 话说当初你是怎么被佛宗赶出来的呀 什么赶出来的 是我自己想走的好吗 利勇老脸一红反驳道 我当年来佛宗本来就是想要学习佛宗的功法 但是来了之后 他们根本就不让我学 说什么 学习佛宗功法的必要前提是 礼佛三年 保持心灵上的纯净 方能够修习佛宗功法 我去他娘的狗屁 三年的时间 我哪里能够扛得住啊 最主要的是 别人都没有这三年的时间 为什么我有啊 后来我忍不住 直接拿钱贿赂了两位佛宗的弟子 嘿嘿 他们还真是一点原则都没有 剑前掩开 直接把大力金刚拳和燃木刀法的功法 抄写了一份给我 啊 佛宗弟子都是那样的货色呀 唐宇等几人目瞪口呆 佛宗这样是怎么成为下国顶级宗门的呀 哎呀 那倒不是 不过那些人的人品确实不咋地 像空明那样的都是特例了 后来东窗事发 那两个货被抓了 我趁机逃了 于是就加入了天阙去了 听说再后来 佛宗对于功法的管理相当严格 那样的事情也就再也没发生过了 力勇淡淡地说道 这件事情啊 不能够一棍子打死 佛宗确实有一些一心修炼之人的 但是少得可怜 里面也确实太多野心家了 尤其那里面年轻一辈的人更是乱得很 若不是这无数年的沉淀和底蕴 现在的佛宗根本做不到这种强盛 一个大型宗门的真正强盛 最主要的是看每一代有没有能够达到天人境界 这才是一个宗门立宗之本 不过就我所知啊 佛宗最起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再也没有一位新生代的高手达到天人境这个境界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心术不正 所以带到老一代天人境的高手死的时候 也就是佛宗的落寞之时啊 利勇你可以啊 竟然看得这么深远呢 唐宇微微惊愕的说道 嘿嘿 我那就是这么随便一说啊 反正我也没有本事让佛宗灭亡 那我就争取活的时间长一点 看着他们自己衰败 让他们不给我攻法链 利勇一脸嘚瑟的说道 有志气 此言一出 唐宇三人顿时对利勇伸出了大拇指 表示崇拜 这样的想法真是也没谁了 要是真的有本事 咱们就活到自己那些敌人都老死 这才是真正的牛逼 不过唐宇的眼底却是猛的一亮 佛宗现在的情况 自己未必不可以利用 修炼修的是心境 没有心境 他们在高境界再想进步一丝一毫 那绝无可能 既然自己和对方注定站在对立面上 甚至是至死方休的仇人 那么手段恶劣一些也无妨了 这一次去佛宗 自己就要去破了这些和尚的心境 但凡心术不正的人 就让他们这辈子 进阶无望 想到此处 唐宇目光之中 战意盎然 佛宗功法 自己可是得到了苍穹霸点 这种完整版的佛宗功法 自己会比他们差 至于佛法 自己更是一腔热血 心思纯正 他们能比 又行数百余里的距离 距离封禅山已经渐进 甚至能够看得到那传说中的山峰 而在此时 却只见数千人再次停留 而在最前方的位置 佛宗数十位高手分裂在前 每一位的实力都不低于先天巅峰 为首的更是两位宗师级高手 以唐宇的目光很容易看得出 这是两位二星宗师 老兄 佛宗这是要做什么呀 唐宇微微私存 看着旁边的一位年轻男子 疑惑的询问道 那人看了眼唐宇 笑着说道 哼 你也是大家族 或者是散修过来吧 想要进入宗门考核的新人 是不是 这是新人进入佛宗的第一道关卡 只有成功过了这道关卡 才有资格参加后面新人的宗门选拔考核 说到底啊 这相当于一个海选 毕竟这么多人 不可能都让进去 总会有鱼龙混杂的人在其中的 海选 唐宇眉毛一挑 海选我倒是能理解 但是为什么单单是佛宗过来的呀 而不是其他宗门联合海选的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那人倒是很健谈 笑着解释道 这一届的宗门大笔可是在佛宗 佛宗作为东道主 自然他们过来海选 而且啊作为东道主就有这样的便利 自然要提前的挑选一些好苗子 让其直接挑选佛宗 省得其他的宗门跟佛宗争抢 不过新人之中又能有几个他们能够看得上眼的 但凡能够让他们看中的几乎都是一些宗门之下的定点家族 直接可以进入 用不着参加海选的 你看 咱们右手边的那几百号人 就是已经被自己的宗门预定的 直接进入宗门就完事了 佛宗也不敢为难他们 甚至有的人更是提前进入宗门修炼了 说到此处 那老兄目光之中有些羡慕之色 他只是散修 哪有那样的待遇 朝着对方手指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果然 有着大约三百余人 每一个人身上的气息都是极强 面露傲然之色 看着这数千人充满了蔑视 当然 相对于这数千人来说的 而在唐宇看来也就那样吧 不值一提 只是看着那三百多人之中 唐宇却没有见到应该见到的人 不禁微微皱眉 那穆家的穆香香难道不在这里 而是提前进入宗门了 这时 不远处只见一位带头的方脸宗师 淡淡地说道 贫僧乃是佛宗三十六金刚之一 清云 旁边这位是我师弟清风 这一次海选就由我们两人主持 这是佛宗清自卑的高手 算得上是上档次的人物了 但是也仅仅是有点档次而已 丽永瞥了瞥嘴 在唐宇耳边小声地解释道 也就是空明那小子入门晚 否则作为佛宗九大长老之一的弟子 都是这两个家伙的师叔了 佛宗本来没有空自卑的人 恐怕只有空明那小子特殊吧 按道理来说 空明应该是和十八大护法一个辈分 是祖子辈的 这就很奇怪了 听你这么说 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呢 唐宇微微皱眉 空明曾经说过 他师父悬面 让他出来历练一年的 但是他只出来了不到半年 就被招回去了 这就显得不合理啊 这一届的宗门大笔在佛宗 佛宗的人绝对早就知道了 没道理才知道啊 以空明现在的实力 去新人大笔还有希望 但是宗门大笔 他去了也没有丝毫作用啊 这个确实不知道了 利勇也是摇了摇头 但愿这小子没事 说实话 我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佛宗啊 总归不是一个好地方 但是这小子心灵纯净 根本不适合待在佛宗 说话间 清风接过清云的话 接着说道 想必大家知道一些规矩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超过二十岁 没有达到先天中期境界的 超过三十岁 没有达到先天巅峰的 超过四十岁 没有领悟自然属性力量的 这些人 请自觉退出 此话一出 很多人心头顿时一睹 一阵的绝望 这等进入宗门的考核条件 简直苛刻的要死啊 二十岁就得到达先天中期 三十岁之前 必须到达先天巅峰 四十岁之前就得达到入微境界 这根本就难到了几点啊 在宗门之中 这样的境界看起来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那些散修的话 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神话 此话一出 在场不到四千人 足足有三千好几百人 止入了脚步 唐宇身边的那位老兄 实在是忍不住了 站出来 据理力争的说道 你们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上一届在道门开的那一届宗门大笔 我就参加了 人家只说五十岁之下 只要达到先天境界之上就可以参加 你们佛宗怎么这样啊 是啊是啊 这样的条件实在太苛刻了 这一下子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进去了 是啊 我们又没有想进入你们这样超级大宗门 我们想进入小宗门还不行吗 听着这些话 清风面色一寒 身上的气势不静意间迸发了出来 朝着下面众人就压了下去 声音中也是布置一丝的冷意 你们这是在怀疑我们佛宗的决策 感受着对方恐怖的气势 唐宇身边那位散修只感觉到身体一僵 猛的一咬牙说道 我并不是怀疑 而只是想让佛宗给我们一个机会啊 机会 清风目光盯着这男子 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说道 我们佛宗这么多年不出世 什么样的小子都敢质疑我们佛宗的决定了 机会是给那些天才的 像你这样三十多岁还是先天中期的废物 让你进去又有何用 你以为我们佛宗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我们佛宗不是什么收容所 什么样的货色都收留 更不是你这个区区蝼蚁能够质疑的存在 实力不足 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听话 按我说的要求做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此话一出 那些散修以及小家族的高手们 一个个顿时义愤填膺 在对方的眼里 他们竟然只是飞舞 只是蝼蚁 这佛宗竟然这么说话的 根本瞧不起他们呢 这位大师 您这么说话是不是过分了 唐宇旁边的男子强压着怒气 沉声说道 我实力是不算很强 但是我凭借自己努力走到这一步的 我怎么废物了 如果没有佛宗的培养 这位大师 您敢说您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绝对比我强多少吗 我们就是要一个机会而已 您为何如此阻拦呢 还辱骂我们 如果你嫌弃我们实力低位 那么各大宗门联合发放的这么多的令牌 为的是什么呀 难道是都我们玩吗 说到此处 那男子面色气愤 抓着令牌 充满了质问 放肆 区区蝼蚁竟如此大胆 机会给你了 但是你居然还在这里胡言乱语 诋毁我们佛宗 这绝对不可饶恕 青云面色一怒 猛的一哼 如同石破天经 那夹杂着佛宗狮子吼的功夫 只让所有人脑袋猛的一震 有一种眩晕般的感觉 身形都控制不住了 感受到如此威力 所有人心中惊骇到了极点 再也不敢质疑一句 而唐宇身边男子更是手当其冲 整个人猛的吐了一口血 直接倒飞了出去 身上的经脉竟然断裂大半 瞬间重创 你 你好狠啊 居然震断了我的经脉 感受着自己身上的情况 那男子差点晕过去 双目星红的盯着青云 满脸悲愤 充满了绝望之意 他修炼到现在 可是相当不容易 这经脉被震断了 他的实力直接被打掉了一个层次 变成了先天初期 就算以后能够恢复 也绝对恢复不到最好的状态 这一辈子也就先天中期 再也没有一丝一毫进阶的机会了 这只是给你一个教训 青云不急不缓 宛若看着蚂蚁一般 淡默地说道 以后说话要想清楚再说 在这里 我说的话就是真理 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想要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最起码你也要有和我同样的实力 否则你就给我闭嘴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心中都是悲愤到了极点 但是大家却愣是不敢多说一句 甚至都不敢去搀扶一下那位男子 人家是宗师级高手 他们在人家眼里呢就是蝼蚁 一巴掌就能够拍死的人物 如果他们再提这事 下场绝对比这男子还惨 这就是你们佛宗的所作所为啊 眼看着自己这辈子被对方这么毁了 那男子面容悲愤 破罐子破摔 愤然大笑道 所谓佛宗 所谓名门正派 真是可笑啊 堂堂佛宗居然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你们的慈悲之心呢 把我废了 没杀我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慈悲嘛 我只是让你们给我一个进入宗门的机会而已 这就诋毁你们佛宗了 你们佛宗怎么这么霸道 还给不给别人活路了 照你们这样说 我们这些废物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现在干脆直接回家 找一块豆腐撞死得了 就你们这样 谁还敢进你们的宗门呢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同仇敌忾 看着佛宗的人充满了极度的气氛 这男子说出来了他们的心声 就佛宗这么霸道 视他们为蝼蚁 他们以后就算有本事进入佛宗 他们都不会选择 一时间就连那些够资格进入的也打了退堂鼓了 看着这一幕 清云和清风心中暗暗较糟 他们在佛宗可是三十六金刚之一的存在 更是宗师级之上的高手 在他们的眼里 这些人不就是没有天赋的蝼蚁吗 而且他们一向嚣张惯了 没有外人敢质疑他们 任谁都是恭恭敬敬 所以让他们更加的自大 那种鄙视根本不假掩盖 赤裸裸的展现了出来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作为人的自尊 虽然这些人在他们面前算不得什么 但是在他们自己所处的区域 那都是天才 随便拿出一个都是名震数百里的高手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傲气 不会因为实力低位而就卑躬屈膝的 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说的话是错的 自己做的事也是错的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况且就是一群垃圾般的人物 竟然还敢服了他们的面子 他们绝对不能够忍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自己就算杀了一个人又能够怎么样 正好杀鸡儆猴 想到此处 清风目光一寒 身上的真气不断的酝酿 森冷的说道 猖狂小子不知悔改 我本善心饶你不死 但你现在竟然还在我佛宗地界散播谣言 蛊惑人心 此罪当诸 哈哈哈哈 当诸 我什么罪啊 国家都没有说我是什么罪 你们佛宗就能给我定罪了 你们真当自己是下国官方了 那男子惨笑一声说道 反正我被你废了 这辈子都没有希望了 你想杀我就杀我 说那么多废话 找那么多牵强的理由做什么 难道你们佛宗这么强 也怕引起众怒吗 放肆 区区蝼蚁 不知珍惜性命 却依旧口出妖言 那就留不得你了 清风怒吓一声 手中真气锋刃猛的一抓 便朝着十余米外的那男子身上飞射了过去 宗师级高手的自然属性力量的攻击 那男子仅仅先天中期 就算没有受伤也挡不住 更何况现在已经重伤呢 看着这一幕 那男子明知必死 倒是满脸淡然 只是目光之中那浓浓的不甘 却彰显着他对佛宗的恨意 见此情形 所有人都是于心不忍 以前的时候 大家没有接触过佛宗 不知道佛宗的处事方式 但是念佛之人想必仁慈 但是这一次亲眼所见 却颠覆了大家对佛宗的认识 这个宗门究竟残暴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才做出这样的事 这简直视生命如草芥 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呢 就在这时 只听一阵冷哼声响了起来 宛若最强的音波攻击 甚至比起之前青云那一哼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空中攻击过来的锋刃 瞬间就被这一哼给震散 直接消失殆尽 哼 两位 这事做得过分了啊 佛宗是让你们过来海选人的 还是让你们给我们下马威来了 作为出家人 动不动就杀人 你信的是佛呀 还是魔呢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只见一位年轻人 缓缓的走了出来 目光平静的盯着青云和青峰两人 淡淡的出声说道 是的 唐宇出手了 看着这一幕 作为当事人的那个男子也有些懵 还有些难以置信 念钱的这个人 不就是刚才问自己话的人吗 萍水相逢 对方竟然站出来替自己说话 救了自己一命 小子 你是谁 我们佛宗的事情 你也要管 谁给你的这个胆子 青云目光死死的盯着走出来的唐宇 目光森冷的问道 虽然这话呀 是这么说 青云和青峰都没有妄动 对方一哼之下 竟然就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虽然是自己随意一击 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对方随意一哼呢 对于面前这个年轻人 他们两个还真的不敢小觑 我是谁呀 这个问题问得好 从某种程度上呢 我只是一个看不惯你们佛宗所作所为的一个小人物罢了 唐宇淡淡说道 佛宗 真的是好大的威风啊 我这辈子就看不惯你们这些仗势气人的狗东西 自以为有点实力 你们就很了不起吧 你们就高人一等啊 狗屁 你们区区三十六金刚而已 在佛宗都是不入流的存在 还得看别人脸色活着 你们在我们这些新人面前装个什么笔啊 嘚瑟什么 难道堕落到就靠我们来刷刷你们微弱的存在感吗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满脸难以置信的看着唐宇 卧槽 这家伙难道疯了吗 竟然说出这么牛逼的话 我的天哪 这简直说出来了我们心声啊 这话说的太牛逼太解气了 就连先前被废的男子 眼珠子都是瞪得多老大 胸口起伏不定 嘴角哆嗦着 有一种遇到了知音的感觉 这话他倒是想说 但是他不敢 而现在却真的有人将这话说了出来 那种头顶到脚后跟的舒服 根本没法形容 是啊 说完这话 唐宇心中也是一阵舒畅 他早就想要骂骂佛宗这帮混蛋了 而且现在更是遇到了这样的事 让他实在是忍不住 终于大骂了出来 这一群披着好人外皮的伪君子 一口一个大意凛然 却竟干出这些禽兽不如的事情 自以为自己很牛逼 自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我呸 本身就是垃圾 哪里来的那么多的优越感 小子 你这是找死 来人 将这大逆不道 胡言乱语的小子 给我九地格杀 此话一出 清云和清风等人顿时暴怒不已 他们自从达到了三十六金刚地位之后 有谁这么说过他们 但是这小子竟然赤裸裸地揭开了他们的伤疤 这简直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哗啦啦 刹那间 之前清云和清风两人身后的数十位佛宗弟子鱼冠而出 所有人目光之中满是杀意 拿着手中的长棍结成了阵法 朝着唐宇直冲过来 兄台 小心哪 这些佛宗弟子每一个都是极强的存在 切莫不可硬拼哪 看着这一幕 那受伤男子顿时大惊失色 急忙对着唐宇喊道 几个人面对人家数十位先天巅峰之上的高手 根本就不成比例啊 人家弟子每一个都是先天巅峰之上的高手 都比他自己强太多了 在他看来 这就是不可逾越的大山 就算这里数千人一起出手 都未必能够将这几十个人怎么样 实力差的太多了 看着面前飞奔过来的数十位佛宗弟子 中高手唐宇双手附后面露不屑 区区一群蝼蚁 竟然不知死活朝我出手 你们是来送死的吗 大胆小儿 居然敢诋毁我佛宗 那便留你不得 给我死来 奔跑在最前面的两位佛宗弟子 面色凌厉 两人瞬间合击 先天巅峰的实力轰然爆发出来 萤火之光敢与昊月争讳 给我死 唐宇看着面前两人 嘴里真气轰然爆发 那恐怖的音波直接让两人手当其冲 手中的高级软木棍轰然炸裂 那佛宗两位先天巅峰的弟子 只感觉到双耳如同惊雷乍响 然后便一无所知 瞪着眼睛 蹊跷流血 直接从空中坠落 死了 砰砰 两声连续的闷响 两具尸体直接掉落在地上 刺激着在场所有人的眼球 更是让那些新人们心脏砰砰直跳 有一种快要跳出来了的感觉 一言之下 两位先天巅峰的高手就这么被活活震死了 这对他们的冲击实在是太强烈了 在看唐宇的目光 所有人都忍不住流露出了浓浓的敬畏之色 这位年轻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实力 难道言出几法吗 让对方死 对方就死了 后面那些佛宗高手看着这一幕 浑身猛的一抖 但是既然已经出手了 就不容许他们后退 前仆后继的朝着唐宇攻击了过 一群讨厌的小虫子在我面前乱飞什么 给我滚 看着面前这些不知死活的接着冲上来 唐宇面色一怒 无尽真气夹杂着暗尽的力量 凝聚最强的音波 从他的嘴里轰然爆发了出去 嗷的一声 仿佛九天龙吟 天上突然间雷声乍响 这一瞬间天地骤然失色 在唐宇后边那些众人呆滞的目光中 只见佛宗那些本来要杀唐宇的弟子 一个个宛若雕塑一般 一动不动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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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脆响 天空中下起来了小雨 拍打在所有人的脸上 让众人一个机灵 也从刚才唐宇那一吼之中缓了过来 此时 众人心中一片骇然 刚才对方这一吼可不是对着他们 但是却让他们都呆住了两三秒钟的时间 脑袋里嗡嗡作响 一片空白 这一吼是多么的惊天动地啊 突然想到了什么 众人急忙朝着那些佛宗弟子的身上看了过去 只是这一看 直让所有人遍体生寒 嘴角发干 蠕动着猴杰 再也说不出来一句话 但见朝着唐宇奔来的那些高手 但凡进入唐宇两米范围内的 一个个蹊跷流血 目光呆滞 竟然直接断了呼吸 而距离唐宇五米之遥 佛宗弟子 不管是先天大圆满 还是先天巅峰 一个个嘴角一血 满脸痛苦之色 砰的一声就半跪在了地面之上 捂着胸口 再也起不来 距离唐宇再远一些的佛宗弟子 此时面色惊骇 嘴角哆哆嗦嗦 拿着棍子的双手 不住的颤抖着 身子更是不住的后退 再也不想前进一分一毫 这 这家伙到底什么怪物 怎么这么强啊 他们三十六个人 可是佛宗的精英弟子 最前面的两位死得莫名其妙 而他们三十四个人 被对方这一吼 直接震死了十五位 震伤了十二位 剩下的七位 每一个人都感觉到 自己胸口以及脑袋 都仿佛是被一柄大锤 重重的砸了一下 简直快要崩溃了 唐宇咳嗽了一声 看着后面的数千人 满脸无辜的说道 那个大家有谁带水了吗 带的给我喝一口呗 刚才那一嗓子有点没收住 没怎么把握好力道 对嗓子的负荷有些大 喉咙有些不舒服 咕咕咚 此话一出 所有人忍不住 深深的咽了口唾沫 再看着唐宇 就像看着神一般 那种敬畏 甚至都已经达到了 惊惧和膜拜的程度了 整个战斗 就没有出手一次 就是嚎了那么两嗓子 佛宗三十六位先天巅峰之上的高手 直接死了一半 废了一半 这还是人吗 最主要的是 这位年轻人着实太年轻了 怎么看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 这时 只见一位先天初期 面色发白的小姑娘 哆哆嗦嗦的来到了唐宇身边 将一壶水递给了唐宇 战战兢兢 有些语无伦次的说道 这 这 我 你 你 我 我这里有水 你 你别嫌弃 看着面前这蛮有姿色的女子 唐宇不进玩耳 接过水 直接朝着肚子就灌了下去 将水壶还给了对方 笑道 多谢 听着唐宇的感激话语 那女子受宠若惊 翘脸微红 急忙说道 不用谢 你能够喝这水 是我的荣幸 这么恐怖的人物 喝了自己一口水 真的是自己的福分 而且自己在喝水 这不就相当于给这位人物 间接的接吻了吗 想着这女子俏脸不禁微微发烧 年轻 实力强 平时却又低调 很有素质的男子 这真的是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 佛宗 佛宗狮子猴 佛宗狮子猴 你居然会我佛宗的狮子猴 看着面前这一幕 饶是青云和青风 心底也是八凉八凉的 盯着唐宇满脸难以置信 就算他们两个人出手 同时使用佛宗狮子猴 也绝对没有这么大威力 难道面前这小子实力比他们两个人还要强 而那三十六精英弟子 可是他们培养的下一代三十六金刚的人选呢 但是被对方一嗓子就震死了一半 这让两人差点气晕过去 而主要的是 佛宗功法如此保密 外面的人怎么会用佛宗狮子猴呢 而且还达到了这样变态的程度 这小子到底是谁呀 是啊 佛宗狮子猴 唐宇倾笑一声 我会你们佛宗狮子猴 这有什么稀奇的吗 你们难道觉得这功法很难学啊 别把你们佛宗想得那么神圣 那么牛逼 其实这功法的难学程度 也就是一般般而已 根本不值一提 看着这一幕 饶是唐宇身边的利勇 对唐宇都是一阵膜拜 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自己少主竟然这么牛逼 这等实力究竟强到了怎样的程度啊 想当初 自己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 跟着对方 这真的是自己的福气啊 不过利勇心中突然间也是有了一种紧迫感 自己之前就想跟着唐宇 好好的当好佣人就行了 但是现在却发现 如果自己实力再不提升上去 连给少主当佣人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可不行啊 想着利勇暗暗发誓 自己绝对要努力了 混蛋 此时 清云和清风两人面色暴怒 盯着唐宇立声质问道 小子 你到底是谁 我们佛宗功法绝不外传 你老实交代 你究竟是从哪里偷学来的 如若不说 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我们佛宗绝对不会饶了你的 你们佛宗对我什么时候客气过 唐宇掏了掏耳朵 吃笑一声 你们两个是白痴吗 我现在杀了你们这么多弟子了 你们佛宗就能够饶了我吗 我如果真的怕你们佛宗对付我 我就不杀人了 你 小畜生 你找死 两人被唐宇这话一堵 顿时老脸透红 身上杀气腾腾 仿佛要把唐宇碎尸万段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我没问你们话 你们就不要说话 在我面前 有你们说话的份吗 你们算什么东西 唐宇目光一冷 立鹤道 我已经杀了这么多佛宗的人了 也不差你们两个 区区二星宗师 楼椅一样的东西 在我面前叫嚣什么 你有那个资格吗 等着什么时候 你有了匹敌我的实力 你再跟我说 现在你不够格 此话一出 唐宇身后所有人 顿时感觉到一种 风水轮流转的快感 之前清云和清风 就是这么说他们的 让他们义愤填膺 气得不行 但是现在 唐宇却将这话 完完整整的松了回去 这种直接打脸的快感 让所有人心里舒坦到了极点 二星宗师 楼椅一样的东西 这话说的 真他娘的霸气 此时此刻 所有人看着唐宇 已经近乎膜拜了 而唐宇更是有一种 像是他们领袖一般的感觉 让他们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沉浮 甚至 大家都有了一种感觉 跟着这样的人混 比起进什么宗门 来得更爽啊 之前那位被清云重创的男子 看着这一幕 目光微微湿润 看着唐宇的目光 充满了感激 对方说的这话 或许对方就是这样的性格的人 或许对方也不是刻意的帮助自己 但是这些话一说出去 在他看来 就是替他出了口气 更是替他讨回了尊严 如果可以 他真的想以后 好好地报答一下面前这位大人物的恩情 但是自己现在这样 自己这微弱的实力 真的能够报答得了吗 想起此处 他也是忍不住黯然一叹 浑蛋 浑蛋 臭小子 我要你死 听着这熟悉的台词 清云和清风两个人仿佛火药桶一般 两人身上气势轰然爆发 两人动作快若闪电 静止朝着唐宇就袭杀了过去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站在了唐宇这一边 共同的紧张 英雄 小心 他们攻过来了 宗师级高手出手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这还不是一般宗师 是佛宗的三十六金刚之二 而且每一个都是二星仙人静宗师 这攻击的威力 简直恐怖到了极点 饶是他们三四千人在这一边 都没有这两个人的气势来得大呀 见此情形 旁边的克里斯站了出来 咧嘴一笑 说道 嘿 老大 这俩家伙就交给我吧 正好我实力刚刚提升 也想试试我现在的实力怎么样 我就和他们俩玩玩 看着克里斯主动请鹰 唐宇微微私存 笑道 好吧 你去吧 注意安全 毕竟这俩可是大宗门的二星宗师 还是有点实力的 你别鹰沟里翻了船啊 你先对付一个吧 两个对你现在来说 并不算是很好对付 没问题 克里斯大笑一声 竟然连兵器都不用 直接走向迎面来的青云 看着唐宇这边竟然还有同伙 青云冷哼一声 青丰 你去对付那小子 这傻大哥交给我了 说着 青云提起一根长棍 携带着浓浓的棍衣 猛的朝着克里斯身上就砸了下去 青丰呢 重重的点了点头 目光一凝 锁定唐宇的位置 年华宫第二世 寒美土姓 面对着唐宇 他不敢大意 上来就直接动用了自己的杀招 手指一转 年华宫瞬间祭出 十枚叶子布满双手 在加持上风属性的自然力量 那十枚飞出手的叶子的杀伤力 瞬间达到了极致 哦 年华宫啊 有趣 我也好久没用这一招了 就和你玩玩 看着对方的攻击 唐宇轻笑一声 在青丰惊骇的目光中 手中的姿势和青丰一模一样 动用的也是年华宫的第二世 但是区别于青丰 唐宇的每一枚树叶之上 携带的不是锋刃 而是金燕 但是那金燕之中 隐约可以看到 风属性的自然力量 瞬间就从唐宇手中飞射了出去 唐宇可是领悟了两种自然属性的人 风和火 风属性自然力量的领悟虽然比火属性差得多 但是风筑火势 当风属性自然力量 加持在年华宫的火系自然力量的火焰之中的时候 威力将会大幅增加 望着空中相同形式的攻击 只要有点见识的人都是满心的惊骇 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 两人的招式一样 拈花弓 这都是拈花弓啊 清风会那正常 而这位牛逼的人物又是怎么会的呢 是啊 这对方为什么什么都会啊 一招下去 清风的十枚锋刃叶子 在所有人呆滞的目光中 直接为唐宇的叶子贯穿 燃烧成了灰烬 而唐宇的拈花弓 所发射出去的十片叶子却依旧视如破竹 朝着清风横扫而去 该死 该死 怎么会 你竟然还会拈花弓 清风心中大害 有了一种见了鬼一般的感觉 整个人急速后退 将身上的袈裟猛的一解 朝着面前十枚叶子猛的一笼罩 全身真气鼓掌 爆喝一声 袈裟伏魔弓 袈裟伏魔弓 武动旋转充满真气的袈裟作为武器 堪比金铁 尽可作为进攻武器 退可全方位防守 乃是佛宗攻防合一的顶级功夫 袈裟伏魔弓嘛 唐宇伸出手指 将手中的一枚枯叶转了转 遗憾的说道 这门功夫是不错 但是可惜你练得不到家 还用错了地方 我上面的圣炎之火 可不是你这区区袈裟能够抵挡得住的 你实力还是太低了 果然 唐宇话音刚落 清风的袈裟伏魔弓 根本没有丝毫的作用 就像破麻袋一般 直接被唐宇的飞叶贯穿斩碎 连带着清风的袈裟都燃烧了起来 怎么可能 清风瞪着眼睛满脸惊骇之色 同样的蔫花弓 自己沉浸了多年的蔫花弓 竟然被对方的蔫花弓碾压 最后用袈裟伏魔弓都没有完全接下来 这时候就听 一声声闷响 那十枚叶子瞬间贯穿了袈裟 直逼清风身上的要害部位 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击 清风心下骇然 双臂挡在身前 逼不得已 只能硬扛了 刹那间 一枚枚叶子 更是穿透了清风的胳膊 在清风的胳膊上 留下了一道道的口子 如果不是唐宇这十枚叶子的威力 被连续的削减了绝大部分 这一击清风就得死 哦 不错嘛 还有点实力啊 看着面前的清风 唐宇微微惊讶 佛宗的宗师高手 可比一般的宗师级高手强得多呀 要是别人的话 现在早已经死了 清风面色苍白 活动着那颤抖又钻心疼的双臂 满脸京剧的看着唐宇 色力内忍的吼道 小子你真想和我们佛宗作对不成 如果你敢杀我 佛宗将是你的葬身之地 威胁我 唐宇倾笑一声淡淡说道 哼 既然要威胁我 那么你最起码要有着碾压我的实力才可以 可惜你没有 我知道的是 你这么威胁我 佛宗能不能够杀得了我还是未知数 但是你绝对死定了 混蛋 此话一出 清风浑身猛的一机灵 身形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只是这一后退 却让他气势大减 老脸也有些挂不住 死死地盯着唐宇 历声喝道 小子 你到底是谁 你如此和我们佛宗作对 到底是何居心 我的名字吗 唐宇缓缓地说道 说起来我和佛宗真的是有着解不开的仇怨呢 你知道你们佛宗玄主长老的手指是怎么掉的吗 嗯 是的 就是我干的 谁让他这个不要脸的老家伙抢我东西 还要杀我呢 至于我的名字嘛 叫做唐宇 我想你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认识我爸 我爸叫做唐景臣 说到此处 唐宇目光平淡地看着清风 但是唐景臣三个字一出 清风就像见了鬼一般 手指哆嗦地指着唐宇 竟然语无伦次了起来 你 你是唐景臣的儿子 你就是唐景臣和那道门魔女生下来的小杂种 当年你侥幸没死 现在竟然还敢来我们佛宗 此时此刻 清风简直震惊得要死 唐景臣 这个名字他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对方现在还没来佛宗找麻烦 对方的儿子竟然就来了 难怪 难怪对方会佛宗攻法 这绝对是唐景臣留给对方的 这么一解释 所有事情也都忽然开朗了 道门魔女 杂种 听到这两个字 唐宇面色骤然一怒 眼中杀鸡梦陷 很好 你终于给了我一个必杀你的理由 这一次来佛宗 我就顺便替我爸给你们收点利息 来慰藉我们一家子这么多年受的苦 话音刚落 唐宇整个人身上气势轰然爆发 整个人更是快落闪电 刹那间就来到了清风的面前 清风甚至都没来得及抵挡 整个人就被一股巨大的力 提到了半空中 就连呼吸都变得艰难了起来 你 你 大挪一身法 清风满脸京剧的看着面前的唐宇 心底生腾出来了无限的恐惧 只是脖子上被对方的手掌抓住 让他知道自己的小命 就这么的在对方手里了 从始至终 唐宇的一系列的动作 他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做人最起码要讲良心 要有底线 究竟怎么做人不是我该教你的 下辈子你还是别做人了 否则你会侮辱人这个字 唐宇目光淡漠 手掌骤然一扭 清风的脖子直接被扭断 瞬间断了气 直至死亡 清风依旧瞪着眼睛 目光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他甚至都不相信自己堂堂二星宗师 佛宗三十六金刚之一 竟然就这么死了 看着一位宗师级高手的死亡 而且还是佛宗三十六金刚之一的大人物 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竟然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狠哪 实在是太狠了 在所有人眼里唐宇面目清秀 温文尔雅 哪里会像是刽子手一般的人物 但是现实让所有人知道 面前这个年轻人该有的果断 该有的狠辣 一样都不少 比起他们更加的老道呢 虽然清风被杀 但是大家却没有任何的怜悯 这样没有人性的渣子 如果他们有实力 不怕佛宗的报复 早就动手了 而唐宇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想做的事 此时 他们看着唐宇的目光 没有恐惧 有的只是敬畏 不管怎么说 人家是为了给他们讨回公道 才这么做的 看着手中死亡的清风 唐宇像是扔垃圾一般 随手将对方的尸体就扔了出去 拍了拍手掌 朝着受伤的那位老兄身边走去 老兄 怎么样 现在还能站起来吗 唐宇看着对方笑着问道 看着唐宇过来 那男子面露感激 摇头苦笑道 经脉 被废了大半了 得一年才能够恢复吧 就算恢复过来了 一身实力也大打折扣了 以后啊 也没啥希望了 人生在世 何必这么悲观呢 唐宇笑着说道 或许奇迹就在眼前 只是你没发现呢 奇迹 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有奇迹吗 那男子无奈一叹 我本来相信 进入宗门就有出头之日了 却不曾想 所谓的宗门 所谓的就是佛宗 竟然就是这样的货色 这等七世道明的宗门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人敬仰 这还有天理吗 佛宗都这样 更何况其他的宗门呢 听着这话 所有人都一阵沉默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或许他们真的将这个世界 想得太美好了 人活着 不要太消极了 唐宇笑笑说道 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不能因为佛宗 这一个宗门这样 就让你们对所有宗门 都失去信心了 从而对这个世界 都失去信心 你们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啊 美好的事物总是很多的 我们需要的 就是善于发现 你身上这点伤 不算什么 你要是想的话 你伤势好了 你要怎么做 为自己的人生 规划一下 更长远的目标才是 说着 唐宇边时珍拿了出来 在数千人惊愕的目光中 飞快的落在了 那男子身上 唐宇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让那男子微微一恶 然后 他整个人 却是精神了起来 他震惊的发现 随着对方的动作 自己身上仿佛有着一股暖流 在滋润着自己的经脉 让自己说不出来的舒畅和痛快 同时他也骤然明白了 对方说自己身上的小伤 算不得什么的意思了 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对方能治啊 这 您是医生啊 那男子心头一震 激动的看着唐宇问道 嘿 算是吧 唐宇微微一笑说道 你这身体状况的话 经脉断裂破损 也算是很重的伤势了 我给你针灸之后 会有着很大的效果 应该无碍 不过真的要将你的经脉恢复如初 那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我给你开一副药吧 你回去吃一个月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当然我看你体内曾经受过伤 经脉阻塞 这应该是你为什么实力一直难以提升的原因 我顺手帮你把阻塞的经脉给打通了 我想以你的沉淀 用不着一年 应该就能够达到先天后期吧 您 您真是神医啊 竟然知道我的经脉阻塞 还帮我打通了 那男子听的是一愣一愣的 仔细的感受着自己身体内部的情况 那脸上的喜悦更是情不自禁的显现了出来 自然啊 你自己应该感受到了呀 唐宇笑笑 目光转向另一边的战场 不过这一次的宗门鄙视 你却没办法进去了 毕竟你身上的经脉断裂过 太脆弱 只要出手 可能会导致经脉永久性的受损 先看看那所谓的青云现在怎么样吧 等着事情解决 也该进入佛宗了 此时 克里斯和青云这一边 当青云看着青丰被唐宇直接击杀 整个人莫名的发寒 尤其再听到唐宇是唐景臣的儿子 更是让他有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在佛宗 唐景臣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忌讳 不过他现在心中也是知道 这一次的事情真的大条了 想都没想朝着克里斯奋力出手 对方杀了青丰如果自己不全力出手 那自己也得死 看着对方的攻击 克里斯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抱着胸 仿佛看着一个耍杂技的小丑 满眼的蔑视 猖狂 你这是找死 看着克里斯竟然不动 青云面色一怒 手中力气更是增加了几道 猛然砸下 看着空中的长棍 克里斯脑袋一歪 那长棍直接砸在了克里斯肩膀之上 然而还没等青云高兴起来 克里斯咧嘴一笑 看着面前的青云 憨厚的说道 哎呀 不愧是二星宗师 力道不错 再来再来 望着面前 这位铁塔般结实的男子 青云眼珠子瞪得老大 忍不住狠狠的咽了口唾沫 心中猛的一哆嗦 自己全力的一棍 打在对方身上 竟然没事 唯一能够见到的 竟然就是对方身上 那一条浅浅的红印 这一家伙究竟是什么怪物 难道这是铁打的人吗 混蛋 小叶茶棍法 听着对方充满讽刺的意味的话 青云面色暴怒 佛宗小叶茶棍 瞬间动用出来 手中弹棍竟然仿佛长枪 竟然有着一种枪出如龙的气势 直刺克里斯的胸口 见此一幕 克里斯目光之中 首次出现了一抹凝重 这一次 他没有用身体硬扛 而是将后背的蔑视锤拿了出来 手中青筋抱起 狠狠地对着对方的弹棍 砸了过去 蹭 感受着克里斯凶猛的一击 青云借助的弹棍 后弹的威力 直接给克里斯拉开了距离 整个人身形不稳 竟然在地面上 拖出了一道痕迹 可见克里斯这一击的威力 是有多么的强悍 见此情形 青云心下也是骇然 面前这个家伙 防御力强的发指也就算了 就连力量都如此之大 自己想要击杀掉对方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甚至想要赢对方都极难 唯有靠身体速度 以及灵活度和对方战斗 才能够占据主动了 不过旁边还有唐宇 在虎视眈眈 这家伙和自己 可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只要对方出手 自己必死无疑啊 想到此处 青云眼中金光一闪 竟然没有上前接着攻击 反倒是转头就逃 嘴里更是威胁道 唐宇 你等着 没想到你居然敢来我们佛宗 带我禀报宗主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见对方逃了 克里斯也是一愣 他见过无耻的人 但是却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 堂堂佛宗高手居然还逃命啊 这让他本来才刚刚热个身 却无处发泄了 此时众人也是大跌眼镜 对青云的行为更是嗤之以鼻 这就是佛宗的高手 佛宗高手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这么没骨气啊 这是为自己临阵脱逃 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吗 唐宇倾笑一声 淡淡的说道 唐宇 需要我送他一程吗 旁边的罗曼倾台眼瞼 看着那逃窜的青云 淡淡问道 哎 这样的人活着还不如死了 佛宗的人应该很想见佛祖吧 送他去西天极乐世界 忏悔去吧 唐宇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他这样的人只配下地狱 罗曼不屑一笑 手中霸王弓猛的一弯 整个人仿佛一把绝世神兵 一道金色箭矢化作流星 直接朝着那青云的心脏就射了过去 本来青云还暗自庆幸 对方没有追赶自己 但是片刻之后 却发现自己仿佛被什么东西给直接锁定了 回头一看 整个人心底拔凉一片 逼不得已 他飞速急行的身体猛的一顿 更是猛的侧疑身体朝着旁边躲了过去 见此情形 罗曼嘴角上挂着一抹淡淡的轻蔑 疏忽间 那金色箭矢也是猛的一拐弯 一箭横穿进了青云的肺液 一声闷响 青云眼睛瞪得老大 哇的一声吐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竟然被这一箭定在了地面之上 一箭 仅仅一箭就将一位二星宗师重创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人物 会拐弯的箭 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高潮的箭术 看着这一情形 所有人只感觉到自己嗓子发干 呼吸都变得不顺畅了 这个唐宇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身边竟然还有这两位极其变态的帮手 这一等恐怖能量 真的是让他们心神俱阵呢 挥转弯的箭 这 这是 追凤狐剑 你 你是箭神 钟离妹的后裔 你是钟家人 青云面色苍白 难以置信地盯着罗曼 神神叨叨地自言自语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们钟家 不是被追杀的都死掉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算还活着的人 也不可能出现在下国 这绝对 不可能 这话一说出来 罗曼浑身猛然一震 目光死死地盯着青云 充满了无限的森冷 当年 我们钟家 是被暗中追杀的 整个天底下 除了追杀我们的宗门 再也无其他的宗门知晓 甚至 都没有人记得我们钟家 你是怎么知道的 亦或是说 像当年追杀我们一家的人 把我钟家灭门的 就是你们佛宗 难怪 难怪 当年追杀我们一家子的人 蒙面也就蒙面了 偏偏头也蒙上了 原来这就是掩盖 你们是和尚的事实 说到此处 罗曼双目赤红 身上爆发出来了 无尽的杀意 手中又是一枚金剑打起 让那数千人都忍不住 感觉到心中一寒 更多的是惊骇 佛宗当年竟然把人家一家都给杀了 而且还灭了门了 这佛宗怎么会干出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啊 不是啊 这事你误会了 感受到那恐怖的气息 还有那代表死亡的见识 青云嘴角颤抖着 强忍着肚子上的疼痛 抬起头 急忙说道 我 我就是听人说的 这事根本和我们佛宗 没有丝毫关系呀 听人说 那好 给你个机会告诉我 你听谁说的 罗曼的声音之中 夹杂了死亡的气息 含义逼人的说道 你要是说了 我就给你个痛快 是 是 事情 过了这么多年 我也记不起来了 青云此时都快要崩溃了 这一次的佛宗大比 海选弟子本来是个肥差 但是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呀 居然遇到了这几个变态 到现在 自己师弟死了 三十六位精英弟子 死了一半 自己此时也是随时随地都要死 嗖的一声 青云的话音还没落 一道带着毁灭气息的箭矢 骤然飞射过来 直接射穿了他的一只胳膊 刹那间 青云的一条胳膊竟然瞬间炸成了血雾 眼看着自己的胳膊被一箭炸开 青云整个人面色惨白 那凄惨的叫声不绝于耳 撕心裂肺般的疼痛 更是让他欲罢不能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对方说出手就出手 这等狠辣程度 连他都望尘莫及呀 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罗曼满脸淡漠 再一次搭上一柄金剑 而这一次对准的却是青云的脑袋 看着这一幕 别说当事人的青云了 就连周围看着这一幕的数千人 都是感觉到头皮发麻呀 那可是一只胳膊呀 说炸成末就炸成末了 看着青云身边的碎肉 众人只感觉到胃里翻江倒海 有一种想要吐出来的冲动 这要是射在脑袋上 那绝对就是漫天的豆腐脑啊 我 我 青云双目惊恐 嘴角哆哆嗦嗦 剧烈的疼痛 外加上鲜血的流失 让他说话都变得不清楚 舌头都开始打结了 看起来你还是没有记起来呀 那么留着你也没有什么用了 话音刚落 罗曼手中箭矢一松 那箭矢宛若一道流光 直中青云的脑袋 令人惊奇的是 这一次青云的脑袋并没有炸裂 只是双目发直 在极度的惊恐之中 断了气了 此时此刻 看着地面上死掉的青云 唐宇心中也是叹了口气 拍了拍罗曼的肩膀 轻声问道 已经能够确定了吗 罗曼重重地点了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当年的事 绝对是佛宗做的 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 不管是论实力还是论原有 也只能是佛宗了 佛宗作为武学圣地 佛宗高手精通各式各样的功夫 十八般兵器也是各有精通 但是在剑术方面 佛宗却是空白一片 这就给了他们对付我们家族 一个最大的动机 有证据吗 唐宇陈生问道 这一次来佛宗他也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竟然牵扯出来了罗曼家族被灭的惨案 没有 罗曼缓缓说道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绝对就是佛宗做的 唐宇 你信我吗 信 唐宇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样也正好 咱们兄弟呢可以理所应当的 找着佛宗的麻烦 不过你绝对不要冲动 到头来自己送死 毕竟佛宗的实力 不是咱们所能抗衡的 放心吧 我不会的 罗曼冷笑一声说道 既然找到了把我家族灭门的凶手 我岂会自己寻死 我就算死 那也要将他们佛宗弄个鸡犬不宁 也必须将当初杀我父亲的凶手 给杀死 这一次 我也要参加那个宗门大比 不说别的 那上来的佛宗弟子 只要我能杀的 我都出手灭杀 再者 当年的时候 有一位四星级之上的领头宗师 被我父亲一箭射掉了一只左耳 只要在佛宗 这个人就绝对会出现的 地位也必然不会太低 到时候一验证便知 老罗 放心吧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也陪你一起去参加什么所谓的宗门大比 这佛宗感动你家人 只要哪个宗门和佛宗站在对立面上 我就代表哪个宗门出战 这一次 让他们佛宗不仅脸疼 让他们的肉也疼 克里斯也是走过来 出声安慰道 当然 你要是不去的话 以后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了 罗曼笑骂道 看着这一幕旁边的利勇 异常的羡慕 人家的实力在一个层次之上 果然也是感情异常的深厚 而且自己现在这等微弱的实力 着实有些可怜了 行了 咱们进去吧 唐宇笑着说道 佛宗也真是够自信的 安排这么两个二星宗师 就真的高枕无忧了 现在都没有人出来看看 哼 听着这番话 所有人都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人家的可是二星宗师啊 是三十六金刚的成员 如果不是遇到你们这几个牛逼的人物 震慑他们那些先天境界的小人物 不是轻而易举吗 看着唐宇等人要进去 那位受伤的老兄急忙起身 对着唐宇问道 兄台 这个 现在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呢 说着 所有人都眼巴巴的看着唐宇 哎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 唐宇微微哑然说道 现在看门都没了 所谓的海选的就是一个笑话 你们要是想进去参加各宗门的招生 或者看热闹 那就进去呗 我就不相信 当着这么多宗门的高手的面 佛宗能够把你们杀了或赶下来 此话一出 所有人眼睛一阵明亮 是啊 这海选的人都死了 他们进去也就进去了 谁能够挡他们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机会啊 于是乎 那数千人都跟在了唐宇几人的身份 就像一群小弟一般浩浩荡荡的朝着风缠山顶进发 看着这一幕 剩下那些还没死掉的佛宗精英子弟浑身一颤 面色京剧的看着唐宇等几人 愣是没敢再放一个屁 在他们的心中 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 快无视我吧 一定要无视我呀 他们佛宗宗师级高手都挂了 他们这些先天境界实力在人家眼里算个屁呀 人家一嗓子下去 他们三十六个人死了一半 这还上去装逼 那就是傻逼了 然而事与愿违 唐宇走过那些障碍物 看到桌子上放了一个箱子 唐宇眼睛一眯 指着一位先天巅峰的佛宗弟子淡淡的说道 这是什么 听到对方和自己说话 可把那小子吓得一个机灵 深深的咽了口唾沫 战战兢兢的说道 这个 这个是功德箱 功德箱 那这箱子有什么用啊 是做什么的 唐宇笑呵呵的问道 这 这就是 筹集善款的 那弟子不敢隐瞒 小心的说道 这一次来这么多人 我们佛宗作为东道主 自然 自然 自然就应该赚点钱是吧 唐宇倾笑道 所以之前才会有你们佛宗的规矩 和往界别的宗门规矩不一样 更加的苛刻 不让大家进去 而不符合要求的人 想进去怎么办 那么就要给你们佛宗交钱 当然 美其名曰 善款 是吗 此言一出 那佛宗弟子 脸红一块 白一块 点了点头 他们佛宗这个宗门这么大 花销自然也大 所以这一次 正好在他们佛宗举行的宗门大笔 他们佛宗自然要狠狠的捞上一笔 哼 有趣 真的是有趣 佛宗现在都穷到这个程度了吗 唐宇讽刺一笑 说道 说吧 你们佛宗开出来的价码是什么样子的 多少钱才有资格进去 一 一 那弟子哆哆嗦嗦 伸出一根手指头 一百万 唐宗与眉眉毛一条 问道 不是 是一人一千万作为底线 那佛宗弟子抿了抿干涩的嘴唇说道 只要有人送上一个亿商款 那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佛宗 做一个杂役弟子 要是超过五个亿 就可以做外门弟子 毕竟他们这些人 每一个人在他们所在的区域都是些有威望的人 每个人有个千八百万的积蓄也很正常 所以就定的一千万 什么一千万呢 卑鄙啊 卧槽 他娘个狗腿的 难怪不让老子进去 这是为了跟老子要钱呢 什么狗屁佛宗 不要脸 听着这位佛宗弟子这话 所有人顿时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顿时破口大骂了起来 看着那佛宗弟子的目光 都恨不得将对方给吃了 看到自己这一番话已经引起了重怒了 那佛宗弟子心中暗暗叫哭 他也不想说的 但是对方问自己了 那自己还真是不敢不说 一旦说了假话被对方发现了 那到时候倒霉的还是自己 他可是清楚的看到 青云宗师死的是多么的惨 只是现在看起来 自己说出来的后果 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这些个人要是一股脑子都冲过来 他们这几个人可是挡不住啊 不说别的 就算光是见他 都能够把他们踩成肉泥了 想到此处 他双腿都在打颤 如果不是唐宇压在这里 他现在恐怕转身就逃了 看着众人的怒火已经压制不住 唐宇双手朝下压了压 大家安静一下 我有几句话要说 看到唐宇的动作 所有人都是停下了声音 顿时安静了下来 他们可以不服佛宗的宗主 但是对于唐宇 他们还是十分尊敬的 没有唐宇这些人 他们将会被佛宗压迫到什么程度 再被对方压榨了自己的血汗前 他们冤不冤呢 见没有人说话 唐宇声音微微提高 说道事情的始末大家应该听到了吧 所以大家进入佛宗也是理所当然的 大家心里也不用抱有什么负担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佛宗也就是自己丢人罢了 所以一切都显得无所谓了 宗文有都是 只要大家不去佛宗做弟子那就好了 唐先生说的有道理啊 佛宗是自己做的事情太过分了 是他们理亏 咱们怕个球啊 咱们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去 看他们能怎么样 没错 认他们佛宗再牛逼 难道能够冒天下之大不为是怎么着 跟着唐先生走 唐先生去哪个宗门 我们就去哪个宗门尝试 我不图别的 就图个心里痛快 说得好 我也跟唐先生走 我也是 听着这现场这些话 再看着那一群人火热的目光 佛宗那些活着的弟子一个个心中发寒 再看着他们身边的这些年轻人 目光中露出了由衷的敬畏 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方只是花了短短的时间 竟然在这所有新人之中 树立起了如此崇高的形象 这么多人竟然都向着他 以他为首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以对方的号召力 弄不好啊 今年这一批新人之中 他们佛宗根本弄不到一个 大家都有大家的选择 不用跟着我 去适合自己的地方 才是最重要的 唐宇认真的说道 我想说的是 既然佛宗这么缺钱 已经穷到了这种需要咱们去救济的地步 那作为下国人呢 咱们是不是应该有作为下国人的精神呢 所谓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这才是咱们下国人最优秀的品质嘛 所以呢 在我看来 咱们很必要的来救济一下佛宗的朋友 再说了 人家功德香都拿过来了 让对方空着拿回去 这看起来也不好看 他们呢 也不好交代 是不是啊 此话一出 还活着的佛宗弟子们 一个个嘴角一阵愁畜 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是这位魔鬼说的话吗 对方还真的要给他们佛宗钱呢 你要是怕我们不好交代 那你能把我们的人都杀了 我们的宗师级高手都死了 我们回去就好交代吗 当然 这话他们可不敢说出来 只能够心中非议一番 此时所有人都懵了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这刚把人家宗师级高手杀了 这边还给对方钱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这话怎么听都带着一种极度讽刺的意味啊 不过唐宇都开口了 众人也没有反对 他们相信的是 唐宇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用意 对方这等人物 怎么可能会做没用的事呢 没问题 既然唐先生都这么说了 唐先生让我们出多少 我们就出多少 只要兜里有就行 对的 这钱看在唐先生的面子上 就给他们一些又何妨啊 我反正是听唐先生的 他说怎么干 那我就怎么干 听着这些话 唐宇嘴角微微上扬 说道 哎 看起来大家都是好同志嘛 心地善良的很 哎呀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好好的做货 那我就好好的先行捐款了 啊 我这兜里呢 省吃俭用的 剩下了三毛钱 我决定啊 全部都捐给佛宗了 说着 唐宇将那三个一毛钱 朝着众人的面一亮 直接扔进了功德箱之中 看着那亮瞎所有人双眼的三毛钱 众人都是瞪大的眼睛 是的 没错 那就是三毛钱 是崭新的三个一毛钱的硬币 扑斥一声 片刻后 突然间所有人都爆发出了轰然大笑 甚至有的人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 只是看着这一幕啊 佛宗的诸位弟子脸都绿了 那一个个气的浑身之哆嗦 三毛钱 这是打发要饭的吗 哦 你省吃俭用就攒下了三毛钱呢 他们佛宗要是真的收了这三毛钱 那可谓是丢了八辈子的人了 在别的宗门都抬不起头来 他们很想将这三毛钱抓出来 甩到唐宇的脸上 但是他们不敢 不过还有一位佛宗弟子实在是忍不住了 陈生说道 这位先生 您这捐赠的这三毛钱 这是在侮辱我们佛宗吗 呦 侮辱啊 年轻人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呀 唐宇面色严肃 一脸认真的说道 善心不在多少 而在于心意 难道说捐赠一千万的就应该被感激 捐赠三毛钱的就应该被唾弃吗 这钱再少也是我自己的 我留着自己花不好吗 凭什么给你们呢 我见你们佛宗经济困难 我仅我所能 捐赠出来这么多钱 你不领情也就罢了 你这是在瞧不起我呀 三毛钱很少吗 如果下国每个人都捐赠给我三毛钱 我转身就是亿万富翁了 你居然还嫌弃 感觉到侮辱啊 那你们佛宗有本事 不需要我们的施舍 不需要我们救济 还拿出来所谓的功德香做什么 你们一方面求人救济 一方面还嫌少 臣是做了婊子 还要立牌坊 我都替你们佛宗丢人 此话一出 那位出生的佛宗弟子 顿时满脸的羞燥 老脸憋得透红 张了张嘴巴 愣是没有蹦出一句话来 不是他不想说 而是唐宇字字诸击 根本就让他无从反驳呀 突然间 他就感觉到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跟这等人讲道理 讲赢了自己得挨揍 讲输了自己更丢人 哈哈哈哈 好啊 这话说的漂亮 唐先生 这话说的太好了 众人此时听着精神大振 看着唐宇呢 简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就给了人家三毛钱 本来就是打发要饭的 但是居然说出 这么一大串的道理来 这让所有人肃然起敬 不说别的 他们听着也纷纷感觉 这话说的是真他娘的有道理 以后自己遇到什么乞丐 还有那些什么道德绑架的人 自己就这么干 对 他们也要以德服人 这种感觉真他娘的爽 唐宇此时盯着那佛宗的弟子 冷声说道 做人呢 最起码的就要有感激的心 否则就不配做一个人 我捐赠了你们佛宗这么一笔巨款 你们怎么也得说一句感谢的话吧 怎么也得鞠个躬吧 就连乞丐都知道的道理 你们一个个佛宗精英子弟都不知道 听到此处 佛宗诸位子弟简直快要吐血了 巨款 你他妈三毛钱也算得上是巨款呢 那我们兜里揣着一块钱的人 是不是都不敢出门了 只是当感受到唐宇身上的寒意和杀气 这十几位佛宗弟子心中猛的一凉啊 自己的小命都在对方手里 他们还和对方叫什么劲呢 按照对方的话这么说 他们要是不说些感激的话 不鞠躬 那他们真的是连乞丐都不如啊 谢谢 谢谢 想到此处 诸位佛宗弟子只感觉到死的心都有了 蠕动了一下喉咙 还有干涩的说道 嗯 不错 我就说嘛 佛宗这么大的地方 里面的弟子怎么可能没苏职呢 看着这些人的动作 听着这些话 唐宇满意的一笑 以后记得要有感激之心 别自以为是 觉得这个世界上就你最牛逼了 好了 我捐完了 大家谁还想捐的就捐捐吧 这个纯属自愿啊 不强求 嘿嘿 我来 我也捐一笔巨款 我这五毛钱可是我儿子买冰棍剩下来的 好几天都没舍得花呢 我也捐了 看着这一幕啊 那佛宗弟子面色温怒 唐宇人家牛逼 实力碾压他们 人家在这里狠狠地打他们的脸 他们也就忍了 但是这些垃圾居然也来凑热闹 这简直找死啊 就在这十几位佛宗弟子身上气势刚要爆发的时候 一阵恐怖的气息瞬间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直让他们浑身扒凉 就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他们的身上一般 怎么着啊 人家捐钱了 你们就不知道鞠躬说谢谢啊 你们的素质呢 是不是还需要我好好的教导你们一下啊 唐宇目光盯着这些人淡淡的说道 当这句话说出 这十几位佛宗弟子心中一抖 再也没有了丝毫的自豪感 看着那五毛钱都快哭了 急忙鞠躬感激道 谢谢 谢谢 听着这番话 刚才捐钱那位男子心情那个激动啊 佛宗确实牛逼 居高临下的压榨他们 但是现在看着他们如此模样 他心中那个痛快啊 你们不是牛逼吗 现在呢也成孙子了吧 所谓恶人还须恶人魔 这真的是绝对的道理啊 不过唐先生不算是恶人 人家真的是大大的好人 这让他们的面子有一种爆棚的感觉 你佛宗弟子又如何呀 你先天巅峰又如何 我就算是先天初期 你也必须给我道谢 这种感觉 忒他娘的爽了 让他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不过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那位唐先生的威慑 不禁的 他看着唐宇 露出了最真诚的感激 看到这里 唐宇身后所有人都是精神大振 眼睛猛的一亮 于是乎 只见大家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 开始捐款 为了什么呀 为的就是看佛宗弟子 那鞠躬道谢的憋屈样子 这让他们有这浓浓的成就感 哈哈 你们谁也这跟我抢 我要捐一分 哈哈 这钱你们谁有啊 卧槽 牛逼牛逼啊 我兜里只有一毛是最小的了 只能够捐一毛了 妈蛋的 我没带现金 兜里就剩下我儿子玩的游戏币了 行就投这个了 哈哈 你们也太抠了 我捐一百 后面没现金的兄弟都不用捐了 我包了 听着这些话语 佛宗的诸位弟子都快要疯了 他们有一种感觉 他们现在就是乞丐 为了那几毛钱给别人鞠躬道谢 笑脸相迎 是要多憋屈就有多憋屈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的自尊心早已经掉在了地面之上 被践踏的变成了无数的碎片 看着唐宇的行为 罗曼若有所思的看着唐宇 小声问道 你这么费尽心思 不单单是为了打佛宗脸吧 同样的也是在为这些人吧 你难道要收着这些人吗 唐宇微微一笑 只要是能打佛宗的脸 那不就好好打打 而对于这些人 我倒是没什么想法 我也和他们一样 是从最底层一点点 达到现在这个地步的 所以更加明白他们的心酸和不义 我只想告诉他们 信心是自己给自己的 所有人都一样 不要因为身份的原因而产生自卑 只要他们有着勇往直前的心 他们比起宗门的弟子 有着更强的毅力 他们未来的成就 想必也不会太低了 我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 听着这话 罗曼心头微微一震 不可否认的是 在他的心里 唐宇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在他看来 做这些事情 绝对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但是对方却刻意 做这种没用的事情 只是为了别人以后的发展 对自己没有丝毫的好处 却做得甘之如鱼 对于唐宇想要收了这些人 他也只是说说 却不觉得唐宇真的能收 毕竟这些人的实力太弱了 就算弄到手下也没有什么用 还给自己徒增危险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 唐宇的人格魅力才会尤为彰显 而自己不也是因为这样 被对方所折服的吗 罗曼微微一叹 嘴角露出了一抹温和的笑意 虽然唐宇智慧超群 但是在唐宇身上 却还有一股傻劲 偏偏这股傻劲 让人不由自主的信服他 愿意和他同甘共苦 整整一个小时 所有人终于捐款结束 所有人被佛宗弟子 这么一鞠躬一感谢 大家心中畅快淋漓 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第一次 他们在大宗门弟子面前 抬起了头 让他们有了一种感觉 大宗门弟子又如何呀 对方和他们一样 也都是人而已 他们比起这些人丝毫不差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佛宗弟子脱离宗门 或许什么都不是 但是他们就算不进宗门 他们还是他们 只是此时的佛宗弟子们 一个个只感觉到嘴巴僵硬 连腰都疼得厉害 他们弯腰感谢的话说的 他们自己都麻木了 看着这些人捐赠的这点钱 他们死的心都有了 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打击 这让他们有一种自己就是要饭的 丢人丢到家的感觉 多谢唐先生 多谢唐先生 多谢唐先生啊 这时只见那数千人满眼狂热的看着唐宇 由衷的感激道 你们谢我做什么呀 我只是看他们佛宗可怜而已 唐宇微微哑然 耸了耸肩说道 唐先生的良苦用心 我们都知道了 只见之前受伤的老兄真挚的说道 先生为了我们能够找回属于自己的自信 做的这一切 我们敏感无内 我们在自己所在的区域的小地方 我们都是人上人 但是来了佛宗之后 我们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 觉得自己很差劲 觉得自己比起别人就是废物 但是唐先生您及时地唤醒了我们心中的尊严 让我们知道了 这天底下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就算是佛宗的人又如何呀 退去了佛宗的身份 他们还不如我们 也正是因为您的一席话 您的所作所为 让我们看清了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听着这话 唐宇有些惊讶 这些人的觉悟真的很高啊 居然能够看得出来自己的良苦用心 顺手治劳而已 大家不用放在心上 唐宇笑笑说道 好了 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大家进佛宗吧 这宗门大笔还是必须要参加的 明白明白 走走走进去了 众人点了点头 虔诚地跟在了唐宇的身后 突然 唐宇想到了什么 看着那佛宗的弟子 淡淡地说道 哎 我说 这些钱可都是我们这些人捐给佛宗的 你们将这些钱拿回去 给你们宗主好好看看 这些钱我数了 可是9136块四毛一分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你们佛宗的宗主 也得感激我们一下吧 嗯 记住了 你们亲自呈给你们的宗主 要是没成到 我可是记住你们这些人了 虽然佛宗高手众多 但是你们这等小人物的死活 我想死了也就死了吧 嗯 此话一出 佛宗诸位弟子心中猛的一机灵 双腿忍不住颤抖 这么点钱 居然还要承给他们宗主啊 这不是生生打他们宗主的脸吗 他们丢人也就算了 还要让他们宗主难堪 这家伙 真的是要和他们佛宗 不死不休了吗 唐宇不管这些人怎么想 转身直接离开 朝着风禅山上 行了过去 风禅山 传说的神山 本来此山平淡无奇 也不叫做风禅山 但是数千年前 传言家业尊者在风禅山巅得道成仙 羽化飞生 此山便更名为风禅山 也成为了佛宗的圣地 当然 所谓羽化飞生这事 到底有没有那自当别论 不过 唐宇知道的是 当年菩提祖师创建佛道两宗 他本身的实力就达到了那种破碎虚空的境界 或许那种境界在世人的眼中就是神仙了 一路行进 一个多小时之后 只见一个三丈高的门亭 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恢弘壮观 直插云霄 最上面一横排 上书四个大字 佛宗圣地 看着唐宇等数千人浩浩荡荡的走了进来 把守正门的佛宗高手 竟然没有丝毫的疑问 居高临下地看着唐宇等人淡淡地说道 你们是新人吧 这一次的人还真不少 跟我来比武场地 各宗门早就已经准备完全 就差你们了 听着对方竟然没有问青云和青丰的事情 唐宇微微诧异 既然对方没问 那自己正好也不用说了 又急速行进了二十来分钟 映入众人眼帘的 是一个巨大的练武场 整个练武场之中 八十一个比武擂台早已经准备就绪 正迎合那九九归一的韵味 在比武台的四周 各大宗门分别占据一席之地 放眼望去 参加宗门大比的宗门竟然不计其数 佛宗的 道门 鼠山剑宗 奔雷宗 圣泉宗 披甲宗 神剑宗等等等等 诸多宗门也是将唐宇看得眼花缭乱 还有很多宗门的名字 他压根听都没听说过 唐宇也是第一次才知道 下国竟然有着这么多的宗门 既然新人已经到齐 那么也就不浪费时间了 这时只见佛宗出现一位老者 运足真气缓缓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佛宗十八大护法之中 第一护法 祖安 宗门大笔的第一项 新人大笔 正式开始 下面我说一下新人大笔的规则和奖励 看着面前这位祖安护法 唐宇心中惊疑 只见罗曼此时整个人都控制不住的颤抖 眼底的杀气简直快要压制不住了 看到这一幕 唐宇急忙运足真气拍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瞬间让罗曼清醒了过来 怎么了 唐宇看着罗曼皱眉问道 罗曼深深的吸了口气 终于恢复了正常 但是目光之中却流露出一抹冷意 唐宇 你看到了吗 这位祖安护法 是不是没有左耳 此话一出 唐宇也是一愣 祖安是侧面朝着他们的 所以他还真没注意 但是听着罗曼的话 唐宇仔细一看 果然呢 这祖安竟然真没有左耳啊 唐宇深深的明白 罗曼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年的时候 罗曼的父亲一见之下 就射掉了击杀罗曼父亲的一位高手的左耳 现在这位祖安护法 竟然正好就没有左耳 就算是傻子也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了 这绝逼不是巧合 弄不好啊 这祖安就是那杀害罗曼父亲的凶手 这事 心里知道就足够了 切莫不可轻举妄动 据我看来 这家伙可能是五星宗师的层次 实力极强 不要露出破绽 唐宇沉声提醒道 我明白 刚才我是有些没忍住 罗曼咬牙说道 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 我是不会这么冲动的 唐宇点了点头 啊 这样最好 所以我建议呢 你现在啊 参加新人大比 也要把握好尺寸 甚至不参加更好 你的追风弧剑的特征太明显了 只要使用 佛宗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到时候 暗中绝对要追杀你的 这事我心里有数 罗曼冷声说道 就算我不使用 这东西也藏不住 我后面背着这弓 说到底 就暴露了太多东西了 这一次 佛宗的弟子只要上来 我有把握出手 自然就会出手的 毕竟我擅长剑术 不擅长近身搏斗 两人说话间 祖安介绍道 首先说一下规则 整个比武场 八十一座比武擂台 鉴于人数不同 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人 在前四十五号比试 三十岁到四十岁 在四十六到七十二号台比试 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 在七十三到八十一号台比试 请大家自觉遵守 年龄上的要求 如若发现 有人违反规则 将会被所有宗门 联合封杀 听着这话 众人纷纷点头 这样的比试 还算是比较公平的 毕竟年纪相对较大的 实力自然就强 人数还少 阶梯形分开 对所有人都有极大的好处 如大家所见 八十一个擂台旁边 有着一百零八位 各大宗门提前招收进来的 年轻一辈的高手 且都是新人 大家想要获得好的名次 被宗门看重 那么就要争取称霸一个擂台 只要取得当前擂台的第一名 且无人敢应战 那么将会得到一颗小洗髓丹的奖励 这一次共计会颁发出 八十一颗小洗髓丹 祖安嘴角微微上扬 笑着说道 果然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一阵的惊呼 小洗髓丹 这东西 对他们这些非大宗门的散修来说 可是绝佳的好东西 这可以驱除他们体内的杂质 让大家的身体更适宜练武 能够让大家以后的修炼 以及进阶 更加的畅通 别看是小洗髓丹 这对于先天境界的任何高手 都有着致命的诱惑力 当然 这只是其一 祖安淡淡的说道 当决出八十一位类主之后 每一位类主 都有资格去挑战那上百位 各大宗门的年轻一辈高手中的一位 只要取得胜利 便奖励一颗小破禁丹 入危境界之下 所有平静 只要一颗小破禁丹 皆可突破 同时 顶替对方的位置 参加最终新人一百零八强的 总晋级之战 最后 在这一百零八人之中 采用淘汰制 决出新人第一 只要是第一名 而且还没有提前加入任何宗门 那所有宗门任你挑选 进入宗门也必然是 宗门宗主或者长老的亲传弟子 至于奖励 符合你自身的自然属性丹一枚 意境丹一枚 小环丹一枚 小回源丹和小回血丹 各三枚 还有一把符合自身条件的神兵密器 听到此处 所有人眼睛都红了 大手笔啊 这绝对就是大手笔 小回源丹和小回血丹 大家还听说过 对宗师之下的伤势 以及真气恢复 有着逆天的效果 对于他们来说 这都是很逆天的宝贝了 而小环丹 那就相当罕见了 大部分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而知道的人心头猛的一阵 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环丹 这可是逆天的丹药 就算普通人吃了 都能够严寿三年 如果是高手吃了 很好的消化的话 至少也能够延长寿命 五到十年呢 别小看了这五到十年的时间 如果是年轻人吃了 会让自己的根骨 在极其旺盛的年纪 多保持住数年的时间 对以后的修炼 那可是相当的有利 至于什么意境丹和自然属性丹 大家根本都没听说过 但是一听这名字 就极其的上档子 毕竟这两种丹药排序的位置 更是在小环丹之上 那就说明 这其中的价值比起小环丹了 要更强 这第一名竟然有着这么丰厚的奖励 这让所有人都是蠢蠢欲动 就连那一百零八位 各大宗门提前招收进来的年轻高手 一个个也是疯狂的咽唾沫 脸上满是垂涎之色 别人不知道 他们可是知道这东西都是什么 自然属性丹 那可是一种自然力量 凝成的丹药 虽然效果比起火源果 以及土源果之类的果实 效果要低得多 但是却不会限制人以后的发展 更有助于人领悟自然属性的力量 并且加深 而易静丹呢 那可是增加自己身上易静的丹药 只要自己领悟了什么易静 一颗易静丹 会让自己领悟的易静更加深厚 这就是这丹药的最强作用 不过这东西 每个人一辈子只能够吃一颗 而且制作起来也是异常的复杂 所以更显得异常的珍贵 如果不是各大宗门联合出手 单凭佛宗绝对拿不出这等奖励了 看着所有人的欲望 已经被自己勾了起来 祖安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宣布道 话不多说 新人大笔 正持开始 此时 所有宗门的高手都可以想象得到 这一次的争斗将是多么的激烈 有多少人将会因为这雄厚的奖励 爆发出无限的潜能 然而话音刚落 令所有宗门震惊的是 纵然面对如此的诱惑 在场数千新人 却没有一个人动 所有人都自觉的落后唐宇一步的距离 仿佛看着王者一般围成半圆 满脸虔诚的 看着站在最前方的唐宇 被这么一弄 所有宗门高手都有些发愣 目光都盯在了唐宇的身上 此时的唐宇就仿佛鹤立鸡群 实在是太显眼了 这家伙究竟是个什么角色呀 竟然让这么多新人 只因为他都放弃上台了 看着这个架势 这家伙要是不上台 那些人是绝对不会上的 看到唐宇容貌的一瞬间 佛宗的玄竹的眼睛猛的一瞪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整个人心中顿时暴怒不已 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他两根手指都被对方给弄掉了 他对唐宇的恨 这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 这小子竟然真的赶来他们佛宗 参加这宗门大比 他可是六姓宗师 想当初唐宇就是个先天境界的小家伙 由于他自己大意 怕把这小家伙弄死了 愣是让对方把自己弄成那副模样 这让他可是丢了八辈子的人呢 回佛宗愣是没好意思说 自己是怎么受的伤 此时此刻 不仅是玄竹看到了唐宇 鼠山剑宗的石墨 奔雷宗的雷燕 也都看到了唐宇 目光之中写满了浓浓的冰冷 对于这些熟悉的面孔 唐宇当然也是看到了 但是却懒得搭理对方 更是毫不在意 不过在人群中 唐宇看到了慕容倩和萧妹两女 这让唐宇心中异常的高兴 朝着两女眨了眨眼睛 好久没有看到慕容倩和萧妹两个人了 再一次见到格外的亲切 而且最主要的是 慕容倩身上那种仙子般的出尘气息 更加的浓郁 萧妹身上那种妩媚也是不露自显 浑然天成 唐宇能够清晰的看出来 两女都做出来了重大的突破 实力更是双双跨入了入微之境 看到唐宇两人也是眼睛一亮 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在众人的庸促之下 唐宇淡然一笑 直接走上了一号台 就那么网上一坐 恍若无人 罗曼和克里斯却没有动 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幕 做好唐宇的护卫工作 那108位高手之中 佛宗倒是占据了不少人 最起码六七个 但是却没有一个是40多岁之上的存在 实力也就是一般般 对于这些人 罗曼没有丝毫兴趣 他要参加的不是新人大比 而是宗门大比 唐宇去哪 他们去哪就可以了 到时候再上去针对佛宗的高手 看到唐宇上台了之后 众人也是纷纷告别唐宇 朝着2号到81号台走了去 唯独没有一个人留在1号台后面 于是乎整个现场出现了一种奇观 只见其他擂台前门庭弱势 但是1号台面前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甚至就那么一个人坐在台上 连个对手都没有 看到这一幕 所有宗门都有些发懵 这是个什么情况 你就在台上那么一坐 竟然都没人敢上台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 祖安不能忍了 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说道 嗯 大家别往其他擂台那里凑了 1号擂台这里没有人 大家都来这里吧 然而此话一出 所有人却置若网闻 根本就像没听到一样 有的人更是直接 撇了撇嘴 看着祖安一脸的不爽 有规定 我们必须去1号台 不准不去啊 之前受伤的那位 叫做何振廷的男子 目光毫不畏惧的看着祖安 淡淡问道 呃这个真的没有 祖安被对方这话一问 顿时心中一睹 说道 但是1号台不是没人吗 有没有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既然没有这个规定 必须上去 那我就是不想去 不行吗 何振廷不爽的说道 你们规定的 不是无人敢站 就是第一名吗 我们都不敢上去 难道有问题啊 哼我曹 此话一出 祖安有一种快要抓狂的冲动 老脸更是憋得透红 这一届的新人 真他娘的是反了天了 啊 一群蝼蚁一般的人物 居然敢和自己这么说话 真的是好大的胆子 最主要的是 你不敢上去 还说的这么大声 这难道显得光荣吗 此时 这些人看着祖安 就像看着白痴一样 满脸的不乐意 老子在哪里 关你屁事 我就不在一号台 你能够管得着吗 再说了 人家唐先生在一号台 咱们要是去了 那岂不是显得 对人家不尊重吗 更何况 人家唐先生 那么牛逼的人物 是我们能够抗衡得了的吗 去和人家交手啊 那不是找虐吗 脑残才去干这事呢 我们不想去 你非得让我们去 佛宗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总想害我们 此时在众人的心里 已经种下了这么一颗种子 看到这一幕 在听着对方的话 各大宗门的诸位高手 下巴掉了一地 今年的宗门大笔 怎么就出现这么奇葩的事情啊 每一年各大宗门 总共发放出去的令牌 数千上万枚 只要实力达到先天 有令牌 就可以参加新人大笔 但是今年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他们发放的令牌 都被一个势力得到了 然后这个势力的所有人都来了 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有一种极其扯淡的感觉 但是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大家实在是想不通 凭什么这数千的生员 每一个人对这小子都这么尊敬 这凭什么呀 这些人虽然实力不算很强 但是人家每一个人都是绝对的心智坚毅之辈 全部都臣服一个这样的小子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怎么看怎么不合理呀 这些人仿佛都被那小子给洗脑了 一时间 不管是认识唐宇的 还是不认识唐宇的宗门高手 大家的目光都投在了唐宇的身上 充满了兴趣 嗯 这小子有点意思 不管如何 这等手笔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佛宗宗主是悟天 眯着眼睛 仿佛迷了佛一般 笑呵呵的问道 此子不错 你们知道他的来历吗 听着这话 佛宗诸位高手都摇了摇头 他们一般情况下也不出宗门 对于外界的事情是真的不太了解 这时 玄竹站了出来 眼中金光一闪 说道 宗主 此子您也认识 当初他还小的时候 您还见过他 我还见过 他是谁呀 是悟天 饶有兴趣 满脸好奇的问道 玄竹缓缓说道 他叫唐宇 是唐景臣 和道门圣女生的那个儿子 您应该知道了吧 而且外面疯传的那个唐宇 就是此人 唐景臣 唐宇 听到这两个名字 是悟天瞳孔猛的一缩 扶着椅子的手臂顿时抓紧 上面更是青筋抱起 死死的盯着台上的唐宇 不发一言 宗主 此事该怎么办呢 此时此刻 佛宗诸位高手听着这话 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震 心中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唐景臣 当年的事件 难道又要被翻出来了吗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等关头 能够剁了我们佛宗的唯名不成 事悟天恢复了平稳 整个人波澜不惊 淡淡地说道 既然没有人挑战他 那么根据规矩 就让他过 而新人之中 我们佛宗也有这数位高手吧 也是时候 让他们练练手了 不是吗 而且 在咱们佛宗之中 可是有一位和这唐宇 有些渊源吧 唐景臣的儿子 好大的名头啊 我也想知道 他的儿子 是龙 还是 虫 此话一出 所有人默然 纷纷点头 他们知道 事悟天 要做什么了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 一号擂台上 愣是没有一个人 出来挑战唐宇 只让祖安 有些皱眉 难得在他们佛宗 举办一次宗门大比 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不是打他们佛宗的脸吗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来到祖安身边 和其交谈了一番 祖安点了点头 来到一号擂台的唐宇身边 宣布道 一号擂台 无人挑战 直接晋级 请问 一号擂台的擂主 怎么称呼啊 看到佛宗 终于有人说话了 唐宇嘴角 微微上扬 起身 目光盯着 佛宗宗主 所在的位置 声音中 加持着真气 淡淡的说道 唐宇 我就是被你们佛宗 一直追杀的那个 唐景臣的儿子 这样介绍 大家都能够记得住了吧 此话一出 各大宗门高手 只感觉到心头猛的一阵 满脸难以置信的 看着台上的唐宇 或许众人不认识唐宇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唐景臣这个名字 所代表的是什么 真是好大的胆子 唐景臣的儿子 竟然来宗门大比了 而且直接道出了 自己的身份 根本就不加掩饰 这是要和佛宗宣战吗 果然 此话一出 祖安的脸色顿时一僵 有些难以置信的 看着自己身边的唐宇 这家伙 居然是唐景臣的儿子 自己真的没有做梦吗 唐景臣的儿子 竟然在自己的身边 还来参加了宗门大比 怎么 被我这霸气的名字惊到了呀 看着祖安不说话 唐宇倾笑一声 说道 看起来我父亲的名头真的是不小啊 光是这个名字就能够让大家惊得说不出话来 祖护法 你要说什么就赶快说吧 还在等什么呀 微微的吸了口气 祖安深深的看了唐宇一眼 淡淡的说道 因为你并没有战斗 所以并不能够确定你的实力是怎样的 所以就算晋级也不能够按照别人晋级那一般 随便在进入宗门的新人高手之中找一位战斗就可以 所以呢 你想说什么呀 唐宇嘴角微微上扬 看着祖安询问道 有话直说就好 转弯抹角的来做什么 感受着唐宇那淡淡而又充满讽刺的笑容 祖安很不舒服 话锋一转 沉声说道 你应该知道 唐景臣是我们佛宗的叛徒 而你作为他的儿子 是没有资格在我们佛宗这里站着的 甚至我们佛宗将你拿下赶出去也不为过 但是我佛慈悲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能够战胜我佛宗七位新人之中的三人 就算你过关 所有奖励 也都给你 我们佛宗今天也不会找你任何麻烦 如何呀 反正这么多人都在见证着 你也应该相信我们佛宗说道 做道 此话一出 各大宗门的高手心中一灵 果然 对方主动出来挑衅 佛宗怎么可能会容忍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佛宗这是出手了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条件简直就是针对唐宇 甚至让唐宇在鄙视中死掉 但是唐宇想要正常的比赛 想要在这里待下去 那么就必须听从佛宗的安排 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否则 那就会给佛宗这个借口 将唐宇直接拿下 这更是佛宗想要看到的局面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 不接受这个条件 那好啊 我们佛宗就理所当然的将你拿下 将你赶出去 就算不死 那也得灰溜溜的逃离热力 还要接受佛宗的追杀 如果你接受呢 那更好了 佛宗可以光明正大的 让下面的弟子击杀你 无论怎么选择 都将是两难的局面 看到此处 各大宗门的人员一脸怜悯的看着唐宇 对于当年的事情 大家心知肚明 所有人也不想参赫这样的事 毕竟和佛宗成为生死仇家 可是不划算的事情 看着这一幕 慕容倩和肖妹两女急得要死 他们和唐宇相当熟悉 而且对唐宇还有这莫名的情愫 他们真的做不到 看着唐宇去死 两人心中把唐宇都快要骂死了 这个傻子 这个时候你逞什么能啊 你既然都溜进来了 那你换个身份不行吗 非要用真实身份进来 那不是自找佛宗针对吗 只是两人有些惊疑 唐宇进来 为什么没人发现唐宇的身份呢 这也不科学呀 下面海选的时候 不是要检查令牌的吗 以唐宇唐家人的身份 必然会暴露的呀 佛宗怎么可能不知道 两人哪里知道 下面检查的人都被唐宇给杀了 消息自然就传不上来 至于那佛宗弟子 那功德乡的事情 他们都没胆子面对佛宗宗主 何谈说其他的事情啊 那我就想问一件事情啊 突然间唐宇咧嘴一笑 说道 咱们的鄙视呢 可以闹出人命来吗 听着这话 祖安也是不禁一愣 随后义正言辞的说 擂台如战场 生死都是正常的事情 毕竟有很多厉害的招式 必须全力以赴 才能够释放出来 否则不用出权力 岂能够很好地验证一个人的 真正实力呀 哦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被杀 或者是我把对手杀了 那也无所谓 那只是实力不济 对不对啊 唐宇恍然大悟笑着说道 嗯 你可以这么认为 祖安无动于衷地说道 听着两人的对话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现在真的是玩命了呀 佛宗也真的是想要想方设法的 祭杀唐宇 竟然将好好的大笔弄成了生死之战 要知道 从古至今 宗门大笔就约定不准下杀手 毕竟真的要把一个宗门的天才弟子给杀了 那宗门不得炸了毛了 哪个宗门也绝对不会干出这事的 但是唐宇不一样 佛宗就是欺负唐宇身后没宗门 欺负唐宇没有宗门敢要他 唐宇这一次危险了 然而在万众瞩目之中 唐宇咧嘴一笑说道 好 不错不错 正合我意 如果不能杀人的话呀 我这趟来佛宗岂不是白来了 既然你们佛宗给了我一个杀人的机会 我要是不好好的珍惜 怎么对得起你们的恩情啊 说话间 唐宇豪气万丈 盯着下面一百零八位高手之中的七位佛宗高手 目光屁腻 说吧 你们七个谁先上来送死啊 这一嗓子吼出 在场所有人心头猛的一阵 各大宗门的高手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难以置信的看着唐宇 就像看着乖物一样 这小子难道疯了吗 这 这不得不承认呢 这一嗓子下去 真他娘的霸气 看着这一幕 那些新人们一个个 也是停下了打斗 一个个热血沸腾 这才是好男儿 这才是真英雄呢 纵然下国佛宗这个超级宗门 无限的针对自己 如何 就算整个宗门的实力碾压自己 又如何 我依旧这么霸气 那是一种纵千万人 无枉以的无敌气魄 好 这话说得好 就在这时 一边修罗宗的宗主 红色头发挺立 一拍大腿 双目明亮 低声惊呼道 嗯 这小子绝非持中之物 只要这小子实力 也像他的气魄这么强 那么我修罗宗就赌上一赌 将这小子收进宗门 又何妨 听着这话 修罗宗宗主身后 一位军事模样的老者 郑重地点了点头 说道 宗主 此言大善哪 在我看来 这小子绝对不一般 而且这小子身上 有着一股煞气 和咱们修罗宗的功夫 相符合 将他招收进宗门 绝对不亏哦 佛宗而已 别人怕他们 咱们修罗宗 可不拒他们 佛宗下面的那七位新人高手 看着这一幕 一个个义愤填膺 整个人都快要气炸了 他们可是佛宗子弟啊 实力异常的强劲 这外来的小子 竟然不知死活挑衅他们 这简直就是找死 猖狂 区区外来小子 居然如我佛宗弟子 实在是胆大妄为 让我来会会你 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 只见那七个人中 一个面容清秀 目光如刀的年轻男子 飞身而上 手中金刀一挥 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躺与脖子就砍了下去 哎哟 这佛宗弟子果然好强啊 这位小和尚恐怕不到三十岁吧 但是这一身的境界 已经达到了先天巅峰了 天赋也相当不错呀 嗯 此次刀法大开大合 充满了灵力的攻势 这一招应该是佛宗的破戒刀法 果然名不虚传啊 就算是等闲的先天大远晚高手 面对这一招也要小心应付 如果被他抢了先机 也会有些手忙脚乱的呀 不错 不过我现在好奇的是 那唐宇要怎么应对这一招呢 不过说来也奇怪 我堂堂的五星宗师 竟然看不出那唐宇这家伙的实力呀 各大宗门高手议论纷纷 但是目光全部聚焦在了唐宇的身上 他们也很想知道唐宇是怎么反击的 然而 眼看着那小和尚的破戒刀法攻击过来 唐宇面色淡然 根本没动 甚至 在众人看来 唐宇连出手的意图都没有 因为 唐宇的武器还在腰间没有解下来 破戒刀法 唐宇轻抬眼瞼淡淡的说道 可惜喽连破戒刀法的精髓都没有领悟到 空有一身大开大合的气势 却到处都是破绽 真不知道你师父是谁 想必也是个草包吧 混蛋 居然敢侮辱我师父 你这是找死 听着唐宇这番话 那小和尚心中暴怒 手中刀势更加的迅猛 是要将唐宇一刀两断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是屏住了呼吸的 看着这一幕 尤其是慕容倩和萧妹两个人 更是有一种紧张 他们许久都没有见到唐宇了 他们也不知道唐宇现在的实力怎么样啊 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之中 只见唐宇就那么伸出来两根指头 慢吞吞的朝着空中那么一夹 那小和尚手中的刀 竟然直接被唐宇的两根手指 夹在了中间 而在反观的小和尚 因为是腾空展现这一刀 此时整个人竟然被唐宇夹住了刀锋 双手握着刀满脸惊骇 整个人竟然漂浮在半空中 吓不来了 这 这小子好强啊 修罗宗那个军师模样的老者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震惊地说道 这 这究竟怎么可能啊 这一击下来 我竟然没有看出这小子什么实力 这小子居然没有使用真气 不使用真气 单纯靠肉身的力量 就接下了先天巅峰跳展的一刀 而且单靠臂力 就将对方直挺挺地控制在了半空中 这还是人嘛 并不是 修罗宗的宗主目光死死地盯着唐宇那两根手指 沉生说道 那小子用真气了 但是将真气控制达到了极致 根本就没有外泄 这一招应该是佛宗的大力金刚指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这小子的肉身力量绝对变态 单单两根手指加住武器 将一位全力攻击的先天巅峰高手提在半空中 这就是怪物级别的力量 至少也得三千磅以上 才能够做得到 三千磅的力量 这小子是宗师嘛 而且还是专修力量的宗师 那老者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啊 据我计算 这小子今年虚岁才二十四岁 二十岁出头的宗师 嘿哟 不愧是唐景臣的儿子啊 这家伙难道已经超越了当初唐景臣的天赋吗 看着面前这一幕 所有人的呼吸都快要停滞了 面前这一场景已经颠覆了他们的想象了 只要是高手 都知道唐宇这一手的困难 不说别的 就唐宇这一手 现场的四星宗师都未必做得到 而佛宗的诸位高手看着这一情形 面色更是尤为难看 大力金刚指 他们佛宗的顶级指工 这小子竟然也会 果然 唐景臣将佛宗的功法恐怕也留给了唐宇这小子了 此时 作为当师人的唐宇目光淡漠 淡淡的说道 你也听到了 你们佛宗定制规矩的人可是说了 我杀了你也就杀了 只能够怪你实力不济 所以呢 就请你去死吧 话音未落 唐宇双指之间 真气轰然爆发 整个人身上的气势猛的一震 那小和尚面色瞬间苍白如指 整个人直接倒飞到擂台之下 在空中更是猛的一口鲜血 带着内脏的碎片狠狠地吐了出来 真言师弟 看着那小和尚被震伤 佛宗的那些高手脸色巨变 急忙去扶着那小和尚 祖安更是飞快地检查对方的伤势 只是这一检查 祖安脸色铁青 难看得要死 好狠毒的小子 降龙伏虎功 你居然用降龙伏虎功 直接将自己真气强行打入真言体内 震碎了他的五脏六腑 此话一出 佛宗诸位高手脸色齐变 降龙伏虎功 这种功夫在佛宗七十二绝技之中 可算得上是最上等的功法 但是这小子竟然也会 而且用降龙伏虎功竟然就能够将人的五脏六腑震碎 这怎么可能呢 这得多么强盛的真气才能够做得到啊 当然 唐语用的不单单是降龙伏虎功 更是按尽加持的降龙伏虎功 直接以按尽真气强力震碎对方的五脏六腑 他要杀人 但是他要杀得优雅 杀得高端 杀得让所有人都为之惊艳 如果自己不多加展现出来自己一身强横的实力 那么如何让那些看热闹的宗门认可自己啊 怎么着啊 杀人还分什么狠不狠的吗 唐语拍了拍手掌轻笑道 反正你们佛宗弟子上来就是送死的 怎么死还不是死啊 你们放心 为了尊重每一位佛宗的高手 我每杀一个佛宗弟子 就会用他攻击我的功法来杀他 这样的话 我也会让他们死的 心服口服 哦 至于刚才啊 本来呢 我也是想要使用破戒刀法来着 但是这个人实力太弱了 实在积不起我拔刀的兴趣 此话一出 所有佛宗子弟都感觉到一种浓浓的怒意 侮辱 这就是对他们赤裸裸的侮辱和鄙视 实力太弱 积不起拔刀的兴趣 用他们佛宗弟子攻击他的功法来反击 来杀他们 你以为佛宗功法是大白菜呀 你以为佛宗七十二绝技你都会 竟然别人用什么 你就用什么了反击回去 看到此处各大宗门的高手一个个惊魂未定 打脸 这小子真是赤裸裸的打脸呢 连他们都替佛宗的那些人感到脸疼 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这种更埋态人的作风了吗 你们佛宗高手用什么功法攻击我 我就用什么功法反击 用你们自己的功法杀你们 你这还是要打不过 那说明了什么呀 佛宗的那些高手实在太废物 还不如他一个不是佛宗的人 在宗门大笔这种场合 佛宗那可谓是要丢了八辈子的人了 很好 很好 此话一出 祖暗器的 嘴角之哆嗦 我们佛宗功法博大精深 你真的以为是你能够精通的吗 你只是侥幸学会了两门佛宗功法 不要太猖狂了 当年 我父亲被你们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追杀 我铭静于心 唐宇一字一句地说道 记着 今天的宗门大笔 我只是让你们佛宗 回忆一下当年的事情 我父亲暂时还没有回来 那今天 作为他的儿子 我就替他收些利息 待我成就天人之日 便是你们佛宗 颠覆之时 听着这等豪言壮语 所有人惊了个呆 这小子 好狂啊 他哪里来的剃魄 哪里来的胆子 当着所有宗门 在佛宗面对佛宗无数高手 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是对佛宗宣战 这更是对佛宗最本质的威胁 这小子 就是明摆着告诉佛宗 等着我进阶了天人静 我就来灭你佛宗 给我父亲报仇 看着唐宇 奥利台上的身影 无数宗门为之惊叹 这种傲视群雄的气概 同样更是感染着无数高手的心 这小子怎么有些胆大妄为啊 他怎么就敢说出这样的话呢 这不是让佛宗想方设法的杀他吗 修罗宗军师一般的老者哭笑不得 说道 这小子锋芒太盛 难道就不知道韬光养晦吗 等着你真的有了那实力 你再出来放如此的豪言壮语 也不迟啊 或许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也或许 这家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修罗宗宗主眼中惊芒一闪 说道 当他踏入佛宗的时候 他的身份注定也就瞒不住了 既然如此 他何不选择最强势的态度 给佛宗最深刻的打击 虽然以他的实力不能够将佛宗怎么样 但是 对佛宗年轻一代的弟子 可能有着致命的杀伤力 而且在我看来 这小子刻意惹怒佛宗 恐怕为了也是自己 压迫自己 快速的进阶 作为一个高手 不能够缺少的就是对手 他要用佛宗当他的踏脚石 送他进入无上之境啊 不得不说 你说的有道理 这么说来的话 这小子还真不是一般的疯狂啊 那老者有些难以置信 被佛宗这么个庞然大物压在头上 这得多大的压力呀 最主要的是 一个不小心 那就是个死哦 或许 这就是他的成长之路吧 不管怎样 佛宗今天不敢光明正大的对付他 这对于他来说就足够了 修罗宗的宗主玩味的笑道 过了今天之后 这小子一旦加入了一个宗门 佛宗想要杀他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两人交谈之际 祖安老连铁青 冷声说道 好大的胆子 那你祈祷今天能够活着离开擂台 再说吧 不 这话应该我说 你祈祷你们佛宗新弟子上场的 都能够侥幸活着 再说吧 唐宇霸气一笑 目光转向下面剩下的六位高手 淡淡的说道 下一位 不过我劝你们六个一起上来吧 这样还会省点时间 看着你们呢 充满杀气的眼神 我就知道 你们是有多想杀了我 来 现在我给你们这样一个机会 一起来吧 猖狂 猖狂 小子 你敢小看我们 你会为你说这话 付出惨重代价的 真是找死 居然还想同时占我们六个 你以为你是谁 真以为赢了真言师弟 你就能够赢得了我们吗 祖安死时 却是眼中金光一闪 插眼道 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 那么就是有着绝对的信心 所有人都听到了 那你们六个人就一起上吧 拨了人家的面子 可不好 此话一出 六人对视一眼 直接踏步而上 将唐宇围困在了台中央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心中都是暗骂 满脸的鄙夷 这佛宗真他妈太不是东西了 居然蹬鼻子上脸 这么大的宗门 竟然真的让人围殴啊 这未免也太掉价了 不过唐宇 话这么一说 还真的就给了佛宗这个机会了 虽然有些不耻 但是这是唐宇主动要求的 也是让众人无话可说 只是众人感叹的是 这小子真是挑事啊 啊不错呀 很听话嘛 唐宇眉毛一挑 满脸笑意 明明有着七个人 自己杀三个怎么够数呢 最起码 这七个他都要击杀 让佛宗这一届的年轻高手彻底断层 哼 原来你就是佛宗当年叛徒的儿子 一位佛宗弟子指着唐宇 冷冷的说道 你爸是叛徒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 像你这样的垃圾 就不配活在世上 守死吧 话音未落 那佛宗弟子率先出手 整个人急冲而起 双腿宛若剪刀 携带着浓浓的腿翼 朝着唐宇身上就席卷过去 如影随形腿 一声鹤下 空中一道道腿影 瞬间显现 如影随形腿 一腿即出 第二腿如影随形 攻击异常的紧密 到最后凝聚成无数的连环体 每一脚的力道 都比起之前一脚 会更加的沉重 对于人体肺腑 将造成极大的创伤 除有其表而已 看着对方灵力的攻击 唐宇不慌不忙 竟然如同对方一般 一脚飞踹而出 那佛宗弟子一脚踹出 第二脚如影随形 都没用出来呢 就被唐宇同样的如影随形腿 一脚踢断了小腿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看着这一幕 剩下那五位佛宗弟子 顿时大惊失色 飞速出手 急攻唐宇 对于五人的攻击 唐宇不管不顾 一个大挪移身法 直接给五人拉开了距离 直接朝着那被自己踹断了腿的 佛宗弟子身边跑去 直接一脚踩在了对方胸口之上 那佛宗弟子满脸不肝 瞪着眼睛 只感觉到就这么一击 自己的肺腑就被对方一脚震碎了 用的还真的是自己的如影随形腿 自己明明是先天大圆满的实力 竟然在对方手里都没有走过一招 大力金刚指 降龙俯虎功 大挪移身法 如影随形腿 哎呀 这小子短短时间内 竟然就使用出了佛宗七十二绝技之中的四门 这是怎么样的天赋啊 看着唐宇一招如影随形腿 将先天大圆满的高手击杀 众人一阵心惊 不禁想到 这小子难道 真的想要用他们这些人所有使用的佛宗功法 将其击杀不成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岂不是代表着这小子身怀着佛宗七十二绝技吗 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啊 要知道 佛宗七十二绝技是最上乘的功法 就算佛宗宗主 他现在也不过就学会了五六十种而已 数千年的时间里 佛宗更是没有一个人全部将这七十二绝技学会 如果这小子真的全部学会了 这对佛宗将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打击啊 随着一位先天大圆满的弟子死在唐宇的脚下 佛宗一位位高手根本就压制不住自己的怒气 如果这里不是宗门大比的现场 这么多宗门在这里看着 他们绝对会直接出手将唐宇击杀 如影随形腿 这小子竟然连如影随形腿都会 本来之前他们佛宗高手以为唐宇就是想要恶心一下他们佛宗 但是却没想到 唐宇真的用他们佛宗的功夫击杀他们佛宗的子弟 而且他们佛宗弟子擅长什么功夫 这小子就用什么功夫 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打他们佛宗的脸呢 那唐景臣就算在佛宗待了那么长时间 所会的佛宗绝技也绝对有限得很 而且唐景臣最擅长的是佛宗内功 而且绝对不可能有时间教这小子 这小子到底是跟谁学的呀 一位佛宗的长老难以置信的说道 这小子会的绝对不止这些 玄竹目光阴沉说道 我还知道的是 这小子还会用光明拳 那威力简直恐怖到了极点 甚至在佛宗 还有人能够在这一招和他媲美的 想当初对方一招光明拳配合剧毒伤了自己 这让玄竹杀意滔天 自己堂堂六星宗师啊 就是因为被对方伤了 愣是没敢说自己是六星宗师 甚至回到了佛宗都没好意思说一个字 自己真的是丢不起这个人呢 自己当初本以为 自己使用比入微境界稍微高点的实力 就足以将唐宇拿下 哪知道那小子还留着这一手啊 听着这话 诸位长老若有所思的看了玄竹一眼 只把玄竹看得是老脸透红 另一边 唐宇在擂台之上 脚底下踩着一位死掉的佛宗弟子 对着另外五位勾了勾手 淡淡的说道 还有五个 下一个谁来送死 此时 那五人看着唐宇这恐怖的实力 心中凝重到了极点 五人对视一眼 身上真气鼓荡 相互交融 五人合力 威势轰然成倍增加 哎呀 这是佛宗新一气魂元功啊 真没想到 这佛宗的五位新弟子 竟然都练成了这等高身的功夫了 虽然极其生疏 但是五人合力的魂元功的威力 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啊 不过看起来 佛宗现在也有些改变了 这等高身的功法 竟然让才入门的弟子去练 就不怕这些弟子练的走火入魔了 或者说 佛宗现在真的缺人了吗 应该不是 这几位绝对是佛宗新人之中的绝对高手 凭借这等威势 毫不夸张的说 绝对在各大宗门新人之中排列顶尖了 恐怕这佛宗 其实是想用他们这七个人 给我们各大宗门一个下马威呢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总该给唐宇那小子带来点麻烦了吧 如果这小子单靠自己 二十岁出头就到了入危境界 那我真的服了他 这小子那就是千年难遇的绝世天才呀 那五人的动作 唐宇也是看到了 摇头一笑 说道 哟哟 真不赖啊 没想到你们竟然会心意气魂元功 只是练得这么粗糙 五人合力就这十力啊 哼 你懂什么 佛宗功法博大精深 魂元功更是内功心法之中的翘楚 极难修炼 那五人之中的一个人 历生说道 我们仅仅修炼着魂元功八个月 就达到了这等入门地步 在佛宗历代修炼者中都是佼佼者 你竟然敢瞧不起我们 修炼八个月 你们才达到这样的水平 你们还好意思说得出来 哼 唐宇仿佛听到了个天大的笑话 摇头失笑道 哼 这么简单的功法 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修炼八个月 还这么差劲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花费了半天的时间 修炼会的心意气魂元功吧 说着 唐宇身上也是气势猛的一阵 一股极其精纯的内力 从唐宇身上迸发而出 魂元 即天地之气 天地分阴阳 即为阴阳之道 突然间 唐宇冥冥之中有所感悟 整个人 更是陷入了一种空灵的状态 但见唐宇双臂在空中挥动 游走太极之势 竟然以真气之力 在空中印化出来了阴阳鱼 你们很幸运 让我有所感悟 唐宇淡淡地说道 为了感激你们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自创的 魂元太极功吧 看着唐宇的动作 所有高手都瞪大了眼睛 面色动容 不说别的 单单是这真气的控制 就让所有人为之惊叹 此时此刻 道门的宗主 再也不能够淡定了 整个人差点没从椅子上栽下来 双臂死死地扣着椅子的扶手 气息一阵地不稳 别人或许注意到的只是魂元公 但是他不同 他所看到的还有太极 是的 就是他们道门的太极神功 他不敢相信 这小子竟然将魂元公和太极融合了 自创出来了魂元太极公 魂元即为始元气 是天地之气 始气之声在于无物 故能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阴而抱扬 太极也 道门宗主喃喃自语着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我懂了 佛宗的魂元公和道门的太极神功 本来就出自一脉 相辅相成 两者之间的融合 才是最强威力啊 看着自己宗主在那里神神叨叨的 道门一杆高手 面面相去 但是大家知道的是 台上那小子干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竟然还用出了他们道门的太极 竟然和魂元公融合了 哎呦 不愧是圣女的儿子 这等天赋果然逆天呐 这回要是回到了道门的话 绝对前途无量啊 小点声 没看宗主在吗 你这让他老人家怎么想 此时 道门宗主却根本没有听着后面道门弟子的话 整个人目光直勾勾的看着唐宇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慕容倩和萧妹两女看着唐宇张了张嘴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们和唐宇待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他们竟然才知道 唐宇是唐景臣的儿子 那可是他们上一辈的道门圣女的亲生儿子 更是他们道门宗主的外孙呢 一时间 他们的脑袋也有些发蒙 不过佛宗的五位弟子目光杀意蹦现 五人抱贺一声 五人身上气机相连 五人半圆形围住唐宇 一拳下去 竟然有着排山倒海的无上气势 封锁了唐宇所有躲避的空间 面对五人联手一击 唐宇无动于衷 但见唐宇眼中金光一闪 双手以一种特殊的姿势挥动着太极掌 随后 唐宇双肩猛的一抖 一股雄厚的真气瞬间和五人冲撞在了一起 此时 在空中流动的真气 仿佛水中的波纹 不断的朝着四面八方扩散了出去 而所有人看着擂台上的景观 竟然有一种为之惊叹的感觉 之间擂台上 那五位佛宗高手全部保持着出拳的姿势 生生的定在了半空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唐宇面前有着一道屏障 直接挡住了他们的攻击 更将他们封锁在了一处空间之中 围观的人不清楚那种感觉 但是那五位佛宗高手的这一瞬间呢 竟然有一种见了鬼的感觉 满脸的惊骇 他们作为当事人 深深的体会到自己现在是什么感受 那就是仿佛被封闭在了水牢里 四面的水流不断的挤压着他们 压墙不断增大 让他们连动一下手指都做不到 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很艰难 恍惚间 他们感觉到自己要被活活的压死了 道门宗主道丹 深深的吸了口气 低声惊鹤道 这是太极柔异进 以柔克刚 以静制动 将那五人的攻击全部截了下来的同时 借力打力 竟然将他们的攻击 以更大的力量反击回去 所以无论如何 这五个人突破不了这浑原太极弓 那就别想碰到唐宇一根手指头 宗主啊 那唐宇是如何将这些人完全的停滞在空中啊 我要是并不知道他用了太极的能力 我甚至都认为他有超能力啊 一位道门的长老沉声问道 当然 这也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本来做不到 但是太极柔异进 再配上太极回天乱 就有可能做到 道丹正重的分析道 太极回天乱 本来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一门功法 通过高速的真气旋转 卸掉所有攻击的力量 是绝对防御 但是你们想没有想过 如果太极回天乱 用在了别人的身上 这将会发生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等招式只能够用在自己的身上 绝对用不到别人身上的 如果能用的话 咱们道门不是早就发现了吗 一位长老直接否定 不敢相信的说道 这 这难道 宗主啊 您的意思是 唐宇氏将太极回天乱 作用在了别人的身上 正是如此啊 道丹也有些动容 说道 本来我也不愿意相信 但是却不得不信 你们仔细观察他身上 还有别人身上的痕迹 那不是太极回天乱才有的景象吗 此话一出 众人也是一惊 当真正的看到唐宇身上的招式之后 一个个都快要跳起来了 果然是啊 但是和太极回天乱有着几分不同啊 不同就对了 道丹飞快的解释道 你们不是想知道唐宇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吗 那就是极度平衡 但是却又相反的两种力量的重合 就形成了一种压力场 他在自己身上施加了太极回天乱 对手会被这一招甩飞出去 但是如果同时在对手身上施加相同的力量 相反方向的这一招 彼此的甩飞的力量就会被相互抵消 所以这五个人现在的状况 就是仿佛置身于漩涡的中央 被这两股相反的力量来回的拉扯 根本都不能够动弹分毫 甚至那真气飞速的旋转的力量 更是将空气完全的阻隔在了外面 现在他们连正常呼吸都做不到啊 说到此处 道丹满心的激动 能够将太极功夫用到这种程度 这简直已经超越了仙人了 这才是真正的太极神功啊 随性自然 随手一招都带有这太极的意境 这原来是这个原理啊 这这小子脑袋怎么长的呀 竟然会想到这一点 我的天哪 听到此处 道门众人看着唐宇就像看着怪物一般 这家伙竟然牛逼到了这样的程度 但是宗主啊 您还没说唐宇是怎么将太极回天乱 施加在对方的身上啊 这施加在自己身上一个方向的力量 然后再施加在对方身上相反的 这就像同时看着面前的东西 同时还让你看着后面的东西 这这根本做不到啊 一位长老惊骇的问道 况且完全相同且又相反的力量 这根本就没办法控制啊 这事我也不知道 我们做不到 但是这小子恐怕有自己的办法能够做得到啊 道丹笃定的说道 是的 唐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完全就是因为他的杀手锏 那就是人气共鸣 这是从之前火焰之中唐宇总结出来的经验 他可是尝试过 旋转的火焰通过人气共鸣之后 会有着相反方向的旋转 同样的更是隐形的 通过这一发现 这才让他这一次自创了魂元太极弓 完美的使用了人气共鸣这一技能 看着那憋得满脸发青的五个人 唐宇目光淡漠 缓缓的说道 没有一丝一毫的真气 完全处在真空地带 你们也扛不住吧 哼 是啦 毕竟实力太低 根本做不到内息的程度 看着你们这么难受 我也于心不忍 这就送你们去西天了 话音刚落 唐宇双手猛的一握 那五个人仿佛被碾碎了骨头一般 哇的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 直挺挺地倒在了擂台之上 完全地断了气息 看着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嘴巴张得老大 震惊得都快要说不出话了 很多人看着这一幕根本不明所以 甚至不明白唐宇是怎么做到的 在很多人的眼中 这简直就是神迹 死啦 佛宗的五位高手竟然连碰都没碰到唐宇 就这么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根本就没看懂啊 是啊 我也是感到莫名其妙啊 这五个人看起来骨头都被碾碎了 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感受到那种碾碎骨头的力量 这种力量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呀 众人纷纷议论 满脸的不可思议 当然各宗门的爵士高手们却看懂了 正是因为看懂了 所以才更加的惊骇 死死地盯着台上的唐宇 不发一言 这 这是相反力量 相互作用的绞杀之力 好小子 竟然将力量控制到了这样的程度 这五个人死得不冤 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道丹眼中金光一闪 拍案叫绝 入围境界 眼看着佛宗七位弟子全部死亡 佛宗一杆长老们 脸色异常的难看 道出来了唐宇的实力 那可不是大白菜呀 而是他们佛宗精挑细选出来的七位 年轻新人高手 每一位天父都是极其强悍的存在 以后达到四星五星甚至六星宗师 根本就不在话下 如果运气好 更会突破大宗师成为他们佛宗的顶梁柱的 然而此时此刻 七人尽亡 这让他们有一种抓狂的冲动 早知道唐宇是入围境界的实力 他们根本就不会让这七个人和唐宇对拼的 这小子刻意隐藏他的实力 恐怕就是为了狠狠的因他们佛宗一下 而且这真的还让他成功了 击杀了他们佛宗七人 想起之前说的话 想起他们所言的打斗生死不论 他们就有一种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的感觉 是正是因为这句话 才让唐宇光明正大的击杀他们佛宗的高手 肆无忌惮 就在这时 佛宗外面的那些弟子终于回来了 拿着功德香 战战兢兢的来到了事物天的面前 看着来人 事物天微微吸了口气 精神一缓 说道 清风和清云呢 他们两个哪里去了 还有 他们两个是怎么办事的 竟然让什么人都进来啊 事物天此时也是一肚子的怒火 如果不是下面的人将唐宇放进来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两个人是死人吗 难道连唐家的身份令牌都认不出来 连对方的身份都不知道 竟然就放了进来 宗主 他们 他们两位被杀了 一位先天巅峰的佛宗弟子哭丧着脸 声音颤抖的说道 此时他们也是一阵的心惊胆战 心中怕得要死 他们进来的时候大笔已经开始了 他们想上来跟宗主汇报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两位金刚被杀 对方更是救济了他们小一万块钱 这话他们真的说不出来啊 而且就是这么一单个 唐宇上台了 佛宗又搭进去七个人 直让他们吓得够呛 不得不说了 什么 好大胆子 谁敢杀我们佛宗的人 两位宗师级的高手 竟然就这么死了 还死的 无声无息 此话一出 室物天 瞳孔猛的一缩 整个人豁然起身 气势轰然爆发了出来 声音也不自觉的提高了数个分贝 感受到佛宗那一边的气势 还有着室物天没有压制的声音 所有人目光都投了过去 是 是 就是一号台上的那个唐宇 清云和清风两位师父 都是被他杀的 那佛宗弟子被事物天的气势一震 顿时冷汗淋漓 整个人都快要被压趴下了 手指颤抖的指着台上的唐宇 咬牙说道 这话根本没有压低声音 以至于在场的各大宗门的高手 听着这话 所有人都呆若目击 整个佛宗的练武场 更是鸦雀无声 落真可闻 佛宗的两位金刚被杀了 凶手指指唐宇 这小子 区区入微境界 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 击杀了两位二星宗师啊 这 这所有人都深深的咽了口唾沫 他们不是在做梦吧 与此同时 佛宗的诸位高手 演珠子的话要瞪出来了 目光死死的 盯着一号擂台上的唐宇 竟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入微境界 击杀二星宗师 这是正常人能做到的吗 就算是当年的唐景臣 那也不过是入微境界 能够在宗师手里不败 和对方分庭抗礼 而远做不到将对方击杀呀 既然能做到达宗师 这可是二星宗师啊 是他们佛宗的二星宗师 可不是一星宗师啊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是谁杀的两位金刚 施悟天只感觉到 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 目光之中 迸射出浓浓的冷意 力声问道 是 真的是唐宇杀了清风 和清云两位师父啊 清风师父 被唐宇一招半就击杀了 那佛宗弟子都快哭了 大声说道 我们一起去的三十六位 先天巅峰之上的弟子 那唐宇一个佛宗狮子吼 我们这些人就死了一半啊 还有十余位弟子 现在还是重伤呢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时一位圆脸的老者 目光一宁 力声说道 清风可是我的弟子 他最擅长的是指宫 尤其是拈花宫的造诣 更是极其强大 他只要远程攻击就可以了 怎么可能连对方 一招半都没有接下来 悬灭长老 事实就是这样的呀 那佛宗弟子急忙解释道 对方和现在行为一样 清风师父使用拈花宫 这小子也用的是拈花宫 相同的拈花宫 一招下去 清风师父的拈花宫 直接被破了 然后清风师父 动用了袈裟伏墨弓 都没挡住 在场所有人听着这番介绍 只感觉到自己这辈子都白活了 人家二十几岁的年纪 到达入微境界也就罢了 虽然天赋强的可怕 但是也不算太稀奇 但是对方一招半 就杀了一位二星宗师 还是用对方最得意的功法 这让他们有种喘不上气的感觉呀 所谓一招半 在他们看来 那就是台军的清风了 弄不好 清风一招就败了 剩下的半招 就是唐宇最后补上一刀而已 片刻 佛宗宗主 虽然众人都相信这是唐宇干的 但是还是等着唐宇自己承认 看你这人就是不实在 你们佛宗弟子不都告诉你了吗 你还要向我求证一下 唐宇耸了耸肩 无奈的说道 他说的对 人就是我杀的 谁让他们骂我爸是叛徒 骂我妈是魔女 还骂我是杂种的 他们不是找死吗 你就因为这个理由 就杀了这两个人 真没想到 堂堂下国国超局的长老 也会滥杀无辜 既然这样 我们现在 替两位死去的长老报仇 也不算过分了 佛宗宗主声音森冷的说道 滥杀无辜 这话真不像是你嘴里说出来的 你这是在跟我讲道理啊 想要用一个正当的理由杀我吗 唐宇歪着脑袋 看着侍武田淡淡的说道 你爸是嫖客 你妈是接客的 然后你爸和你妈生了你 你出来当了和尚 小子 闭嘴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这是找死 此话一出 侍武田顿时面色暴怒 厉声喝道 你看看 我这么说 你生气了吧 你也怒了吧 你是不是也想杀了我呀 唐宇嘴角微微上扬 清笑的看着侍武田说道 你现在能够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了吧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杀清风和清云两个人 所以呢 我杀他们这是人之常情 就算是你 不也是要这么干的吗 谁让他们嘴巴不干净的 唐宇将这话一说 侍武田只感觉到自己心中憋得难受 一时间他竟然无言反驳 而此时 其他宗门的高手一个个实在是忍不住发笑 这小子果然是高啊 真的不是一般人呢 竟然用侍武田对自己的话来赌对方 这智商真是高啊 只见唐宇接着说道 你们佛宗的人既然当了和尚 就好好当着 不要嘴里边净说那些丢人的话 佛是给人光明的 而不是给人带来黑暗的 我这个人呢 心很善 就算那两位辱骂了我 我也只是将他们杀了而已 对于佛宗那些真正的念佛之人 还是很尊敬的 而且我也看到你们佛宗很穷 需要救济 我也是义不容辞带头捐了三毛钱 对 在我的应勇带领下 外面加上那些新人们 一共给你们佛宗捐赠了9136块四毛一 就在那功德乡里边 你作为佛宗的宗主 是不是应该对我的大意表示感谢呀 听到此处 所有人的眼珠子瞪得老大 都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你给佛宗捐款 捐了三毛钱 有人实在忍不住了 顿时大笑了起来 三毛钱的捐赠 那里边还有一分呢 这简直就是将佛宗当成要饭的了 9000多块钱 这够不够佛宗所有弟子 每人吃一个茶叶蛋呢 小子 你这是在侮辱我们佛宗吗 死话一出 佛宗众人顿时怒了 义愤填膺的看着唐宇 目光之中带着浓浓的杀意 心中更是感受到了极度的侮辱 这唐宇杀了他们佛宗的高手 竟然还拿着几毛钱 来挑衅佛宗的威严 这简直就是十恶不赦 如此一来 他们佛宗在众人眼里成了什么了 难道是乞丐吗 何来的侮辱啊 我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啊 所以才会给你们佛宗捐款 哎呀 一想到佛宗的诸位高僧连饭都吃不上 我心里忧思啊 唐宇目光深沉 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还不是侮辱 你把我们佛宗当成什么了 捐款有捐三毛钱的吗 这里面一分钱又是个什么 一位佛宗高手多多说道 我们佛宗广传善念 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苦海 而你现在却侮辱我们佛宗 我们岂能饶你 唐宇目光淡然说道 所谓佛魔只在一念之间 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佛 也可以说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佛 善恶皆在一念之间 小善亦是善 佛曾说过 你心里有什么 眼里看到的就是什么 一个人内心田净 摒弃了所有世间的丑恶 相信美好的存在 那么你眼中的世界就是美好的 那么敢问这位长老 我明明是在帮助佛宗 为佛宗着想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宗 而在你眼里却是侮辱佛宗 那么可否认为这位长老 你的内心就是丑陋的 就是魔 所以目光所及都是世间的邪恶 看不到善良的一面呢 这话一出 质地有声 直让那位佛宗高手浑身猛的一震 这小子 好诡异的思维啊 好灵力的一张嘴啊 就这一句话 差点就破了他的心境了 明知道唐宇是诡辩 但是他愣是无法反驳 他是佛宗的高手 如果质疑唐宇这话的真实性 那么就是质疑他们佛宗了 他们所信仰的那个佛 看着对方不说话 唐宇淡淡一笑 看着失误天说道 这位长老的思想有些偏差 不过呢 我相信佛宗的宗主在见识上 可不会如此的浅薄 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的 更懂得作为一个人的感恩之心吧 听着这一番话 那拿着功德香的那些佛宗弟子们 一个个心中暗暗叫糟啊 又来了又来了 这家伙又来了 之前这家伙就逼着他们 给给钱的人鞠躬道谢 现在竟然直接逼迫他们的宗主了 唐宇说的这些话 听在其他宗门的耳中 也是感觉到眼睛一亮 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话说的妙啊 面对佛宗和对方 就来讲佛 以佛论道 只要违背佛性的事情 他们绝对说不出口 更无言反驳 而现在呢 唐宇首先作证自己 一切为了佛宗的做事态度 那么你们佛宗既然信佛 就应该有着佛的觉悟 连最起码的感激之心都没有 你敢说你信佛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最主要的是 如果违背了他们心中的信仰 就会让佛宗的众人坏了心境 以后进阶便会更加的艰难 想到此处 各宗门的高手忍不住对视的眼 皆看出了对方心中的惊骇 也明白了唐宇的意图是什么了 唐宇虽然实力相对佛宗很孱弱 但是对方偏偏要用这样的办法 来破了佛宗诸位高手的心境 只要一个人的心境一破 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提升空间了 这是从根本上断绝那些思想不正的佛宗的人的进阶之路 所以不管怎么样 在他们看来 现在佛宗的宗主就算是一千个不愿意 他也得对着唐语道谢了 这一次是佛宗的宗主吃了个闷亏 但是却不得不吃 众人都知道的事情 作为佛宗的宗主 世悟天岂会不知呢 世悟天此时看着唐宇的目光充满了凝重 本来以为唐宇只是一个有些小聪明 想要替父亲报仇的小子 空有些实力却不足为惧 但是现在看来 对方竟然以佛法来压他们的佛宗 这等行径让他有一种棘手的感觉 这时只见世悟天突然一笑 之前的事情仿佛全抛在了脑后 双手合十 喊手说道 阿弥陀佛 施主 你说的是啊 佛曾言 人无善恶 善恶之存乎心耳 唐宗师主为佛宗生计着想 贫僧 贫僧 敏感 武内 替佛宗的数万弟子 多谢 唐师主了 阿弥陀佛 听着这话 唐宇眼中金光猛的一闪 笑道 哈 宗主 宗主 果然不愧是佛宗的掌门人 这等胸心果然不同凡响 着实让我佩服不已 唐宇心中暗暗警惕 不愧是佛宗的宗主 这变脸的本事真的是极强啊 之前还想将自己杀了 但是转过头居然就笑着和自己说话 对自己感谢 这家伙绝对是个笑面虎 十分的棘手啊 毕竟 常言说的好 咬人的狗 都是不叫的 佩服不敢当 身为佛徒 这 都是应该的 侍物天眼睛微眯 脸上的笑容更加的旺盛 佛 本是为了普度众生而来 所以被世人所敬仰 既然你修了佛宗功法 那么就是佛子 作为佛子 理应与我等齐心协力 更好的让众生看到光明 不是吗 而唐师主你 却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与佛为难 这是何意呀 你如此触犯佛陀 是眼里无佛吗 而若这样 那你如何去保持一颗赤子的佛心 去修习佛宗功法 这样 岂不是徒增你身上的罪孽 此言一出 佛宗诸位高手心中 纷纷叫好 他们的宗主反击了 唐宇这小子不是想要破了他们的心境吗 而现在 此言一出 就是直奔着破掉唐宇的心境 唐宇这小子的天赋 确实逆天至极 如果对方的心境破了 就算对方不死 那么也不用畏惧了 以后的成就 注定就是现在这样 一辈子突破宗师无望 看着这一幕 各大宗门的高手也是暗暗心惊啊 虽然这不是真枪实战的打架 但是这其中的凶险 却丝毫不比那来的差 毫不夸张的说 只要唐宇面对事务天的话对不上 那么就会在他的心里 种下一颗心魔种子 这会让他以后前途近毁 不得不说 这世务天也是个异常的狠绝啊 只是听着这话 唐宇突然笑了 目光直视世务天 摇头说道 看起来佛宗宗主也不过如此啊 沉浸佛法这么多年 在佛法的造诣上竟然如此浅薄 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哦 此话何意啊 难道我说的话有什么问题吗 世务天心中一沉 缓缓问道 我眼中无佛 但是我心中有佛呀 纵然酒肉穿肠过 佛祖宏宇宇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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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宗主你说出这样的话 只能够说明你的佛经念到狗肚子里了 唐语倾笑的说道 佛说我是真语者 实语者 不狂语者 所以佛是不会微下强迫别人去听他话的 更不会指责别人触犯佛陀 敢问宗主 你见过佛恐吓人说 你触犯了佛 佛会让你下地狱吗 听到此处 佛宗宗主瞳孔猛的一缩 心下凝重 沉声说道 佛是普度众生的 自然不会恐吓人 但是如果你触犯了佛 那么是你自己增加了自己的罪业 只因此因 便自重恶果 不用佛的审判 我们佛宗自会严惩你这狂徒 送你下地狱 罪孽神众之人 罪有应得 此佛非彼佛 你们佛宗只是一个宗门 代表不了佛 唐宇摇头笑道 我触犯了你的佛宗 并不代表触犯了佛 你们又有什么资格送我下地狱呢 此言诧异 佛宗宗主 缓缓说道 佛宗是佛创造出来的 普度众生之地 我们秉承佛之理念 那么佛宗就是佛的化身 你触犯了佛宗 那就是触犯了佛 你在佛这里 得到的一切 也都会被佛收走 不经佛和修佛 又何去谈及未来呀 听着两人的对话 众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两人这话字字诸记 言语见 这其中的战斗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了 只要一言出错 那么就会有人败下阵来 不管是谁败了 那么心境便会动摇 心境一破 那还何谈未来 不管是唐宇还是佛宗宗主 只要心境破了 那么一身的佛宗功法绝对就废了一半了 想要再恢复 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真切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加以修正 而事物天作为佛宗宗主 如此人物 是才傲物 你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正是因为这样 如果事物天被唐宇盗破了心境 那真的就要废了 不过现在看来 这事物天貌似占据上风 一直在压迫唐宇呀 很好 你这么说就好办了 听着这话 唐宇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既然你说佛宗是佛的化身 我触犯了佛宗就是触犯了佛 那你所说的不用佛的审判 你们佛宗就会严惩我 送我下地狱 这岂不是一个笑话吗 佛宗即是佛 这还不是佛在惩戒我 送我下地狱 而佛不打匡语 你刚才也承认了 佛是普度众生的 自然不会恐吓人 那宗主 你这行为岂不是败坏了佛的名声 与佛的做法相违背吗 此言一出 佛宗诸位高手浑身一震 就连佛宗宗主也是面色一白 中计了 一不小心就中了唐宇的圈套了 被唐宇给绕进去了 听着这话呀 所有宗门的高手看着唐宇 就像看着怪物一样 这小子竟然还懂佛 而且一番言语 竟然将佛宗的宗主给绕进去了 让对方说的话自相矛盾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修佛宗功法 那必然要修习佛法 修身养性 否则难以同时修炼多门佛宗功夫 更别说修成七十二绝技了 而唐宇得势不饶人 面色严肃 接着说道 佛不会发怒 不会审判人 所以宗主你所说的 佛会送我去地狱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违背佛的精神 佛曾言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佛不但不会把人送入地狱 看到人进入地狱 还会把人救出来 这才是佛的伟大 那敢问宗主 你们佛宗作为佛的化身 既然觉得我有罪 那么为什么不救赎我 反倒是要把我送进地狱呢 认为我罪有应得 这就是佛的作风吗 十五天 这就是你理解的佛 就你这样 何来有资格去做着佛宗的宗主 何来有资格去修习佛宗的各项绝技 你需要做的 是去佛的面前 忏悔 说到此处 唐语的声音已经提高了数个分贝 话语中更是带着凌厉的公式 表达的意思也是相当的明确 那就是你有罪 听到这里 饶是失误天 此时整个人呼吸都开始急促了起来 在他的额头上 密密麻麻的竟然可以看到无数的冷汗 无解呀 此时失误天真的感觉到自己的心境 被破坏的一塌糊涂 整个人都乱了起来 面对唐语的质问 他现在竟然无言反驳 是的 就是找不到丝毫理由能够去将唐语反驳回去 早知如此 他就不和唐语论佛了 以至于到现在 他把自己逼入了死胡同里 他不敢想象 这小子究竟是何妨神圣啊 竟然让他这个严读佛经上百载的佛宗宗主 竟然在论佛这一方面 拜了 看到此处 各大宗门的高手心中 也是一阵难以置信 堂堂佛宗宗主 竟然拜了 竟然没有话来反驳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现在一个个可是有些坐不住了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佛宗的宗主还找不到话来反击的话 那这佛宗的宗主可就要废了 不管他心境是不是真的炸了 最起码佛宗这样被世人知晓的圣地 你佛宗宗主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违背了佛的信念 这就是大罪 就应该去忏悔 那么这佛宗宗主的位置 他也就没法胜任了 想到这里 众人心中更是有一种惊叹般的感觉 就这么几句话 就把佛宗的宗主要弄得下台了 这佛宗换宗主 这对佛宗的影响有多大 最主要的是 为什么换呢 这对佛宗那些弟子的士气打击又是多么严重啊 如此一来 他们佛宗这一次 不单单是丢人这么简单了 对佛宗所有人的心境都将是一次极大的影响 会让所有人怀疑自己的信仰是不是正确的 看着这一幕 诸多宗门一个个都是庆幸不已 还好 还好他们宗门不像佛宗这番 还有什么宗教信仰 这本来就是宗门强盛的关键 但是被人抓住把柄 这也是瞬间瓦解一个宗门的弱点 好小子 这事做得真漂亮 真没想到 这小子有勇有谋 真的是一位了不得的人才呀 修罗宗宗主拍案叫绝 或许从一开始 这小子就没想真正的 非要把佛宗的高手怎么样 毕竟以他的实力能够杀几个 但是这破了佛宗掌舵人的心境 让对方没有资格当宗主 让佛宗诸多高手都开始怀疑人生 这才是釜底仇心的打击呀 与此同时 鼠山剑宗 奔雷宗 圣泉宗等和唐语有仇怨的宗门 石墨那些人看着这一幕 只感觉到喉咙发干 充满了极度的不可思议 这小子竟然还有这一手 让佛宗宗主都哑口无言 冷汗淋漓 同样的 道门宗主此时异常的不淡定 盯着唐语的目光光芒四射 感受着道丹的目光 道门一位长老 蠕动了一下嘴唇说道 宗主啊 您看 这可是您亲外孙哪 而且更是如此天才的家伙 难道您不 话说到一半 那位长老 把嘴巴闭上了 没有说下去 只是道丹此时 脸色一阵变幻 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此时此刻 唐语居高临下的 看着佛宗宗主 视悟天 目光更是扫过佛宗所有人 淡淡的说道 既然你们佛宗的宗主 答不上来 那么就请问问 你们这些佛宗的人 你们能够回答我的话吗 或者说 你们的想法 和你们佛宗的宗主 是一样的吗 此话一出 佛宗众人只感觉到 自己嗓子堵得厉害 如果说和他们宗主的想法不一样 那么就是否定他们佛宗的宗主 说明他们佛宗宗主就是错的 而佛宗的宗主都是错的 他们还拜入佛宗 听从人家的教导 那不是说自己傻逼吗 但是 如果他们说和世物天的想法是一样的 那就是否定佛宗 否定他们的信仰 他们还念什么佛呀 如此一来 他们怎么说都不对 真的是无话可说 第一次 他们感觉到了自己活了这么久 竟然连话都说不完全 连这个世界的道理都弄不明白了 看到此处唐宇心中冷笑 虽然我在实力上敌不过你们 虽然你们很多佛宗高手的实力都能够碾压我 但是和我论佛 我不把你们弄得都怀疑人生 我还真的就不是唐宇了 佛宗现在多少人只是为了一味的提升实力 为了自己的野心 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有着一颗佛心 心思不正的人 还想要将实力达到最巅峰 这简直就是做梦 唐宇虽然不算是佛宗之人吧 但是却有一颗赤诚之心 最起码 他的所作所为 无愧于天地 无愧于任何人 这是这些所谓的佛宗弟子 远远做不到的 就在这时 只见佛宗里走出一位老者 但见此人约莫一米六五的身高 鹤发铜颜 整个人身上带着一股浓浓的佛气 缓缓缓开口说道 唐宗主言辞偏激了 吴天所言没错 你所说的自然也没错 只不过所要阐述的意思的出发点 不同罢了 见过太上长老 看到来人 佛宗诸位高手纷纷喊手 恭敬的参拜 心中一阵的激动 这可是他们佛宗的太上长老 是佛宗最德高望重的人之一 只要对方出来 唐宇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见到此人 各大宗门的高手也是精神一领 了凡大师啊 了凡大师竟然也出来了 这可不得了喽 了凡大师是当时极其罕见的大师 一身佛法修为 绝对达到了这个世间登峰造极的地步 真没想到 唐宇竟然能够引得这位大师现身呢 了凡大师 是佛宗现存的人物之中 资历最老的一辈的存在了 不管是谁 见到对方都要叫一声大师 同样的 对方在所有宗门之中的威望 也绝对含有人能够比拟 此时 唐宇心中一领 面前这个老者 给了他一种宛若大海般深邃的感觉 但是仔细一看 却仿佛是普通人 此人实力绝对极强 而且还达到了那种反谱归真的境界 这位大师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是否说的可以明白一些 唐宇虚心问道 了凡大师笑笑说道 佛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信仰 或者说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尊佛 五天说 佛宗是佛的化身 这并没有错 因为佛宗之人信佛 所以心中有佛 诸多佛心凝聚在一起 也可以说 其实佛的化身 然 贫僧方才说过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尊佛 所信之佛不同 那么 处世的方式也就不同 或许 或许唐师主 你心中信的佛 就是如来佛 宽宏无量 普度众生啊 但 物天所信 乃是地藏菩萨 亦有着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的心愿 正是此理 只是 物天境界未到 只要 饥饿如仇之心 少了分 救苦救难 解脱众生之 情怀呀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是 纷纷点头 不愧是大师级人物 人家出了几句话 就将事物天的话语间的过错 全部一扫而空 最后 只是说对方境界不到而已 当真厉害 听着这话 事物天心中也是松了口气 是啊 自己只是境界尚未达到那种地步 对 就是这样的 好 是吗 唐宇笑笑 说道 那照大师这么说的话 事物天终究是成不了佛了 首先 他就放不下对我的仇恨 我一日不死 他心中一日难安 我若生死 是他把我拉下地狱 那么他更是曲解了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的心愿 不是吗 肥也肥也 辽凡大师盯着唐宇淡淡说道 佛并不会让你下地狱 不过 有些事情 罪业到了 却不得不去 毕竟 我佛宗修为上浅的弟子 诸多都是信奉阎罗法王的 我相信 就算唐师主真的入了地狱 悟天 也会潜心替唐师主你朝度的 化解唐师主的力气 做到他该做之事 是吧 悟天 正是 正是 事悟天眼睛骤然一亮 整个人豁然开朗 点头说道 若有一天唐师主罪业深重 我必为唐师主朝度一番 表达我佛宗的善念 听到这里 无数人倒吸冷气 什么是高手 这就是高手 这位了凡大师愣是将黑的说成白的了 这等本事简直是绝无仅有啊 一时间 所有人心中 这位了凡大师的形象 有些坍塌 这真的是了凡大师吗 人死了你再去超度 这有什么用啊 如果可以 为什么不直接救活对方 这难道就是佛宗的善 佛宗的大爱吗 他们不敢苟同 哦 原来这就是佛宗所谓的大师 哎呀 我真的是长见识了 原来佛宗的人修炼 就是这么修炼的 难怪佛宗现在会落到如此田地 唐宇目光微冷 嘴角泛着淡淡的嘲弄 说道 信奉阎罗法王 所以佛宗为自己找了这么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就可以肆意的对我出手了 是吗 美其明月 扫出世间魔障 让我踏入地狱轮回 洗刷罪孽 最后再为我超度 这就是你们佛宗所寻求的心灵上的圆满 佛也是人 也会有感情的 辽凡大师无动于衷 唯有历练了七情六欲 方能真正成佛 所以七情六欲 佛宗弟子也需要历练 毕竟这世间真正成佛 大爱无疆的人 太少 太少 所谓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本心像佛 那就是靠近了佛 净化世间邪恶 这未尝不是一种 善业呀 因此 唐施主所行之事 在我佛宗眼里极为恶 那我们净化这邪恶 就是善 大家 为被你灭杀的佛宗高手报仇 这是功绩 也会让我们佛宗弟子心境 更加圆满 所以 唐施主 你的死 会让这个世界 更加的 美好 当了凡 这话说出来之后 在场各宗门的高手 一个个 简直目瞪口呆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这竟然是了凡大师 说出来的话 何为善 何为恶 想当初的时候 佛宗追杀唐景臣 这难道就是善 唐景臣本来就是佛宗 待发修行的弟子 人家和道门圣女 有感情怎么了 难道就不行吗 佛宗管的未免也太宽了吧 佛宗和道门就算是对头 那又如何 人家道门虽然反对两人婚事 但是却并没有追杀唐景臣 反倒是佛宗自己受不了了 这本来就不合理啊 而且大家心中也是甚是怀疑 这唐景臣被佛宗追杀了这么多年 现在还在追杀 难道就只是因为一个女人的事情吗 仔细想来 大家都不信 弄不好 佛宗和唐景臣之间 还有什么别的矛盾 只是用所谓的道门的事情来掩盖而已 现在 唐宇过来替父亲报仇 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们佛宗追杀人家父亲 理所当然 难道人家杀了你的人都不行吗 这简直就是谬论 老秃驴 放他娘的狗屁 就在这时 罗曼终于忍不住了 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中站了出来 指着对方的鼻子骂道 你说的好听 但是你们佛宗做的那些缺德的事情还少吗 你们佛宗当初追杀唐宇的父亲 咱们就不说了 但是你们佛宗的玄竹几个月前 为了抢夺唐宇手中的如意棍 抓唐宇的亲人 威胁唐宇 把唐宇骗进明月山 这又怎么说 玄竹那两根手指是怎么掉的 不就是偷鸡不成 反十八米吗 被唐宇给废了 他好意思说出来吗 如意棍 难道是传说中飞龙将军的武器呀 哎呦 这玄竹居然做出这样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 不过飞龙将军的武器倒是好大的名头 难怪玄竹动心的 那家伙最擅长的就是棍吧 哎不过这玄竹的手指好像真的缺了两根呢 这真的是唐宇弄的 他可是六星宗师啊 此话一出 众人议论纷纷 心中更是有一种浓浓的震惊 此时玄竹老脸透红 盯着罗曼 身上气势狂勇 力声喝道 胡说八道 我作为佛宗长老 岂是那样的人 我只是发现 我们佛宗功法外露 去调查这件事情 然后就找到了唐宇 让他跟我回佛宗协助调查 但是他拒不接受 还趁我大意伤了我 我岂能饶他 哈哈哈哈 真是笑话 罗曼不敢示弱 猖狂笑道 玄竹 既然你说你没有 那么你敢对着这老天发誓吗 说你当初根本就没有为了抢夺如意棍 追杀唐宇 如果有的话 你这辈子实力再不会前进分毫 你的下场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尸体被野兽啃食 你敢吗 听着这话 玄竹顿时心头一睹 老脸憋得透红 哼 我本来就没有错 为何要和你发这个誓 根本没有必要 对于舞者来说 誓言可不是乱发的 舞者修行本就逆天 遭受天前也是常有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说了这话 那没准真会灵验 他是不敢说的 弄不好自己被上天一道雷给劈死了 他多冤呢 既然不敢 那就闭嘴 做贼心虚 损失两根手指不多 就是活该 罗曼仿佛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目光扫视着佛宗诸位高手 声音森冷 佛宗诸位 既然你们已经如此颠倒是非 那么咱们就好好地理论一下 想当年 你们佛宗灭我家族 杀我父亲 让我在国外待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当着这么多宗门高手的面 这笔账 咱们也该算算了 你 你又是谁 你又和我们佛宗 有什么仇怨 看着罗曼站出来 替唐宇说话 事务天面色微冷 沉生问道 面前这个人他发誓 他绝对没见过 我是谁 罗曼冷冷一笑 霸王宫瞬间拿起 一根金色箭矢搭在了霸王宫之上 朝着事务天就射了过去 感受着面前这一箭的威势 饶是事务天也是猛的一惊 眉头一皱 手掌真气猛的一震 直接朝着那箭矢拍了下去 事务天实力和气之强 就这么一拍 那箭矢瞬间就被事务天浓郁的真气震开 朝着旁边的方向飞射了过去 然而就在这时 罗曼冷笑一声 手掌猛的一握 那偏离轨道的一箭 直接是转了一个大弯 竟然不可思议的 朝着事务天的胳膊上 就穿了过去 见此一幕 事务天瞳孔猛的一缩 丝毫未敢大意 手中真气澎湃 狠狠地抓住了那一箭 整个人背着一箭震慑 竟然手臂微微发麻 不过此时事务天哪里想得了这些呀 他面色异常的震惊 脱口而出 追风胡剑 原来佛宗宗主 你是真的知道这剑法呀 看起来你是没有否认 派佛宗高手杀我家族的事情了 罗曼面带恨意 咬牙切齿地说道 追风胡剑哪 上古钟家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是忍不住一阵惊呼 看着罗曼的目光 简直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这可是追风胡剑哪 是传说中的超高剑术 竟然在这个人身上再一次出现了 追风胡剑竟然还有传人 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追风胡剑 为什么会让所有人这么震惊呢 最主要的原因 这剑术实在是太强了 强到令人恐怖的地步 有人会问 这究竟有多强 这么说吧 先天境界高手 一剑就能够击杀宗师 如果用剑之人实力达到宗师 只要射中 一剑射死六星宗师 根本就不在话下 正是因为这剑法实在是太强 有太多的势力去剿灭这剑术家族 到现在几乎都要灭绝了 只是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们面前 竟然还剩一位这种剑术的传人 观其实力 竟然更是已经达到了入危境界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此人击杀没有领悟双重意境的人 那绝对是随便杀 一剑就死 而追风胡剑作为会转弯的剑 哪里是那么好躲避的呀 不过众人更加震惊的是 这追风胡剑的传人 明明就是跟着唐宇来的 而且更像是以唐宇为尊 只是众人不敢想象 对方为何会和唐宇搞在了一起 难道唐宇把这等牛逼的人物给收服了 此时此刻 佛宗众人心中也是忍不住惊骇 这一次的宗门大彼 果真发生大事的 唐景臣的儿子来捣乱不说 竟然连追风胡剑的传人都来了 这位施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们家族覆灭和我们佛宗有什么关系 你可不要在这里诋毁我们佛宗 事物天面色微冷 盯着罗曼沉声说道 诋毁 你的意思是 我连杀父仇人是谁 我都不知道了吗 罗曼面色暴怒 身上的气势不自觉的迸发了出来 目光转向了那祖安 杀意凛然的说道 既然你们佛宗不要脸 不承认 那我就让你们承认 祖安 当年你杀我父亲 被我父亲一箭射穿了左耳 你还想赖账吗 此话一出 顿时如同石破天惊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在了祖安的身上 准确的说 是投在了他的耳朵之上 祖安此时满眼的难以置信 死死的盯着罗曼 你 你到底是谁 你是在震惊我 为什么还活着是吗 面对仇人 罗曼根本压制不住 自己身上的杀意 冷声的说道 想当年 你们佛宗诸位高手 把我和我父亲 逼到悬崖边上 我父亲手中的剑 全部用光 为了保护我 他和你们近身搏杀 被你直接击杀 而我 为了不被你们抓住 只能够跳下悬崖 那悬崖可是上千米高啊 跳下去之后 哪有活命的道理 所以 你也觉得我死了是吧 可惜我福大命大 有半空中的树枝为我缓冲 救了我一命 而下面 正好是海边的沙滩 我只是身上骨折 却并没有死 或许 这就是上天掌眼 让我回来找你们佛宗报仇的 听着罗曼的解释 各大宗门的高手 在这一瞬间 绝大部分的人都信了 这世间之事 绝对不会这么巧合的 而祖安耳朵上的伤口 绝对就是被贯穿的箭矢射伤的 只要懂得兵器的人 都能够看得出来 最主要的是 佛宗这作风 就让大家相信 这事佛宗绝对能干得出来 追风胡剑呢 传说中的剑法 佛宗作为武道圣地 能够不眼馋吗 当遇到这追风胡剑的家族的时候 不出手抢夺对方的剑法 都出轨了 够了 够了 事务天此时 冷声打断了罗曼的话 我们佛宗 祖安护法的耳朵 是剑石射中的不假 但是是在早年的时候 经历大战的时候留下的 而不是你所谓的胡言乱语 这位施主 如果你再在这里胡搅蛮缠 来污蔑我们佛宗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罗曼刚想再说什么 直接被唐宇打断 只见唐宇目光微眯 盯着佛宗的了凡大师 事务天等人笑着说道 废话呢 我也不想多说了 你们佛宗的无耻 我今天算是见识过了 不过这事不算完 了凡大师 你口口声声说我如何的饿 但是我唐宇一生做事 都是行得多安做得正 能够做得到问心无愧 所以我佛宗七十二绝技 我都能够学会 但是你却做不到 廖凡大师 同样修习佛宗七十二绝技 你瞒得了别人 却瞒不了我 你已经学会了佛宗的六十九门绝技 但是却有三门 你愣是学不会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唐宇这话一出 众人真的是震惊了 这廖凡大师竟然学会了 佛宗七十二绝技中的六十九门 这等多的程度 简直让人不敢想象啊 只是这唐宇是怎么知道的 对方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果然唐宇话音刚落 廖凡整个人瞳孔猛的一缩 死死的盯着唐宇 沉喝道 唐施主 你要说些什么 只是阐述一个事实 唐宇淡淡一笑 说道 你之所以修不会那三门 那是你心境不够 亏心事做得多了 遭报应了 毫不夸张的说 你这辈子也就这么大的成就了 想要再进步一点 都是妄想 贫僧行得断 做得正 其实你这小儿能够评论的 辽凡此时脸上也忍不住 步上了一抹煞气 是吗 唐宇轻笑一声摇头道 辽凡大师啊 你想狡辩吗 你现在练功已经濒临走火入魔的状态了 如果不是你仗着修为身后强撑着 你现在还能够在这里和我说话 在你体内 绍阳三经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每当每一日阳气最盛的时候 阳气入体都会刺激你的经脉 真气逆流 疼得死去活来 是也不是 而今日恰好阴天 且又小雨 阳气很低 所以你才敢出来 否则你有力气站在我面前吗 听着唐宇说的这一番话 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 佛宗的超级强者 掌握了佛宗七十二绝技之中的六十九种绝技的牛逼人物 身体竟然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再看着那了凡大师脸色阴晴不定的样子 众人心中骇然 弄不好啊 这也就是真的 唐宇这个家伙 难道是神仙吗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而佛宗的诸位高手也是有些难以接受 难道他们佛宗最德高望重的了凡大师 真的快要走火入魔 控制不住自己吗 唐宇可不管了凡到底如何想的 只是老臣在在接着说道 你学会佛宗七十二绝技中的六十九种 还有三种没有修习完毕 这三种之中就包括一种佛宗童子功 哎呀 说来也可笑啊 辽凡大师 你既然是佛宗的大师 佛宗必须要修习的童子功 你居然都没学会啊 哦 忘记了 辽凡大师 你在修炼童子功之前就破身了 哎呀 我真是想不通啊 一个和尚为什么会破身呢 什么 辽凡大师破身了 此话一出 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只把所有人雷得是外焦里嫩 如果是别人 众人都不会奇怪 但是辽凡大师却不一样 很多人都知道 辽凡大师从小就是从佛宗长大的 刚出生就是个小和尚 何来失身呢 何来修不了童子功呢 难道说这辽凡大师当了和尚 又去招惹哪家的女子了 这简直是最讽刺的事情了 小子 讽刺 胡言乱语 你诋毁我们辽凡大师 我们佛宗和你不共戴天 混账东西 我们辽凡大师岂是那样的人 你修得在这里胡言乱语 如果你再说 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怎么 大家好像都挺激动啊 唐宇笑笑 不以为意的说道 既然你们这么相信你们的了凡大师 那么就让你们的了凡大师证明一下给你们看 他会佛宗的童子功啊 佛宗童子功是佛宗高手 兼修多门佛宗功法的关键 也是快速领悟佛宗功法的硬条件 其实我也很好奇 不会佛宗童子功还能够修炼的这么快 了凡大师你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真的是绝世天才 行的端做的正 这话说的真的是很正气 只是我想知道 既然了凡大师你行的端做的正 那这处男是怎么没的呢 话已至此 所有人目光都投在了了凡大师身上 这佛宗最德高望重的了凡大师 一辈子都当和尚 竟然还不是童子身 这是多么劲爆的新闻呢 然而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之中 了凡大师没有动 整个人只是闭着眼睛 仿佛隔绝了世间的一切 陷入了忘我的状态 竟然在那念起了经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顿时大跌眼镜 所有人都在等着你验证佛宗童子功呢 你居然在这里念起了经了 这算得上是你佛法高深 不为世间所动 还是说你装算不敢验证 大师 你倒是说句话呀 那小子都这么诋毁您了 已经站在了咱们佛宗的头上撒尿了 你还能够坐得住 这样的话 咱们的佛宗就要被人家笑死了 一位佛宗高手急忙说道 世间皆如我 与我何干 情者自清 浊者自浊 作为佛宗人 没有必要 去争一时之气 这了凡呢 倒是面色淡定 悠悠说道 人家笑死了 是他们笑死了 他们笑死了 与我们何干 如果别人笑死 你都为之心痛 为之惋惜 那么你们在佛法上的造诣 就算得上是大成的境界了 新人大笔已经结束了吧 那便开始宗门大笔吧 别浪费时间了 怠慢了 各宗的高手 就不好了 说着 了凡竟然直接离开 从始至终 都没有看唐宇一眼 甚至没有反驳一句 看着了凡的背影 唐宇眼睛微眯 大声说道 哎 了凡大师 回去之后 不要妄想尝试去修炼童子宫了 这不是你能够学得会的 也无法掩盖 好心提醒您老人家一句 金刚不坏神功和菩提心法 也不是你能够学得会的 你啊 就放弃吧 照你这样的情况 还随便动用真气的话 用不了多久 你体内经脉就会进断的 彻底变成非人了 当然你不动用真气也不行 否则你压不住心中的怒火的话 你的病情就会马上发作 难以控制 啊 回去好好控制一下吧 要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控制不住 那我说的一切就不攻自破了 这样呢 对您这位老前辈也真的是够丢人的了 唐宇这话一出 所有人面面相去 好家伙 这小子的嘴巴真是勾毒的呀 竟然连了凡在他手里都没讨到好 灰溜溜的离开了 难道唐宇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这不禁让大家心中不断猜测 当然大家最惊奇的是 唐宇怎么就知道了 对方练了六十九门佛宗绝技的 连没练的那三门都知道的这么清楚 此时 唐宇却是心中冷笑 老东西居然出来整我 还给了佛宗绝佳的借口让我死 我岂会让你好过 真当小爷我拿你没办法了 别人看不出来了凡身上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仙的他 岂会看不出来 对方是不是处男 唐宇一看便知 最主要的是 他可是修够了佛宗的七十二门绝技 对于这七十二绝技了若执掌 修炼佛宗绝技达到三十六门 且都达到小成之后 就会在体内丹田之中 凝聚出来一个个光点 每一个光点都代表着一门绝技 这也就是体内的五道种子 这五道种子是一种境界 达到这种境界之后 出招的时候比起之前会更快 每一招酝酿的时间相对会缩短极大的部分 这对于舞者来说 可是极强的提升 所以唐宇有着透视的能力 能够看清楚对方体内的光点 正好是六十九个 他岂会不知道 对方修炼了六十九门佛宗绝技 而对方非处男 唐宇也是看出来了 而且外加上体内的症状 唐宇就断定了 对方这童子功必然没修炼 金刚不坏神功这门功法呢 是一门超强的防御性功法 需要的就是童子之身修炼 如果破了身之前还没学会 那么就永远都学不会了 同样的菩提心法 这可是佛宗最强心法 能够驱除心魔 如果了凡会的话 也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 就快要压制不住自己的心魔了 所有的这一切 看似是唐宇瞎说 但是实际上 这都是细微的观察 和唐宇绝对的智慧 叠加的结果 此时 另一边 辽凡刚回到自己的屋内 关上门之后 整个人猛地吐了一口鲜血 满脸煞白 透着极度的猙獰 混蛋 混蛋 这畜生 为何将我身上所有的秘密 都看得这么透彻 为什么 他如此微弱的实力 怎么可能看得清我的实力的 甚至将我体内69种佛宗绝技 都看得这么清楚 这不可能 辽凡倒是想要将唐宇给弄死 但是在宗门大笔这种场合 他绝对不能够这么做 最起码 今天不行 而且他怎么验证 他深深的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 那唐宇说的根本就是全对 他验证的话 岂不是自取其辱吗 最主要的是 他被唐宇这么一气 整个人气息骤然不稳 他的病也确实就要发作 让他不得不赶快离开 否则真的就要压不住了 强行的运转自己的真气 了凡终于将自己的气息压了下来 只是这么一来 他的脸色更加的苍白 整个人后背都溢出了满满的冷汗 可见这其中的艰难 但凡我学会童子宫 活菩提心法 都不会让我这么艰难 但是没想到 我活了这数百年的光阴 童子宫学不会也就罢了 那菩提心法 我也是学不会呀 了凡咬牙切齿 大口的喘息着 想着 了凡的颜色一阵变幻 下地走过一间极度隐蔽的密室 看着床上已经眩晕过去的一个小和尚 陷入了沉思 如果唐宇在这的话 绝对会惊呼一声 这小和尚不就是空明吗 失以至此 再也不能够拖下去了 被唐宇那小子一弄 让我心神俱损 我这身体 恐怕未必会坚持到那个时候了 如果到时候 体内经脉经断 连着最后转生的机会 都 都没有了 辽凡盯着空明 喃喃自语着 想当年 唐景臣本来是个上好的容器 本来想等他达到宗师境界再进行的 但是 却不小心被他发现了我的意图 终究是毁于一旦 这一次总不能够让我 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容器给丢了 正好可以趁此机会 进行夺赦 然后出关 理所当然的将唐宇那小子击杀 那小子敢坏我的好事 就必定 要死在我的手里 可怜的空明啊 自始至终都还不知道 自己之所以被培养出来 为的就是给别人夺赦的 随着了凡的离开 心人大笔接着举行 虽然佛宗的七位高手死了 但是其他宗门的各位高手依旧还在 此时佛宗众人的目光异常的压抑 但是却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只是看着唐宇 却充满了最本质的杀意 只因唐宇的存在 在这一次佛宗举办的宗门大笔 让他们佛宗成了一个笑话 就连佛宗最德高望重的了凡大师 竟然都被唐宇如此诋毁 这让他们不能接受 如果不是先前放出豪言 唐宇赢了 今天就不动唐宇 现在他们早就出手将唐宇给击杀了 不过既然弄清了唐宇的实力 那么针对这小子就容易得多了 无论如何 这小子今天都要死了 只是再一次的鄙视 唐宇在一号台上老神在在的 没有丝毫动弹的意思 但是各大宗门的新人 看着唐宇这等牛逼的实力 却发自内心的敬畏 对方的实力 绝对碾压他们 人家佛宗的金刚都被人家轻而易举的给杀了 他们和人家交手 那不是脑袋有兵吗 除去佛宗死掉的七位高手 一百零一人 只要遇到唐宇就瞬间投降 于是乎 唐宇根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来到了新人大笔的第一名 毫无悬念 笑话 和这种变态打架呀 佛宗的那些人都死了 他们又不是没看到 虽然他们和唐宇无仇无怨的 相信唐宇也不会下杀手 但是对方一旦没收住手 误杀了他们 他们找谁说理去 明知道找虐还去主动被虐 那就是傻子 只是在那一百零一位新人高手中 有一位女子手持木剑 目光复杂的看着台上的唐宇 不知心里在想着什么 只是最后却化成了一声叹息 看着这一幕 佛宗的诸位高手脸都绿了 这一届的佛宗新人大笔 他们佛宗就是个笑话 这第一名根本就没有人挑战 而且还是他们佛宗一直追杀的 所谓的叛徒的儿子得了第一名 这让他们佛宗情何以堪呢 最主要的是 他们佛宗之所以将新人大笔的奖励 调制的那么高 就是为了他们自己 本来是他们有七人 有绝对的信心 是他们佛宗的人取得第一名的 但是现在 一切的一切都为了别人做了嫁衣了 只让佛宗宗主施悟天 有一种想吐血的冲动 这时 只见祖安上台 深吸一口气 盯着唐宇心中冷笑 缓缓地说道 新人大笔已经结束 作为第一名 你有资格挑选你所要进入的宗门 当然 前提是 那个宗门 敢要你 佛宗作为顶尖的宗门 敢招惹佛宗的宗门 绝对没几个 他倒想看看 到底有哪个宗门 敢和他们佛宗 明目张胆的作对 只要没有宗门敢收唐宇 那么唐宇 任他怎么折腾 还是逃不过 他们佛宗的掌控 哎呀 我的名声这么不好啊 居然没有宗门邀我吗 唐宇笑笑 环顾下面那些宗门 说道 敢问在座的 各位大宗门的宗主 我想要加入你们的宗门 不知道有没有人 敢得罪佛宗 把我收入宗门呢 这时 只见七大宗门之一的佛宗 率先表态 我们佛宗 是不会要你这等邪恶之辈的 但凡要这小子的宗门 那就是和我们佛宗为敌 你们看着办吧 此话一出 诸多跟着唐宇来的新人一个个 义愤天鹰 这佛宗果真是卑鄙啊 为了对付唐宇 简直已经不择手段了 竟然公开威胁各大宗门 这是何等不要脸的行径啊 果然 佛宗表态之后 无数宗门的高手 进阶沉默 不乏一言 一时间 整个现场诡异的出现了一股寂静 接收唐语 那就代表着和佛宗不死不休 虽然佛宗自称为正 以道门为首的一部分宗门被称之为邪 正邪也确实不两立 但是呢 却还没有达到那种不死不休的地步 只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而已 一些个小宗门呢 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底气感受 看着这一幕啊 佛宗诸位高手满脸冷笑 这等结果 和他们预想的一样 谁会为了这小子 真的去往死里得罪佛宗呢 等着唐宇加入不了任何宗门 他们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鼠山建宗的宗主 吴时太虚 目光瞥了眼唐宇 淡淡的说道 副义 我们鼠山建宗 作为华夏国正道的宗门 自然不会要这等狡诈的小儿 免得辱了我们鼠山建宗的名声 我们奔雷宗也不要 奔雷宗宗主雷霆 轻抬眼瞼 缓缓说道 看到这里 石墨和雷炎两个人 心中冷笑 看着唐宇的目光充满了鸡窍 唐宇想必还不知道自己在各大宗门的名声吧 就是因为唐宇 他们两个人愣是没有得到欧阳也制作出来的天王刀和惊雷剑 他们会让唐宇好过 此时 那些小一些的宗门一个个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唐宇真的是老了不亲 舅舅不爱呀 七大宗门就这么一瞬间 其中三大宗门就直接否定了唐宇了 唐宇这还何去何从啊 就算他实力再强天赋再好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被排挤 七大宗门分别是佛宗 道门 鼠山剑宗 奔雷宗 修罗宗 披甲宗和陵云阁 陵云阁是不参与各宗门大比的事情的 自然没来 但是三个宗门已经否定唐宇 唐宇这还有希望吗 这时 只见披甲宗的宗主金无敌 眯着眼睛 老神在在的说道 我们披甲宗只招收防御力天赋强的人 一般人我们不招收 况且我们披甲宗的功夫 可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果然 所有人都替唐宇莫挨啊 四家了 四大宗门齐齐的排挤唐宇啊 看着这一幕 克里斯有些受不了了 指着金无敌破口大骂 呸 闹肿 没想到披甲宗现在都变成这么软弱了 怂货 我都替你们丢人 此话一出 唐宇微微一愣 随后恍然大悟 克里斯貌似就是从这披甲宗出来的 克里斯这话一出 披甲宗的诸位高手猛的一僵 当看到克里斯熟悉的样貌的时候 披甲宗的诸位高手就像见了鬼一晚 金无敌更是猛的一阵惊呼 克里斯是你 你 你回来了 你这家伙十几年来你去哪了 我和老祖宗找你都快找疯了 你知不知道 废话 我要是不知道他找我 总逼我 我干嘛逃出披甲宗 克里斯不爽的说道 马蛋的 金无敌 我懒得和你们废话 唐宇是我老大 我他娘的就问你们 咱们披甲宗到底收不收我老大 你他娘的要是敢不收 我马上就去找老祖宗 告诉他 只要把你打得半死 我就回披甲宗 混蛋小子 你他妈就是这么和你爹说话的吗 金无敌大怒 死死的盯着克里斯 满脸的怒火 只是克里斯此话一出 披甲宗所有高手 只感觉到自己下巴掉了一地 嘴巴张的老大 就是合不上了 卧槽了 这倒霉孩子 你什么时候和唐宇搅和到一起了 老大 唐宇是你老大 唐宇怎么他娘的 就成了你老大了 最主要的是 你他娘的是披甲宗宗主的儿子 地位显赫 你竟然给人家当小弟了 这简直就是给披甲宗丢人呢 此时此刻 唐宇也有些难以置信 这克里斯竟然是披甲宗宗主的儿子 他可是从来都不知道这回事 只是以为这家伙在披甲宗待过 或者被披甲宗给赶出宗门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竟然是这祸自己走的 诺操 你个小兔崽子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你也不知道回宗门来 还得老子巧合才能够看到你 你这一看到你 你就给我添堵 克里斯 你真是能得了呀 金无敌戚急败坏的说道 我 我 我当初 不就是给你找个媳妇吗 你至于 逃婚 离家出走吗 你把我这个当爹的 置于何地呀 金无敌 你还好意思说 你是我亲爹吗 是我亲爹 能干出那样的事来 克里斯也是个暴脾气 不爽的说道 你看看 你给我找的什么媳妇啊 比我还高 比我还壮 那长得 真他娘的猙獰 我看了他一眼 就差点把我给下尿裤子了 你媳妇那么漂亮 凭什么给我找的媳妇 就找那么丑的 嘎了一下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这不是关于唐宇 到底进哪个宗门的决定吗 这披甲宗一家子 怎么还吵起来了 最主要的是 他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这克里斯 竟然是披甲宗宗主 金无敌的儿子 还是唐宇的小弟 这么说的话 这披甲宗 绝必要站在唐宇这一边了呀 只是令众人心中震惊的事 但是唐宇为什么会找到这么牛逼的人物做小弟呢 那追风胡剑的传人跟着唐宇 披甲宗宗主的儿子也跟着唐宇 这不得不让人惊叹唐宇的本事啊 被克里斯这么一说 金无敌顿时老脸透红 反驳道 我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那女子怎么就不好了 那 那是天生修习我们披甲宗公法的好料子 和你这体型多配 你小子这么大了都找不着媳妇 我能不着急吗 狗屁 是你审美观点有问题好吗 克里斯不耐烦的说道 哎呀 废话别说了 我老大来披甲宗 行还是不行 你说吧 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要是不行 你这辈子也就别想抱上孙子 我一辈子都不回披甲宗了 听着这话 金无敌顿时一睹 心中这个气呀 你呀 行 你说行就行 你他娘的 老子这辈子就他妈欠你的 怎么就能生出你这么个孽障啊 哎 不过 不管你小子干什么 这一次宗门大比 你必须代表我们披甲宗 披甲宗出战 这个自然 毕竟我是披甲宗的人嘛 看着自己父亲妥协 克里斯咧嘴一笑 看着唐宇说 哎 老大 没事 来我们披甲宗 什么佛宗的渣渣 我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如果他们要感动你 我就直接带领披甲宗的高手 把他们佛宗弄个天翻地覆 哼 别人怕他们佛宗 我们披甲宗可不怕 此话一出 饶是金无敌也是翻了翻白眼 我呸了 这个倒霉孩子 为了所谓的老大 竟然把披甲宗都给搭上了 真是不孝啊 不过也不知道这小子的实力怎么样了 等着宗门大比的时候 得好好检查一下再说 要是实力太弱了 那非得把他抓回披甲宗 严加管教才行 听到此处 唐宇一愣一愣的 心下感动 傲然笑道 老客 那就多谢你了啊 不过我唐宇呢 也不是连累别人的人 别人不想要我 我也不勉强 这么多宗门 我相信总会有一个有胆子要我的 不是吗 说得不错 老大 以你的本事 他们不要你 那是他们眼瞎 那一个个明哲保身 实则就是蠢的要死的怂蛋包啊 克里斯毫无忌惮 痛快淋漓的说道 他可是知道唐宇的牛逼的 人家是何许人也 那可是红衣协会的会长啊 要是这些人知道唐宇这一层身份的话 他就不相信这些人还是这副臭德行 除去实力 论地位 这些人配给唐宇提携吗 金无敌老脸一黑 只感觉到自己老脸无光 头也很疼 这倒霉的熊孩子 怎么还是这么肆无忌惮呢 这么把各大宗门都骂了 这简直就是不要命的得罪人呢 就在这时 修罗宗宗主大笑一声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不错 金无敌 你有个好儿子 这话说的敞亮啊 这么好的苗子 你们居然不要 那好 正好便宜了我们修罗宗 唐宇小友 只要你来我们修罗宗 你想要什么资源 我们都给你 而且 赢有尽有 想学什么功法 只要你学得会 我们修罗宗的功法任你挑选 如何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满眼难以置信的 看着修罗宗宗宗主 血宁天 有一种见了鬼的感觉 这修罗宗的宗主 难道是真的疯了吗 谁都不敢要唐鱼 他们修罗宗竟然敢要 血宁天 难道你们修罗宗 就非要跟我们佛宗作对吗 事物天 目光森冷的看着血宁天 声音中夹杂着浓浓的怒意 事物天 别人怕你们佛宗 我们修罗宗可不怕 同是七大宗门之一 你们佛宗就算排名靠前 那又如何 真的觉得比我们修罗宗 强上多少了 除了凌云阁之外 其他五大宗门 你们佛宗能够碾压哪一个 血宁天咧嘴一笑 脾气十足地说道 嘿嘿嘿嘿嘿 你们佛宗不就是要杀唐宇吗 那我们修罗宗就要保他 你乃我何呀 你们佛宗不是一直自诩是明文正派吗 不就是看不起我们这些邪门外道吗 那正好 我们邪门外道的宗门 就收了这邪恶的人 岂不是理所当然呢 说到此处 饶是唐宇都忍不住拍手称快 这修罗宗的宗主 果然不是一般人 让他有一种被相信的感动 所谓邪道众人 在唐宇眼里 比那些自诩正道的宗门的高手 处事正派多了 更敞亮多了 你 世物天老脸一阵难看 竟然无言反驳 只是在他的心里 对于修罗宗也是升起了一种绞杀的情绪 此时 唐宇目光威宁 缓缓说道 多谢 血宗主的支持 既然修罗宗如此看好我 而且在所有宗门都排斥我的情况下支持我 那我不去 也就说不过去了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用再听下去了 我决定 加入修罗宗 哈哈哈哈 好 好小子 果然痛快 此话一出 修罗宗宗主 血宁天大笑一声说道 来来来 来我们修罗宗 我倒想看看 他们佛宗能够将你怎么样 对于佛宗嘛 我本来也就没放在心上 唐宇微微一笑 满不在意的说道 他们是恨不得杀了我 但是 他们杀得了吗 看着唐宇进了修罗宗了 各宗门宗主 脸色都是一阵变幻 任谁都不敢说 修罗宗做的事情是对的 但是 修罗宗确实不怕佛宗 这毋庸置疑 见此情形 道门的高手一个个顿时急了 哎呦 宗主啊 您怎么不说话呀 这可是您的亲孙子 而且还有如此天赋 理应来咱们道门呢 道丹老神在在 淡淡的说道 嗯 我觉得修罗宗就很不错了 更适合那小子 七大宗门除去凌云阁 剩下六大宗门 三大宗门是唐宇的死对头 都要杀唐宇 你们 懂我的意思了吗 这 啊 宗主 您果然是高啊 猛然间 道门的诸位高手 有所明悟 顿时由衷地说道 三大宗门要杀唐宇 已经连成一条战线了 而且都是所谓的正派宗门 他们道门 帮助唐宇理所应当 毕竟这可是道丹的亲外孙呢 怎么可能这么冷血 正是因为要帮助唐宇 那么就更不能够让唐宇进入道门 披甲宗现在必然站在唐宇这一边 而再让修罗宗站在唐宇这一边 那么两边的势力才均等 这才是道丹的根本意图 慕容倩和肖妹两个人心中微微感叹 说到底 宗主还是十分的在意唐宇的呀 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冷血 而做的这一切 说到底也都是为了保护唐宇 唐剑此时站在道丹的后面 目光复杂 他心中却是深深的明白 道丹是多么的在意唐宇 他可是道丹的亲传弟子 为了唐宇 他可是改名换姓 被派到了唐家的 目的其实也只是为了唐宇的安全 当然还有一层就是验证唐宇的实力 刻意给唐宇找麻烦 让唐振成对付唐宇 见证唐宇的成长 暗中保护唐宇 他都发现这一切的一切 是多么的不容易了 直到唐宇实力确实胜过了他 他才回到宗门 因为他知道唐宇已经无需要他的保护了 我说道丹呢 怎么 这可是你的亲外孙呢 你难道就不想让他回到你们道门吗 不过你想也没有办法了 这小子已经加入我们修罗宗了 血宁天呲牙 看着道丹乐道 道丹呢 道是面色淡然 微微的看了唐宇一眼 不嫌不淡的说道 无所谓 反正我是没有承认 他是我的孙子 他去哪里 与我何干 听着这话 唐宇心中微微发毒 有些不是滋味 自己的外公 说到底还是不承认自己吗 这可是你说的 你可别后悔 血宁天吃笑一声说道 你们道门也是空有宝贝而不识 你自己亲外孙子这么牛逼 嘿 你们道门还真是傻 难道到现在为止 还在意所谓的面子吗 哎呀 算了 懒得和你废话 说正事要紧 佛宗的 唐宇是第一名吧 你们佛宗答应的那些第一名的奖励呢 都拿出来吧 还在等什么 世悟天脸色阴沉 将若干个瓶子直接朝着血宁天扔了过去 沉声说道 我们佛宗还会赖账不成 用不着你提醒 接过了丹药 血宁天一股脑的全塞到了唐宇的手里 豪气的说道 来来来 这些宝贝都留着 回宗门能吃的都给吃的 那易静丹和自然属性丹可是宝贝 吃完了之后好好修炼 再配上咱们宗门的丹药 没准会让你突破宗师 到时候你可就真正意义上是一个高手了 多谢宗主 唐宇感激的说道 唐宇呢 是由衷的感激 在这种时候 只有这修罗宗真心的接纳自己 这已经可以算得上是逆天的恩情了 而且唐宇能够感受得到 对方对自己是真的好 而不是在做做 如果这一次真的没有宗门接纳自己的话 自己真的未必能够离得开这 佛宗绝对会被对方围杀的 凭自己这点实力 那毫无疑问 必死无疑 客气什么 来到咱们修罗宗啊 咱们就是一家人啊 血宁天丝毫没架子 满不在意 大大咧咧的说道 来来来 给你介绍一下 我旁边这位军师模样的家伙 你看他像军师 其实没啥智慧 不过呢 这是我的好兄弟 是一位丹师 至于名字 你就叫他军师就行 大家都是这么叫他的 剩下的呢 就是咱们修罗宗的长老 不过也没来几个 毕竟用不着那么多人过来 只来了血盈 血手 以及血雨三位长老 剩下的就是年轻一辈的高手了 你们自己认识一下就行 没有那么多客套 反正都是年轻人 好相处 确实 毕竟这是佛宗的主场 各大宗门来的人真的不多 修罗宗过来的也就十几个人的样子 唐宇和众人交谈着 一时间说的也是异常的愉快 看着这一幕 佛宗诸位高手就像吃了屎一样 脸上写满了恶心 本来他们觉得绝对不会有宗门收唐语 但是却真的没想到 这修罗宗还真的就敢打他们佛宗的脸 不过 人家修罗宗不比他们佛宗差到哪里去 就算他们真的不爽 暂时也没什么办法 只见祖安黑着脸 看着那八十位新人类主 沉生说道 你们八十个人也该挑选宗门 只要来我们佛宗 待遇从幽 这八十人的天赋 或许不及他们佛宗死掉的那七个人 但是七人都死了 他们佛宗不得不去搜罗新人 否则这一届 他们佛宗的高手就要断层了 只是那八十个人此时却满脸不屑 去佛宗 佛宗这一鸟样 他们才不去呢 只见那八十人直接无视了祖安的话 来到了修罗宗的宗门面前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竟齐声的对着修罗宗宗主恭敬的说道 我等想加入修罗宗 还望宗主成全 我们不需要什么待遇 只要能够进去就行 我操 看着这一幕 各大宗门的高手都齐齐的傻了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新人竟然全部挑了修罗宗 而没有一个去其他的宗门 而且这些人那一句根本不要什么待遇 这是直接将佛宗给彻底藐视了 更是将佛宗狠狠的打了一耳光 连他们都觉得疼啊 人家佛宗待遇优厚 你们不去 找了修罗宗 还不要待遇 这些人是傻逼吗 所有人脑袋中都有了这个疑问 佛宗诸位高手更是充满了难以置信 血宁天赐时也蒙了 我操了 这些人疯了是怎么着 怎么都跑到我们修罗宗来了 这些人的天赋 虽然比起那些天才差了一些 但是这些人的毅力好啊 这就是优点 而且这八十位可是每一个擂台上的擂主啊 实力比起一般人绝对要强得多 各个宗门的人对这些人可都是有兴趣的 而现在一股脑子都来了他们修罗宗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此时看着这一幕 各大宗门的高手顿时坐不住了 尤其是佛宗各位高手 更是再三的问道 我们佛宗会给你们最好的待遇 难道你们真的不来吗 反倒是去了修罗宗 人多了 修罗宗能够分给你们每一个人的待遇就少了 你们不后悔吗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底线的 而你们佛宗 什么东西啊 孤名调狱 看着你们这些自诩名门正派的所作所为 我都恥于进入佛宗了 听着那佛宗高手的话语 一位年轻人轻蔑的一笑 声音微冷 傲然的说道 在外面的时候 你们佛宗的高手是怎么对我们的 一言不合就要出手飞了我们 而且你们的佛宗居然趁着宗门大笔向我们敛财 居然要一人一千万 你们这种行为 又如何让我们进入你们佛宗啊 不要觉得任何人都像你们这样厚颜无耻 本来我们对这一次新人大笔充满了失望 我们这些人压根都不想进来的 但是唐先生之前说了 人活一世要做得到无愧于心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并且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他告诉我们 人要相信奇迹 不要太消极 要发现这世间的美好 我们正是因为用这双眼睛看到了这一幕 才知道你们佛宗是什么德行 而修罗宗又是如何仗义 这也就是我们选择修罗宗的原因 待遇不好又如何 我们图的只是心灵上的舒畅 我们更相信 有唐先生在的地方 那就是光明 说到这里 别说内男子了 那数千新人的目光之中 都带着最虔诚的目光 那是对一个人的尊敬 达到了骨子里的表现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心头一震 这番话 仿佛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引发他们无尽的沉思 任谁都没想到 唐宇在这些新人中的影响力 会这么大 竟然会为了唐宇 来决定他们今后的发展 更只因为唐宇 连挑选宗门 都是如此的唯一 此时此刻 佛宗诸位高手完全沉默 不发一言 事物天此时心中 更是仿佛燃烧了一股烈火 将死掉的青云和青风 是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两个家伙 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竟然把这些新人给得罪成这样 更是对他们佛宗产生了偏见 同仇敌忾 让人难以置信呢 血宁天的心中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想了太多太多的理由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人来他们修罗宗仅仅只是为了修罗宗对唐宇有善意 所以他们就来了 这个理由看似是扯淡 但是却又如此的真实 就摆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让大家不得不信 这一刻 诸多宗门的高手心中有些后悔了 他们真的后悔 之前的时候 为什么不和唐宇表达一些善意呢 不管怎么说 哪怕说一句话也是好的呀 以至于到现在为止 好好的新人大笔 他们这些宗门一个新人都没有弄到 这不可谓不是天大的笑话了 太多的人在意的只是实力和利益 而忽略了人性的美好 这一次的事件却给所有人敲了一个警钟 在这个世界上 人心或许比什么都来得要重要 听着这话呀 唐宇有一种快要泪奔的冲动 这些人真是高给力呀 这觉悟也是真蛮高的呀 尽管这些人实力不高 但是绝对是真爷们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们这样 这个世界还真的就和谐了 大家如此支持我 我是心灵了 看着这些真诚的面孔 唐宇认真的说道 说真心话 修罗宗不一定真的适合你们 你们大可不必因为我而过来 还有很多的宗门也都是不错的 唐先生 您就不用说了 我们已经决定了 就看修罗宗的宗主要不要了 如果不要的话 我们自然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宗门的 一个男子说道 就看那些个宗门 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可信 说句不好听的 我们前脚加入他们那些宗门 后脚就可能被他们送到佛宗 讨好佛宗了 而我们让佛宗丢尽了脸 他们会放过我们吗 他们要是这么好听 那就不会干这么多缺德的事情了 这话说得好 果然都是真爷们 血宁天此时也是面色严肃 说道 难得你们这么相信我们修罗宗 你们八十个人 我修罗宗 招单全收 而且绝对给你们最好的培养条件 不因为别的 就因为你们值得 多谢宗主 此话一出 那八十人精神一震 直接站在了修罗宗的队伍之中 异常的振奋 说一千到一万 他们主要是想和唐宇在一个地方 这才是他们本质的想法 而且 唐宇看上的宗门 那么绝对就不会错的 当血宁天将这些新人全部收进了修罗宗 各大宗门高手脸色 异常难看 且不说别的 单纯这些人对唐宇的崇拜 那种齐心协力的样子 他们就知道 这修罗宗以后将会更加的厉害 这是一种精神 是一个宗门强盛才会有的精神 看着这一幕 士悟天 石太虚 以及雷霆三人 对视的一眼 皆看到对方眼底深处浮现的那一抹阴雾 士悟天暗中吸了口气 目光盯着道门 修罗宗 以及披甲宗的三门宗主 力声说道 既然新人大笔已经结束 那么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就开始踪门大笔吧 同网界一样 采用擂台赛制 不过 这一次有所不同 不再是 一垒定胜负 以我们佛宗 鼠山建宗 奔雷宗为首的 各大正道宗门 向你们这些 邪道 发起挑战 二十岁到三十岁 三十岁到四十岁 四十岁到五十岁 三种层次 三处擂台 来确定各大金属矿山 和各大药山的划分 期限 不再是一届宗门大笔的时间 而是一百年 你们干嘛 此话一出 以道门修罗宗 以及披甲宗为首的 各大邪道宗门 一个个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一次赌的未免也太大了吧 如果要是输了 这简直就是让他们这一派的 所有宗门 百年缓不过来呀 甚至年轻子弟更没办法培养了 对方这是要将他们这些所谓的邪道宗门往死里逼呀 邪道宗门 好大的帽子啊 道门宗主道丹目光微冷说道 别把你们自封的正道宗门说得那么正派 十五天 你再侮辱谁呢 你有什么阴谋诡计就尽管说出来 别在这里使用激将法 这等小聪明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快人快语的性格 是五天冷笑一声说道 新的大笔内容很简单 三个擂台对应三个年龄层次的高手 只要一个擂台的高手无敌 将另一边同一年龄阶段的所有高手都打败 便可以拿到三成的矿山和药山 三个擂台共计九成 而最后一成则是万耀山和万瓷山 为三大擂台的最终擂主对决 赢的那一方将取得这两座山如何 听到这里 道门等各大宗门心头猛的一阵 就连道门修罗宗以及披甲宗三宗的宗主 都是眼皮直跳 这可真是豪赌啊 之前的宗门大笔 只是赢的一方占据五点五成的资源 输的一方占据四点五成 不管输赢 大家都能够接受 但是现在呢 要是真的输了的话 可能将会一点资源都得不到 这简直就是拿宗门的未来在赌啊 听到这里 唐宇微微醋眉 虽然有些云里雾里的 但是他也听懂了一些东西 所谓的宗门大笔 其实就是各大宗门通过武力来分配资源 而所谓的资源 那就是药山和矿山了 否则他们真的闲得没事 什么好处都没有 在这里打架 宗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有些没弄懂啊 唐宇微微皱眉 朝着血凝天问道 此次这事 真是有些麻烦了 我也不敢轻言决断 血凝天满脸凝重 给唐宇解释道 你或许也听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正心两派分配资源的手段 毕竟对于宗门来说 除了功法之外 武器和丹药这些资源显得尤为的重要 而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就这么多 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而各大宗门的弟子数量和其庞大 想要进阶速度快 想要提升实力 没有武器和弹药又怎么行 所以就显现出来 这药山和矿山的重要性 这药山和矿山对于宗门来说 是谁先发现的就是谁的吧 为什么还要这么分配呢 唐宇不解的问道 嗯 按理来说应该是这样 但是主要啊 源于人性的贪婪和欲求不满 血宁天探道 各大宗门要发展 就要不断的得到资源 而当自己手中的资源不够的时候 就会心生恶念 去抢夺别人的 大宗门还好 无人敢抢夺 但是小宗门被实力强大的宗门抢夺之后 就没法发展了 就只能够冒险去抢夺别人的 逼不得已还要抢夺大宗门的 就这么来回的抢夺 手段进出 连榨山的手段都使用出来了 将资源不断的损毁 也不断的有人死亡 如此一来 所有宗门都觉得不是办法 便想到了用武力来分配资源 然而大宗门和小宗门的武力 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又出现了矛盾呢 此时唐宇也是有些明误啊 说到底 就是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尴尬局面 大宗门得到大部分资源的同时 也必须要给小宗门喝一些汤 否则小宗门怎么活 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会恶向胆边生 他们得不到的东西 也不让别人得到 所以就会出现榨山的行径 几经演化 最后就变成了现在的宗门大笔 然而宗门和宗门之间还有矛盾 有怨戏的宗门是绝不可能在一个阵营的 所以现在就分成了这政协两种阵营 也是情况所迫 于是乎 宗门大笔就延续了上千年的时间 其实就是为了争夺资源 让自己得到的资源更多一些罢了 同时呢 也能够磨练年轻一辈的高手 也算是采用了较为和平的手段 来解决那种尴尬的危机 而如今 佛宗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 不满现状 提出来新的分配资源的方式 这种方式特别的极端 如果运气差 实力不济 一方可能会一点资源都得不到 而佛宗之所以提出来这等方案 那就是对他们这一派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信心呢 万耀山和万磁山 可是极品地狱 之前无论如何都是对半分的 十五天他们想出此计 恐怕就是想要独占这两座宝地啊 血宁天面色有些难看的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唐宇孝孝说道 那既然如此 咱们两方面可以说都有机会了 甚至让他们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的人 一点资源都拿不到 那何乐而不为啊 我想呢 咱们也不必要惧怕吧 这比的说到底 算得上是四十到五十岁的实力 这个阶层的了 只要赢得了这一阶层的比试 那么就几乎会拿到四成的资源 还有呢万耀山和万瓷山 毕竟呢 年纪大实力强 这是必然的 其他年龄段的人 想要打得过这个年龄段的人 很难呢 嗯 虽然谈不上怕 但是风险太大了 血宁天脸色有些难看的说道 虽然他们那一派的年轻弟子实力不一定比我们年轻弟子强 但是他们挂着名门正派的头衔 去他们宗门的年轻高手数量远比我们这些宗门多得多呀 这称霸擂台到头来 如果是车轮战 我们绝对输多胜少啊 毕竟单说佛总 所有弟子加起来 数万之多 而咱们修罗宗也才只不过一万出头而已 人不再多再精 蝼蚁再多还是蝼蚁 不值一提的 唐宇笑着说道 现在人家可是欺负上门来了 咱们要是不答应只怕弱了气势 而他们既然有这种想法了 就算咱们不答应 他们就绝对不会在暗中做出来什么过分的事情了 嗯 此言有理 但是咱们胜率确实不高 这样真的可行吗 血宁天眉头一皱问道 其他人我不知道 唐宇淡淡的说道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个年纪的比试 有我在 冠军肯定是咱们的 有了这三成资源做保障 宗主 你还担心什么呢 至于车轮战的话 那就更不用怕了 他们和咱们比车轮战 那就是找死啊 说到此处 唐宇话语之中流露着浓浓的自信和霸气 直让修罗宗所有人都为之侧目 张大了嘴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小子 哪里来的这么大勇气啊 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年纪直接称霸呀 虽然这小子是很强 但是不代表真的能够称霸呀 这个世界上高手可是多了去了 最主要的是 对方人是真的多 不过血宁天却是目光灼灼的看着唐宇问道 此话当真 你真的能够保证 你在的那个年龄组的 你能够称霸 当然了 我确定以及肯定 如果真的有人能打得过我 那么 那个人要么是谎报年龄 要么就是被老妖怪夺赦了 其余的 绝对不可能 唐宇认真的说道 好 有你这句话 那我还担心什么 人家都欺负到咱们眼前了 咱们再不做出点反击 那真的是被人家小看了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 我这就和那道门 以及披甲宗的两个老家伙 商量一番 血宁天身上气势一阵 直接选择相信唐宇 朝着两宗门望去 而此时金无敌和道丹两人 却早已经走了过来 只见金无敌说道 刚才那话我已经听见了 既然是我儿子相信的人 那我也相信 就他娘的堵着一把 又能怎么样 咱们既然被称作是邪门歪道 那么咱们还能够让他们 看扁了不成 小子 遇到那些宗门的高手 你就给我往死里的干 虽然不好杀人 但是最好给他们身上弄点暗伤 让他们下半辈子废了 等他们年轻一辈的高手都废了 他们宗门不断层都怪了 看他们几十年后还狂个屁 自然 就算叔叔您不说我也会的 对待敌人 我向来不仁慈 唐宇知道这位金无敌 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还有着克里斯老爹的这层关系 便笑笑恭敬的说道 嘿嘿嘿嘿 不错不错 如此可教 老子就是欣赏你这种敢做敢当的人 金无敌拍了拍唐宇的肩膀 满意的说道 此时唐宇心中却是一阵的非议 克里斯这名字这么洋气 为什么他老爹叫做金无敌呀 血宁天 微微哑然 目光投向道丹 似笑非笑的说道 哎 我说道丹呢 你呢 你怎么说 想不相信你外孙子 他嘛 你们既然相信他都这么决定了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 道丹看了唐宇一眼 淡淡的说道 不过 小子 我警告你 你要是赢了 也就罢了 你如果是输了 那你以后别说是我道丹的外孙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说着道丹转头看着士无天等人 轻笑道 既然你们想要更多的资源送给我们 那么我们也就笑纳了 这赌注 我们接了 此话一出 再看着面前的这位男子 唐宇心中突然间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鼻子一酸 摸了摸鼻子 说道 放心吧 外公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虽然对方面冷 但是唐宇却能够感觉得到 对方对自己那份关怀 他不是笨蛋 更知道对方所做的事情的用意 这一声外公 只把道丹叫得猛得一僵 就连手指都忍不住一阵的颤抖 只见道丹深深的吸了口气 声音微微柔和说道 你先赢了再说吧 说着 道丹转身离开 只是众人都没有发现 道丹的双眼 在那一刻 竟然有些发红 对于道丹的决定 邪道所有高手都满是惊呼 三大宗门的宗主竟然都答应了 如果失败的话 他们将要一点资源都得不到了呀 这风险也着实是太大了 但是三大宗门宗主的话 他们没有资格反驳 如果没有这三位 他们这些小宗门根本连点汤都喝不到 有什么资格去争夺更多的东西 想到此处 众人心中不尽一探 事已至此 只希望他们这些宗门 最起码能够胜一场 否则的话 他们这些宗门 在以后百年之内 真的就要没落了 好 不愧是道门宗主 做事就是如此痛快 听到道丹这话 事物天眼睛猛的金光一闪 贺道 既然如此 为了公平起见 一个个擂台比拼 如何 最先开始的 就是二十岁到三十岁年龄组的 至于裁判 我们两边各出一名 也该放心了吧 自然 道丹看着事物天淡淡地问道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擂台比拼 可以杀人吗 这个 自然是不可以 事物天缓缓说道 但是作为比试 谁都想要生命 毕竟这也关乎到 两派宗门以后百年的发展 而大家宗门的高手实力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战斗的时候 下手轻重 自然难以把握 所以你就应该明白 杀人虽然不可以 但是下手过重 让人受伤 这就有些难以避免了 是吧 说到此处 事物天心中冷笑一声 他倒是真的想杀人 但是真的把人杀了的话 两派之间恐怕就没办法真正的进行宗门大比了 要是把对方惹毛了 弄不好就要发动宗门大战 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 但是唐宇这个人 他是必须要处理的 就算不杀了 也得把对方给废了 听着这话 盗丹等众人都是心知肚明 更了解事物天的想法 不杀人 是不想触及他们的底线 但是将人给废了 和杀了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作为武者没了实力 那连普通人都不如 很好 如此规则不算过分 盗丹认可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就开始吧 早弄完我们也早回去 在你们佛宗 我待着不习惯 事物天嘴角微微抽搐 直接宣布道 宗门大笔 现在开始 悬灭长老 咱们佛宗的裁判 由你担当 明白 悬灭点了点头 低声说道 宗主 那边的事情 差不多了 已经接近尾声 不出半个小时 必然成功 知道了 这可是为了今天做的 一系列的准备 更是咱们佛宗发展的契机 绝不容有失 事物天冷笑一声 那唐宇自以为自己实力很强 在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年龄足无敌了 自以为是的家伙 如果没有实诚把握的话 我岂会做这样的事情 半个小时之后 就是那唐宇的绝对死级 咱们这一边的高手这么多 那唐宇也未必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啊 悬面缓缓地说道 说得也是啊 事物天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既然如此 那么就让那家伙陪唐宇玩玩吧 毕竟他和唐宇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仇恨呢 说话间 宗门大笔正式开始 邪道方面派出来的裁判 是修罗宗的血影长老 也是六星宗师的绝对高手 当然 血宁天也有着自己的考虑 虽然唐宇实力确实足够强 但是也不知道佛宗会有什么诡计针对唐宇 不得不防 之所以让血影当裁判 那主要是因为血影的速度够快 在唐宇出事之前 保住唐宇不是难事 唐宇 你先不用急着上台 让下面那些宗门的高手试试水再说 要是被对方车轮占了 对你真气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对我们并不占优势 血宁天提醒道 明白 唐宇也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只是在他的心里 也是有些微微凝重 右眼皮总跳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却不知道是来自哪里 就在这时 只见正派宗门下属各宗门的年轻高手 鱼贯而出 站成一排 观其数量竟然有着百余位之多 而每一位的境界 竟然都是入微境界 看着这一幕 唐宇也不禁感叹 果然这个世界上的高手是真他娘的多呀 不到三十岁的入微境界 虽然每一位都接近三十 但是这等天赋的高手恐怕也就只能够在宗门中看得到这么多了 这时 单见佛宗后面一位目光如星的年轻高手 面观如玉 一身轻盈 淡淡的说道 天星门星空 谁敢上来 与我一战 话音刚落 道门后面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 缓缓上台 双手中带着铁爪 露出了森冷的刀锋 节节一笑 我鹰找门黑鹰来会会你这个小白脸 找死 听着对方说自己小白脸 星空面色猛的一怒 手中长剑挥出 气势挥红 爆喝了一声 星河云落 这星空上来便用杀招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留守 不过黑鹰也却丝毫不惧 手中双爪瞬间迎上 整个人动作快到了极致 仿佛泥袖一般 竟然猛攻对方下三路 矮小的丑冬瓜 卑鄙无耻 早就防着你这招了 看着这一幕 星空冷笑一声 手中剑招一转 本来大开大合的剑招 瞬间转换 无尽真气 凝聚剑身 宛若神来之笔 一剑刺向了黑鹰的胸膛 斗转星仪 见此情形 黑鹰心中猛的一领 整个人猛的一转 弹开了那一剑之威 双爪更是瞬间冲击 直刺对方的心脏 看到这里 所有人都是吸了口气 这俩人现在打斗 已经完全脱离了鄙视了 这简直就是玩命啊 对于黑鹰的攻击 星空眼中金光一闪 大笑一声 哈哈 你中计了 看我流星飞电 说话间 那本来被弹开的一剑 竟然横穿黑鹰的胳膊 直接将黑鹰的左臂 给砍了下来 啊 一声惨叫 黑鹰整个人顿时 面色苍白 空中更是飙射出来 一股星红的鲜血 直接被那星空一脚 给踹飞了下去 见此一幕 邪道各门高手 脸色巨变 血影更是急忙将对方抱住 搀扶回来 给对方封住穴道 以防出血过多而死 这一切的一切来得太快 让众人都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谁都不敢相信 明明是同一境界的人 对方竟然仅仅三招 就将黑鹰给败了 这怎么可能呢 黑鹰下台 这第一场比斗 星空胜 悬灭嘴角 微微上扬 宣布道 血影长老 如此判决 你们可有意见 没有 血影脸色也是一场难看 别说血影了 邪道各宗门高手 脸色都不好 这是出师不利 上场没撑过几招竟然就败了 还被砍掉了一只胳膊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对不起 各位宗主 长老 黑鹰 蠕动了一下发白的嘴唇 惭愧地说道 第一场比赛 虽然不能够决定最终的结果 但是 这是尸体问题 尸体不好 直接会影响到后面战斗的进行的 输了就输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胳膊上伤势太重 得赶快治疗了 否则失去了一只胳膊 对你以后影响太大 血影 眉头紧皱 沉声说道 只是 咱们这一边并没有什么医生 往年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可如何是好啊 说到此处 所有人都是满脸深沉 谁也没有想到 今年的情况会是这样 听着血影的话 黑鹰满脸绝望 他修炼的就是爪功 这要是失去了一只手 那他以后简直就没啥希望了 就在这时 唐宇飞速地走了过来 沉声说道 来来 让我来 谁有丝线之类的东西 我要把他的胳膊缝上 现在街上还有救 唐宇 你 看到唐宇出马 众人猛的一愣 却没有想那么多 金丝宗的高手急忙过来 递给唐宇一团丝线 说道 这种丝线可以吗 这是我们金丝宗特制的丝线 非神兵利器 根本斩不断 可以 唐宇点了点头 看着黑鹰说道 兄弟 你忍着一点 我这就帮你接上 我知道了 你来吧 虽然不知道唐宇的医术怎么样 但是现在可谓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如果不尝试的话 他下半辈子可就废了 慕容倩和肖妹自然知道唐宇的医术 只见慕容倩说道 唐宇是医道高手 唐宇是医道高手 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们只要配合他就好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他都治不了的病 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治得了了 听着这话 所有人心头一震 这话说的可是相当的绝对 这唐宇的医术竟然这么厉害 这时 只见唐宇手中鞭石针飞速落下 给黑鹰完全止血 同时双目透视能力直接开启 准确无误的将对方的手臂接了上去 那鞭石针牵引着丝线 双手宛若飞花 仅仅半分钟的时间 竟然就将一只断掉的胳膊 给接了回去 这 这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一阵的呆滞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医术 竟然如此的行云流水 看起来更像是艺术一般 充满了极致的观赏性 做完这一切 唐宇拿出了金疮药粉 洒在了对方的胳膊之上 同时 阴阳针法施展而出 说道 我通过一束刺激你的骨细胞 让你的骨细胞分裂 加速接上你的骨头 让你的骨头和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毕竟骨细胞有限 还要靠它自己 我过度刺激 会让你的骨头更加脆弱 不过会让你的胳膊彻底的连接上 能够轻微的控制你这边的胳膊 想要康复 最起码三个月 刺激细胞分裂 听着这一番话 众人顿时一愣一愣的 这是人类能做到的事情吗 细胞分裂这样的事情还能够刺激 而且还只是针对骨细胞 那其他细胞没有影响 众人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 断肢想要接上 这无疑是一个大工程 别的不说 光是接血管就要极长的时间 而对方这半分钟就接好了 这小子不会只是将这手臂随便接上 没有考虑使用这回事吧 他们不得不怀疑 这已经脱离了他们认知的范围了 说话间 黑鹰被唐宇这么一治疗 也是精神状态好了起来 微微一动 竟然发现自己的手指竟然能够动了 这 这真的好了 黑鹰满脸震惊 更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欣喜 对着唐宇感激的说道 多谢 多谢唐兄弟啊 啊 不谢 哎 你自己能够感受到这胳膊里边的血液流淌吧 血管筋骨是完美接上的 放心吧 恢复了之后啊 就和原先一样 不会有任何后遗症的 唐宇笑笑 握着那金丝线 竟然就这么一握 直接将金丝线给弄断了 看着这一幕 金丝宗的各位高手 眼珠子都快要凸出来了 卧槽嘞 这可是他们金丝宗的武器啊 非神兵力气不能断 对方就这么一握 竟然就将其弄断了 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你当我们金丝宗的丝线是面条不成吗 最恐怖的是 这个黑鹰接完手臂半分钟 对方手指就能够活动了 真的就好了 对方血管是怎么接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对方接 当做完这一切的事情 所有人看着唐宇目瞪口呆 目光之中更是露出了一抹敬畏 这等医术 简直就要逆天呢 此时 血宁天有些明白唐宇之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什么叫做车轮战 他们不怕 有着唐宇这等医道高手在这 只要人不死都能救回来 他担心个屁啊 道丹也有些坐不住了 拉着慕容倩走到旁边 小声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小子的医术怎么这么强 倩倩呢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这个嘛 我没办法说 这是国家机密 慕容倩苦笑道 哎呀 反正您只要知道 唐宇的医术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存在 没有之一就好了 他要是治不好的人 这天底下呀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治得好的 并不是我这话说的绝对 而是他的医术就是这么强 道丹道吸了一口凉气 那照你这么说 这家伙难道是传说中那位红衣协会的会长 医仙级的存在不成 这呀 是您自己猜的 可不是我说的 慕容倩眨了眨眼睛 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他 这 这小子难道真的是 是那传说中的 人物 道丹满脸骇然 惊呼道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这个外孙子这么牛逼呀 红衣协会的会长啊 这在下国是多么出名的人 别的不说 各大宗门哪一个不知道这等人物啊 毫不夸张的说 在这个世界上 就算任何人对国主有敌意 想要去针对国主 也绝对不会有人傻逼呵呵的去招惹红衣协会的会长 医仙级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医道界的神 作为武者 谁不会受伤 谁不会遭遇经脉问题 又有谁不会得重病 你得罪了人家 那不就是把自己的活路给堵死了吗 一想到自己外孙子是这么牛逼的人物 道丹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 整个人都有些发飘 卧槽 自己竟然是这传说中人物的外公 这 这实在是太梦幻了 饶氏以他的心境都忍不住有些激动啊 此时此刻 佛宗等各大正派宗门的那些高手 也是满眼的难以置信 事物天 石太虚 以及雷霆三人的笑容 已经僵在了脸上 嘴角一阵的僵硬 不断的抽搐 他们的本意就是去针对 邪道的各大宗门 趁此机会 光明正大的断绝他们各大宗门的年轻血液 让他们这百年之内再也缓不过来 就算不杀这些人 那么废了 还不成吗 缺胳膊断腿之后 那么以后成就必定有限 但是谁曾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 这唐宇是个什么鬼啊 怎么哪里都有这小子 最主要的是 你实力强也就强了 为什么医术还这么好 胳膊断了 去医院能够接回来 但是不能够动武 那是必然的 但是这小子竟然半分钟就做到了 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将人恢复如初了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对方那边有唐宇在 就算受伤了也能够修复 他们这一边可不行啊 想到此处 事务天三人对视了一言 目光之中写出了一丝的急迫 事情大条了 计划绝对不能够这么进行了 必须直接出动高手 否则下面的人 绝对会被对方的高手弄废掉的 此时 血宁天这一边的诸位高手 面色微沉 两人明明都是小宗门的入微境界高手 实力相差绝对不会很大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三招就落败的 但是这一幕却偏偏发生了在众人的眼前 让大家难以理解 唐宇微微思存看着黑鹰问道 你回忆一下之前和那个人战斗的情景 好好的说一下 你究竟是怎么拜的 这个说实话 我也感觉到莫名其妙啊 黑鹰颓然的说道 我就感觉那个人对我的招式清楚到了极致 我出什么招式对方立刻就反击 仿佛从头到尾 就是在给我射套 引我上钩一样 提前知道你的招式啊 唐宇询问道 天兴宗和你们鹰找门很熟悉吗 彼此之间连武功的招式都很了解 不是啊 我们虽然认识 但是他们对我们鹰找门的功夫绝对不熟悉 黑鹰笃定的说道 各大宗门的功夫都不外传 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的这么透彻的 如果有除了我们自己宗门的高手 那就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那就是武皇 啊 武皇 武皇是个什么人物啊 唐宇不解的问道 武皇之所以称为武皇 不是因为他实力有多强 而是他在功法的造诣上相当深厚 各大宗门的宗法 他都了解一部分 而且武功过目不忘 能够瞬间知道这是什么功夫 分析出来一门功夫的弱点 黑鹰解释道 那这么说的话 那武皇可不可能就在他们的人群中啊 将你们各大宗门的功法弱点 都进阶的说了出去 所以对手专门就朝着你们身上的弱点攻击 唐宇不动声色的问道 这个 这个没准还真有那个可能啊 黑鹰心中一领 惊呼道 据说武皇素来和侍武田关系不错 没准就是他呀 听到此处 邪道众人每个人脸色都不好看 如果真的是那个人的话 把他们的功法分析透了 专门来攻击他们功法的弱点 他们的高手就算水平相同 那也没有丝毫的胜算呢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直接上绝对高手吧 否则一点点上去那就是送死 就算不死也会被打得很惨 不知道啊 唐宇摇了摇头无奈的说道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既然这样 那我来吧 慕容倩站了出来 认真地说道 让我先去试试 看看他们这些人的实力究竟如何 或者他们如果也直接出动绝对高手 那也正合了咱们的意思 说着慕容倩直接朝着台上走去 看着慕容倩的背影 唐宇张了张嘴巴 小声叮嘱道 哎 慕容姑娘 万事小心 如果事不可为 那么认输即可 千万别逞强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慕容倩眨了眨眼睛 笑着问道 唐宇摸了摸鼻子 是吧 关心你不都是正常的事情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人家关心都有个行动 你就不知道给我鼓励一下吗 慕容倩却不依不饶 一双美目盯着唐宇 目光灼灼的说道 感受着对方的目光 唐宇有些发虚 这这怎么鼓鼓励法啊 难道是 加油 加油你最棒 加油加油你最强 看着唐宇呆萌的样子 慕容倩实在是忍不住 奄然一笑 要不你亲我一下 怎么样 这样可是很鼓励的 要 说到此处 慕容倩翘脸微微发烫 啥 唐宇只感觉到自己耳朵 好像听错了一般 整个人顿时一将 难以置信的看着慕容倩 卧槽 这么大庭广众的亲亲 真的好吗 虽然自己之前真的亲过慕容倩 但是那只是 这不是自己本意 当然 这不是主要的 唐宇最发虚的是 这事如果让道丹知道了的话 对方会不会弄死自己 当年自己老爸 把道门圣女给上了 最后呢 虽然道门没有真的去追杀他 但是也绝对被道门打击得够呛 这自己要是把这一代圣女给亲了 这又得多大事 想着 唐宇心虚的看了道丹一眼 不过此刻道丹却是狠狠的瞪了回来 说道 小子 你要亲就亲 看我做什么 我还能够一巴掌呼唆 你是怎么着 咕咚 唐宇深深的咽了口唾沫 心中狠狠的鄙视着自己一番 马蛋的 你自己怕什么 再怎么说 那也是自己外公啊 还能够杀了自己不成 想着 唐宇转头看着面前的慕容倩 巴唧一声 直接亲在了对方的嘴唇指上 那感觉 甜而不腻 还真舒服啊 被唐宇这么一亲 慕容倩整个人猛的一呆 翘脸飞红一片 自己让对方亲一下 自己指的是额头脸颊而已 谁让你亲嘴了 大庭广众之下亲自己的嘴 这 这家伙简直了 怎么样 亲的满意不 慕容姑娘 要是鼓励的力度不够 我可以再加大点 唐宇一本正经的说道 不 不用了 够了 似乎感受到无数人投来的目光 慕容倩红着脸 直接上了台 这一幕自然没有逃过各大宗门的目光 众人一阵的惊疑 这唐景臣和道门圣女油染 生下了唐宇 而现在唐景臣的儿子竟然和现任圣女也关系匪然 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星空看到慕容倩上台之后 整个人脸色骤然一变 这等人物绝对不是他能够匹敌的 但是这一架他还必须打 慕容姑娘 久仰大名 不过我也想见识一下 道门圣女是不是徒有虚名 得罪了 星空道了一声 直接出手朝着慕容倩就袭杀了过来 你不配合我交手 我只出一招 是生是死 只看你的造化了 看着对方的动作 慕容倩根本毫无在意 只见他翘脸之上的红润消失 美目一宁 那柔嫩的小手猛的一抓 他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冷 一柄冰箭直接抓在了手心之中 猛的朝着那星空的箭上一斩 冰魂箭发 月满寒冰 星月交辉 看着面前这一情形 星空猛的一咬牙 爆喝一声 一箭下去 竟然迸发出一抹耀眼的光芒 两人同时一箭展出 只见整个的擂台上 慕容倩身边的空气 竟然随着这极寒的一击 开始凝结起了冰霜 作为当事人的星空 更是心中猛的一机灵 只感觉到一股 彻骨的寒冷 朝着他席卷了过来 让他手中的长剑都有些拿不住了 一声声脆响 那极致的寒气瞬间蔓延 星空手中的长剑竟然直接被冰封上了 想要拿下来 居然都变得不可能 紧紧瞬间 他的整只手掌也被那寒冰笼罩 恍惚间让他的血液都变得停滞 好冰冷的真气啊 这寒冰真气的威力确实厉害啊 真没想到慕容倩对于寒冰真气的修炼 竟然达到了这一步了 竟然都达到了改变环境温度的地步 距离他二十多米的距离 竟然都感觉到这么冷啊 是啊 这就是先天寒冰体制的威力 突破先天大圆满 直接进入入围 根本就不用像其他人那一般 要突破入围境 而且最主要的是 他只要在这寒冰自然能量之上的领悟 再高那么一层 那最起码就是二星宗师 那进阶速度 绝对不是正常人能够想象的呀 哎呀 这道门有着这等天才 再过几十年 对方的实力达到大宗师 那也是轻而易举呀 特殊体制的人果然厉害呀 看着这一幕 众人议论纷纷 心中羡慕到了极点 不过悬灭此时 却是脸色骤然一变 急忙出手将慕容倩和星空分开 力声喝道 魔道门的小女娃 你好歹毒的心肠 你这是要杀人不成 你的寒冰真气再蔓延下去 就要将星空给冻死了 还不收手 被悬灭带着有着佛宗狮子吼的功夫 猛的一喝 慕容倩俏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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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中无人而已 悬灭冷笑一声 将星空带了下去 说道 这一场算你们赢了 看着悬灭如此嚣张 道门这一面的诸位高手 简直要气炸了 对方这绝对就是故意的 刻意的震慑慕容倩一下 让慕容倩心神不宁 这实在是太卑鄙了 见对方的动作 唐宇的目光也是微微发冷 不过唐宇心中却有些微微沉重 这悬灭都在 那空明不在对方身边 这到底人哪去了 对方不是要参加宗门大比的吗 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血影看着对方在自己的面前 做出这样的动作 顿时心头大怒 悬灭 这事我记住了 如果你再敢这么对待我们的人 别怪我也对你们的人这么干 别以为这些小聪明有用 笔急了 我直接将你们的弟子给震死 不信你试试 此话一出 悬灭整个人顿时一僵 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 石墨白衣飘飘 几步踏到台上 覆见淡笑道 慕容 好久不见 没想到你竟然突破了入危境界 真是可喜可贺呀 石墨 多说无意 出招吧 面对石墨 慕容倩目光凝重 直接抽出来了唐宇送给她的冰蓝色的短剑 剑指石墨 慕容倩 我不想和你打 你应该知道 我想战斗的人是谁 石墨摇头一笑 如同谦谦君子一般 不着痕迹的朝着唐宇所在的方向 看了一眼 淡淡的说道 虽然你现在确实很强 但是你却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在国超局的时候 你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更加的不是 如果我想拜你 只需一招 你认输吧 我也不想 辣手催花 你这是想要保留真气 为了对付唐宇吧 慕容倩目光淡漠地看着石墨 说道 你觉得我是那种不战而败的人吗 想要对战唐宇 你首先过了我这关再说吧 虽然你实力很强 但是并不代表我真的就不是你的对手 哦 我倒是忘了 你和那唐宇有一腿 你喜欢唐宇那小子吧 难怪啊 难怪当初你把他弄到国超局的时候就那么护着他 原来是你喜欢他呀 真有意思 石墨饶有兴趣的说道 如果他看到你在这里被我败了 或者看到你受伤了 会不会一激动上台来替你报仇呢 我还真的很期望和他交手一下 所以慕容 只有牺牲你一下了 别怪我不懂得怜香惜玉 石墨 你这是找死 此话一出 慕容倩俏脸之上 充满了煞气 手中的淡蓝色短刀上 那一道道寒冰真气 仿佛漩涡一般不断的旋转 一道道冰茶 更是凝结在了短刀之上 透着幽蓝色的力芒 就在这时 慕容倩骤然动了 只见他双手猛的一抓 树道冰锥凭空出现 宛若寒冰箭矢带着毁灭性的气息 朝着石墨急冲而去 慕容 你可真的是小看我呀 区区入围境界的你 怎么懂得宗师高手的实力 如果你境界宗师 我尚且会聚你三分 但是现在你远远不是我的对手 石墨倾笑一声 根本连初见的意图都没有 只是身上的真气猛的一震 手掌朝着那树枚冰箭猛的一握 抱贺一声 欲见树 燕归朝 一声之下 只见那空中的树枚冰箭 竟然猛的一颤 反向朝着慕容倩射了过来 冰惊之盾 见此一幕 慕容倩瞳孔猛的一缩 心中大害 来不及想别的 直接在自己面前 形成了一道冰墙 咔咔咔一声声脆响 那冰锥和冰精之盾 瞬间瓦解 爆裂成无数的冰精 慕容倩更是闷哼一声 飞速后退 目光之中凝重到了极点 宗师境界 这是宗师境界才有的威力 尽管入微境界和宗师境界 只有一线之格 但是其中的差距 却不止千万里 如果面对一般的宗师 他根本毫无畏惧 就算不可能杀掉对方 但是对方对他绝对也奈何不了 他的实力 绝对是宗师之下最强的存在 但是呢 石墨和他是同一个级别的天才 而对方进阶了宗师 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 对方所说的一招败自己 这绝对不只是说说的 哎哟 好强的御剑功夫啊 这石墨的实力果然超强啊 年轻一辈 能够和他媲美的人物 绝对罕见呢 不好 倩倩又危险了 他绝对不可能是这石墨的对手 真没想到 这石墨竟然如此天才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突破了宗师 二十几岁的宗师 想想都恐怖啊 看着这一幕 道门之中各大高手 齐齐惊呼 眼中写满了忌惮 对手的强大 这就是对自己的不利啊 刚才说好的一招败你 你倒是让我用了一招 你还未败 看起来有些打脸呢 石墨自嘲一笑 说道 不过下面这一击的话 就真的要拜你了 希望你别死了 否则我也会感觉到可惜的 欲剑术 百步飞剑 话音刚落 石墨身上的剑气 冠绝天地 整个人仿佛是那剑中的主宰 傲视一切 一剑出去 石墨和自己的长剑 仿佛融为了一体 是的 这就是人气合一的百步飞剑 是石墨的超强一击 不好 看着面前这一击 邪道宗门各大高手心中都是暗自叫糟啊 这一击的威力实在是太恐怖 以慕容倩的实力应接 绝对要死啊 就算对方流行 那也是不可修复的重伤 整个人绝对要废了 这根本就不是医术能够医的好的 倩倩 快逃 这一击不是你能够挡得下来的 道丹猛的一呼 急声喝道 快认输啊 只要慕容倩主动认输 那么血影才能够名正言顺的阻止这一切 但是如果不认输的话 血影根本就不能够插手 而现在 事态紧急 晚一步都有生命之危啊 只是此时慕容倩却咬着牙 整个人仿佛一夜偏周 在暴风肆虐的大海上 时刻都有着覆灭的危险 然而 他却丝毫的不妥协 根本就没有认输的意图 刹那间 但见慕容倩手中紧握短剑 整个人身上的真气也是迸发到了极点 竟然直接面对 石墨这恐怖的一击 对了上去 看着这一幕 道丹以及肖妹等人早已经不忍直视 这等攻击躲避都来不及呢 现在直接对了上去 这简直就是送死啊 血影此时异常的交集 眼看事情不受自己控制了 急忙的就要出手 毕竟 这可是盗门圣女 要是被弄个半死 这对他们邪道 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盗门绝对不能接受啊 可是 此时的悬灭死死的盯着血影 冷笑一声 根本不让他跨越分毫 在没有分出来胜负之前 咱们做裁判的还是不要插手为好 否则有失功允呢 此话一出 血影简直快要气炸了 这坑爹的理由 明知道是对方故意找出来的 但是他还是真的无言反驳 最主要的是 慕容倩死活不认输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不知从何冒出来一道身影 速度快到了极致 竟然直接飞奔到了擂台之上 将慕容倩横抱而起 后背直挺挺的 对准了石墨的剑尖 一声刀子入肉的声音 那一剑直接穿透了那人的后背 剑尖更是从他的前胸穿透了出来 唐宇 看着这一幕 挟到各大宗门的高手 顿时坐不住了 血宁天 道丹 肖妹等人更是目次欲裂 谁也没想到 这关键的时候 唐宇竟然上台去了 而且替慕容倩生生的挡了这一剑 滴答 滴答 一滴滴血液 从唐宇的胸口溢出 滴落在地上 那清脆的声音 拴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神经 不管是正派宗门还是邪道宗门 每一个人看着唐宇的目光 都充满了难以置信 这小子 真的是疯了呀 为了一个女人 连命都不要了 卧槽 这 这 此时此刻 佛宗等和唐宇有怨戏的宗门 一个个不尽洗腥于色 尤其是佛宗诸位高手 更是精神一振 虽然这一切是这么巧合 这么不可思议 但是唐宇莫名其妙的挨了这一剑 这小子绝对要玩完呢 就算不死 半条命也没了 这小子虽然是医生 但是医者不能自医 这简直就是天助他们呢 对于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唐宇无动于衷 只是看着怀中的慕容倩 微微摇了摇头 温和的笑道 我说慕容姑娘 你没事吧 你这性子可是真刚烈啊 如果我要是不上来 你可真的就要死了 下次能不能不这么冲动啊 不是每一次我都在你身边的 你 你 唐宇 你 看着唐宇胸口的长剑 还有着那滴落的鲜血 无疑不刺激着慕容倩的神经 只见慕容倩面色发白 嘴角颤抖着 竟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只是眼中的泪水 无声的流了下来 心里一时间 竟然被填的满满的 我说慕容大美女 你不会是感动的 都说不出话来了吧 唐宇调侃道 行了 感动的话就不要说了 我其实这么过来救你呢 只是因为不想看着你就这么死了 你还没有享受过男女之间的欢愉 死了太不值了 最起码爽过了再死才知道 对 就是这样 不用感激 我就这么伟大 唐宇 你 你都这样了 怎么嘴巴还这么哗哗 我 我 你 你都流血了 快止血呀 此时慕容倩都不知道自己是该笑啊 还是该哭了 紧紧的搂着唐宇的脖子 满眼的感动和心疼 那仙子般生人物尽的形象再也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 道丹 血凝天 血影等人也是缓了过来 急忙来到了擂台之上 急切的看着唐宇 唐宇 你怎么样了 能不能撑得住啊 快快快 趁现在赶快去医治 还来得及 不用了 各位 帮我把木姑娘带下去 我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这是关乎到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情 唐宇声音平淡 仿佛没有受伤一般 根本丝毫并不在意 你小子 想要气死我呀 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还不赶快去医治 会死人的 知道吗 道丹 气急败坏的 说道 他就一个女儿 也就这么一个外孙 他虽然面冷 但是他心里能不着急吗 外公 不要再说了 伤呢 以后再说 但是有件事情 我现在必须要办 唐宇声音微冷 不容质疑的 说道 看着唐宇的目光 再感受到唐宇这语气 道丹等人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阵 这真的好冷啊 饶氏 以他们大宗师的实力 竟然都有些扛不住这股杀气 这小子要干嘛 想着 几人对视了一眼 没有再劝唐宇 只是拉着慕容倩往回走 慕容倩紧咬着下唇 看着唐宇 眼中泪水 忍不住的落下 郑重的说道 如果你要是死了 我就和你一起死 放心吧 我可没活够呢 唐宇咧嘴一笑 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猛的朝地上吐了口鲜血 台下 看着此时的唐宇 邪道众人的一颗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了 而对于肖妹来说 此时的唐宇 是又熟悉又陌生 让他心潮澎湃 更让他控制不住 自己的关心 带到慕容倩等人下去 唐宇深吸一口气 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身上真气猛的一震 直接将身上的剑 震飞了出去 连带着手中握剑的石墨 都被震退了三步 才堪堪停下 石墨 好久不见了 唐宇转过身 目光淡漠的看着石墨 就像看着一个死人一般 双目之中 根本没有丝毫的生气 感受着唐宇的目光 石墨忍不住心头一颤 定了定神 目光微冷 讽刺一笑 说道 确实好久不见了 那又如何 你想说什么呢 你的心脏都被我刺穿了一小半了 你不赶快去治疗救命 还有时间和我说话 难道你自己知道没救了 所以不去浪费时间了吗 在国超局的时候 你就招着我 后来又派人杀我 我都可以忍 但是这一次 你千不该万不该动慕容倩 不该对他动杀机 更不该在我面前要废了他 唐宇声音微缓 仿佛说一件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 哦 你只是想说这事吗 石墨眉毛一挑 轻笑一声 开心的说道 是了 你可是慕容倩的拼头啊 他出事了 你还真的上来了 还为他挡了一件 这可算得上是真爱了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要废了他 你能把我如何 或者说 你就拖着这重伤之躯 来给慕容倩报仇吗 不过也可以啊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顺便 慕容倩也会为你殉葬 你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呢 所以这就是你们的计谋 故意利用慕容倩来引我上当 唐宇声音没有丝毫的波澜 淡淡的说道 这倒不是 石墨侃侃而谈 当时可没想这么多 只不过看着你和慕容倩那么亲情我我的 我自然要好好的看一下 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啊 你看 现在不是验证出来了吗 慕容倩恐怕感激我都来不及吧 很好 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唐宇大笑一声 目光死死的锁定石墨 说道 我本来无心废你 但是现在你给了我这么好的理由 那我不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你还真的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记住石墨 慕容倩 不是你能够动的 你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该彻底的激怒我 话音未落 唐宇身上的杀意轰然爆发了出来 那如同实质的杀气根本没有丝毫的掩饰 直接冲击着面前的石墨 让他整个人都是猛的一僵 感觉到自己恐惧的情绪 石墨狠狠地鄙视了自己一下 强自精神 看着唐宇冷笑一声道 一个快要死的人还来威胁我 既然你想寻死 那我就送你一程让你知道我宗师级的实力 远远不是你区区入微境界这等垃圾能够抵挡的 天剑 石墨目光暴闪 手中长剑之中真气狂勇 肉眼可见 那原本两指宽的长剑加上真气增幅之后 携带着无穷的威力 竟然有着一掌之宽 随之那长剑携带着毁灭性的剑气 狠狠地朝着唐宇的身上 急斩而下 好强啊 这就是鼠山剑宗的御剑术嘛 果然强的可怕呀 真气与剑相弃合 大幅增加剑的威力 外加上人气合一的威能 这等实力简直直逼二星宗师啊 唐宇现在受伤可是颇为严重 接下来这一招怎么接呀 看着这一幕 邪道各大宗门的高手是一脸紧张 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的情况 唐宇受了重伤 这可不是好事 鼠山剑宗的各位高手心中冷笑 在他们的眼中 石墨用出来这一招 唐宇就是一个死人了 或许唐宇真的杀了佛宗的两位金刚 但是怎么杀的谁也没有看到 更何况唐宇现在身受重伤 拿什么跟石墨斗啊 如果石墨连重伤的唐宇都打不过 那还不如死了 看着石墨面色猙獰的攻击过来 唐宇不为所动 但是双眸之中的冷意已经达到了极致 连武器都没有使用 只是缓缓地伸出两指 无穷真气从他两指之中迸发 飞快地在空中书写下了 一枚闪耀着金色烈焰的林字 九字真言 林字绝 但剑唐宇朝着外面猛的一推 那林字绝竟如同石墨的天剑一般迎风剑掌 刹那剑就变成了一米剑方的大小 如此巨大的林字之中 更是包含着无穷的威能 洋溢着顶天立地的灰红之气 在场的所有人看着这一幕都感觉到心头一震 作为道门的宗主 道丹更是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林字绝 这真的是九字真言的林字绝啊 这唐宇是怎么可能会呢 要知道 九字真言可是他们道门最顶级的功法 唐宇根本就没有道理会的 作为当事人的石墨 根本就没有任何时间去震惊 就那么一瞬间 林字绝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狠狠的和他的一剑砸在了一起 突然间 整个擂台之上仿佛炸雷一般 两人的攻击轰然爆炸 石墨只感觉到自己仿佛被一柄大锤砸在了身上 让他的骨头都有些不堪重负 一击之下 他的左臂竟然被直接震得脱臼了 骨骼错位 石墨一口鲜血喷出 看着面前依旧飞来的炙热的火焰 满脸惊骇 如果真的被这火焰烧了过来 他会被烧焦的 念此石墨猛的一咬牙急声喝道 武灵归宗 剑灵护体 疏忽间 但见他手中的长剑 一划二 二划三 最后化作武道 绕着他的身体周围不断的旋转 生生的将圣炎之火抵挡在了外面 看着这一幕 石墨终于松了口气 但是再看唐宇的目光 满是忌惮 这家伙 明明被自己刺穿了心脏 为什么像没事人一样 实力竟然如此变态 这到底怎么可能呢 天剑已经是自己预剑术之中 最强力的绝招之一了 威力比起百步飞剑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对方随手一招 甚至连武器都没用就破了自己的天剑了 这给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说起唐宇 突然间石墨心中一领 此时此刻 远处的唐宇哪还有人影呢 就这么一失神的时间 对方竟然来到了自己的面前 挥拳朝着自己就砸了过来 你休想 石墨灭色一怒 身上的真气更是狂拥 剑灵护体 是御剑术之中最强悍的防御手段 就凭你 根本就破不了我的防御 唐宇没有说话 只是唐宇拳头之上 金色烈焰 不断蔓延 双拳如疾风 实力稍微低点的人 甚至看到的唐宇的拳头 就是一连串的拳影 一连三十三拳 狠狠地砸在了石墨的身上 佛宗三十三路神拳 佛宗高手一阵惊呼 道出了唐宇这拳法的名字 目光之中满是骇然 能够将这三十三路神拳 打成寸拳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的人 真的只此唐宇一人 唐宇 你的拳头 根本就破不了我的剑灵护体 你乃我何 石墨猙獰一笑 既然如此 是你逼我的 别怪我使出来我的绝招 看我千万残光剑 然而话音未落 石墨的声音戛然而止 猛的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 整个人摇摇欲坠 那身上环绕的剑灵护体的长剑 也是光当一声掉在了地面之上 根本无力维持 你 你 这是暗劲 你 你废了我的经脉 石墨满眼难以置信 嘴角哆嗦 手指颤抖地指着唐宇 面色一阵惨白 剑灵护体的威力强大 毋庸置疑 唐宇一拳的威力的暗劲 就穿透了自己的剑灵护体 也绝对不会把自己怎么样 顶多有些不舒服 但是对方愣是在一瞬间 打足了33拳 是的 他清楚地知道 那是33拳 而且回过头才震惊地发现 对方每一拳所攻击的位置 都是自己的穴位 将自己穴位和经脉全部贯穿 使得自己的经脉 根本不能够储存一丝一毫的真气 你以为我在和你闹着玩吗 唐宇面色森冷 飞快地伸出手 将对方指着自己的手指 直接折断 冷冷地说道 我最讨厌别人用手指着我 你这手指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啊 感受着那十指连心的疼痛 石墨惨叫一声 面色苍白 额头上的汗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混蛋 唐宇你居然敢这么对我 你这是找死 啪 一声脆响 唐宇回首猛的一耳光 狠狠地拍在石墨的脸上 脸带着两颗牙齿 直接从嘴里边飞了出来 石墨整个人仿佛垃圾 飞出去十余米 重重地摔在了擂台之上 嘴里不干不净 都已经是废人了 还在我面前叫嚣 你有那个资格吗 唐宇缓缓地朝着石墨走去 虽然不快 但是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了石墨的胸口 让他喘不过气来 打胆 唐宇 你难道想要杀人吗 小子 你下手如此狠辣 如果再不停手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悬灭 抱贺一声 力声阻止道 此时此刻 悬灭也是吓了一跳 石墨可是蜀山建宗宗主石太虚的儿子 这要是死了 乱子可就大了 他是真没想到 石墨竟然在唐宇手里走过两招就直接败了 让他根本都没有反应过来 你给我闭嘴 唐宇目光冷漠盯着悬灭 冷声说道 之前石墨要击杀慕容倩的时候 你怎么不出声阻拦 而我现在还没有动什么杀机 你却在这里跟我说这废话 你那嘴连狗都不辱 你最好别在那里给我乱叫 你 唐宇 好大的胆子 你居然公然辱骂裁判 悬灭老脸铁青怒吼道 石墨只是气势害人而已 你怎么证明他在杀人 等着慕容倩抵挡不住 他自然会收手的 而你现在这就是在杀人 你还狡辩 杀人 好啊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在杀人 你怎么知道我出手就不会停呢 难道你会预测 还是你在猜啊 唐宇冷笑一声说道 之前的时候慕容倩没有认输的时候 你没有再拦着血影张老 不让他出手吗 现在石墨没有认输 我凭什么停手 难道等他休息好了 反击杀了我不成 你不会说人话 你就不要说话 省得我听了恶心 你自己也丢人 此话一出 唐宇根本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的情面 慕容倩经历的那一场危机 唐宇历历在目 石墨如此威势的一击 能够收得起来 笑话 就算收起来了 那威力也绝对会将慕容倩重创欲死 而石墨自己还会被昭示反噬 他会那么脑残 干这种助人不利己的事情吗 正因如此 唐宇才对石墨动了真正的杀机 感动慕容倩 那就是死 石太虚看着这一幕 脸色异常的难看 身上的恐怖气息也是压制不住 强忍怒气 说道 这一场 我们认输了 你可以停手了 你说认输就认输啊 唐宇没有停下脚步 吃笑一声说道 要认输 最起码也得石墨自己说 你以为你能够给他做决定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 石太虚此时快要气疯了 他堂堂大宗师境界的绝世高手 竟然被一个入微境界的小子指着鼻子骂 这让他心中无限的屈辱 深吸一口气 石太虚对着石墨沉声说道 石墨 快认输啊 他现在不得不说 否则看着唐宇这架势 不把石墨打死 也得打成植物人呢 或许别的宗门的人 不敢杀人 但是对于唐宇这家伙来说 根本就是肆无忌惮 天晓得这家伙到底会不会杀人呢 如果真的杀了 自己的儿子可就真的死了呀 哇 石墨满脸屈辱和不甘 为了活着 终于妥协 然而就在这时 石墨的认输的认字还没有说出来 只见唐宇整个人眼中金光一闪 就如同瞬意一般 直接来到了石墨面前 猛的一脚就踹在了对方的下巴之上 直让石墨的下巴瞬间脱臼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砰的一声闷响 石墨一声惨叫 直接飞向了天空 整整飞出了十几米的高度 巴唧一声 狠狠地砸在了擂台之上 看着这一幕啊 石墨须目次欲裂 数字 耳赶 他万万没想到 唐宇竟然这么狠 本来石墨都要说出来认输了 但是在这猝不及防止下 唐宇一脚下去 愣是让石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如此蹂躏 石太虚简直要气炸了 这小子 好狠啊 我可是给了他那么长的时间了 但是他还不认输 我可没有那个耐性 唐宇淡淡地说道 既然不认输 那么咱们就接着来 你儿子不是说 我只是入微境界的垃圾吗 那么也得让他知道 让垃圾蹂躏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想想他自己是不是连垃圾都不如 说着 在所有人满脸震惊的目光中 唐宇无动于衷 又是一脚朝着石墨身上就踹了过去 再一次将石墨给踹到了半空中 这一脚是我替慕容姑娘踹的 你敢动她 我就废了你 你们蜀山剑宗还有人敢动她 我必然也会废了她 如果你们蜀山剑宗依旧没皮没脸 回头我就灭了你们蜀山剑宗 这一脚是替我自己踹的 让你派人杀我 让你抢我东西 堂堂蜀山剑宗所谓名门正派 竟然做那些鸡鸣狗盗之事 我都替你感到羞耻 这一脚是我替国超局踹的 国超局对你不薄 但是你走了之后 却带走了国超局大半的高手 狼子野心恩将仇报 简直就是人杀 此时此刻呀 只见那石墨整个人 一直在天上飞 刚掉下来就直接被踹了上去 如此反复不知道多少回 那石墨被躺雨踢的 早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都没有了动静 砰 最后一声闷响 石墨直接从空中落下 如同一滩烂泥一般 倒在了擂台之上 疏忽间 仿佛呼吸都已经停滞 看着这残忍的一幕 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家伙 狠 简直是太狠了 人家石墨好歹也是 蜀山剑宗宗主的儿子 竟然被他蹂躏到了这种地步 这简直真的打得都没人形了 唐宇明明受了重伤 但是众人不明白的是 这家伙是铁打的吗 拖着重伤之躯 愣是将宗师级的石墨 打成了一滩烂泥 这得多狠呢 最主要的是 众人都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石墨要对慕容线下死手 这才激怒了唐宇 等众人再一次看着下面的慕容线的时候 大家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这个女人绝对不能动 慕容线胸口不断的起伏 目光看着唐宇充满了柔和和感动 别人都看得出来的事情 他怎么看不出来 为了救自己 唐宇替自己挡了一箭 为了给自己出气 唐宇更是致伤势于不顾 愣是用着他的铁血手段 让石墨连认输的机会都没有 将对方打得只剩下了半口气 此情此景 更是让他心潮澎湃 我说 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 感受到石太虚等人吃人的目光 唐宇淡淡一笑说道 你们应该感谢我 我下手还是很有分寸的 我只是将石墨打得半死 没死透 还有一口气 所以你们尽管放心 当然以后洗武什么的 就不要想了 但是做一个植物人 还是可以的 混账 混账 石太虚急忙上台 看着自己儿子身上的状况之后 心里顿时拔凉拔凉 只见石墨身上的经脉 竟然全部都断了 愣是没有一处完整的 连五脏六腑此时都是一团走 毫无疑问 石墨就算是活着 这辈子也是飞了 而且还是那种无可挽救的那种 小畜生 心狠手辣 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我和你不共戴天 看老父 现在就一掌拍死你 石太虚满脸煞气 目光死死的盯着唐宇 一阵肆虐 擂台之上生死由命 怎么着 你不服 唐宇丝毫不惧 冷笑道 你们规定的只是不准杀人 那么你们有规定不准把人打飞了吗 石墨现在可是没死 你这就找我麻烦了 你还要不要点脸呢 如果说你儿子打不得 那你让你儿子上台丢人现眼做什么 难道只准你儿子赢 不准他输吗 再者 我身上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儿子都打不过我 你儿子不是废物是什么 废物儿子败了 废物老爹出来找麻烦 你们一家子也是真够可以的呀 啊 这就是你们的堂堂名门正派 鼠山建宗的作风 如此的话 宗门大笔有个屁的意义 所有人还不如直接乱战得了 好 好 被唐宇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通 石太虚老脸透红 气得直哆嗦 手指指着唐宇咬牙切实的说道 混蛋 你给我等着 这事 绝对不算完 说着 石太虚抱着自己的儿子转身下台 目光之中充满了怨毒之色 他不是不想杀唐宇 而是之前他们自己规定的不杀人就可以 如果因为这事对唐宇出手 他岂不是让天下人看了笑话吗 道理上根本站不住脚 而最主要的是 道门等三大宗门 现在可都是护着唐宇的 他要是出手 对方绝对也会出手 他绝对占不到什么便宜 看着石太虚的背影 唐宇心中冷笑 现在这石太虚可能是不是十分清楚 石墨身体状况到底什么样子了 不过等着回去之后 可就有好戏了 最起码这石墨真的能够活过来再说吧 此时此刻 佛宗以及奔雷宗为首的各大宗门 看着这一幕 脸色异常难看 石墨 对方刚刚出手 就直接败了 而且没有给唐宇造成一丝一毫的麻烦 这唐宇究竟是怎样的实力啊 不过所幸的是 唐宇的身上也是受了重伤 绝对也不会多好 现在他精神着 肯定是强自坚持的 想着 石墨天心中冷笑 直接说道 枕吾 该你出场了 好好的 招待一下你的老朋友吧 此话一出 只见佛宗队伍之中 走出来一位方脸有黑的男子 整个人面色淡然 但是目光之中 看着唐宇却迸发出无穷的杀意 那绝对是刻骨铭心的仇恨 看着此人唐宇微微皱眉 面前这家伙 唐宇可以确定的是 自己绝对不认识 但是对方对自己为何有着一种杀父之仇般的感觉 虽然不认识 但是对方确实给自己一种熟悉的感觉 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 唐宇 你赶快去治疗啊 这一场我来 这时 萧妹站了出来 上台关切的看着唐宇 沉声说道 喂 我要是下台的话 就代表我弃权了 可就上不了台了 唐宇笑笑说道 况且你看我像是受伤的样子吗 听唐宇这么一说 萧妹猛的一愣 确实 如果真的被穿透心脏的话 现在唐宇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而且还将实力极强的石墨打得半死 但是 他们可是亲眼看到那一件穿透了唐宇的心脏了 萧妹不明白的事情 可是所有人都不明白的 他们也想知道的是 唐宇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感觉不可思议吗 似乎感受到佛宗那些高手的目光 唐宇笑笑 将上身的衣服直接给撕了下来 露出了那瘦弱却又健壮的身躯 此时此刻 所有人肉眼可见 唐宇的胸口确实有着一个伤口 但是此时竟然已经不可思议的结佳了 让人难以置信 这不可能 这是怎么样惊人的恢复能力啊 难道这家伙是不死之身不成 佛宗一位长老瞳孔猛的一缩脱口而出 任何人被刺穿了心脏都要死的 这绝对不科学 他怎么可能自己长上来 看着这一幕 众人只感觉到自己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不管是那些正派宗门的高手 还是邪道宗门的高手 都有一种见了鬼的感觉 不死之身吗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 我可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没有 唐宇淡淡一笑 活动着自己身上的激咒 轻笑一声 说道 你们佛宗的高手 难道还这么孤陋寡闻吗 难道不知道 如意缩骨弓可以瞬间一定幅度的改变骨骼的位置吗 如意缩骨弓 悬灭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声嘀呼 你将自己的心脏周围保护的骨头的位置错位 将心脏的位置 朝着旁边偏移了几公分 正好躲过了这一箭 所以你受伤的伤势看似严重 其实只是皮外伤而已 聪明 唐宇打了个响指 开心笑道 否则 你们难道还真的天真的以为我被刺穿了心脏还能够在这里活摸烂跳的呀 真是愚昧啊 听着唐宇这番解释 佛宗的诸位高手就像吃的苍蝇一般恶心 如意缩骨弓可是他们佛宗的功法 但是他们愣是没有想到可以这样使用 这简直对他们是最大的讽刺 通过如意缩骨弓改变骨骼的位置 看似被一箭穿透心脏 但是实际上却受了点皮肉伤 这等行为简直就是最好的伪装 让敌人更加的轻敌 这小子实在是太阴了 看到唐宇没事 携到各大宗门的高手同时输了口气 马蛋的 这小子表演的太逼真了 简直让他们也是跟着胆战心惊的 尤其是慕容倩 更是又好笑又好气的看着唐宇 这家伙就不知道告诉自己一声吗 害得自己替他这么担心 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可怜的娃长得像没球似的 你这上场根本就没有任何存在感 这时只见唐宇淡淡一笑 看着面前的方脸男子说道 报上名字过来吧 虽然我记不住你的名字 但是你既然马上就要死了 最起码让你们佛宗宗主记住你 别死的那么低调 不用谢我 我叫雷锋 唐宇 很好 本来我还要找你的 但是你却亲自送上门来了 那男子目光一冷 杀意蹦见 你杀我李家全家 今天我李航飞 就要替他们报仇 李家 李航飞 听到这个名字 唐宇顿时一愣 李家的人不是都被抓起来了吗 你是哪里出现的 不对啊 李航宇 李航飞 你是那个李航宇的兄弟啊 此时唐宇终于是想了起来 空明之前曾经和自己说过 李家的一位天才进了佛宗了 而之所以进入佛宗 其根本原因就是李家告知了玄竹 那如意棍在自己手里 哦 总算记起来了吗 李航飞面色漠然 手中常见记出声音冰冷的说道 只因你一人 将我李家从下国赶了出去 又灭了我李家全家 我今天要是不杀你 天理不容 天理 唐宇撇了撇嘴 满脸计较的说道 你们李家联合金三角的势力 欲要叛国 不灭你们李家灭谁啊 蛆蛆卖卖贼的家族 人人得而诛旨 只是佛宗竟然留下了一个余孽 倒是我的疏忽啊 找死 不准你如此污蔑我们李家 我们李家如何做事 用得着下国来干涉吗 下国官方的走狗 你给我死来 此话一出 李航飞顿时面色一怒 身上那属于宗师级的真气 轰然爆发 手中见光一闪 宛若一道心悦 快到了极致 连最起码的爱国之心都没有 竟然说出来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看起来留着你也是给这个国家添麻烦 听着对方的话 唐宇目光一冷 手中如意棍猛的一抓 那如意棍和唐宇整个人顿时连成了一道水平线 棍身夹杂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宛若飞剑一般 一往无前 直刺李航飞 摆布飞剑 看着唐宇的动作 鼠山剑宗的诸位高手 瞳孔猛的一缩 心中大害 唐宇会佛宗的绝技 那还说得过去 那是因为他爸就是佛宗的人 但是现在这小子 竟然用出来了他们鼠山剑宗的最牛逼的剑术 玉剑术 这就让他们不能够淡定了 见到唐宇的攻击 李航飞瞳孔猛的一缩 渐渐一转 没有丝毫的躲避 直对上了唐宇这一击 孤方自赏 菊花爆满山 一剑下去 剑间的一道道真气波纹不断的扩散 那一枚枚真气剑花 带着浓浓的剑意 在唐宇周围瞬间绽放 菊花宝典 看着对方这功法 唐宇冷笑一声 又是一个死人妖 竟修炼这种恶心的功法 这招式的名字和你们李家一样的肮脏 说话间 唐宇手中百步飞剑 微微一转 竟然消失的 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唐宇的得意绝技 如意轮回报 破 两人招式相交 顿时迸发出了无尽的威力 但见空中所凝聚出来的一道道真气菊花 轰然崩碎 一击下去 李航飞直接被唐宇这一招如意轮回报 砸到了台下 在地面上砸出来一道深深的大坑 整个人更是昏了过去 浑身飙血 胸口破了一个大洞 生死不知 但是在众人的眼中 这李航飞绝对是凶多吉少 毕竟 那心脏可是都被炸裂了 此时的唐宇的如意轮回报 可不比当年对付李家李军的那一次了 这可是领悟了棍毅之后 完整版的如意轮回报 外加上唐宇现在超越一般宗师的绝对实力 这一击之下 这威力简直是不敢想象啊 又是一招秒杀 这小子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斯 上台之后两位宗师级高手 竟然都不是他的义和之将 这一次 咱们这一边真的是有希望了呀 此时 邪道各大宗门 精神一震 众人脸上流露出了浓浓的惊喜 唐宇的实力越强 他们就越高兴 这就说明他们在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擂台赛上 胜出的几率就越大 而现在看来 以唐宇的实力 称霸擂台绝对是稳了 这小子 真的是给我惊喜呀 道丹安下心来 只感觉到深感欣慰 喃喃自语着 上台连拜两人 从始至终都是一招秒杀对手 而只是刚才出了一棍而已 这棍法也好生精妙 绝对不是凡品 不过这小子的功夫到底跟谁学的 竟然会的这么多 修罗宗宗主看到唐宇大发神威 大为高兴 妈的 这一次 自己真的是捡到宝了 不管唐宇怎么样 这可都是他们修罗宗的人呢 以后唐宇牛逼了 他们修罗宗也是脸上有光 我说金无敌 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 不要我老大 克里斯撇了撇嘴 淡淡的说道 哼 我怎么会后悔 他这家伙本来就不适合练咱们宗门的功法 他攻击力这么强 要是主要去修防御 那不是本末倒置吗 金无敌翻了翻白眼说道 再说 他不是你老大吗 那就是我侄子 哼 有了这份亲呢 以后我也放心了 克里斯一阵的无语 果然 自己老爹是真他娘的无耻 看着地面上断了气的李航飞 玄珠面色极其难看 目光愿毒的盯着唐宇 你杀了我们佛宗弟子 真的是好大胆子 来人 给我将唐宇这大胆狂徒 抓起来 李航飞的天赋 有目共睹 这可是他最钟爱的弟子 竟然被唐宇一招给击杀了 他简直快要气炸了 自己被这小子费了两根手指 自己徒弟被杀 这小子为什么天生就要和自己作对 我就杀了他 怎么了 你有意见呢 唐宇不以为意 淡淡一笑说道 还怎么了 玄珠杀气凛然的说道 宗门大笔的规矩就是不准杀人 但是你却直接杀了我徒弟 这就是违反了规则 当诸 是吧 唐宇脸色骤然一冷 厉声喝道 玄珠 我还没有找你兴师问罪 你居然还敢问我 你才是好大的胆子 这李航飞本是卖国贼李家的子嗣 而且对下国还大不敬 你明知道对方的身份 但是你却包庇他 将他带入佛宗 教他佛宗功法 你这将下国置于何地 难道你要造反吗 此话一出 玄珠整个人顿时一将 本来自以为抓到了唐宇的把柄 这一刻却心中一突 大叫不妙 急忙说道 我们佛宗一般不在世俗走动 怎么会知道李家当了卖国贼 这又关我什么事情 作为佛宗长老 他虽然很多时候肆无忌惮 但是他也怕 如果叛国罪名坐实 别说是他了 整个佛宗都要跟着倒霉 你再牛逼 牛逼过火箭大炮吗 牛逼过数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吗 明目张胆的和国家作对 那就是找死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 你放什么屁啊 我作为国家国超局长老 更是将军的职位 掌握着生杀大权 我击杀国家叛徒 难道还需要和你汇报一下吗 这下国是你的下国 还是现任国主的下国呀 唐宇目光森冷 多多的说道 扑通 此话一出 饶是玄主 也是面色一白 整个人一个亮强 额头冷汗直冒 你打死他 他也不敢说 这是他的下国呀 为什么唐宇这么嚣张 他们愣是不敢直接击杀唐宇 最主要的就是唐宇的身份 人家是国超局的长老 他们真的要是无缘无故的杀了对方 那么就是摆明了和下国作对了 他们可不敢 而现在就是因为自己一句话 替李航飞说话 这又被唐宇抓了把柄 这让他有一种快要抓狂的感觉 这唐宇实力虽然比起自己差得远 但是这个人就像刺猬一样 让他无从下手 根本动不得 一旦被对方抓住了把柄 那真的就是往死里整自己 看着玄竹不说话 唐宇声音再一次加重 说道 玄竹 我再问你一遍 我杀了李航飞 你有意见吗 还是说你就是对方的同伙 也想叛国呀 没 没意见 玄竹心中极度发虚 带着浓浓的屈辱 咬着牙说道 他要是敢说一句有意见 他相信 一会儿下国的军队就要来了 佛宗不一定有事 他可就倒了血没了 所以这颗苦果 他不得不自己咽下去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忍不住的张大了嘴巴 再一次看着唐宇的目光 进阶充满了梦幻般的色彩 难怪 难怪人家无所畏惧 只身就闯到了这佛宗之中 不得不承认 人家是真的牛逼呀 看看佛宗的六星级长老 实力再强又怎么样 但是在唐宇面前 还不是被骂得像孙子一样 想牛逼都牛逼不起来了 此时 大家也有些明误了 为什么从开始的时候 佛宗就在那里 一直和唐宇废话 愣是不出手 不是他们不想出手 是他们真的不敢直接出手 必须要找一个完美的理由 才能够击杀唐宇 否则以唐宇的身份 就这么的在佛宗不明不白的死了 下国官方还不得炸了毛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有了宗门大笔的改变 或许之前他们就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唐宇来了之后 那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 通过宗门大笔 来将唐宇给废掉 那么下国官方也绝对说不出来什么话 没意见以后就闭嘴 少在这里说一些废话 我看你这副丑陋的嘴脸 我就感到恶心 此时 唐宇冷冷的看了玄竹一眼 转头目光放在了奔雷宗的雷炎身上 淡淡的说道 石墨不是你的好兄弟吗 你的好兄弟死了 你说什么也得给对方报仇的吧 否则也未免太不够意思了 上来吧 我给你个杀我的机会 如果你有本事杀了我 就算真的把我杀了 我也无怨无悔 同样的 为了帮你增加点上台的勇气 我发誓 我是不会动用任何武器的 我都这么说了 你总该有点胆子了吧 你 雷炎此时双拳紧握 死死地盯着唐宇 双目都要喷火了 是啊 就是因为自己的父亲狠狠地拉着自己 否则 否则自己现在早就离开了唐宇的视线之外 绝对不让对方看到自己 面对唐宇 他是真的没有任何的勇气 更没有一丝丝胆量 敢和这样的家伙正面交锋 上台 那纯属脑子有病 根本就是找死 他倒不是妄自非波 但是他的实力比起石墨都要差上那么一丝 石墨在对方手里也就是一招的祸 而对方根本就没有用任何武器 就败得惨不忍睹 他上去 有屁用 想到了此处 雷炎心中顿时升起了无限的屈辱 在国超局的时候 唐宇在他的眼里只是个小人物 根本都不配他出手 现在呢 面对对方 自己愣是不敢上台 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雷霆此时也是满脸的怒火 但是却感觉到有心无力 如果自己不拉着自己的儿子的话 真的让对方上了台了 那绝对是被废的结局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可不想看到那样的结果 怂祸 看着雷炎丝毫不动弹 唐宇蔑视的看了对方一眼 说道 看起来我真的是高看你了 你这样的德性 当年在国超局 是怎么荡上黄院的院主的 真的是白瞎了那个职位了 在我看来 你连石墨都不如 最起码 他还赶上来送死 而你连这样的胆子都没有 真是可悲啊 此时此刻 雷炎简直都快要气炸了 一双眼睛都开始充满了血丝 放屁 这话纯属是放屁啊 那石墨会比自己强 强个毛线呢 如果石墨当初就知道唐宇的实力的话 他就不信石墨傻巴拉击的就往上冲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才无畏 这就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 此时此刻 在蜀山建宗后面的人群中 一道俏丽的身影 面色一阵落寞 这就是自己家族所说的废物吗 自己堂堂木家的天才 先天大圆满的实力 在这里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竟然只是个小人物而已 而蜀山建宗的少主 如此天才 宗师级的实力 竟然都接不过唐宇一招 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 而那人 曾经自己的未婚夫 从始至终 竟然都没有看自己一眼 让他精神都有些恍惚 看着蜀山建宗 佛宗 以及奔雷宗 被压得已经抬不起头来了 邪道各大宗门 只感觉到心里一阵舒坦 简直是倍儿爽 连雷霆的儿子都不敢上台了 还有谁敢呢 毫不夸张的说 面对唐宇 这就是谁上谁死 我说十五天 你们那边还有没有人了呀 要是没人的话 那我们这边可赢了啊 修罗宗宗宗宗主 血宁天 咧嘴一笑 轻松写意的说道 哼 要是有人就快上啊 还在磨叽个什么呀 来来来 实在不行的话 你们车轮战吧 怎么样 要是还没有信心的话 那就一次性上台两个三个四个也行 四打一 你们赚大了呀 此话一出 正派宗门各大高手的脸色异常难看 至于所谓的车轮战 真是笑话 连宗师级的高手都挡不过唐宇一招 车轮战有什么意义 上了一个 那绝对就是残一个 就算各宗门的人再多 也绝对不敢上啊 入危境界的实力 一个人和四个人 对于唐宇有什么区别 就算是同时上八个 也未必接得了唐宇一招 就在这时 视悟天的眼睛骤然一亮 冷笑一声说道 让你们赢个几场 自以为是就是天下第一了 既然如此 也是时候 使用出来我们的杀手锏了 出来吧空明 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 见识一下 我们佛宗年轻一辈高手的 真正实力 视悟天这话一出 唐宇心头猛的一突 空明 是崇明啊 还是巧合呀 这怎么可能是空明呢 想到此处 唐宇心中极度不安 急忙朝着人来的方向 看了过去 只见一位约莫二十多岁 身着最普通黄袍 眉清目秀的小和尚走了出来 双手合十 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从容而淡然 看着这个人 唐宇瞳孔猛的一缩 整个人更是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此人正是空明 货真价实的空明 看着这一幕 别说是唐宇了 克里斯 罗曼 以及利勇三人 更是见了鬼一般 目光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是空明呢 大家和空明在一起如此之久 对于空明的实力自然十分的了解 空明虽然不弱 天赋也够强 但是也只不过是一个 还没达到先天巅峰的实力而已 哪里是唐宇的对手啊 难道这卑鄙的佛宗 知道了空明和唐宇的关系 就是通过空明 然后来利用唐宇的侧隐之心 然后暗算唐宇 想到此处 三人对视一眼 皆看到了对方目光之中的亥然 不管如何 唐宇对战空明 这对唐宇可谓是绝对的不利啊 这佛宗简直无耻到了极点了 看着空明 各大宗门的高手都有些恶然 这小子看起来年轻得很 而且一身境界 竟然只有先天巅峰 连入围境界都没达到 佛宗就让上场了 这闹的是哪一处啊 难道让人故意来松死吗 但是 但凡达到了大宗师境界的高手 看到空明的时候 猛的瞳孔一苏 面色一阵沉重 他们实力足够强 能够清晰的看到对方的实力 而正是因为如此 面对这个先天巅峰的存在 却让他们感觉到一种心迹般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们也是一阵莫名其妙 不可否认的是 在此人的身上 他们能够清晰的感知到一种危险 那是一种见到了天人境界高手的感觉 这小子叫做空明 这不合理 道丹目光微尘 盯着空明说道 佛宗之中起名字是有规矩的 是按那固定的七十字 依次起名 但是在那七十个字中 绝对没有这个空字 其中的辈分根本不对呀 道宗主 你发现什么了 血宁天沉声说道 这很奇怪吗 想当初我记得唐景臣明冻一时 入微境界 凭二星宗师 他也是空字辈的吧 貌似叫做什么空臣 正是因为如此才不合理呀 道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此事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而且当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唐景臣被佛宗追杀 这绝对不仅仅是因为和我女儿的关系 那可是我女儿啊 那小子将我唯一的女儿骗到手了 还有了孩子 我还没有弄死唐景臣呢 佛宗出来参和什么 难道他们比我更气不成 孔子辈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佛宗为什么非要在那七十个字之外 给佛宗弟子起名字 难道根本不承认对方的身份吗 想了好久 道丹自始至终都没有想明白 此时唐宇死死地盯着台上的空明 瞪大眼睛一言不发 这位就是唐使主吧 不过唐使主盯着我做什么 难道唐使主平时就是这么看人的吗 感受到唐宇的目光 空明微微皱眉 淡淡地说道 听着这话 唐宇心中一沉说道 你不认识我 唐使主的名字如雷贯耳 怎么可能不认识 只是唐使主过于张扬 如我佛宗 必然会遭报应的 空明轻轻一笑 说道 唐使主实力高强 但是也不要觉得这天下无人了 给你一个机会 自费经脉投降吧 或许我会饶你下半生 作为普通人 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此言一出 克里斯和罗曼等人顿时坐不住了 只见克里斯大吼道 空明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 怎么和老大说话呢 本来以为佛宗就你是好东西 但是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我真是看错你了 突然间 空明精神一震 整个人面色猛得一白 那淡漠的目光 骤然一变 变得无比痛苦 但是仅仅一瞬间 又变了回去 放肆 我们佛宗之事 还用得着你来管教 空明目光猛得一冷 唐宇本是佛宗叛徒之子 我为何要敬他 和他好好说话 况且 此前我可不认识他 又何来的忘恩负义啊 那无耻 他娘的 空明 老子真没想到 你是这么一个无耻的人 克里斯心中简直叫气炸了 妈的 要是没有老大 你现在的实力能够进步 你会学到别人都不会的能力 现在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还是人吗 好了 克里斯 不要说了 唐宇阻止了克里斯的话 目光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小和尚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不是空明 老实交代 你到底是谁 把空明怎么了 如果你是空明 那么你就绝对不可能不认识我 之前空明的变化 唐宇可是看在了眼里 所以才会更加的确定 面前这个家伙 绝对是空明 但是却不是真正的空明 甚至 唐宇心中有了一种 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想法 唐施主 这是宗门大笔 不是套交情的时候 空明面色淡然 说道 难道唐施主你怕了 不敢站了吗 很好 突然间 唐宇大笑一声 眼中金光一闪 说道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站吧 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也没有交过手了 我也想知道你的实力 达到了怎么样的境界 说着 唐宇双腿之中 力道猛的一震 整个擂台仿佛都要塌陷下去 整个人一跃而起 那带着金芒的右腿 夹杂着恐怖的威力 轰然而下 千金腿 一腿下去 空明脸色依旧淡漠 只是青苔眼俭 身体微微一侧 唐宇那一腿 就直接从对方的手边 砸了下去 啪 一声巨响 那高级玄铁的实心擂台 竟然被唐宇这一腿 砸了一个大瓶 可见其威力的恐怖 一招出去 空明毫发未损 连衣服都丝毫未乱 只是趁着唐宇一招下去的空档 空明轻描淡写的伸出来一只手 朝着唐宇肩膀一抓 猛的又是一扣 分金错骨手 见此一幕 唐宇心中暗铃 肩膀猛的一抖 缩骨弓顿时施展而出 整个肩膀猛的一矮 从对方的手掌之中脱离了出来 整个人飞速后退 满脸凝重的看着空明 怎么会啊 仅仅一招 唐宇竟然就落了下风了 这让所有人都充满了难以置信 毕竟唐宇的实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那是真的强 但是面对一个先天巅峰 出手就吃了亏了 这个小和尚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人物 不对 这是入微 这是真正的入微境界才有的能力 这时 血凝天瞳孔一苏 对着唐宇大喝道 唐宇 那家伙是真正的入微境界 能够看透你的攻击 抓住细小的破绽 你要小心哪 此话一出 唐宇心中也是一领 这就是真正的入微吗 果然很强啊 难怪瞬间就摸清了我的攻击了 仅仅一侧身就躲了过去 而且还能够瞬间反击 只是唐宇纳闷的是 之前自己对付清风和清云的时候 那两个人怎么不用入微的能力呢 当然唐宇不知道的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再怎么入微也没有用 就算能够观察得到 也挡不下来 更躲不开 说到底 他的实力是绝对碾压那两个二星宗师的 而对方使用佛宗功法 在境界上不如唐宇 被克制的厉害 咦 你居然能够躲过去 这缩骨功用得很熟练吗 空明微微惊讶 看着唐宇轻笑道 不过仅仅是一招而已 那后面的招式 你该怎么躲呢 说着 空明双手伸出 双手各自伸出食指 一道道浓郁的真气 飞快的凝聚在了食指之上 一指禅宫 看着这一幕 唐宇目光一宁脱口而出 一指禅宫 那可是指宫之中 极其强力的一门功夫 那是真气雄厚到了极点的人 才能够使用的功夫 威力也是强到了极致 一指禅宫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真气凝聚的极为集中 能够隔空伤人 贯穿力堪比起 拈花纸的第三事 出兴问久 当然 唐宇平时根本不用的根本原因 不是他不会 而是真气的强度不够 威力比起拈花宫有些不如 就在这时 只见空明嘴角微微上扬 手指朝着唐宇的方向猛的一指 一道毁灭性的真气能量 宛若无形之剑 直刺唐宇心脏 看着如此攻击 唐宇目光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这是封止双重意境 唐宇一声惊呼 根本来不及考虑什么 唐痘的力量和速度 顿时加持在了唐宇的身上 整个人在空中翻转一周 急忙的躲开这一击 根本就没有任何想要应接的欲望 双重意境 一招根本就不是自己能够接得下来的 虽然空明看似只是先天巅峰 但是真气质量以及意境 都是太高太高了 如此威力 就算是拥有双重意境的三星宗师 见了也绝对转头就逃 对方这双重意境的领悟 绝对已经达到了大圆满的阶段 嗖的一声 那一纸直接穿过唐宇的衣衫 连带着衣袖都被这恐怖的真气 带走了半边 但凡碰到了那一纸禅宫的衣襟 都泯灭成了粉末 看着这一幕 饶是唐宇也是心头疤凉 这东西的威力简直恐怖 这不仅仅是威力强了 而且是强的离谱 有着泯灭万物的力量 如果在衣服上穿了个洞 唐宇也就不说什么了 但是那可是擦到边都变成了粉末的 说话间 只听轰的一声 唐宇身后的石星高级玄铁擂台之上 竟然被这一纸贯穿了一个大洞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着面前这一情形 早已经震惊得是说不出话来了 这小子到底是谁啊 双重一镜 真正入微 却仅仅是先天巅峰的境界 这不合理 根本不可能 血凝天惊呼一声 面色沉重 低声喝道 确实不可能 道丹也是目光死死的盯着空明 冷声说道 这小子绝对有问题 我的直觉就告诉我 这小子有问题 如此完美的双重意境 真正的入微 尤其给我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绝对不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能够做得到的 你是怀疑哪个老家伙吃了高级助言丹 然后冒充年轻人来比赛的 血凝天摇头 沉声道 这不可能 你应该也能够看得出来 这小和尚的古灵 绝对和自身的相符 古灵这东西是绝对骗不了人的 除非 除非有那种传说中的 环天喜随丹 能够让金谷回到二十岁的年纪 但是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 根本就没人能够炼制得出来 不是 我说的是另一种可能 道丹目光深邃 身上肌肉紧绷 就连真气也是瞬间凝聚 整个人已经锁定了空明 另一种可能 血凝天精神一震 面色顿时一僵 他也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弄不好啊 唐宇之前说的那番话 就要成为现实了 另一边 唐宇刚刚躲过一击 不知不觉间 背后都溢出了一抹冷汗 但是还没等到唐宇缓过来 空明又一指袭来 像一只小小的跳蚤 跳来跳去 真是滑稽 你躲过一指 你以为还能躲过我同时的几指吗 空明的嘴角露出了一抹淡淡的机窍 又使两指酝酿而出 三指真气凝聚品字形 将唐宇后退以及躲避的方向 全部封死 看着对方的攻击 唐宇面色一沉 爆喝一声 如意六合斩 一声下去 唐宇顿时一化六 根本分不清哪一个是唐宇的真身 对着那三技只工猛砸过去 啪 一声巨响 唐宇闷哼一声 飞身急退 整个人更是在擂台之上 滑行出去十几米远的距离 一抹鲜血 从唐宇的嘴角就溢了出来 哦 竟然只是受了点小伤 空明微微震惊 意外的笑道 真是蟑螂啊 命竟然这么硬 但是没有还手之力 只知道抵挡 你又能够抵挡几何呢 唐宇 你之前不是很狂吗 现在怎么不主动对我出手了呢 听到空明的话 下面的血凝天 面色一阵难看 低声喝道 唐宇 你认输 这家伙有问题 这等实力就算是四行宗师都挡不住 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他现在就是故意在羞辱你 我自然知道他有问题 此时唐宇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咧嘴一笑说道 我更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夺赦 没想到我这辈子 竟然还会遇到第二次这样的人 而且还是 世人最敬佩的了凡大师 我真是长了见识了 辽凡大师 一代牛逼人物 竟然夺赦小辈 然后找我鄙视 羞辱我 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说着 唐宇目光死死的盯着空明 露出了一抹极度讽刺之意 神啊 辽凡大师 夺赦啊 死话一出 各大宗门高手一个个大惊失色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小和尚这么厉害 是了凡大师夺了赦了 胡言乱语 事务天此时面色冰冷 盯着唐宇多多说道 唐宇 你打不过别人 就说别人夺赦 你就是这么无耻吗 辽凡大师之前可是出来过了 怎么可能夺赦别人 你少在这里 胡说八道 出来过 唐宇目光盯着空明冷笑道 我说 辽凡 你这种计策 可是真的不怎么样啊 你以为你出了一下 让大家见到你 就能够摆脱你被怀疑的局面吗 正是因为你曾经出来过 让我见到了你 才让我确定 就是你夺赦的 看起来你身上的心魔已经太重了 超过身体的负荷 不得不夺赦了吗 唐宇 你说的什么 我不懂 我就是我 何来被夺赦之说 这难道就是你的缓兵之计吗 空明面色也是微冷 沉生说道 很好 你既然不承认的话 那咱们就说说了 唐宇面色冰冷 空明和我是认识的 而且关系还很好 之前离开佛宗的时候 一直在我手下 你以为我真的不认识空明 但是你却不认识我 这就是你最大的疑点 其次 空明的实力怎么样 我是十分了解的 他身上的功夫也是我指点的 他有几分几两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他在离开我那的时候 距离先天巅峰还差一步 其三 空明身上的气息是怎么样的 我很熟悉 了凡你身上的气息是怎么样的 我同样很熟悉 最主要的是 你体内的69个光点 代表着你领悟的69门功法 你以为你能够骗得了我吗 你还敢说你是空明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脑袋转不过弯的了 夺射 这东西真的可能会实现吗 毕竟 夺射的条件可是相当苛刻呀 而有能力夺射的 就只有天人静之商的高手才能做得到 毕竟 天人静之商的高手 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精神力 通过某些秘法 能够达到夺射的效果 而了凡会69门佛宗的功法 唐宇之前就说过 如果真的像唐宇说的那样 69门佛宗功法 会有69颗光点的话 而唐宇还能够看得到 那这空明恐怕真的就是被了凡夺射了 这个世界上 哪里来的那么多巧合呀 最主要的是 这先天巅峰的境界 有着和其根本不匹配的能力 这根本就不科学 对于众人的目光 空明面色平淡 但是目光之中 却流露出一抹冷意 唐宇 这就是你想要说的话吗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 你这是找死 污蔑你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 唐宇此时 也是声音之中充满了极度的冰冷 如果你是空明 那么你知道空明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吗 如果你真的是空明 那么你自然也应该会童子宫 你敢给我们展示一番吗 唐宇紧咬牙齿 心中暴怒 之前空明还和自己有说有笑的 提醒着自己一切的一切 而如今 竟然被人家给夺了射了 这让唐宇简直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 是的 他要杀人 但是同样的 唐宇不相信那个可爱的小和尚 就那样的死掉了 如果空明真的完全死掉了 那么对方肯定就会吞噬空明的记忆 而对方也绝对不会不认识自己 作为一个曾经被夺射过的人 唐宇深刻的明白 真正被夺射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神魂俱灭 连记忆都将变成别人的了 而现在对方不认识自己 这反倒是好事 那么就证明空明绝对没有死 只是灵魂意识被封闭了起来 了凡掌控着主导地位 当了凡的神魂被灭 空明自然就能够回来 念此 唐宇更是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 他必须救出空明 听到这里 克里斯和罗曼也是一阵恍然 这不是空明 这是被夺射了的空明 所以根本不认识他们 还做出来那些妄恩负义的事情 啊 呸 混蛋 混蛋哪 佛宗果然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堂堂大师 竟然还做出夺射别人的事情 真是他妈的不要脸 人渣呀 克里斯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大骂道 罗曼也是脸上布满了怒气 冷冷地说道 佛宗竟然敢杀咱们的兄弟 我这辈子就和佛宗不死不休了 等我实力增强 必将佛宗一干人等全部屠杀 来为空明报仇 祭奠他在天之灵 只是话这么一说 两人都是忍不住 眼圈红了一片 目光锁定了空明 充满了最本质的杀意 唐宇 有些事情就适可而止吧 空明声音低沉 冷声说道 这是擂台之上 不要太过分了 我就是我 我凭什么要给你证明 你以为你是谁 难道你也要证明 你就是你吗 我也不想和你狡辩什么了 唐宇深深的输了口气 淡淡的说道 既然你否定 那么我就将你的精神 以及灵魂灭杀 我看你如何活 告诉你 空明最喜欢吃的是韭菜炒鸡蛋 而童子宫 他自然也会 空明是我的兄弟 我就不允许你拿着他的身躯 在这里招摇撞骗 话音刚落 唐宇眼中杀意蹦现 整个人身上真气 瞬间爆发到了极致 一道道旋风 从唐宇身边猛然刮起 朝着四面八方 轰然席卷而去 动手 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吗 既然你是这样的找死 那么我就成全你 小叶刹棍法 空明面色猙獰 手中不知何时 多了一把弹棍 猛的一挺 手中唐棍仿佛一把长枪 如同蛟龙一般 带着无限的威势 朝着唐宇 汹涌压去 看着这一幕 唐宇不为所动 手中如一棍之中 却不断地酝酿着一股 让人心机的气息 那些实力低的弟子们 一个个就感觉到 充满了压迫 虽然这一棍 没有对着他们 但是却感觉到了灵魂都被锁定了一般 锁定灵魂的招式 妙极呀 看着这一幕 血凝天大为激动 一阵惊呼 真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还藏着这一招 如果真的是了凡夺赦 了凡这才夺赦 恐怕还没有吞噬原本宿主的灵魂 那么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去压制另一个灵魂 这一招对其将会产生巨大的伤害 这了凡 绝对躲不掉的 此时此刻 空明也是感觉到一阵的危机 那种被锁定灵魂的感觉 让他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不敢想象 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可怕的武功 想着 空明招式更加的灵力 手中弹棍竟然有了一种直插云霄的气势 只是唐宇却闭上了眼睛 飞速的联系着唐豆 小家伙 快点 我没时间了 我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行 我确定空明绝对没有真的魂飞魄散 我这一招下去 如果那了凡瞬间转换他和空明的灵魂 我这一招可就杀了空明了 帮了了凡大忙了 唐宇飞速的问道 我需要怎么做 才能够保证击杀了凡的灵魂 还保证不伤到空明呢 你修炼了如意追魂棍 可是你的造化 没有这一招 十个你也打不过那了凡 虽然对方境界低 但是领悟的东西都是天人静的 该会的都会 你怎么可能是对方的对手呢 唐豆奶声奶气的说道 唯一的办法 就是通过如意追魂棍 打通你和空明的精神连接 然后你的精神进入对方的体内 和空明联手 在里面消灭了了凡 卧槽唐豆 你别逗我好吗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啊 我的精神能够进入别人的体内 这他娘的是我现在能够做得到的事吗 唐宇一阵惊呼 难以置信的说道 废话 我也知道你做不到 但是你既然确定空明灵魂还在 那么就叫他呀 他绝对能够听得到的 作为身体原来的主人 空明只要没有真的魂飞魄散 就能够开放或者关闭自己的精神海 你让他开放啊 别阻拦你不就好了吗 唐豆解释道 通过如意追魂棍打开通道 将你自己的精神灵魂力 都放在了你的如意棍之上 我毕竟有着数千年的精力修为 天人静高手的精神力 也不抵我的十分之一 我可以帮你做到 你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只限于护送 除了和我血气的你 我是进不去你们人类精神世界的 不过这样风险极大 你的肉体要是被攻击了 或者灵魂没有过去 就被了凡灭杀了 那你可真的就是死了 你可要想好啊 不用想了 我兄弟的命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说什么都会救 唐宇目光灼灼 坚定的说道 准备了唐豆 我会尽力的 但是剩下的那些就靠你了 和唐豆定计瞬间 唐宇骤然睁开了眼睛 双目之中精光爆射 看着空明的小叶子棍法 唐宇冷笑一声 手中如意棍提起 了凡 敢夺射我兄弟 我今天就让你神魂俱灭 连鬼都做不成 如意追魂棍 一声怒吼 唐宇一招如意追魂棍 瞬间爆发 直接锁定了空明的灵魂 带着浓浓毁灭灵魂的气息 不断地充斥着空明的全身和精神海 与此同时 唐宇朝着血宁天等人爆喝了一声 各位一会帮我 不要让任何人上台插手这件事情 空明 兄弟 放松你的精神防御 我这就来救你了 此话一出 唐宇整个人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丝毫不躲避空明的攻击 整个人的右胸就那么主动的迎了上去 那唐棍直接穿透了唐宇的右胸 看着这一幕 饶是空明也是猛的一愣 这唐宇绝对是可以躲开的 但是为什么愣是没有躲避开呢 反而主动迎了上来 他在唐宇的如意追魂棍中 感觉到了危急 为的就是不让对方将那一棍用出来 是真的没有想到 真的能够这么轻易的得手 了凡 硬接你一棍 这就当是给你的 不过 你中计了 这时 唐宇咧嘴一笑 没有丝毫的犹豫 左手死死的抓着那弹棍 右手的如意追魂棍 更是收住了力道 竟然 轻飘飘的 仿佛没有丝毫的力量 直接抵在了空明的脑门上 所有事情发生 就在这一瞬间 让人猝不及防 甚至连空明都蒙了 当感受到额头的那一股刺痛感之后 心中顿时有了一种极其不妙的感觉 这唐宇不是为了要直接锁定自己灵魂击杀自己 而是故意做这些给自己看的 自己中计了 只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空明就感觉到自己的五官被封闭 再也感受不到外界的一丝一毫的情况 而此时 整个擂台上也是出现了一抹诡异的现象 唐宇的胸口被穿了一个大洞 而唐宇的一棍抵在了空明的脑袋之上 两人仿佛雕塑一般 一动不动 让人看着惊异万分 血凝天看着这一情形 一声嘀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唐宇这小子到底做了什么 如果不出我的预料 这绝对是他的灵魂进入了空明的体内 道丹一脸严肃的分析道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血凝天满脸的不相信 那就算咱们大宗师的境界 也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就算是天人静也做不到 精神灵魂这未免也太悬了吧 不管怎么说 就算唐宇真的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就必须有天人静的精神力 才能够做得到啊 真相应该就是这样 道丹陈生说道 所以唐宇之前会让那空明小和尚 开放精神防御 否则他也进不去 不管他怎么进去的 保护擂台 绝对不能够让佛宗那些人捣乱呢 真搞不懂这小子 明明有着那种锁定灵魂的绝招 刚才可是有机会击中 但是这小子为什么要这么毛线呢 血凝天皱眉担忧地问道 或许这就是他的决意吧 道丹叹了口气 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说道 唐宇和那空明小和尚的关系应该不错 他是不想因为击杀了了凡而杀了空明 冒了这么大的险 只是为了救朋友而已 哎呀 这家伙 做他的朋友 也真的算得上是庆幸的事了 血凝天微微感叹 目光之中却露出了莫名的欣赏 懂得珍惜自己身边朋友的人 这才是值得教的人呢 这唐宇真心不错 此时唐宇整个人仿佛身处一片浩瀚的星空之中 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方向 但是唐宇知道 这是空明的精神海 之前自己对付圣言宗宗主的时候 对这一方面可是了解得很 看着面前的景象 唐宇从容不迫 感知着周围的一切朝前走着 不多时 一片清脆的景色 骤然出现在了唐宇的面前 小桥流水 繁花似锦 充满了盎然的气息 这 这就是空明的精神海 唐宇微微惊愕 目光之中带着浓浓的好奇 没有什么好神奇的 唐豆撇了撇嘴说道 毕竟这是脑海深处 一个人心中所想 脑海深处就会有一副怎么样的景象 不得不说 空明小和尚还真的不错 心思纯净 所以才会有着这样的景色呢 唐豆 你也跟着过来了 唐宇惊喜的说道 哼 还不是放心不下你 怕你迷路了 到时候回不去了 你可真的就死了 你要是死了 我也就死了 我呢 就是为了我自己而已 唐豆不爽的说道 哟哟 看你说的 你关心我就说关心我呗 还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唐宇抱着胸调侃道 话虽这么说 唐宇心中却是一阵的温暖 别看唐豆只是一只虫子 但是唐宇却真的没有把它当成一只虫子 而是家人 兄弟 谁关心你了 你别自作多情了 唐豆满是不爽 不忘打击唐宇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得帅 但是在我眼里 你连毛毛虫都不如 我懂 我懂 以你们虫子的眼光 还是虫子长得好看 唐宇咧嘴一笑 真挚的说道 不过 还是多谢你了 难得你这么贴心 主动来帮我 少说好听的 之前说请我喝啤酒 你也没请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的 唐豆仿佛富气一般 奶声奶气的抱怨着 却不忘提醒道 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十分钟之内 你的意识回不到本体 你就真的死了 也多亏你的精神力强的离谱 而且还吞噬了圣言宗宗主的灵魂 否则就算有心 你也进不来这里 你还是抓紧时间吧 唐宇心中咯噔一下 顿时大吉 卧槽 你怎么不早点说呀 完了完了 这都浪费两分钟了 就在一人一重交流之际 只见不远处 果然 了凡那苍老的身影 一脸怨毒的盯着唐宇 充满了浓浓的沙气 唐宇 王八蛋 真没想到 你居然有着这样的本事 竟然能够进入到这里 我真的是小瞧你了 了凡面色苍白 看着唐宇目光 充满了最本质的杀意 果然是你 看到此人 唐宇也是心中杀鸡蹦陷 老狗 亏你还是佛宗大师 我呸 没人性的狗东西 竟然夺射自己宗门的弟子 你真不要脸 了凡我给你个机会 告诉我空明在哪 我让你魂飞魄散个痛快 哈哈哈哈 廖凡大声一笑 舔了舔舌头 残忍的说道 唐宇 不得不说 你真的是很傻 很天真 如果当时你那锁定灵魂的一棍直接打死我 我也没辙 但是你却并没有 竟然主动的进入这里 那就是你自己找死了 正好我将你的精神以及灵魂力给吞了 你所掌握的功法绝技都是我的 你的身体 本来空明的身体就不是最佳的选择 本来当年我是选择了唐景臣做我的夺舍人选 但是被他发现逃走了 现在他儿子比他的身体更加的好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听着这话 唐宇只感觉到整个人犹如遭遇了晴天霹雳 再一次看着了凡 充满了最本质的难以置信 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你说 当初你们佛宗培养我父亲 其实就是为了给你当作夺舍的人选 当然 否则你以为呢 廖凡残忍一笑 说道 反正在这里 你也要死 那么我就让你多知道一点也无妨 你以为佛宗真的会无聊到 因为唐景臣和道门圣女有了关系 我们佛宗就去追杀他吗 他只是佛门俗家弟子 结不结婚 我们根本管不着 也没有人在意 虽然我们佛宗和道门不合 但是也绝对不至于因为这一个女人葬送了那么好的天才 你知道你爹唐景臣当年有多么的天才 就算比起现在的你也毫不逊色 那可是先天智阳之体 这可是修习佛宗功法绝佳的体制 以后有机会超越天人境这个境界的 你懂吗 说到此处啊 了凡面色一阵的狂热 这就是你要夺涉我父亲的理由 唐玉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的说道 现在他终于知道了 自己父亲和佛宗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深仇大恨 为什么逃到了国外 佛宗还是不依不饶 从始至终 所谓的佛宗叛徒 道门魔女 都只是一个借口 一个佛宗用来掩盖当年他们罪行的借口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害得自己竟然天真的以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不能够在一起 是佛宗和道门双方的阻拦 是道门嫌弃自己的父亲 是啦 自己父亲天赋那么强 道门怎么可能会嫌弃呢 就算自己的外公心里真的不爽 也绝对不会做出来这么过分的事情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佛宗自导自演的好戏 让外界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 超越天人境界 这不是靠努力就能够达到的 你能够理解那是怎样的境界吗 你知道一拳下去 空间都跟着震颤的威力吗 不 你不懂 辽凡冷声的说道 想要达到那样的境界 只有先天特殊体制的人 才能够达得到 而智阳之体 更是其中的最强体制之一 我小的时候 天赋也是绝强 本来佛宗童子宫的功法 必先修足三年的时间 才能够修炼其他功夫 而佛宗童子宫是打地基的功夫 但是当年我心高气傲 显时间太长 并未先修炼 而是直接修炼了其他的功法 以至于最后一次偶然的意外破了身 让我再也修不成童子宫 但是修成了也没有用 不是特殊体制 顶多让我的实力达到天人境的最巅峰 也逃不过千年寿命的束缚 心态都不正的人 还想要达到这个世界的最巅峰 真是妄想 你走火入魔 这就是报应 唐云冷声一笑 讽刺道 哼 你不好好的做和尚 竟然出去招惹女人 真不知道你修的是什么佛 你现如今能够修足六十九门功法 这都是老天瞎了眼 这能够怨我吗 那要怨 都要怨那该死的贱人 谁让他长得那么漂亮的 辽凡满脸怨毒的说道 想当年 我出去做任务 受了重伤 被一农户所救 而农户家的女儿竟然长得那么漂亮 就是她的漂亮 才勾引我犯罪的 让我没有把持住自己 丧失了童子之身 而后那女子竟然不依不饶 让我负责 还坏我心境 更让我现在只修成了六十九门的佛宗绝技 还引得心魔入体 走火入魔呀 无耻 你真他妈是人渣呀 唐宇身上杀意已经凝成实质了 吐了口唾沫 破口大骂道 屁 人家救了你 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 自己有色心 还愿人家长得漂亮 狼心狗肺 你玷污人家清白 简直猪狗都不如 唐宇真的不敢想象 一个信佛的人怎么会如此的无耻 如此的不堪 整个佛宗除了空明之外 难道还真的有一个好人吗 简直就是一群披着好人皮的人渣 如果不是那个贱人勾引我 我怎么会控制不住 他要是长得丑一点不就好了吗 了凡力声说道 所以 所以那样的人就该死 我亲手掐死了他 杀了他全家 这就是他坏我童子深的报应 说到此处 了凡面色一阵的猙獰 听到此处 唐宇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内心的感觉了 浑身都在颤抖 甚至他都能够听得到自己拳头握的咔咔作响 他现在心中唯一的想法 就是杀了这了凡 让对方神魂俱灭 这个老东西 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 就是畜生 不 连畜生都不如 作为一个人 怎么能够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啊 这等渣子早就应该送到下地狱了 妹子 你放心吧 这个仇我一定会帮你报的 这等人渣 我一定让他魂飞魄散 唐宇心中暗暗发誓 此话说完 了凡心中一阵舒畅 根本没有在意唐宇的反应 只是笑着解释道 所以啊 待我到达了天人境之后 也明白自己身上的情况 为了弥补自己的缺陷 我就培养了唐景臣 应该是空尘 对 以你的聪明才智应该猜得出来 之所以没有按照佛宗的辈分排序起名 其根本原因就是 没有人可以在辈分上 占我便宜 而且必死之人 何必按照佛宗的辈分排序 所谓空即是无 佛宗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 本来我准备在唐景臣突破宗师的时候 再去夺赦对方的 但是一次意外 让他发现了 就出现了后来的事情 也是让我不得不培养一位 新的夺赦的宿主 这也就是空明的来历 看起来我也明白了一些事情 唐宇深深的吸了口气 冷声说道 空明之前的修炼 本来就没有必要去封锁男性的能力 但是小时候愣是被封锁上了 其实就是你的主意 就是怕对方失去童子身 让你夺赦之后功亏一篑 是吗 居然连这个都被你发现了 辽凡大笑一声 猖狂的说道 不错 既然注定成为被我夺赦的人 那么我岂能容许再一次出现任何的意外 就算让他失去男性的能力 也绝对不会让他失去童子身的 毕竟童子身对我来说太重要 你觉得我的方法还不错吧 啊 果然是人渣 为了自己的目的 竟然使用如此下作的手段 想起空明之前 一直吃韭菜炒鸡蛋 想要恢复自己那方面的能力的艰辛 唐宇也感觉到一阵心酸 空明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从小就被培养要成为人家夺赦的人选 所有人对他的照顾都是谎言 都是欺骗 这究竟是怎么样凄凉的人生啊 手段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了凡黑黑一笑说道 唐宇 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废话这么长时间吗 你自以为自己已经定了 所以想要狠狠地打击我一下 唐宇淡淡地说道 其次你在拖延时间 我毕竟是外来的 在这里待不了多久 而你现在 精神灵魂因为夺赦空明 虚弱得很 你没有自信和我比拼精神灵魂力 怕和我拼完之后 斗不过空明 功亏一篑 所以想要通过语言将时间拖延过去 让我自己不得不回到自己体内 是吗 此言一出 了凡整个人面色一僵 目光一阵森冷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 而且还清楚得很 你以为我是那种没有经验的小菜鸟 唐宇讽刺一笑 我会告诉你当年有天人镜的高手夺赦过我吗 但是你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吗 结果就是 被我吞了 记忆也被我融合了 你在拖延时间 我又何尝不是 你以为我就是单纯的听你在这里说你的畜生行为吗 我只是在找空明所在的位置而已 这里可是他的主战场 我未必拿你有什么办法 但是 空明绝对有 你以为你在这里阻拦我 就能够让我 见不到他吗 小子 你找死 了凡心中狂怒 目光仿佛恶狼一般盯着唐宇 充满了极度的杀意和垂涎之色 不用叫嚣 你怕死 所以你现在不敢对我出手 唐宇不屑的说道 你多射之前出来那一次 直接就被我引发了心魔 遭受了反噬 让你精神十分虚弱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你根本做不到吞噬空明 只能够勉强占据主导地位 而你知道我在擂台上还想杀我 就注定面临这个局面 廖凡 我就想看看 当你们佛宗高手知道你这位天人静的高手死掉之后 会是什么表情 说着唐宇冷笑一声 直接朝着远处奔了过去 唐宇心中可是深刻的明白 在这里可不是他的精神海 想怎么对付了凡就怎么对付 他必须找到空明才行 否则他顶多和了凡两败俱伤 混蛋 看着唐宇的动作 了凡一慌 心中大怒 朝着唐宇就攻击了过去 看着气急败坏的了凡 唐宇倾笑一声 加快速度 挡都不挡 倾笑道 哼 王你是天人静的高手 同是灵魂体 难道你不知道攻击什么的 对于灵魂体根本不好用吗 果然是脑残呢 唐宇根本就没有管对方 朝着自己感知的方向 直接找到了空明 此时的空明却被锁在了他整个精神海中的一小块地方 仿佛被关在笼子之中一般 根本就出不来 空明 看到空明真的没死 唐宇顿时大喜过望 急忙叫道 唐施主 空明眼睛一亮 满脸激动 同时又有些紧张 急切叫道 唐施主啊 你是怎么进到这里的呀 了凡太上长老没有阻拦你吗 不过唐施主 你快逃吧 了凡太上长老是天人静高手 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的 一会儿他就过来了 就这么说话间 空明就看着远方过来的了凡 顿时一个哆嗦 面色一阵苍白 在佛宗 了凡的威名实在是太大了 这可以算得上是佛宗最牛逼的人物之一了 天人静的高手啊 这个世界上顶尖的存在 他能不怕吗 不说别的 单就说这个名字 就让他提不起任何的反抗之心呢 空明 不用怕 就是个狗言残喘的老东西而已 怕什么 唐宇冷笑一声说道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想的都是错的 你不要把他当成长辈 如果真的是你和蔼可亲的长辈 他会夺赦于你吗 干这种缺德的事情吗 你还记得你身上的顽疾吗 那就是他故意干的 怕你失去了童子身 所以才让人封了你的男性能力 美其名月是为了你的修炼 这 这 廖凡大师 这也是您做的 空明难以置信 盯着廖凡 瞪大眼睛痛苦的说道 廖凡深吸一口气 看着空明 严肃的说道 空明 作为一个佛宗弟子 就要有这种为了佛宗 可以牺牲一切的精神 只要你把你的身体给了我 那么以我的记忆和修为 他日再回天人静 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到时候 佛宗还可以再强盛千年的时间 到时候 你就是佛宗的功臣 而我 当初那么做 只是怕你有了一时谈念 被哪个贱人骗了 失了神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咱们佛宗啊 无耻老狗 夺赦别人就是为了你自己 你还好意思说是为了佛宗 唐语气急返效 既然你这么大意凛然 好啊 那么你为何不让空明吞噬你 只要他将你吞噬了 他也将有你的记忆 到时候 前途将会一路平坦 达到天人静也不是难事 有本事你让他吞了你啊 你能够做得到吗 闭嘴唐语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了凡面色一怒 气急败坏的说道 怎么着 我说出来实话了 你就受不了了 唐语满脸讽刺 到现在 你还在这里 花言巧语的坑片空明 果然真的是空明的好长辈啊 要是为了佛宗好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老狗 早就该自杀了 你培养空明为了什么 是为了佛宗吗 还不是为了你自己不死 空明深深地吸了口气 阻止了唐语的谈话 目光认真地盯着辽凡说道 辽凡大师 我想知道 你把我当成了什么 佛宗把我都当成了什么 只见辽凡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把你当成了佛宗的未来 只要有你在 佛宗就有千年的未来 人故有一死 空明 你是佛宗的弟子 你应该有这样的觉悟 只要你死了 会让佛宗繁荣长生 你死的是有价值的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你的身体 让你见证这个世界的奥妙 空明惨然一笑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一定是我 这个世界上 可以夺赦的人不计其数啊 为什么非要选择我呢 上一个就是我爸 但是我爸发现了他们的阴谋 逃了所以就选了你了 唐宇只感觉到心里堵得难受 这个世界上最可恨的不是小人 而是了凡这样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 唐宇 我让你闭嘴 了凡恶狠狠地看了唐宇一眼 对着空明诚挚地说道 空明 只是因为你心灵纯净 整个佛宗再也没有任何人比你的心灵更加的纯净了 而且在佛宗这么多年 根本就没有人真正的教过你什么功法 但是你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走到这一等境界 这也代表了你的天赋啊 空明啊 你放心 了凡失足我不是那种恶毒之人 我不会吞噬你的灵魂 你的精神还很小 对我来说唯一不足道 所以你也不会死 这样我就是你 你也就是我 只要让我占据主导地位 你也可以见证自己一步步走向世界的最巅峰啊 了凡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老东西 放你他娘的狗屁 空明啊 你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 看着空明愁愁了 唐宇顿时破口大骂 你也就只能够骗骗空明罢了 你以为能够骗得了我吗 双魂不能共体 你以为我不知道 短时间内可以 几年也没问题 但是时间长了 两个灵魂就会同化变成一个既不是了凡 又不是空明的怪物 你会容忍这一点吗 而且你本来是外来者 你要是不吞噬空明 那么你的灵魂就一直会处在这种虚弱的状态 不能够吸收外加的精神力量来扩充滋润你的灵魂 实力根本就不会提升 还怎么见证你一步步的走向世界巅峰啊 你会心甘情愿这样 此言一出 了凡面色铁青 浑蛋 浑蛋唐宇 怎么哪都有你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好事 我今天就算是拼了劳命 我也让你死 只要你死了 你的身体比空明的更加好 治阳之体 这才是我想要的体质 说着 了凡大吼一声 整个人张大了嘴巴 朝着唐宇就撕咬了起来 想要吞噬别人的灵魂 那么就只有将对方的灵魂体一片片吃下 那才能够真正的击杀对方 作为天人镜高手 他自然知晓 看着对方的动作 唐宇冷笑一声 根本没有动手 只是满脸轻蔑的看着了凡 充满了嘲讽 只是此时的空明 却是双目赤红 咬牙切齿 无尽的怒火 瞬间迸发 那了凡困着空明的笼子 瞬间炸裂 只把了凡吓了一跳 了凡大师 你作为佛宗最德高望重的大师 居然为了夺赦于我 一而再再而三地骗我 如果没有唐使主帮忙 现在我恐怕都要被你吞了 空明浑身煞气 声音如同来自酒悠 阴冷的可怕 你要吞了我不要紧 你说为了佛宗 我也信 但是 你千不该万不该 要吞我的朋友 要占据他的身体 话音未落 空明脑海之中的精神力 不断的狂拥 完全的加持到了 他的灵魂虚影的上面 整个虚影更是清晰了好几分 那全部的精神力 进阶压在了辽凡的身上 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辽凡心中大害 面对唐宇一个 他都感觉到棘手 再有着这空明在这里 而且还是空明的主战场 事情更加凑蛋了 空明 你好大的胆子 你要做什么 我可是佛宗的太上长老 你难道要欺世灭族吗 辽凡卯族利息 色力内忍地喝道 空明惨然一笑 我承认 是佛宗帮我养大 不管你们怎么对我 但是养育之恩 莫齿难忘 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 如果你说 空明 我需要你的命来救我 那么我二话不说 我就把这条命给你 毫无保留 毫无怨恨 但是你没有 你做的这一切的一切 都瞒着我 最后残忍夺赦于我 还用花言巧语来蒙骗我 现如今 更要动我的朋友 这我不能忍 我空明这辈子 生在佛宗 却没有一个朋友 但是出去了一遭 却让我遇到了几个朋友 正是因为唐语 我才有了现在的我 而你现在要动他 也别怪我不客气了 纵然背上世事灭族的骂名 我也认了 反正你从来都没有 把我当作佛宗的人 只把我当成 承载你灵魂的容器 说到此处 空明的目光 说不出的坚定 好样的空明 就是这样 听着这话 唐语心中大赞 本来他还想的是 空明转不过这个玩儿来 心地太善良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笼罩在了了凡的阴影之中 但是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如此硬气 最主要的是 真是够意思 混蛋 你真的是烦了天了 看着空明竟然和他如此说话 了凡知道 事情完了 顿时出手 杀意凛然地冲向了空明 既然如此 那你的身体就归我了 我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了 空明小心 见到了凡的动作 杭宇知道对方的想法是什么 顿时大喝一声 作为灵魂力 他天人境界的实力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这是你的主战场 你就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了凡现在十分虚弱 他不一定是你的对手 你不用怕他 而且对付灵魂体的方法 那就是将他撕碎吃掉了消化 否则除非他灵魂力不够 自己魂飞魄散 不然你是杀不死他的 我明白 空明郑重的点了点头 咬着牙直接和了凡 撕咬在了一起 看着这一幕 唐宇飞快的联系唐斗 皱眉说道 唐斗 现在我能不能够出手帮空明 虽然这是空明的主战场 但是毕竟他才先天境界 精神力量太弱了 不一定打得赢啊 不行 如果你能不出手 就不要出手了 否则你精神力大损 还可能伤及你的灵魂本源 毕竟这可不是你的精神海啊 唐斗沉生说道 只要你激起空明的反抗之心就行了 他不是你的兄弟吗 你就应该相信他 而且如果他真的靠着自己 将了凡给吞了 那么了凡的记忆 也会被他吸收 连带着了凡的功法 也会被他继承的 可以说的是 这可是空明那家伙的机遇 只要成功了 他可比你现在的实力 还要厉害呢 或许用不了几年 最多也就几十年吧 就能够恢复到天人境的实力呢 这么厉害 唐宇一阵惊呼 不敢相信的说道 那不对啊 既然吞噬了天人境界高手的灵魂会这么厉害的话 那我之前吞了圣言宗宗主 为什么效果那么小啊 你和空明不一样 圣言宗宗主和了凡也不一样啊 唐斗解释道 当时圣言宗宗主都是要死的人了 真气也是所剩无几 灵魂力量也是虚弱的可怜 而且对方修的功法都是极度邪恶的 和你身上的功法格格不入 所以你没有办法继承它的实力 只能够得到些许的好处 最主要的是 你和任何人都不一样 你走的路需要靠自己开创 而不是让对方束缚到你 啊 原来如此啊 唐宇一阵恍然 精神一阵问道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 既然那了凡可以通过空明的身体 来施展出双重意境 那我能不能也寻找一下它的记忆 用出来这等能力呢 嗯 按理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毕竟是对方的记忆 不是你自己的 用出来肯定不会那么熟练 而且十分的声色 威力也未必见得多强 就像真正的入微 你也可以研究一下呀 但是那东西是人家的 不是你的 你只能够当做参考而已 唐斗缓缓的说道 你别看了凡在空明身上 用出双重意境那么强 如果让现在的空明用 绝对差得远 必须完美的消化了对方的记忆 加上自己的感悟才行 所以呀 对于空明来说 这是危机 也是幸运 因为了凡和空明都是佛宗的人 同出一脉 空明能够得到好处 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在这里看着就好了 那小子有着一颗赤子之心 是绝对不会输的 虽然唐宇和唐斗在交谈着 但是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空明半秒 这个时候 谁能够赢 唐宇心里也没有敌 如果空明胜了 那么皆大欢喜 但是如果占据下风的话 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帮忙了 这种紧要关头 绝对不容有失啊 但是空明此时却是异常的骁勇 早就和了凡杀红了眼了 开始的时候 了凡还能够压制一下空明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空明有着整个精神空间作为支撑 而了凡却是消耗一点就虚弱一点 逐渐占据了下风 竟然被空明撕下来一条胳膊 混蛋 混蛋 小畜生 我可是天人境界的实力 我怎么可能失败 我要杀了你 被空明这么一弄 了凡的身影顿时虚幻了几分 面色争鸣 惊恐之余更是激发了他的求生欲望 原来天人境的高手没有了身体也是这么弱 此时的空明完全没有一丁点对于天人境高手的恐惧 反倒是冷笑一声大肆的扑了过去 攻击也更加的大胆 仅仅几分钟 了凡整个灵魂虚幻的已经看不清了 惊恐的祈求道 空明 空明 咱们有话好好说 之前是我不对 你放过我这一次灵魂 我以你为主 绝对不再多赦你了 你已经骗了我太多回了 我不信你 空明冷冷地道了一句 在了凡的惨叫声中 了凡的灵魂被空明全部吞噬 一代天人境的高手就这样 魂飞魄散 看着这一幕 唐宇也是松了口气 了凡这个祸害终于是死了 不过这种垃圾不如的东西也真的该死 祸害了那么多人 想想当年救了了凡的那个姑娘 唐宇是真的替对方喊冤 死得太不值了 这样的畜生就不该救 就应该让他曝尸荒野 空明 怎么样了 现在还好吧 唐宇此时终于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说道 你小子 真是吓死我了 我还真的怕你被那个老东西给活活害死了 哎 我说你压的真是够窝囊的啊 人家都要把你夺赦了 你怎么不反抗啊 你要是早点反抗 那家伙怎么打得过你呢 听着唐宇关切的话 空明也是心中温暖 苦笑一声说道 哎 我也是没办法呀 我回到宗门之后 我师父就让我喝了一种药 喝完之后我就不省人事了 也就是现在这种状态 感知不到外面的任何事情 身体周围还被笼子困住 任我怎么努力都打不开呀 你这真是幸运呢 也正是因为这样 了凡也进不去 所以才不能够立刻吞掉你吧 唐宇输了口气说道 哎 还好 万事大吉 你这一次吞了了凡的记忆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你自己 好好消化一下吧 我也该回去了 要是再等一会儿 我恐怕就回不到自己身体里了 真的就挂了 谢谢唐师主 空明由衷的说道 他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唐宇帮自己的 才能够让自己成功的吞噬掉了了凡 没有唐宇 自己是必死无疑 他不清楚对方是怎么进入到自己这里的 但是灵魂离体却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举动 为了救自己 对方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真心的感动到了极点 唐师主什么呀 你还想做和尚是怎么着 你以空明的姿态活着 不是以了凡的姿态活着 佛宗怎么可能接纳你啊 唐宇无语的说道 你呀 还是叫我名字吧 在佛宗待久了 听着这三个字都感到恶心 说着 唐宇笑笑 直接离开 此时此刻 外界 所有人拼命的瞪着眼珠子 看着面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擂台之上 唐宇和空明已经保持这个姿势 接近十分钟了 但是却根本就没有动它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道丹等少数几个知情的人 面色则是凝重到了极点 快到十分钟了 灵魂离体十分钟 这真的是他们不敢想象的事情 已经是脱离了他们的科学观了 没有了灵魂身体就是个躯壳 如果唐宇真的回不来了 那该怎么办呢 世悟天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也是猜到了一些事情 也是心中紧张到了极点 他不敢动 现在这个时候 他根本就插不了手 如果强自干预 天晓得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了凡 那可是他们佛宗最德高望重之一的存在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威望 主要的是他的那天人境界的实力 如果他们佛宗折损了一位天人境界的高手 这对他们佛宗将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打击 他都不敢想象 而就在所有人屏住呼吸的时候 唐宇悠悠的转醒 面色微微发白 只是一双眼睛 却如同天空的繁星 深邃和透彻 唐宇 你醒了 看到唐宇醒来 道丹一声惊鹤 脸上挂着挥之不去的欣喜 啊 就是神游太虚了一会儿 唐宇晃了晃脑袋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再看胸口还插着的弹棍 嘴里碎念道 妈蛋 这一棍可真狠 把我穿了个透心凉啊 难怪我就发现身上这么疼呢 想着 唐宇将之前发放给自己的奖励中的 小回员丹和回血丹 全部塞进了嘴里 整个人顿时一阵的舒坦 看着唐宇竟然醒来了 佛宗等各大宗门的高手 面色一阵难看 这唐宇又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屁事都没有 只是令事务天等人着急的是 空明到底怎么样了 或者说 了凡到底有没有成功的 将空明的身体全部掌握了呀 只要是掌控了 那么他们佛宗依旧可以强势的压迫唐宇等人 就算这些人知道是夺赦 又怎么样 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事实 那就只能够忍着 但是 如果失败了 或者是死亡了 那可就倒了没了 又过了十几秒钟 空明也是醒了过来 目光之中迸发出一抹明亮之色 看到空明醒来 事务天心头猛的一阵 空明也没事 这真的是大喜事了 只是对方给自己的感觉 为什么不一样了呢 空明扫视了各大宗门一眼 看着唐宇身上的伤势 空明歉意的点了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的说道 这一场 我认说 什么 此言一出 事务天等佛宗诸位高手 脑袋嗡嗡作响 难以置信 这是真的 这空明竟然认输了 才醒过来就认输了 他们准备了这么久 计划出来的这个妙计 竟然让空明给认输了 你 你空明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怎么可以认输 事务天面色难看 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说道 此时他心里有了一种 极其不妙的预感 我叫做空明 不叫了凡 空明淡淡的看了事务天一眼 说道 或许了凡不会认输 但是空明却会 事务天 从今天起 我空明再也不是佛宗的弟子了 佛宗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也都铭记在心 顺便说一下 了凡已经被我给吞噬了 一点渣都不剩 魂飞魄散 当然 在他住的地方 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尸体 说吧 空明拔腿就走 直接下台 朝着克里斯和罗曼所在的地方 就走了过去 听到这话 事务天身体一晃 面色苍白 整个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在佛宗 如此重要的事情 也就有限的一些人知道 他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空明恢复了意识 那岂不是说 了凡大师真的死掉了吗 一位天人静高手的死亡 这对他们佛宗可谓是极大的打击 他不敢想象 了凡大师作为天人境界的高手 夺赦一位先天境界的小家伙 竟然失败了 而且还被对方给吞了 空明 你小子总算是回来了 害得大家担心了这么久 你小子可谓是因祸得福了 这才走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到了先天巅峰的境界 现在又快要突破先天大圆满了吧 克里斯大笑一声 给了空明一个拥抱 就像抱着小鸡子似的 将对方一把就抱了下来 克里斯老哥 你别这么用力啊 我现在脑袋还有些晕祸 这一次还是多亏了唐语老大呢 空明深吸着一口气 振奋的说道 廖凡的记忆真的是不少 我还要好好地消化一下 而且他的真气也是全部打入了我的体内 虽然不可能全部为我所用 但是最起码呀 会让我达到入微境界 或者更进一步也不是问题 毕竟这天人境的真气呀 以及领悟比我高出来太多太多了 不错 没事就好 罗曼嘴角微微上扬笑道 你现在就突破 顺便整理好了凡的记忆 我们帮你看着 绝对不会让别人打扰你的 哎 多谢罗大哥 空明郑重地点了点头 笑了笑 安心地盘坐在了两人的身边 竟然真的开始整理自己脑海之中的记忆 看着这一幕 血宁天等人 则是目光阴沉地看着事物天 冷声说道 事物天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们佛宗还要不要脸 竟然让天人境的高手 夺赦年轻弟子 然后上场比赛 你们佛宗将我们这些宗门 当成什么了 是你们肆意戏耍的对象吗 事物天脸色异常难看 力声反驳道 我们佛宗 极会用那种龌龊的手段 修要污蔑我们佛宗 都是那空明 这个叛徒 叛变了我们佛宗 原来之前就和唐宇认识 难怪出手处处留情 如此叛徒说的话 根本无凭无据 当不得真 这个锅 我们佛宗可不卑 叛徒 真是可笑啊 血宁天可谓是不依不饶 讽刺道 当年唐景臣也是被你们佛宗 灌上了叛徒的罪名 现在又来 你们佛宗真是垃圾的壳一样 这么爱出叛徒 真的不知道究竟是人家真的是叛徒 还是你们佛宗自己的问题 话说回来 唐景臣当年法号空尘 不会就是空明小和尚的上一代 也是你们替了凡准备的夺赦人选吧 而最后 嘿 唐景臣跑了 让你们不得不培养下一代 是吗 被血宁天一言道破了真相 事物天也是老脸铁青 心中猛的一咯噔 虽然这就是事实 但是他作为佛宗的宗主 是绝对不可以承认的 否则他们佛宗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再者 了凡的事情 大家都没有看到 也就顶多是唐宇和空明知道 而他们的话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做不了证据 他们佛宗就没事 想到此处 事物天精神一定冷冷的说道 废话少说 一人之言 那就是污蔑 我们佛宗行得端 做得正 如果你们再污蔑我们佛宗 就别怪我们 不客气了 空明作为佛宗弟子 叛离我们佛宗 还污蔑养育他二十多年的宗门 罪大恶极 不可饶恕 即日起 空明将是我们佛宗悬赏追杀的对象 只要有人能够将空明击杀 或者活捉回来 那么便可以得到我们佛宗的一个人情 并且有着无数的奖励 时隔二十多年 佛宗再一次发布这样一条命令 直让所有人心头都是猛的一阵 不禁猜忌了起来 当年是唐景臣 现在又是空明 没准 当初唐景臣被佛宗追杀 就是因为佛宗要夺赦于他 被他给发现了 所谓的魔道门妖女 这纯属扯淡 以讹传讹 是佛宗用来洗白自己的谎言 难道佛宗能够告诉世人说 我们要夺赦唐景臣 但是唐景臣他发现了 所以我们为了防止消息外泄 要杀对方吗 对于现在十五天的想法 血宁天以及道丹等人是心知肚明 对方死不承认 他们也没办法 毕竟这件事 也就唐宇和空明这俩当事人知道 就连他们都是猜测的 说的也是 废话少说了 十五天 现在空明认输 你们那边怎么说呀 血宁天淡淡的说道 还有人要上不成 如果没人再挑战的话 我们唐宇可就胜了 我想你们佛宗应该 不会赖账吧 自然不会 施物贴面色难看 心中思绪万千 现在唐宇受伤是真的 但是以唐宇的实力 谁知道现在存留多少啊 而且就算真的受伤了 吃了那么多的小回血丹和小回源丹 也该恢复大半了吧 他还真的不敢让人上去 现在这样的情况 那真是谁上谁死啊 此前想后 施物贴面吐了口气 心中虽然不敢 但是只能说到 二十岁到三十岁足 胜者 唐宇 此话一出 施道各大宗门的高手 一个个精神极度的振奋 顿时欢呼了起来 这一场唐宇胜利 将会给他们带来 三城矿山和药山的资源 这可是实打实的资源 他们岂能不高兴啊 唐宇环顾四周 看着以佛宗 鼠山剑宗 以及奔雷宗为首的各大宗门的年轻一辈高手 摇头轻笑一声 真弱呀 这一次赢的真是没有一点成就感 索性弄死一位天人静的垃圾 还算是功德圆满了 说着 唐宇也是拍拍屁股 下了台了 只是这话一出 施物天差点没忍住自己的怒气 都要气炸了 他们佛宗的天人静的绝世高手死了一位 他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 但是此时此刻 他得忍 而且还不能承认 这对于他心中的憋屈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 他真的对唐宇有着大谢八快的冲动 想着 施物天目光之中满是怨毒之色 朝着玄臣和玄主等人看了一眼 两人精神一震 点头 无声离开 回到了台下 唐宇直接就被血宁天以及道丹等人拉了过去 飞快的问道 唐宇啊 那空明真的是被了凡夺赦 却没有夺赦成功吗 那了凡呢 真的死了 这个消息很重要 对于任何一个宗门来说都很重要 一个天人静的高手死亡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是啊 千真万确啊 唐宇认真的说道 那了凡 果然畜生 不过索性的是魂飞魄散了 让他活着简直就是浪费空气 因为天人静的高手死亡 这一次也算得上是干了一件大事的 如果自己父亲知道这个消息 恐怕做梦都会笑醒吧 想当年对方可是想要夺赦自己父亲的 现在间接的死在了自己的手里 这也是天道轮回 报应不爽 听着这话 几位宗主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家伙 天人静的绝世高手居然真的死了呀 而且死得还这么惨 魂飞魄散 这哪里算得上是干了一件大事啊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事啊 要知道 整个下国天人静高手才有几个 天人静的高手有千年的寿命 千年的积累 现在有三位数吗 这都够呛啊 但是现在就这么的在他们眼前死掉一个 而且还是因为唐宇而死 这不得不说 唐宇这小子真是可怕呀 而事实也正是这样 唐宇的出现 就注定了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一辈的高手 还有人能够和唐宇匹敌 想要匹敌唐宇 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多赦 当然 了凡夺赦不单单是为了打败唐宇 而是之前就是这么计划的 而且计划的也相当的出色 但是 他们败就败在了 了凡不该出来那一趟 谁出来 他都不应该出来 虽然当时出类解除了十五天身上的危机 却让唐宇一席话坏了他的心境 把他气得半死 让他压制不住自己的心魔 真气逆行经历大损 这也就给他夺赦空明 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吞掉空明 埋下了伏笔 才有了之后的一系列的事情 夺赦这种行为 本身就是逆天的 你经历大损 这还怎么夺赦呀 只能够为唐宇活活玩死 嘿嘿 果然是该呀 啊 嘿 血宁天放声大笑 说道 了凡这一死 佛宗绝对是塌了半边天了 看他们以后 还怎么张狂的起来 那十五天 不是死活都不承认了凡死了吗 等回头 我就让我们修罗宗的太上长老出马 来佛宗会会了凡 看他们如何应对 修罗宗和佛宗的关系 本来就不好 现在看着对方倒霉 自然也愿意痛打落水狗 这事姑且再说吧 事情还没有完 另外几场擂台赛也很重要 咱们现在才拿下来一场 还不是真正高兴的时候 道丹淡淡的说道 唐宇啊 你先去休息一下 受了不少伤 好好地治疗一下 明白 不过我要先去看看空明 那小子吞了了凡庞大的记忆 还不知道能不能好好地消化呢 唐宇道了一声 来到了空明的身边 果然 此时的空明 面色微微的痛苦 额头上冷汗淋漓 紧咬牙关 不知道遭遇了怎么样的折磨 只看着克里斯和罗曼几个人 也是心有余悸 这是了凡数百年 甚至数千年的记忆 如此庞大的记忆 突然间涌入到一个人的脑袋 自然会受不了 空明啊 你必须坚持他下来才可以啊 唐宇目光微沉 沉声喝道 我知道 我正在坚持 空明面色痛苦地说道 这个疼痛 我还能够忍得住 但是 我身上的真气 却不受我控制 现在不断地乱窜 仿佛快要撑爆我的丹田了 说话间 空明整个人的境界瞬间突破 达到了先天大圆满 但是对方身上的真气 却丝毫没有减少 反而是更加的多了起来 快要控制不住了 看着这一幕 罗曼瞳孔一苏 面色沉重 快速地说道 不会是了凡舍不得自己的真气 将自己身上所有的真气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注入到了空明体内吧 但是现在他死了 所以不受控制了 这是道门的高级真气储蓄符印 将这个符印贴在丹田之上 如果丹田之中的真气使用光了 便可以打开真气储蓄符印 来使得里面的真气涌入丹田 这就相当于一个真气储蓄器啊 唐宇也是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这了凡 也不知道是如何得到这极高档次的真气储蓄符印的 将他体内绝大部分的真气都注入在了其中 恐怕胃的就是夺射空明以后 在慢慢的吸收进自己的体内 这样的话 他实力恢复到巅峰状态 起码能够省下许多年 真是好酸气 只是不知道为何 这真气储蓄符印 竟然自己开了 一位天人静高手的真气量 是何等恐怖 这要是充斥到空明的体内 绝对会将空明称暴的 此时 道丹也是走了过来 面色沉重 嗯 果然是我们道门的高级真气储蓄符啊 这是佛宗数十年前 向我们道门重金求购的符印 能够承载出入天人静高手 大约八成的真气量 这个混蛋 真没想到 他们竟然用这真气储蓄符印 做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外公 您现在有办法阻止这个东西吗 唐宇急切地问道 哎 不可能 阻止不了啊 道丹深吸着一口气说道 如果没发动 一切都好说 但是发动之后 符印就会直接印入人体之中 想要拿出来都不可能啊 这一次事情啊 还真是麻烦了 真气如果倒不出来的话 这小和尚就要被称暴了 此言一出 唐宇脸色异常难看 将真气倒出来 这怎么倒得出来啊 这不是人体原本的真气 如果只是原本的真气倒出 倒是还有办法 以他的医术就能够做到 而符印之中的真气 直接流入空明的丹田 这简直就是无解的结局啊 但是 要他眼睁睁地看着空明被撑死 他绝对做不到 试悟天看着这一情形 满是怨毒和不甘 甚至还有一丝丝的心疼 如此海量的真气 给空明就是浪费 如果都给自己的话 那自己的实力还会提升一截 不过看着空明要死 他也是一阵振奋 只有空明死了 才能够洗刷他们佛宗的污点 无论如何 就算唐宇不死 这小子也必须得让他死 就在这时 唐窦给唐宇传递消息 不禁大骂道 你这个猪头 真的是蠢得无可救药了 我的天哪 你不是会吸工大法吗 你将他多余的真气吸收过来呀 那可是天人静的真气呀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么浪费 你 你实在是太败家了 吸工大法真的行吗 不会吸过头了 把空明原本的功夫给吸过来吧 唐宇仿佛抓住了什么 满脸激动地问道 如果这真气就是在他体内的 自然极有可能 但是现在这真气不是在那个真气储蓄浮印里面吗 你手按住那个浮印 吸那里的怎么可能会有事啊 笨死你得了 唐窦催促道 你还等什么 快点啊 这真气质量这么高 一会儿你再把意境丹和自然属性丹吃掉 极有可能直接突破到宗师啊 突破宗师 听到这四个字 唐宇整个人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他突破到入微境界已经很久了 但是还是没有突破宗师 当然他所言的很久也就是几个月 在别人看来已经很短了 但是唐宇却忍不了 不过 唐宇突然想到了什么 询问道 我现在不是要休息真正的入微吗 要是真的进阶了宗师的话 我怎么去学习真正的入微啊 那可就是宗师了呀 这和我的目的相悖呀 你怎么这么磨叽呀 大不了你吸收过来之后不去突破呀 谁说你一定要突破宗师的 我只是说有可能 唐豆不爽的说道 再说了 你要是再不动手的话 空明就要被真气撑爆了 你难道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吗 此话一出 唐宇心头一震 再也没有了任何疑问 整个人精神一宁 猛地运转起来了西宫大法的心法 将手掌放在了空明丹田的真气储蓄拂印纸上 如同惊息一般 无数的真气朝着唐宇身体之中 狂涌而去 此时此刻 顿时天生异象 无数人的目光完全投在了唐宇的身上 那种极度的震惊写满了脸庞 但见唐宇的周围 浓郁的真气仿佛已经结成了雾气 那旋风一般的真气仿佛露斗一般 疯狂地灌输进入唐宇的身体 而唐宇仅仅入微境界 但是无数真气的灌注 却让唐宇仿佛没事人一样 硬是将所有真气全部接纳 这怎么可能啊 这小子是怪物吗 这究竟是多么大的丹田呢 竟然能够承载住这么多真气啊 这这哪里是多大丹田的问题啊 问题是这么多真气灌进他体内 都消失不见了 根本就没有看到他境界提升一点点 这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 这真气都到哪去了 这小子好恐怖啊 看着这一幕 别说是别人了 就连道丹和薛宁天两个人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且不说唐宇怎么承载那么多真气的 现在他们想知道的是 唐宇是怎么将那过量的真气吸到自己体内 这就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习工大法不成 修罗宗宗宗主薛宁天蠕动了一下嘴唇 只感觉到嘴巴发干 吸工大法为什么说是传说中的呢 因为现在啊 根本就找不到这等逆天的功法了 要知道 吸工大法是什么都能够吸啊 如果是魔道中人得到这门功法的话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通过吸取别人的真气以及对方的功法 以及自然属性力量达到至高境界 唐宇呢 此时完全处在了忘我的阶段 或者说 他根本就控制不住 吸工大法的吸力 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实力不够 压根做不到控制自如 他只能够眼看着自己不断的吸收真气 心中着急啊 手掌却怎么也没办法从空明的丹田之上拿下来 唐道 你压的 我就说不行吧 现在我手都拿不下来了 这么下去 我就算能够吸收的真气再多 也要被撑爆了 唐宇满脸纠结的说道 这可是你的机遇啊 唐道认真的说道 难得有这么多高质量的真气 你将这些真气融入到你的每一个细胞之中 来激发你细胞力量的爆发力 你应该能够察觉得到了 你现在有我的加持 力量也不过五千多磅 说到底 你本身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夸张 也就不到三千磅 所以呢 通过这样的方法 能够大幅的增加你的力量 让你得到类似于宗师级力量的加成 相信我 绝对比起别人更加恐怖 你先吸收这 扛不住了再叫我 啊 好 唐宇答应了一声 知道唐豆绝对不会害自己 便将那一缕缕真气疯狂的填入自己肌肉的细胞之中 果然 随着那无数高等级真气的不断刺激和激发 唐宇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不停的增长 甚至感觉得到自己每一寸肌肉之中都蕴含着恐怖的力量 恍惚间 连防御力也是大幅增加 唐豆 我是不是防御力也大幅增加了 唐宇兴奋的吼道 自然呢 这就是天人境界真气强化的作用 唐豆不以为然 淡淡的说道 现在你的防御力虽然远不及克里斯 但是入位境界之下 没有领悟自然属性力量的攻击 你几乎就可以无视了 就算不用任何先天钢器 单凭肉身也扛得住 当然 前提是对方不使用刀剑之类的利刃 否则 就算砍不坏你 也会被砍个口子 我靠 这么说的话 我这一次真的赚大发了 唐宇心中的喜悦 简直无法表达 整个人都快要兴奋的飞起来了 哎 不行了 我有些扛不住了 唐豆 我感觉吸收了那么多真气 怎么还没吸完呢 吸不完 那叫你三个兄弟过来呀 你把这些东西跟他们分享嘛 他们也绝对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好处的 唐豆说道 你不是会吸工大法吗 你把自己放空 作为一个过渡的容器 只要有接受的人 你就可以将真气通过你倒出去 而自己不吸收 这吸工大法 家业曾经研究过一阵子 所以我也了解其中作用的方法 不过切记 没有承载体的话 你是绝对倒不出去的 这是吸工大法的逆使用 也叫做灌顶大法 不过不消耗你的修为 你不用担心 哼 果然是好事啊 唐宇眼睛一亮 大声喊道 利勇过来 听到唐宇的呼唤 利勇精神一提 直接朝着唐宇冲了过来 哎 少爷 有什么吩咐啊 看到来人 唐宇一只手 直接按在了对方的脑袋上 沉声说道 心神合一 用心接受这股力量 然后快速引到你的丹田之中 并加以感悟 承受不住再告诉我 本来唐宇说的话 利勇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是就感觉到一股极强的力量 从自己脑门灌输了下来 利勇浑身一震 顿时知道自己的机遇来了 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灌顶啊 仅仅几分钟 利勇就撑不住了 但是他得到的好处也是太多太多了 仅仅就这么几分钟 竟然就让他的实力更近了一步 达到了先天巅峰 甚至距离先天大圆满 更是一步之遥 这等高品质的真气力量 里面还夹杂着自然属性的力量 更是让他感悟到了太多太多 恍惚间 他竟然有一种感觉 自己对于一门自然属性力量 有了一丝感悟 只要再修炼个一年半载的 还没准真就能够领悟了 此时此刻 利勇再看唐宇的目光 那可谓是充满了极度的崇敬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能力啊 竟然在短时间之内 就将自己的实力大幅提高到这种程度 这 这也太逆天了 不 这就是奇迹啊 恐怕 在这个世界上 就真的只有自己的少主 才有这番的能力啊 果然 跟着自己的少主 哪怕是当一个佣人 这也是令人振奋的 是自己的光荣 当然 归根结底啊 是利勇的实力太弱了 所以效果尤为显著 但是 也因为实力弱 能够接纳的真气数量 可是极其有限的 罗兄 快过来 唐宇又是一声低贺 罗曼也是知道唐宇要做什么了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郑重的点了点头 全神贯注于自己身体内部 心无旁骛的 接受唐宇的灌顶 看着面前这一幕 在场各大宗门所有高手 都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尤其是那些年轻一辈的高手 一个个目光之中 充满了垂涎和羡慕 这可真的是灌顶大法呀 能够让人的实力瞬间提升 而且并没有太大副作用的神功啊 如果用在他们身上的话 也绝对会让他们的实力 提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层次 会省下他们几年的修炼光阴呢 如果只是将别人的真气 强行放进自己的体内 自然不可能提升实力 但是灌顶大法 却就有着这样的效果 不得不让人眼馋 此时此刻 十五天 双目都在喷火 整个人快炸了毛了 这倒霉的唐宇 竟然拿着他们佛宗 了凡大师的修为 凝聚出来的真气 给他手下的人提升实力 杀了他们太上长老 还不算完 还霸占对方的修为 这简直就是土匪呀 他们佛宗 多少年都没有受过这样的鸟气呀 但是问题是 现在他只能够眼睁睁的 看着唐宇为所欲为 却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最起码 他就不能够承认了凡大师夺舍呀 想到此处 是五天 心也疼 是肝也疼 脸色一阵难看 只气得要死 唐宇呢 却不管不问 完全的沉浸在了 这真气的海洋之中 了凡的真气 从自己的身体内过去 自己身体单甜 以及细胞之中 虽然已经装满 但是唐宇却依旧感觉到 这不断的冲刷 让自己的经脉 更加的有活力 甚至小幅度的拓宽了自己的经脉 最主要的是 真气之中所携带的风属性的自然力量 让唐宇不断的揣摩感悟 毕竟 他体内可是也有着风属性的自然力量 正是因为比活属性自然力量领悟的程度差得远 所以两者之间的融合不尽如人意 但是 只要将这风属性自然力量的领悟提升上来 烽火融合之势 绝对是势不可挡 不多时 罗曼吸收的真气也是接近饱和 整个人实力也是提升到了 入微境界的最巅峰 罗曼之前几个月才突破到了入微境界 想要进阶宗师境界 倒也不现实 但是 却让他的实战的实力增加了一大截 追风胡剑 重要的是风 而了凡真气之中夹杂着的 就有着风属性的自然力量 那更是风之意境 虽然罗曼没有领悟 但是呢 高品质真气的风属性自然力量的加持 绝对会让他的剑法威力上升一个档次 当最后克里斯也被唐宇灌顶结束之后 那真气储蓄福音之中的真气终于见底了 没有了真气的牵引 唐宇的西宫大法也是停了下来 毫不夸张的说 这天人境界的真气量 光是唐宇就吸收了差不多近一半 剩下的那些才是空明四个人平分的 但是饶是如此 空明还是差点没撑住 鼻腔都竟然流出了血了 可见这天人境界的真气有多么的霸道 正因为有着庶人帮助空明分担 空明还是坚持了下来 而他本来就是被了凡夺赦的身体 还吞噬了了凡的记忆 进步的成果简直堪称神速 瞬间就达到了先天大圆满的最巅峰 只差一步就突破入微境界了 这个时候先不要突破入微 否则境界不稳 对你以后影响很大 唐宇陈生说道 压制自己的真气 等你完全吸纳了那股真气 真正的领悟了意境 再突破也不迟 此言一出 空明心头一领 整个人恢复了清明 不断的压制自己的真气 终究没有突破入微境界 但是饶是如此 空明现在身上的气势 比起一般的入微境界的高手 竟然还要强上几分 一切结束归于平静 唐宇也是深深的输了口气 一阵的庆幸 还好 还好老子有西功大法 否则这事可就麻烦了 看起来 想当初自己学了一下 这西功大法还真是有用的呀 怎么样 解决了 道丹瞪着眼睛 也是松了口气 看着唐宇就像看着怪物一样 还好 有惊无险了 唐宇笑笑说道 别说这事了 擂台再怎么样了 咱们现在占据优势了没 说着 唐宇朝着台上看过去 只是看到台上的人 唐宇微微的惊讶 这不是唐剑吗 唐剑竟然参加三十岁到四十岁年龄组的比赛 这家伙都这么大了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 唐剑是真猛啊 上一次和唐剑交手 对方提前的解开了封印 实力也只有入微境界 距离宗师还有一步之遥 但是现在却早就已经突破了宗师 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三星宗师 绝对恐怖 唐剑也是才过了三十岁的生日 所以就来到这一组了 道丹自信的笑道 唐剑可是我自己的弟子啊 实力自然强 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三星宗师 佛宗那些宗门可是未必有这样的存在呢 唐剑一人应该就足矣了 三星宗师 那可是率先就领悟了双重意境的牛逼人物 如果是几个小时之前的自己 自己对上现在的唐剑 恐怕也就半斤八两 就算剩也绝对是惨剩 可见其牛逼 而没有领悟双重意境的存在 就绝对不可能是唐剑的对手 这就是定数 外公 你让唐剑隐姓埋名来唐家 是为了我吗 唐宇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旁边的道单轻声问道 道单看了看天空笑笑 毕竟你可是我的亲外孙呢 我怎么可能真的放心呢 唐家唐振成那些人当年和你父亲就不和 我自然怕他们做什么手脚 所以便让唐剑过去盯着 当然 为了知道更多唐振成那些人的动向 让唐剑投靠了对方 毕竟唐剑身上的实力被封印住 他们也看不出来 哎 只是唐剑去的时间很晚 当年唐振成对你已经动手了 差点害死了你 这也算是我的疏忽吧 本来你回到唐家 我让唐剑试试你的实力 但是没有想到唐剑解开封印居然还败了 你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呀 听着这一番话 唐宇心中一暖 原来从始至终就有人暗中的照顾自己 那唐剑所谓在蜀山剑宗也是假的吧 唐宇心中有些明悟 顿时明白了很多事情 唐剑要是以道门的名义入住唐家的话 那乱子可就大喽 蜀山剑宗不是御剑术的话 其他功法我们宗门得到也不难 所以就让唐剑学了学 掩人耳目罢了 道丹沉生说道 只是有些事情太复杂 当年的事情也不是佛宗一家的力量 以你的聪明才智就应该知道 就拿你养父母被杀之事 唐振成真的能够做到那么天衣无风吗 唐家又不是政界大家族 怎么可能将一切的痕迹都抹掉呢 这后面还有一只大手在推动着这一切的发展 这也是我们道门不敢妄动的本质原因 你以后啊也要多加小心啊 不过你母亲很想你 现在以你的实力也有资格回去看看她了 否则道门的某些人对你的敌意也确实不小 回去的阻力很大呀 说到自己的母亲 唐语顿时一僵 深深的咽了口唾沫 蠕动了一下嘴唇 目光复杂的说道 我 我真的能够回去看她吗 对于自己的母亲 她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从小的时候 她就以为自己无父无母 但是发现最后是真的有 心中真的是无味杂陈 当然可以了 你可以先回道门一趟 然后再去修罗宗马 我想血宁天也不会反对的 他这个人呢 还是很不错的 道丹吸了口气 缓缓说道 好我明白 我会的 唐语郑重的点了点头说道 不过外公 你所说的背后的那只大手在推动着这一切的发展 您调查出来是谁了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道丹无奈一笑说道 这都是唐剑将消息传回来的 我也都是听他说的 不过我知道的是 唐震诚肯定是和一位绝对有权势的人合作的 而且恐怕还不止一方 至于有权势的人 在下国也就是官方那些人了 所以你现在也是属于下国官方的人 那么对你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啊 很多时候 不怕敌人多么强大 怕的是你不知道 谁是你的敌人 很有可能 一直和你和颜悦色的人 其实就是 一直害你的人 果然呢 还是下国官方的问题吗 唐语精神一阵 面色充满了凝重 宗门的水已经很深了 但是下国官方这一边的水 更加的深 唐语可是深深的知道 就连龙云这位下国国主 天人静的修为 妻子都最起码是大宗师的境界 但是愣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被人活活给弄死了 下国官方哪里是安全的 还有谁可以信 除了龙云 姚绍正 以及欧阳也之外 下国官方的其他人 恐怕都是不可信的 尤其是秦家 唐语对其可是警惕的很 擂台之上 唐剑独领风骚 根本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目光看着佛宗等各大正派宗门的高手 充斥着弹幕 还有人上来吗 我是三星宗师 一二星的宗师就不要上来了 我和你们无怨无仇 我也不愿废了你们 如果有三星宗师的话 或许还有和我一战之力 这话说的极其的猖狂 只把佛宗等各大宗门的高手 说的是面色铁青 三星宗师 这和一二星宗师完全不一样 双重意境 这可是质变 比起一星和二星宗师 强上太多太多了 甚至没有人能够让唐剑出上五招的 如果唐剑使用出来超强的攻击 他们的人一招都未必能挡得住啊 十五天 怎么办 你们佛宗这一层次 就再没有高手了吗 石太须面色一阵难看 强压怒气冷冷的说道 这一次宗门大比 自己儿子被废 如果连资源都输光了 那么真就是赔了夫人又遮兵了 他们鼠山剑宗也扛不住这样的打击 你们鼠山剑宗不是也没有吗 十五天咬牙切齿的说道 我们佛宗的四十岁之下的高手也不少 只是没有一个进入宗师境界 就是三星宗师的 领悟双重意境 所以无论如何 也绝对不是那唐剑的对手啊 那唐剑是道丹的爱徒 自然实力强的可怕 只是 我徒弟到四十了 否则绝对碾压的 那现在怎么办 难道认输不成 雷霆面色也是不好看 这一次宗门大比 真的是丢老人了 十五天面色一粒说道 我自由安排 况且就算他们赢了 也只不过是得到六成的资源 最核心的四成还在掌握之中 最主要的是 万耀山和万磁山 如果全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 那么咱们就是大专 高级丹要的炼丹材料 也就只有万耀山这等宝地 才好寻找 听着这话 石太虚和雷霆两人面色微缓 只要核心资源在他们手里 他们还是赚的 毕竟最重要的资源 就是那万耀山和万磁山 第二场 我们认输 深吸一口气 十五天沉声说道 不过 也不浪费什么时间了 直接开始第三场的擂台赛吧 随着这声话下 携到各大宗门高手精神大振 无限欣喜 携满了在脸上 第二场 他们胜了 这可就拿到了六成的资源了呀 虽然没有万耀山和万磁山 但是他们现在绝对不亏 毕竟以往的时候 他们宗门大比 败多胜少 比起之前拿到的四成资源来说 这已经算得上是赚了 毕竟在小宗门看来 高级丹药 他们就算有药材也炼制不出来呀 还不如一些普通的资源来得实在 哈哈哈哈 终于到了这个环节了吗 我可是等得不耐烦了 你们克里斯爷爷在此 谁敢上来一站 话音刚落 还没等其他人说话 克里斯猛的一跳 来到了擂台之上 所有人都只感觉到 地面一阵 一阵猖狂的大笑 传到了所有人耳中 看着这一幕 金无敌 以手扶额 看着自己这儿子 只感觉到头疼 我操 你这货就不能够低调点吗 这怎么看 怎么就像个二逼一样 最主要的是 你他娘的二星宗师 哪里来的勇气上去的呀 要知道人家宗门五十岁之下的高手 只要能够拿得出手的 那绝对是三星以上的宗师的 甚至更加牛逼的四星宗师都会有 你一个才进阶二星宗师 你牛逼个什么呀 毫不夸张的说 这绝对是上去送菜的 金无敌 你儿子很牛逼啊 他可真有自信呢 血凝天目光一愣 顿时大笑 说道 哎呀 二星宗师上台 这可有意思了 现在那些所谓的正道宗门 现在可是一场都没赢下来 出动那些绝对的高手 那可是必然的 你可小心你儿子别被打死了 啊 嘿嘿嘿 哎 不是我说你 你儿子连唐剑都未必打得过吧 哎 不是未必 是被碾压呀 联营两场 他们也没有什么负担了 血凝天忍不住调侃着 放屁 我们披甲宗的防御力绝对超强 根本不可能死的 血凝天 你压的闭上你的乌鸦嘴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金吴迪心里头也是发虚啊 暗中将克里斯骂了个狗血临头 他奶奶个爪的 这小子怎么这么坑爹呀 说话间看到克里斯这个二星宗师上台 一位佛宗的三星宗师高手直接上台 满脸轻蔑 冷笑道 区区二星宗师居然如此猖狂 披甲宗的乌龟壳废物 看我今天不打的你叫爷爷 嘿嘿 原来是清智 你小子 克里斯咧嘴残忍一笑 破口大骂道 骂了个八字的 你这个狗东西 老子没找你 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十五年前老子在万药山上采集一枚灵药 你他娘的给我抢了过去 我今天非要打死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不可 抢你东西 你怎么不说是你自己垃圾 我当时让你一拳两脚 你不是还没打过我吗 废物 清智不屑一笑 出言讽刺道 克里斯 你要不想残废 你现在最好给我跪下来叫三生爷爷 或许作为出家人 我还会以慈悲为怀的 听着这话 唐宇都有些颠覆自己的世界观了 不禁瞪大了眼睛 看着那清智 忍不住对着道丹说道 这真的是佛宗弟子吗 佛宗弟子说话竟然这副德行 这看来分明就像是嚣张跋扈的富二代啊 那清智本来就是个大家族的富二代 而且还是下国一个很有名的家族的少爷呢 道丹淡淡的说道 所以才这么嚣张跋扈 一身痞性 不过对方却天赋确实不错 是佛宗一位大宗师的亲传弟子 但是这家伙的人品 却不敢恭维了 在出家之前早已破身 据说玩弄了不知多少的少女 所以他来佛宗修习 别看现在这么有天赋 但是以后的成就必然有限 想要成就大宗师啊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现在嘛 披甲宗克里斯那小子可是有麻烦了 二星宗师和三星宗师的差距 可不是一点半点啊 是吗 唐宇嘴角微微上扬 目光盯着克里斯和清智 说道 我倒觉得呀 那个清智绝对不是克里斯的对手 看着吧 那家伙绝对会被克里斯打得很惨 会不会被克里斯废了 我就不知道了 哦 你居然这么看好克里斯啊 道丹微微哑然 摇头一笑 好 那咱们就看看吧 反正这一场的输赢也没什么 我倒看看你的眼光怎么样 就在唐宇和道丹两人说话之际 克里斯却一声凝笑 看着清智 哼 孙子 既然你如此叫嚣 那么就让爷爷我教教你 什么叫做尊重长辈 话音未落 克里斯怒吼一声 身上的真气疯狂暴涌 宛若紧喷一般 带动了一阵阵的刚风 只见克里斯此时的头发一根根全竖起来了 身上的肌肉更是沾染了一层红色 面目更加的猙獰可怖 上来就用你们披甲中的绝招吗 可惜这狂暴之怒只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难道你就想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打败我 清智显然知道克里斯的招式 根本不以为意 笑眯眯的说道 嘿嘿 清智啊 本来老子上来就是想要找人验证一下实力的 但是没想到是你上来了 那么正好 我就不用担心把人给打死了 因为你死不足惜 克里斯目光一立 整个人速度快到了极致 双拳紧握 带动一团猛烈的刚风 瞬间就来到了清智的面前 朝着对方的脑门上就砸了下去 呜 好快啊 在克里斯动作之后 清智瞳孔猛的一苏啊 就知道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了 这克里斯比自己想象的可要强得多呀 清智身形灵动 动作也是快到了极致 身体猛的侧衣后仰 单手支撑在地 双腿瞬间绷直 真气狂勇 佛宗怀心腿的功夫 猛的朝着克里斯的下巴的位置就踹了过去 清智很清楚 人脸之中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下巴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只要有六公斤的力量打在了下巴上 就可能导致人的休克 而克里斯虽然全身防御力极强 但是下巴的位置始终都是相对较弱的地方 这也是克里斯的弱点 看到清智直接对着自己弱点下手 克里斯也是目光一鸣 双拳直接放弃了攻击清智的脑门 而是挡在了自己的胸前 朝着他的腿上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闷响 清智飞身 急退了六七米远 脚下在擂台上画出了一道漆黑色的痕迹 克里斯也是身体后仰退了三步 克里斯 十几年不见 没想到你还真的长了本事了 力气变得这么大 清智冷笑一声 哼 不过只是空有一身蛮力 还是废物中的渣渣 三招 三招就解决你这个蠢猪 话音未落 清智手中长刀拿起 真气狂涌 刀体瞬间迸发出炙热的温度 疏忽间 清智竟然消失在了原地 凌空而起 竖刀重叠 朝着克里斯的头顶 急斩而下 燃木刀法 竖刀纷纷下落 这一刻 克里斯的头顶仿佛被火焰巨网笼罩 虽然不是火属性的自然力量 但是燃木刀法的火焰和清智峰值易径加成 威力比起单纯的燃木刀法 强了数倍不止 所谓封筑火势 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克里斯却不慌不忙 将身后的灭尸锤给拿了出来 双手挥舞着这超级大的锯锤 朝着面前攻击猛的一砸 一时间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整个擂台有的就是那个巨大无比 金光闪闪的灭尸锤 叮叮叮叮 一连串的脆响 一锤下去 所有攻击进阶挡下 那巨锤之下的克里斯丝毫未损 反倒是咧嘴一笑 嘿 这就是三星宗师的攻击呀 看起来也真是不怎么样啊 既然你攻击完了 那就该我了 说着 克里斯将锤子猛的一抛 竟然直接脱手而出 带着无穷的力量 朝着青智的身上 就猛的砸了过去 面对这巨锤呀 青智眉毛一挑 身体飞速翻转 猛的一脚朝着那巨锤的侧脚就踢了出去 直接让巨锤偏离了轨道 同时手中破戒刀法应运而出 气势汹汹 直刺克里斯的心脏 看着这一刀 克里斯目光带着冷笑 根本就毫无躲避 直接就拿着身体冲了上去 双眼之中只有轻智这个人 根本就没有刀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可怨不得我 你还真的以为你的身体挡得住我这一刀吗 看着克里斯的动作 轻智怒哼了一声 手中真气更加的浓郁 一刀之中夹杂着风之意境的锋刃 是要将克里斯穿个透心凉 卧槽 小混蛋 你疯了 你他娘的真是疯了 你居然用身体去扛三星宗师的意境 你他妈真的以为你防御是无敌的吗 看着这一幕啊 金无敌气的 这跳脚 差点就昏过去了 一颗心简直要跳出嗓子眼的 他们宗门的功法 他可是异常了解的 防御的极限也是清楚的很 如果说 二星宗师的防御力 就能够防住三星宗师的双重意境 那么他们披甲宗不就无敌了吗 谁能够杀得死他们呢 但是事实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随着实力的增强 防御力的增加是极其有限的 根本做不到那一点 防御比自己实力还强 这只存在于传说中 而且就算是他们披甲宗天人静的爵士高手 只靠他们宗门的特殊防御 也未必能够扛得住六星宗师的一击 死 清智怒吼一声 那杀意凛然的脸庞 充满了极度的嘲笑 似乎在嘲笑克里斯的自不量力 然而就在这时 一刀下去 清智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了起来 老脸憋得透红 一阵的惊呼 仿佛是见了鬼一般 怎么可能 这到底怎么可能啊 但见 此时此刻 那一刀确实穿透了克里斯的皮肤和肉 但是刀尖进入之后 仿佛卡在了骨头缝里 根本再也无法前进分毫 更别说将克里斯穿个透心凉了 嘿嘿 王八蛋 穿不进去了吧 克里斯背着刀器 以及封制易径的锋刃 肉体也是面色一白 但是眼睛却依旧明亮 双手仿佛两只大钳子 直接卡住了清智的身体两侧 宁笑一声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看我无限恐怖大爆炸 一声下去 那清智满脸的仓皇 整个人竟然被克里斯 直接举过了头顶 看着这一幕啊 所有人进阶哗然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防御力啊 竟然连三星宗师的双重意境都扛住了 这一刀下去只进入个刀尖 我的天哪 这人是铁打的吗 最主要的是 这克里斯才堪堪二星宗师啊 卧槽卧槽 宗主啊 不愧是您儿子啊 真是天才啊 这等防御力绝对彻底的弘扬了咱们披甲宗的名声啊 一位披甲宗的长老目光炙热的说道 别说其他人不敢相信 就算是克里斯的父亲金无敌 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他都怀疑自己看错了 那不行 他感觉自己血压有点高 有点头晕 这他娘的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谁能给自己解释一下 自己儿子竟然这么牛逼 他怎么不知道啊 这时 只听擂台之上 克里斯怒吼一声 身上的真气仿佛人形恐龙 强大的吓死人 那双手举着轻挚 猛的就朝着擂台之上砸了下去 轰隆一声 一声巨响 所有人感觉仿佛地震一般 整个擂台猛的一震 那轻挚闷哼的一声 重重地被砸在了擂台之上 看着这一情形 所有人感觉到腰疼 从空中被那么大的力道 砸到了擂台上 这得多疼啊 受了这一击 要是没砸死的话 那绝对是庆幸 不愧是三星宗师啊 这样也扛得住吗 唐宇目光死死地盯着擂台 喃喃自语着 在克里斯这一招落下之前 使用风之意境 在自己下落的方向凝聚风之力量 通过风之意境的力量 在自己身下拖着自己 这一招最起码抵御了克里斯这一招 威力的百分之六七十啊 果然厉害啊 台上 清智惊魂未定 目光盯着克里斯气急败坏的怒吼道 混蛋 混蛋 克里斯 我倒是小瞧了你了 等看我怎么收拾你 克里斯看着地面上 只是受了轻伤的轻质 也是微微的愣了一下 不过片刻就恢复正常了 咧嘴笑道 哎 哎 嘿嘿嘿嘿嘿嘿嘿 王八蛋 你以为挡住我这一击就了不起啊 你以为这就完了 你现在可是在我手里 你狂个屁啊 你知道这一招为什么叫做 无限恐怖大爆炸吗 那就是因为这是连续的攻击啊 啊 嘿嘿嘿嘿 话音未落 在清智极度惊恐的目光中 克里斯双臂倾金爆起 再一次狠狠的将清智举到了半空中 又是狠狠的砸落 这清智前几次还撑得住 但是一连七次 劳是清智是三星宗师 七次叠加的反振力量 早已经让他五脏六腑全部移位了 就连后背的脊椎骨也是全部断裂 整个人就如同一滩烂泥 躺在地面之上 若有若无的呼吸着 仿佛下一刻就要断了气 小逼崽子 还威胁我 他妈逼的 你再威胁我一个看看 想当年你抢我东西 现在还想弄我 你真他妈以为爷爷是打不过你吗 啊 做完了这一系列的动作 克里斯朝着地面 吐了一口浓潭 将胸口上的刀拔了出来 脸上一阵苍白 而外加上那狂暴之怒的退却 克里斯脸上也是写满了疲惫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克里斯是真的生了 而且生得完美 这 唐宇啊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竟然凭借肉体 就能够承受住三星宗师的一击 这不应该啊 道丹忍不住心中的震惊 看着唐宇疑惑的问道 这也没什么 只是不出所料罢了 唐宇淡淡一笑 理所当然的说道 如果啊 轻质的一刀 就将克里斯穿了个透心凉 那么克里斯的防御 还如何值得撑道呢 皮甲宗的高手 防御力确实极强 但是绝对没有这么变态啊 这是你的手笔 道丹突然想到了什么 震惊的问道 唐宇没有否认 笑道 我呢 只是刚才使用的 真气储蓄浮印中的真气 给克里斯强化了一下 让他防御力更加的强大罢了 当将如此高的品质的真气 充分的融入到 身体肌肉的每一个细胞之中 并激发每一个肌肉细胞的韧性 防御力自然会大幅增加的 毫不夸张的说 以克里斯现在的防御力 除了领悟双重意境 或者是四星宗师以上的高手 能够伤他 所谓的二星宗师 已经根本不可能给他造成什么伤害了 一般的宗师 如果不使用自己最强的杀招 恐怕连克里斯的皮都穿不透 这家伙现在 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性怪兽 被强化之后 自己的防御力都大幅提升 更别说防御力 原本就极其变态的克里斯了 而且克里斯也是力量型选手 融入的真气虽然都用在了防御之上 但是力量增加个数百磅也是轻轻松松 让他的攻击力也变得更加强劲 果然呐 这真的是唐宇做的 倒单精神一阵 看着自己这个外孙真的有些看不透了 就现在看来 自己这个外孙好像是无所不能的 所汇的东西实在是太全面了 能够让一个防御力极其变态的家伙 变得更加变态 除了他之外 还能有谁能够做得到 此时台上的克里斯下了台 兴奋一笑 对着唐宇和罗曼说道 哎嘿 老大怎么样 又帮你和老罗干掉一个佛宗的高手 那家伙 嘿嘿 绝对是废了 这辈子就算治好了 也就在轮椅上躺着吧 你这家伙倒也是够拼的 居然真的硬扛三星宗室的攻击啊 你就不怕直接挂了 唐宇扔给克里斯一瓶金疮药 通过鞭石针 将他身体内的刀器 以及风之意境给逼了出去 笑骂道 哎 我又不是傻子 被唐宇这么一治疗 克里斯一阵舒服 满脸嘚瑟的说道 我可不是上去就应来的 我是看了那家伙的攻击力度 觉得不能够把我怎么样 我才这么干的 哎 果然 那家伙一刀子威力也就那样 而且 那家伙有风之意境 速度快着呢 我要不是近身抓住他 我也弄不废他呀 不过也多亏老子 有狂暴之怒 这等提升实力和防御力的绝招 否则呀 我肯定扛不住 你上去实验一下实力就得了 谁让你真的废了他呀 罗曼哭笑不得的说道 就是啊 你个小兔崽子 你知道刚才多危险吗 害老子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骂蛋的 你这么冲动 看起来老子得趁着年轻气壮 再他妈生一个了 否则你哪天死了 老子还断了后了呢 金无敌一脸抱怨 哼哼道 只是想起自己儿子大发神威的样子 心中那个美呀 嘿 真不愧是他金无敌的儿子 真他娘的牛逼 听着金无敌这一番话 所有人都忍不住笑了 这一位披甲宗的宗主 也真是太奇葩了 这一家子都是奇葩 那那哪行啊 当兄弟的 我得上去 给老大和老罗出气呀 能够干掉佛宗一位高手 老大和老罗 以后的负担也少点嘛 从数量上来说 最起码敌人能够少一个 克里斯不以为意 坑气道 更何况 那轻质也不是什么好鸟 还差点打死我 我不弄废了他 我弄谁呀 此话一出 饶是金无敌 也是沉默了 真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 居然变化这么多 如此有担当 这话说的 真他娘的够霸气 而唐宇和罗曼听着这话 不知为何 两人鼻子有些发酸 心中有一种 叫做感动的情绪 在流淌 得此兄弟 不枉此生啊 有人欢喜 就有人愁 这一刻 佛宗的宗主 真的是怒了 又是一次 他们佛宗的一位高手 又被打成了残废 最主要的是 他们佛宗三星宗师 竟然被人家二星宗师 给打废了 这他娘上哪儿说理去 这一届的宗门大笔啊 是他们佛宗最憋屈的一年 没有之一 就从唐宇这家伙出来 就没有好事 这一连串下来 他们佛宗已经损失了六七位的年轻高手了 这还不算在山底下被唐宇一嗓子吼死的十九个先天巅峰之上的年轻弟子 最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了凡大师的死 这可是一位天人静的高手啊 是佛宗仅有的几位那个层次的高手之一 这突然被唐宇弄死 对佛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此时施悟天完全没有了想要试探的心思 面色阴沉 力声喝道 玄奥 该你上场了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你要完全的展示我们佛宗的气势 明白吗 明白 就在这时 只见佛宗之中走出来一位披着袈裟的男子 该男子约莫一米八的身高 身材壮硕 长脸 头顶的六个戒巴点上 还有着一道猙獰的伤疤 直接穿过脑门 蔓延到左耳旁 煞是猙獰 佛宗宗主 首席弟子玄奥 请各位指教 玄奥双目俯视下面所有年轻子弟 目光锁定在了克里斯的身上 克里斯是吗 刚才你赢了一场 就应该接着在台上 接受别人的挑战吧 是男人的就上来和我一战 你受伤了 我也不占你便宜 我只用一只手 说着 玄奥煞有其事的伸出了一只手来 看着这一幕 克里斯那爆脾气顿时就上来了 那牛眼一瞪立刻道 谁他妈不是男人哪 别拿这话来激我 大言不惭 还想一只手败我 你以为你是谁呀 别冲动 克里斯大哥 此时利勇直接拉着克里斯急切地说道 这家伙可不是你能够对付的存在 不是瞧不起你 你上去不死也得残废 这可是佛宗年轻一辈第一高手 现在一身境界已经不知道达到什么程度了 但是最起码四星宗师之上 作为曾经在佛宗待过的利勇 对于这样的事情还是特别熟悉的 而且他之前的时候就和唐宇说过这事 嗯 确实不亦冲动 唐宇淡淡地说道 你身上还受了伤 没有必要和这个家伙较劲 到时候自有能够和他抗衡的存在 实在不行 咱们放弃 尊严固然重要 但是不代表去送死 如果你死了或者被废了 以后连把尊严找回来的机会都没有了 明白吗 此言一出 克里斯精神一震 点了点头 目光看着玄傲 自嘲一笑 说道 算了算了 你牛逼 我认输行了吧 听着这话 玄傲眉头一皱 轻笑道 果然不是男人 连上场都不敢吗 都快要五十岁的人了 才二星宗师 一身实力这么垃圾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嗯 嘿嘿嘿嘿 你骂吧 你就算骂得再凶 老子也不上 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啊 唐宇的话 他是听得 只见克里斯咧嘴一笑 说道 哎 我是不是男人 只有我未来老婆知道 你知道有个屁用 我又不喜欢男人 当然 我承认 我很垃圾 但是我刚才 把你们佛宗一位三星宗师给废了 堂堂三星宗师 连我这个二星宗师的垃圾都不如 哎 你是不是想说 他垃圾不如啊 啊 和唐宇在一起时间长了 唐宇骂人的话 他可是学去了不少 骂的可谓很有唐宇的水准 让唐宇也忍不住对他刮目相看 这话说得妙啊 果然 克里斯这话一出 玄傲脸色顿时一阵的难看 冷哼道 哼 脑肿就是脑肿 所以才需要乌龟壳 来掩盖你的软弱 对你来说 你就是天生的剑种 挨揍惯了 一天不被打 浑身都痒痒 被玄傲这么一说 克里斯也是有些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但是在唐宇的提醒下 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玄傲是吗 你要打架就打架 但是嘴巴放干净点 不是你骂赢了 你就算真的赢了 唐宇目光一瞥 淡淡的说道 只是实力比别人强上一点 用得着如此损别人吗 你们佛宗人的嘴就是这么欠 你四十多岁的人了 也不过就是四五星纵事的样子 你觉得自己很牛逼啊 如果你现在像我这么个年纪 我早就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了 你装个毛线呢 区区入围境界的小蝼蚁 还有胆子在我面前说教 子不量力 玄傲指着唐宇居高临下 轻蔑的说道 垃圾一般的东西 别在这里叫嚣得这么厉害 现在我是没办法对付你 不过这擂台比试完毕 三位擂台的擂主将会比拼 决定万耀山和万瓷山的归属 有本事到时候 你上来和我争一下 你有那个胆子吗 垃圾 到时候我只用一只手 一招足以拜你 说到此处 玄傲身上气势如虹 看着唐宇的目光不屑到了极点 你也就这点威风了 唐宇摇头一笑 淡淡说道 现在你还没赢呢 说这些有什么用 等着你真的得到了这个泪主再说吧 否则你在我眼里 也不过只是一只没有素质的恶犬 只会咬人而已 说着 唐宇闭上了嘴巴 陷入了沉思 哼 垃圾 你看好的吧 所谓擂台的冠军 在我看来 那只不过是唾手可得的东西 玄傲冷笑一声 在擂台上一站 目光辟泥 充满了无尽的威风 此时 血凝天走到唐宇的旁边 拍了拍唐宇的肩膀 安慰道 唐宇啊 不用放在心上 别被这家伙扰乱了心境 你还年轻 那家伙只是岁数比你大而已 等你到了这么大的时候 恐怕一巴掌 就能把他给拍死了 不是 我倒是没有把刚才的话放在心上的 唐宇思存道 我只是想知道的是 这一场擂台赛 咱们这边有多少把握 有没有绝对的高手 能够抗衡这个玄傲的 说起这话 血凝天张了张嘴 苦笑道 哎 这还真是个问题 我们之前呢 还在犹豫 不想答应对方如此鄙视的方式的根本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玄傲 哎呀 不得不承认 这个家伙 虽然很傲气 但是实力是真强啊 在这个层次的高手之中 我们这一边 是真恐怕 没有人能够和他抗衡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们从一开始 制度就能够拿到六成的资源 而且还损失了 那最好的万耀山和万瓷山 是 虽然咱们这一边也有四星级的高手 但是那玄傲的实力却凌驾在一般四星高手之上 甚至面对五星高手都能够保证十几招不败呀 所以对付四星级宗师 那根本就是碾压呀 道丹摇头 无奈的说道 而且这还是一年前看到他出手时候的实力 现在恐怕会更强 咱们呢 倒不是自己丧气 是真没什么希望啊 这样吗 唐宇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坚定 缓缓的说道 既然这样 对方如此嚣张 侮辱我们所有人 我就更应该出手了 易静丹自然数静丹还在我手里 或许 我现在就需要突破宗师了 这口气咱们必须争回来 什么 唐宇啊 你要上场 合着玄奥大战 你这是疯了吗 此话一出 道丹以及血凝天等人一个个 难以置信的看着唐宇 目瞪口呆 是啊 所谓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口气 难道咱们就这么被那个叫做玄奥的家伙压着 侮辱着 就在这里默默的承受 唐宇目光森冷 你们能忍 我忍不了 我今天不把他打的叫爷爷 我还就事不罢休 小子 你倒是别冲动了 血凝天急忙说道 那家伙的实力可不是一般的强 你现在上去 那简直就是送死 以你现在的实力 满打满算也就和三星宗师差不多 顶多能够勉强的胜过对方 但绝对不可能是那玄奥的对手啊 那只是之前而已 唐宇淡淡一笑 而且如果我真的突破宗师的话 鹿死谁手 还不一定呢 但是 现在你可是入危境界 而且还没有领悟真正的入危 如果你突破了宗师 还怎么领悟入危啊 为了这样的人搭上自己的天赋 这绝对不值啊 道丹也是忍不住教育道 难道突破宗师 就不能够接着领悟真正的入危了吗 唐宇微微皱眉问道 这倒不是 但是突破宗师之后 这已经脱离了入危境界 想要领悟真正的入危 这比起在入危境界领悟 难了不止几倍啊 血凝天苦笑道 那这就好比才出生的孩童 学习能力超级快 能够短时间之内学会说话 但是 如果小时候没学说话 等着二十几岁再学习的话 那一时半会儿根本学不会 就是这个道理 哦 那既然只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学习什么的 我是最快的了 唐宇目光一宁自信的说道 我意已决 你们不用再劝了 我今天非要将那个玄奥打他半死 这不仅是为了出气 同时也是直接断了那佛宗 他们的资源供应 让他们再也制造不出任何的高手 说着 唐宇双目淡淡的朝着台上的玄奥 看了一眼 转身坐下 将手中的丹药 扶了下去 看着这一幕 道丹和血凝天对视了一眼 皆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 这小子简直是一根筋 实在是太倔了 就算真的进阶宗师的话 那就真的能够和四星之上的宗师抗衡了吗 四星宗师和三星之下的宗师 那可是两种概念 那是发生了质变的 不说别的 最单纯的 四星之上的宗师 就领悟了 人气合一 仙人静 以及双重一静 其中的两种境界的力量 一种境界就极强了 两种境界相互搭配 那可是强的发指 想着 两人微微一叹 盗丹将一枚破禁丹给了唐宇 说道 这破禁丹你用着吧 对你突破会有大帮助的 但是 突破宗师境界 这并不容易 是否能够真的突破 还需要看你自己 明白 唐宇点了点头 再一次闭上了眼睛 全身心的开始突破宗师境 所谓宗师的境界 其实就是入微境界的升级版 而最主要的就是领悟人气合一 仙人静 以及双重一静 这三者 其中之一 按理来说 唐宇的火属性自然力量 已经比起仙人静的高手 控制的还强 理应达到仙人境界才是 但是毕竟这是圣炎之火 是火源 而并不是他自己完全领悟的力量 根本就不可能突破 服用下意境丹和自然属性丹之后 唐宇身上真气疯狂的流转 不断的消化着这两枚丹药的药力 恍惚间 唐宇就发现 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处 自然属性密地 不 是含有意境的自然属性密地 那无数风之属性自然力量之中 夹杂着浓郁的剑意 剑随风动 潇洒自如 那剑术的一朝一世 竟然完全的融入到了微风之中 这就是人气合一吗 不对啊 这是仙人静 人与自然属性的力量合一 原来这就是仙人静 唐宇心中有所明悟 却没有深入探究 这不是他想要的 如果只是领悟仙人静的实力 那么他不可能同时再领悟另外一种 达到宗师境界 想要瞬间再次达到四星宗师之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他现在没有领悟真正的入微 二星宗师就想抗衡玄傲 还是太低了 最起码也得三星宗师 想着 唐宇精神一动 脑海中不断地搜索着 自己从圣言宗宗主那里 得到的双重意境的记忆 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 这圣言宗宗主当年所领悟的 也是风之意境 而不是火 火系自然力量 作为九大自然力量之首 火之意境 哪里是那么好领悟的 但是 正因为是风之意境 才契合自己选的 这枚风系自然属性单的用途 自己之前领悟风属性自然力量 没有阻碍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自己得到了 圣言宗宗主的记忆 当然 自己为什么不选 火系自然属性单呢 这个呀 主要是因为 这佛宗的奖励之中 根本就没有火系的 当意境和自然属性力量 完美融合在一起 就是双重意境 唐宇整个人 早已经陷入了空灵状态 不断地领悟 外界的事情 根本不闻不问 只是 此时外界可是炸了锅了 批甲宗 一位防御超强的三星宗师上台 玄奥只出一招 那批甲宗的高手防御进破 瞬间重伤 修罗宗宗的一位四星级高手上台 玄奥还是只出了一招 那四星宗师又是瞬间落败 根本就不能够只能够支撑到第二招 一位两位三位四位 整整五位高手上台 最强的那一位也只不过坚持了三招 便被打得半死 这就是各大宗门的高手 真是让我失望啊 玄奥居高临下的 看着邪道各大宗门的年轻一辈高手 吃笑道 哼 你们和我年纪相仿 却连我一招都撑不住 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界上 弱者就不配享受活着的权利 我要是你们 我早就一头撞死了 各大宗门的顶尖高手 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就这等档次还好意思 称自己是天才 是高手 全是蝼蚁而已 此话一出 邪道各大宗门 每一位年轻一位高手 耳朵脸上都写满了憋屈 有人义愤填膺的说道 你强又怎么样 用得着这么讽刺人吗 我们现在实力势不如你 但是再过几十年 你就确定比我们强吗 废物永远是废物 再过一百年也没有任何用 玄奥不屑一笑说道 你只会用嘴说说吗 你现在是不是想揍我呀 那你有本事就伤了呀 我只出一招 如果接了我一招 你还能够站起来 我就认输 你敢吗 你 听着这话 那男子嘴角忍不住的哆嗦 整个人气的都不住的颤抖 确实他不敢 他要上去 对方稍微认真一点 一招下来 自己弄不好就死了 正因为不敢 这才让他更加的憋屈 哼 不敢就闭上你的嘴 少说话 在擂台上 作为舞者只会动嘴皮子 这只能够彰显你的懦弱 玄奥豪放不羁 傲视所有年轻一辈的高手 蔑视道 你们这些废物们 现在谁还有胆子上来和我一战 你们的稚气呢 你们宗门的荣誉呢 难道都是一群胆小鬼 没有一个人有胆量 和我共同站在这个台上吗 就你们这样 连强者之心都没有 以后还和谈进阶至高境界 哼 果然只是一群彻头彻尾的废物 只要有我玄奥在 你们注定被我踩在脚底下 听到这里 再看着下面那些人憋屈的表情 世悟天此时的心里满是舒坦 被唐宇那小子压制了这么久 害得他们死了这么多人 现在他们佛宗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看着下面那些一个个年轻一辈的高手 被打击得像孙子一样 世悟天的心里别提有多么的愉快 我们佛宗不拿出来杀手锏 你们还真的以为我们佛宗好欺负了 唐宗宇 希望你能够有点鼓起 上台和玄奥战上一场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残忍 胆敢侮辱我们佛宗 来我们佛宗踢馆子 真以为自己是天人静的绝世高手吗 区区入微境界的蝼蚁 无论如何 今天佛宗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世悟天心中恶狠狠地想着 石太须和雷亭此时 面色也是微微地缓了起来 果然这玄奥的实力这么多年过来 又是增长了许多 以对方这等实力 在这个层次绝对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他们也可以彻底地放下心来了 只是石太须目光死死地盯着唐宇 看着自己只剩下一口气的儿子 身上的杀意愈发的浓烈 此时 血宁天等各大邪道宗门的宗主 看着自己下面的年轻弟子憋屈颓废的样子 心中更是暗暗的恼怒 这玄奥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这简直就是打击他们各大宗门弟子的自信心 让这些人对他产生心理阴影 从中阻碍这些人以后的发展 如此心机他们恨不得上台将对方一巴掌拍死 宗主 我忍不了了 我就算是死 我也要上去 将这家伙啃下了一块肉来 宗主 我也要上去 我今天要是不上去 我这心境就全部被这家伙给打乱了 这该死的王八蛋 真猖狂啊 不就仗着自己实力强吗 人家就是实力强 所以才这么嚣张 你能够有什么办法呀 我 你们给我闭嘴 血凝天抱贺一声 厉声说道 你们实力不行 那就抓紧时间修炼去 而不是在这里给我扯犊子 抱怨这抱怨那的 你们上去有个屁用啊 啊 能挡得住人家一拳吗 你们上去 那就是将连凑到人家面前让人家打 被打得半死 你们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低下了脑袋 一阵的惭愧 面对不是他们匹敌的高手 而且对方还和他们年纪一样 除了在这里受辱 根本也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们多么希望自己有能力站出来 真正的爷们一把 但是面对现实 那就是活活的被人家踩在脚底下揉拎呢 怎么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讨论好了没有啊 玄奥双手抱胸 淡淡的说道 如果你们实在是没有自信的话 干脆起伤吧 十个 二十个 我确实无所谓 你们伤多少 我都接着 只要这擂台上能够站得下就行 猖狂 玄奥 别以为你实力强 你就了不起 我们披甲宗 绝对没有一个是孬种 你给我死来 一位披甲宗高手实在是忍不住了 愤然冲了上去 哎呦 终于有一个胆子大的上来陪我玩玩了嘛 玄奥嘴角冷笑一声 猛的一脚 直接将那披甲宗的高手踹下了台去 可惜啊 就是一个三星宗师而已 你上来嘚瑟什么 这个擂台是你有资格上来的吗 像你这样的废窝就应该滚下去 一脚下去 那披甲宗的高手直接从那台滚落 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猛的吐了鲜血 满脸的苍白 仅仅是一脚 他引以为傲的防御能力 连对方一脚都扛不住 这究竟是怎么样的实力啊 够了 就在这时 道丹眼睛微眯 淡淡的说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小子 你这么做 会遭报应的 我知道 你虽然够狂 但是也不至于如此猖狂 这是事物天的意思吧 你们佛宗如何针对唐语 或许这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如此针对我们这些宗门的高手 那就过分了 做事适可而止 才好 这一场 我们认输 你们赢了 对于道门的宗主 玄奥 玄奥却真的不敢放肆 对方要杀自己 那简直轻而易举 毫不夸张的说 一根手指就能够将自己碾死 老东西 先让你狂 等我实力达到大宗师 看你如何对我说教 玄奥目光低垂 心中恶狠狠地想着 哈哈哈哈 导弹 这样就认输了呀 这可不怎么好啊 你们这一边 不是还有 那么多的高手 没上场吗 事务天淡淡地说道 如果你们这个输了 那么最后的三个擂台的擂主大笔 是不是也不用比了 毕竟 我想也没有谁有胆量 对玄奥出手吧 哦 对了 唐宇那小子不是很狂吗 现在怎么没动静了 唯了吗 同样是年轻人呐 你难道就不敢出来 较量一下吗 要是有本事的话 上来一站呐 你要是敢上来 我保证 你只要不刻意地 针对我们佛宗 我们佛宗一个月之内 绝对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 一个月的时间 我想你也求之不得吧 此话一出 邪道宗门所有高手是义愤填膺 心中大骂事物天无耻 唐宇也就二十多岁 那玄奥已经四十好几的人了 你好意思说同是年轻人 我呸 如果唐宇四十几岁 那玄奥还敢出来乍乱乎乎的吗 早就被唐宇一巴掌给扇飞了 哦 这么说的话 好像还真蛮不错的样子啊 而这个时候 唐宇骤然睁开了眼睛 双目之中迸发出异样的神采 整个人豁然站起 一步一步竟然直接走向了擂台 轻笑道 十五天 不用激将我 本来呢 我是真的不想上场的 但是看到你这弟子和你一样的不要脸 我就没办法忍了 一句话 十五天 玄奥 生死战吧 我知道你们佛宗现在恨不得将我碎石万段 我也给你们这个机会 第一次看到这么不要脸的人 我也想杀人了 听着这话 道门 修罗宗 以及批甲宗等宗门的各大高手 一个亮枪 简直快疯了 卧槽 什么情况 唐宇要和玄奥生死战 这简直是疯了呀 你一个入围境界的高手 你拿什么和人家生死战 这简直就是找死 大言不惨 区区入围境界的蝼蚁 也想和我生死战 你配吗 玄奥冷笑一声 不懈的说道 想杀我的人多了去了 下面那些宗门的所谓年轻高手 哪一个不想杀我 但是每一个都是废物 连我几招都接不下 你这个废物不如的垃圾 还想杀我 真是可笑啊 我不想听废话 我只问你一句 你敢不敢和我生死战 唐宇双手赋厚 目光淡然 整个人异常的平静 仿佛对方讽刺的 不是他自己一样 有何不敢 玄奥居高临下的 看着唐宇 傲气凌人的说道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你杀了我们佛宗那么多人 这个仇 也正好替他们报了 这生死契约一定 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任谁也没有想到 唐宇竟然有这么大胆子 居然上台和玄奥打生死战 对方可是四星宗师啊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四星宗师 实力强的可怕 这唐宇一个入围境界 怎么和对方打呀 怎么能是对方的对手呢 哎呀 这小子就是胡闹啊 这下好了 这要是败了 那真就是个死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薛宁天苦笑一声 头疼的厉害 他这哪里是给宗门找了个牛逼高手啊 这简直是给宗门找了一个不安定的炸弹 没准什么时候自己就爆炸了 甚至把他们宗门都炸个四分五裂 不过他可不是那种没脑子的人 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了 还不如尝试着去相信他 道丹淡淡的说道 他是为了不让各大宗门的年轻弟子受辱而上去的 你应该明白 他这么做的意义何其之大呀 我自然是知道 薛宁天吸了口气说道 我正是因为看上了他这一点 所以才一定要将他收进修罗宗的 唐宇绝对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这正是我欣赏的品质 道丹哪 你也是好算计啊 让我们修罗宗帮你养孙子 自己之前却并不讲话 说到此处 薛宁天话语中夹杂着浓浓的不爽 话不能够这么说 你们如果实在是不要的话 我必然会将唐宇带回家的 而你们修罗宗想要发展 就必须做出来改变 而唐宇就是这个契机 我可不信你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一点 只能够说你比其他人目光都长远 看到了唐宇身上的无限可能 有这气魄 愿意赌一赌 嗯 道丹轻笑一声 缓缓说道 嘿嘿 哎呀 道丹哪 不得不佩服你 你居然算计到了这种程度了 薛宁天瞳孔一缩 笑笑说道 你说的对 所以我希望见证奇迹的发生 比任何人都更加的期望 慕容倩和萧妹两个人 美目之中写满了担忧之色 唐宇 这家伙竟然要挑战那个家伙 真的是太疯狂了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家伙现在真的变得好强啊 想起唐宇为了自己 直接废掉了石墨 慕容倩翘脸不禁一红 思绪早就已经不知道飘到哪去了 长这么大了 本来以为自己足够厉害了 同龄人确实也没多少人能给自己造成伤害 但是自从遇到唐宇之后 已经被这个家伙保护了好几回了 那种被男人保护的感觉真的是不可言说 让他心里甜得满满的 就算再强大的女人 内心也是渴望被别人保护的呀 既然如此 那就再好不过了 现在开始 事务天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意外之色 随后心中更是狂喜 这唐宇竟然真的主动来送死 这简直是天赐良低呀 就算在这里将唐宇真的给杀了 那么也杀的没毛病 下国官方更是说不出来一个步子 话音落下 玄奥抱着胸 手指对着唐宇勾了勾 淡淡的说道 来吧 我说了只用一只手 就用一只手 啊 让我见识一下 你这嚣张的小子 究竟有几斤几两 希望你不要死得太早了 否则我会感到很无趣的 说起来 我还算得上是你父亲的失利呢 指导一下你这个不成器的侄子 也是应该的 啊 哼 屈曲的四星宗师 说实话 我都替你丢人 就凭你 还想和我父亲比较 你配吗 我父亲如果不出意外 现在最起码是六星之上的宗师 你在他面前算个什么 实力弱不可耻 可耻的是不仅实力弱 还出来装逼 讽刺别人 下次出门的时候 你撒泡尿好好照着自己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小废物 你找死 此话一出 玄傲顿时面色一沉 双目喷火 身上的杀鸡瞬间蹦现 整个人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刹那之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一拳朝着唐宇就砸了过去 虽然只是佛宗的大力金刚拳 但是其中的威力 绝对能够令一般的四星宗师 不敢硬扛 只用大力金刚拳 连自然属性的力量都不用 你还真是狂啊 难道你就只想靠力量打败我吗 看着对方的攻击 唐宇不慌不忙 嘴角露出了一抹淡淡的机翘 对你这样垃圾般的存在 使用自然属性力量都是多余的 玄傲冷笑一声 话语之中充满了极度的傲然 是吗 唐宇淡淡一笑 那既然是这样 我就不客气了 本来我是真没什么把握 赢得了你 但是是你自己要让我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将没有任何赢的机会了 话音未落 唐宇双目猛的一宁 身上恐怖的气势瞬间就爆发了出来 在他的右拳之上 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席卷了整个的擂台 甚至连台下的诸位高手都是一阵的胆战心惊 这气息 这不是入围境界 而是宗师啊 是领悟了双重一径的三星宗师 这 这家伙突破了 竟然直接突破了 这怎么可能啊 刚才他还是入围境界啊 怎么突然间就突破了呢 这这这太不可思议了 三星宗师 如果唐宇真的是三星宗师 而那玄傲也只是四星宗师的最强者 看比五星宗师的话 唐宇绝对有机会啊 此话一出 邪道宗门所有人眼睛都亮了 各位年轻一辈的高手 更是激动的不得了 这可是他们荣誉的一战呢 是唐宇带给他们希望的一战 被玄傲压得让他们抬不起头 现在如果玄傲被唐宇压得死死的 那么他们可真的就是畅快了 这可是他们的尊严呢 哎呦 这小子竟然真的成功了 而且上来就突破到了最难的双重意境 嘿 这小子 这哎呀 果然是太给人惊喜了 血宁天看着这一幕 眼珠子都快要突出来了 随后心中更是狂喜 他妈的 翻身的机会 来了 感受到唐宇这恐怖的气势 玄傲也是猛的一惊 心中顿时大害 暗道不妙 入围境界和三星宗师 这可是两种境界 更是两种概念 最主要的是 唐宇的越级战斗能力太强 他也看在眼里 入围境界就堪比三星宗师 甚至比三星宗师还要强上那么一丝 现在突破到了三星宗师 这实力还敢想象吗 仓皇之中 玄傲身上真气骤然全部释放 手中拳头的力道更是迸发到了极致 就连自然属性的力量也是瞬间加持在了其中 临阵抱佛脚 可惜完了 唐宇冷笑一声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力金刚拳 给我死吧 一声喝下 唐宇身上糖豆加持 万磅的力量瞬间凝聚在了自己的大力金刚拳之中 那夹杂着浓浓的拳翼的拳头 轰然朝着玄傲的拳头上就砸了过去 是的 没错 就是一万磅的力量 在糖豆加持在了唐宇身体之后 唐宇的极限权力可以达到一万磅 这等神力早就已经大幅超越了人体的极限了 一拳下去 恍惚间 唐宇拳头周边的空间仿佛都被这股超级力量给打出了涟漪 轰的一声巨响 唐宇拳头上排山倒海的无穷神力 猛的砸在了玄傲的拳头之上 万磅力量何其恐怖 虽然没有自然属性力量以及其他绝招的加持 但是 单靠这恐怖的力量 就绝对不是这玄傲能够抵挡得住的 此时此刻呀 玄傲面色惊骇 只感觉到面前唐宇这一击 仿佛将一座大山给搬了过来 直接就砸在他身上 饶氏他是四星级顶尖宗师 堪比五星宗师的实力也根本就抵挡不住 他可以确定的是 这恐怖的一拳绝对不是用拳头能够抵挡得住的 那就算是大宗师来了 被对方砸上这一拳也绝对逃不了好 然而他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一拳下去 玄傲连半秒都没坚持上 整个人仿佛坠落的流星狠狠的被砸飞了出去 后背更是砸在了擂台之上 将极品玄铁的擂台砸出了一个人形的大坑 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 玄傲面色惨白 左臂不住的颤抖着 肉眼可见的 玄傲的整根左臂鲜血淋漓 皮肉全部消失 竟然只剩下粉碎快要断掉的骨架 此时此刻呀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都是忍不住豁然站起 哇 浑身都颤抖着 仿佛看着一个奇迹 玄傲 堪比五星宗师的高手 竟然连唐宇一拳都没挡住 这怎么可能呢 这已经闪爆了他们的眼球了 让他们脑海之中是嗡嗡作响 尤其看着玄傲左臂上 只剩下碎裂的骨头 再看着极品玄铁地面砸的那个大坑 所有人深深的咽了口唾沫 身躯控制不住的颤抖 变态 十足的变态 他们不敢想象 这究竟是怎么样的力量 竟然一拳能够将一位顶尖四星宗师的血肉 给打爆掉的 骨头也是碾成了渣的 是啊 他们虽然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却不代表着他们看不懂 血肉消失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因为唐宇这一拳的威力太过强大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血肉所能够承受的极限 血肉才瞬间爆炸了 要知道科学证明啊 想要让血肉爆裂的力量 那必须是局部力量达到一万磅才能够做得到的 难道唐宇刚才那一拳的力量 已经达到一万磅了吗 一万磅 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惊人的数字 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有些眩晕 人体极限就四千磅 一般宗师级高手也就两千多磅 但是这磅居然有一万磅 是人体极限的二点五倍 不去管所有人的震惊 看到玄奥被自己一拳砸碎了一只胳膊 唐宇冷笑一声 没有给玄奥任何的休息时间 放弃衣袖下力量负荷过大而颤抖的右手 左手的如意棍拿出 瞬间在空中勾勒出来一个闪耀的金色火焰的冰字 那冰字 闪耀着浓浓的金芒 吸引着每一个人的眼球 肉眼可见 金色火焰燃烧的异常猛烈 一道道风之一径酝酿在其中 更让那冰字有了一种毁天灭地的杀伐气息 冰字诀 道丹一阵惊呼 双目之中迸发出了惊人的神采 脱口而出 好小子 九字真言第二是冰字诀 竟然也让你学会了 哎呀 这等天赋 道门千百年来都没有一个呀 传说中的火系自然力量 外加上风系自然力量 同时领悟双重自然属性力量 而且还领悟了风之意境 风筑火势 将这一招的威力 推升到了极致啊 说话间 唐与如意棍猛的一甩 那冰字诀 仿佛如来神掌一般 随风见掌 瞬间变成了大门大小的兵字 猛的朝着玄奥的位置 就砸了下去 混蛋 该死 玄奥右手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 根本来不及 顾及左手的伤势 一跃而起 不退反进 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长刀 大喝一声 人刀合一 然目刀法 玄奥手中刀势暴虐 青客间 半空之中就布满了七七四十九道火焰刀影 每一刀的方向竟进步相同 完全将唐与兵字诀的攻击封锁在了一片区域之中 这 哎呀 原来玄奥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啊 对我们这些人出手的时候 或许人家只是在玩啊 根本就没有认真过呀 我就感觉我们来错地方了 这 这真的是和我同龄人战斗的场面吗 面对这两个人的任何一个 我都绝对在对方手里走不出一招啊 同龄人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你四十几岁 但是那唐与仅有二十几岁而已 众人看着唐与和玄奥的战斗 只感觉嘴巴发干 疯狂的咽着唾沫 只是被别人道出来了唐与的年龄 顿时让所有人陷入了呆滞 二十几岁 是啊 这唐与只有二十几岁 但是就有了这样逆天的实力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这还让他们这些人怎么活 所谓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扔 看到唐与 这对他们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这打击程度比起玄奥给他们的打击 要大上几倍不止 那玄奥说到底呢 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 和他们是同龄 实力比他们强 他们倒也能够接受 但是唐与真的只有二十几岁啊 这让他们是垂胸顿足 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赤裸裸的打击 这个时候就听砰的一声巨响 两人的攻击在半空中轰然爆炸 一道道热浪朝着四面八方就扩散了出去 让那些看热闹的年轻弟子急忙后退 用先天刚气护住身体 否则被牵连到其中 弄不好就要受伤 这两个人的战斗水平 早已经超越了他们能够理解的层次了 这一击下去 唐与是面不改色 但是玄奥却不住的后退了十几步才停下 面色更加的苍白 破口大骂 满脸的怨度 该死 该死 我要是没有受伤 这样的攻击虽然强 但是也绝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卑鄙的废物 你居然敢隐藏实力算计我 话还没说完 玄奥一个没忍住 又是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看着唐与的目光是充满了浓浓的沙气 哼 我已经说了 如果你上来就全力以赴 你还有赢的机会 但是从你轻敌的那一刻 那就注定了你的灭亡 我的一万磅的拳头的威力 你还敢抵挡 你以为你是金刚不坏之身吗 唐与棍子玄奥冷冷的说道 你不是说我是垃圾吗 你不是要杀我吗 那来呀 还在那等什么呀 难道断了一只胳膊 你就废了 佛宗年轻一辈第一高手 就是这等废物实力 连我一个二十多岁的人都打不过 如果真的只是这样的话 实在让我太失望了 哎 果然嘛 你说我的话 我再还给你 你们佛宗年轻一辈的高手 都是废物 垃圾不如 此言一出 佛宗诸位高手一个个 脸色难看至极 头顶气的已经冒了烟了 骂别人的时候 他们确实很爽 但是被别人骂回来的时候 让他们心里是堵得厉害 如果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高手 指着他们的鼻子说这话 那顶多也就是四十多岁的人 有些难堪 但是对方二十多岁 你把二十岁的家伙 实力碾压了他们五十岁往下 所有人 这还让不让他们活了 怎么能抬得起头 以后看到唐宇 他们都不好意思在对方面前走过去 看着这些人难看的脸色 唐宇不屑一笑 目光辟腻 没能力就别在这里叫嚣 也别在这里幸灾乐祸 就有着看别人出丑这点能耐 下一次嘲笑别人的时候 最好先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自己就那副喳喳的德性 有什么资格去嘲笑别人 听着唐宇指着鼻子讽刺 所有人一肚子憋屈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们倒是想说 倒是想去辩解 但是他们愣是没脸说 怎么说呀 他们和唐宇比起来都要被秒杀呀 看着这些人像吃了苍蝇一般 彻底牙火了 邪道各大宗门的年轻子弟精神一震 所有人心中那口恶气 总算是释放出去了 这些人倒霉 他们心里格外的舒坦 让这些人之前讽刺他们 果然啊 在宗门之中必须得拿实力说话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 对方想要叫嚣都没那个胆量 如果这一次不是唐宇 他们真的就要被所有人歧视了 那滋味可是真的不好受啊 唐宇 你这是找死 唐宇这话说出来 那玄傲双目赤红 咬牙切齿的看着唐宇 你不要以为偷袭我就能够赢了 垃圾始终就是垃圾 就算用了这样龌龊的手段 也绝对别想赢我 哎呦 看起来你还有点男人的骨气啊 唐宇轻轻一笑说道 很好 既然这样我也就和你玩玩 突然进阶到三星宗师 我还没有适应这个境界的实力 难得你有着这样的实力 也正好拿你练了手 否则 我稳固三星宗师境界 还需要一些时间 那些时间就能够省下来了 他言不惭 你以为你真的能够胜过我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记出我最强的招式 将你在这里彻底斩杀 话音刚落 玄奥身上气势不安分的暴动了起来 在玄奥的身后 真气不断的汇聚 不多时 一个接近三米高的罗汉法像 竟然在玄奥的背后凝聚而成 而玄奥的脸色反倒是更加的苍白 真气一阵的空虚 但是 他的目光反倒是更加的暴虐 啊 这是 阿罗汉神功 阿罗汉神功 这不是佛宗最顶尖的功法吗 是佛宗宗主级别的高手 才有资格休息的无上神功啊 这玄奥竟然也会这等神功啊 他背后的罗汉法像竟然是真气凝聚出来的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得花费多少真气 才能够凝聚出来这样的法像啊 这简直要把人体所有真气给吸干呢 众人议论纷纷 所有人无不惊叹 佛宗的阿罗汉神功 很多人可是他们这一辈子第一回看到 这一次糟了 阿罗汉神功 作为佛宗宗主的亲传弟子 修了阿罗汉神功 哎呀 唐鱼危险了 道丹此时面色一素 沉生说道 阿罗汉神功 只是听说过 但是真的没有见过佛宗的高手用过呀 这到底是一门怎么样的功法呢 血宁天心中也异常的震惊 询问道 阿罗汉神功 是佛宗最顶尖的功法之一 废大宗师之上的境界难以修炼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真气不够 你也看到了 这一招几乎会抽掉一个人身上全部的真气 道丹解释道 这阿罗汉神功和我们道门的道化三清诀如出一辙 我们的顶级功法道化三清诀是凝聚三清法相 你和我交过手 这你应该了解 而佛宗的阿罗汉神功 则是凝聚罗汉 炼之最高境界 据说能够凝聚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 嘿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一个罗汉威力都这么强 竟然能够凝聚五百个 血宁天像是见了鬼一般 整个人大惊失色 五百个呀 那得多少真气能够凝聚出来 五百个大宗师真气量的总和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境界的高手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丹田容纳量 这得多恐怖 史记上就是这么记载的 是真是假 无人知晓啊 道丹沉生说道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道门的道化三清诀 都可以凝聚三个法相 佛宗的这个阿罗汉神功 也至少是三个 而且这阿罗汉神功凝聚出来的法相 其实就是一个比本身更强大的怪物 防御力超强 甚至超过披甲宗的防御 攻击力也是超强 虽然能够使用的招式极其有限 但是单凭这本身力量 以及普通招式 破坏力也是异常的惊人 就凭这一招 玄奥和五星宗师抗衡 绝对是极有可能 最起码 这罗汉法相在的时候 五星宗师也绝对不能够将他怎么样 哦 这功法果然是真的变态啊 血凝天 瞳孔一缩 倒吸冷气 真没想到啊 佛宗居然还有这么变态的功法 不过纵然这法相再强 本体虚弱 攻击本体不就行了吗 血凝天啊 我发现你真天真 道丹轻笑一声说道 如果这招式有着如此明显的弊端 佛宗和我们道门会有今天这个地位 能够占据七大宗门的前三吗 那真气 本来就是自己身上分离出去的 你觉得不能够依附在自己身上吗 啊 难道说 血凝天心头一震 有了一种恐怖的猜测 此时 但见擂台之上 玄傲身后的罗汉法相 面色猙獰 如同阎罗 但是却闪耀着金光 如同巨型的金人 双手挥动着长刀 也被那金色真气包裹住了 辟泥四方 玄傲则是冷笑一声 拳头猛的一握 那罗汉法相 竟然直接将玄傲 完全的包裹在了其中 整个人处在了罗汉法相之中 简直是无懈可击 唐于 费我一只手臂 逼我使出来这一招 你已经值得自傲了 罗汉法相一出 唐于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玄傲猙獰的说道 看着这一幕 事务天也是输了口气 唐于的实力飙升的太变态了 让他震惊到了极点 竟然差点让玄傲死掉 但是这阿罗汉神功用出来 一切就都该结束了 任唐于再强 也绝对不是这罗汉法相的对手 所谓罗汉法相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缺点 哦 这样啊 唐于笑笑说道 既然你这么喜欢凝聚一个巨人玩玩 那我也陪你玩玩吧 阿罗汉神功吗 不好意思 我也会 真是大言不惭呢 玄傲大笑一声 目光蔑视的说道 你说你会 真是这天底下最好听的笑话 你以为佛宗七十二绝技 你全会是怎么着 阿罗汉神功是佛宗最上乘的功法 非大宗师难以修炼 就算在我们佛宗会的人也是极其有限 你说你会 那你弄一个 我看看 这 真是没见识 唐于摇了摇头叹道 只是会阿罗汉神功而已 别以为多么牛逼 多么了不起 这神功只是浪费真气多一点 没什么大不了的 正好呢 我也突破到了三星宗师了 真气应该算是够用了 就造个巨人和你好好玩玩吧 说着 唐于淡淡一笑 手中拳头猛的一握 身上的真气瞬间暴涨 只是片刻 就在他的身后 也凝聚出来了 一位巨人罗汉法相 咕咕唐 看到此处啊 所有人 瞪大了眼珠子 看着唐于身后的罗汉法相 竟然有了一种 膜拜的感觉 那罗汉法相 给他们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强烈了 如同玄奥身后的罗汉 相似 整个罗汉 金光闪闪 而唐宇背后这罗汉身上 却燃烧着金色的火焰 仿佛一位火焰巨人 最主要的是 唐宇这罗汉呢 比起玄奥的那个要大 玄奥的罗汉满打满算 顶多也就三米的高度 但是唐宇这罗汉的高度 更加的恐怖 足足有一仗 不可能 不可能 看到唐宇竟然真的和自己一样 凝聚出来了罗汉法相来了 玄奥顿时大惊失色 整个人都慌了 这唐宇居然真的会 最最令他不能接受的是 对方凝聚出来的 比自己的更大更完整 唐宇 这一小子 这真的是我的外孙吗 这也太恐怖了呀 道丹瞪大了眼睛 倒吸了一口凉气 嘴角都在颤抖着 他真的是不能理解了 唐宇是不是什么都会呀 连这佛宗最顶尖的功法 阿罗汉神功 唐宇都会 而且还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这真是牛逼啊 竟然凝聚的比玄奥来得还大 难道说他现在三星宗师的境界 比起玄奥四星宗师的境界的真气量 来得还多吗 血宁天惊魂未定 说道 这不仅仅是真气量多 而且质量也高啊 这居然已经达到了小城境界 这个家伙 真的是个怪物啊 道丹目光死死的盯着唐宇 精神高涨 解释道 阿罗汉神功分为四个阶段 入门 小城 大城 以及大圆满 这并不是看 所凝聚出来的罗汉的数量 而是看罗汉的大小 刚凝聚出来的罗汉法像 那就是入门 达到一丈 就是小城 两丈是大城 三丈是大圆满啊 而唐宇二十多岁 就能够凝聚出来罗汉法像 而且还达到了小城 这绝对是前无古今啊 小城和入门 那可是极大的差距 玄奥这一次 绝对是完了 与此同时 世悟天 眼珠子都快要凸出来了 整个人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老脸发白 阿罗汉神宫 这个唐宇竟然也会 这还有没有天力了 而且小城境界 他可是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自己宝贝徒弟 这一次真的是 倒了血没了 弄不好 真的要被唐宇斩杀了 感受着众人的目光 唐宇轻轻一笑 看着自己身后的巨人 满意的说道 嗯 难怪你喜欢凝聚这东西 果然很拉风啊 不过我的巨人 好像比你的大呀 要不咱俩尝试一下 看看谁的更加的牛逼 混蛋唐宇 玄奥老脸透红 愤怒的吼道 唐宇 你别以为凝聚出来 一个罗汉的形状 就真的以为自己 这是罗汉法相了 图有其表的东西 看我怎么彻底的将你斩杀 一声怒吓 玄奥目光杀气凛然 连带着他身后的罗汉 也是面色猙獰 一步踏出 擂台都在颤抖 手中真气加持之后 达到了两米长的大刀 从天而降 狠狠的朝着唐宇的 罗汉法相身上 就斩了下去 真是弱呀 弱到我都不忍直视了 看着对方的攻击 唐宇摇头 无趣一笑 自己罗汉法相 拿出了如意棍 无数真气 朝着如意棍之中 疯狂的涌入 但见 那如意棍上面的符文 瞬间亮起 夹杂着无穷无尽的威势 同时也朝着 对方的大刀上 砸了过去 哎哟 好强大的力量啊 唐宇这一棍 其中所蕴含的能量 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如意棍吧 果然是传说中的神器啊 吸收真气 能够将自身的重量 大幅增加 这如意棍自身的重量 绝对就不下千斤呢 自身是万磅的力量 挥舞着千斤重的武器 这一棍下来 究竟有多么恐怖啊 想想我都心颤呢 众人看着这一幕 心中发寒 所有年轻一辈的高手 目光看着唐宇 全部都是饱寒敬畏 这个男人的恐怖 绝对已经超出了 他们的认知了 这个时候 就听一声巨响 轰 仿佛是楼房轰然倒塌 唐宇这一棍之下 玄奥那罗汉法相手中的大刀 竟然瞬间就被这无穷的力量砸成了两段 整个罗汉法相 仿佛破麻袋一般 直接被狠狠的砸飞了出去 玄奥更是随着罗汉法相 重重的摔在了擂台之上 在所有人心惊胆战的目光中 那刀枪不入 防御力超强的罗汉法相 拿刀的手臂 竟然被唐宇一棍给砸断了 玄奥的一只胳膊被唐宇吠了 这转过头 罗汉法相也被吠了 简直让人控制不住心中的惊骇 只能够张大嘴巴看着这一切 甚至都不敢呼吸一下 啊 不错不错 你费了一只手 罗汉也费了一只手 这才搭配嘛 唐宇满意一笑 说道 混蛋 混蛋 玄奥双目喷火 脸上更是写满了怨度 唐宇 我要你死 我要你死 就算你的罗汉法相再强 只要我的罗汉法相在 凭借着超强的防御 你就伤不了我 等着一分钟过去 罗汉法相消退 那就是你的死期 好 谢谢你的提醒 原来罗汉法相维持的时间 只有一分钟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是得抓紧点时间了 唐宇淡笑一声说道 你对着罗汉法相的防御力 很有自信呢 是不是 我最喜欢做的 就是从你最自信的地方 将你击垮 这样才有成就感 你不就是靠着这罗汉法相的防御吗 那么我就告诉你 就算是有着罗汉法相护着你 下一招 你也得死 话音未落 唐宇目光猛的一宁 整个罗汉法相猛的一跃 如意棍冲天而降 直指倒在地上的玄傲 爆喝一声 如意轮回爆 看着这从天而降 充满了毁灭性气息的一棍 玄傲脸色不尽发白 牙齿猛的一咬 猛的挥拳而上 休想得逞 光明拳 赋予顽抗 刺不量力 唐宇冷笑一声 如意棍间所凝聚的真气轰然爆发 狠狠地砸在了玄傲的罗汉法相胸口的位置 轰 又是一声巨响 那极品玄铁的擂台 仿佛豆腐渣工程 瞬间坍塌 沉烟四起 玄傲整个人竟然被擂台 活埋了 卧槽 这究竟是多么强悍的力量啊 竟然将这极品玄铁的擂台给打炸了 那可是极品玄铁啊 不是一般的破烂啊 竟然能够把这样的擂台打塌 这还是人吗 那玄傲不会被这一棍子给打死了吧 众人纷纷猜测 狂咽口水 心中一阵的起伏不定 带到沉烟散去 擂台之上终于浮现出来了唐宇和玄傲的身影 此时的唐宇面色也是微微发白 显然消耗巨大 而一招过后 令所有人惊恶的是 他身上的罗汉法相却已经消失不见 不是说罗汉法相所能够维持的时间是一分钟吗 而刚才两个人凝聚出来的大战的时间 根本就不足一分钟 怎么就没了呢 难道玄傲真的已经彻底死了 唐宇没有必要维持罗汉法相了 但是突然间 那擂台上碎裂的玄铁堆动了 一到罗汉法相 将碎裂的玄铁推开 一声猖狂的大笑顿时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 哈哈哈哈哈哈 唐宇 你个傻叉 终于上当了 你现在罗汉法相都没有了 身上的真气枯竭 我看你还不死 此时听到这个声音 所有人只感觉到嘴角发干 如此攻击之下 这玄傲竟然还没死 而且罗汉法相竟然还保住了 所有人定睛一看 顿时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惨啊 真惨 玄傲那罗汉法相的双臂都没了 连法相胸口都被砸了一个大洞 虽然法相已经残破不堪 那金光也是暗淡无比 但是在唐宇如此狂暴的攻击之下 愣是撑了过来 糟了 唐宇中计了 看着这一幕 道丹也是忍不住一阵惊呼 难怪 难怪玄傲自曝 这罗汉法相只能够支撑一分钟的弊端给唐宇 让唐宇知道 这就是他的计谋啊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啊 导弹 你把话说明媚一点啊 血凝天瞪大眼睛 倒吸冷气 这罗汉法相未免也太强了吧 这防御力连唐宇那恐怖的力量都挡得住 这 谁要是学会这一招 真的是天下无敌了呀 道丹深吸一口气 陈生说道 玄傲之前说 罗汉法相只能够支撑一分钟 这应该是真的 为的不是好心的告诉唐宇 而是让唐宇尽快的攻击 对他下手啊 我之前说了 罗汉法相能够使用的招式极其有限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这 应该不是本人 只是法相 攻击方式相对单一吧 血宁天迟疑的说道 并不是 本人所有功法绝技 法相都能够使用 道丹说道 只是 之所以我说 使用招式有限 最主要的是 因为如果使用了强力的功法绝技 因为本体被抽光了真气 将会大幅抽走法相之中的真气 导致法相根本难以维持一分钟啊 而提前结束啊 所以动用法相之后 最好使用一般的攻击 不能够使用大幅消耗真气的招式 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弊端 而玄奥就是利用了唐宇的心态 让唐宇的罗汉法相提前结束 这一下 真的是糟了 道丹知道的事情 事务天自然也知道 看到这一幕 事务天整个人激动的 简直都要叫出声了 漂亮 玄奥这事干的真是漂亮 这简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玄奥本来之前是吃了个暗盔 被唐宇吠了一只胳膊 还受了伤 而且在罗汉法相的领悟上 也不及唐宇 但是偏偏使用这样的计策 让唐宇失算 把罗汉法相的真气一次性就用光了 这可是机会啊 毕竟 罗汉法相本身的防御力是极强的 防守所消耗的力量 比起攻击来 要小上太多太多了 这就是玄奥的优势 看到了此处 众人可是看到唐宇的处境极其不妙了 没有了真气 这就等于是死啊 只是擂台上唐宇的目光依旧淡然 看着那猖狂大笑的玄奥 缓缓的说道 上道了吗 不见得吧 我的那一招包含了无穷的力量 吸走了罗汉法相所有的真气 岂是那么好接的 你真的以为你那个乌龟壳 真的能够挡得住 唐宇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你太高看你的攻击了 罗汉法相最厉害的是防御 远不是攻击 你根本不懂 玄奥站了起来 面露猙獰残忍的大笑道 不去 唐宇摇了摇头 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中 竟然将如意棍挂在了腰间 不知从何处拿来了一把雨伞 从容的打在了头顶 直接走出了擂台的范围 淡淡的说道 我不和死人说话 这种行为纯属浪费时间 是时候也该结束了 这天又要下雨了 想逃 没门 看着唐宇的动作 玄奥大喝一声 罗汉法相真气汹涌 就要抬脚朝着唐宇踹去 看到这一幕 众人是一阵狂呼 这一脚要是踢在了 没有丝毫真气的唐宇身上 唐宇逼死无疑 然而就在这时 那罗汉法相刚抬起脚 竟然直接不动了 下一刻 哄的一声巨响 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那罗汉法相竟然直接爆炸了 炸成了无数的碎片 而在罗汉法相之中 玄奥更是首当其冲 惨叫一声 便被这恐怖的力量 瞬间吞噬 整个人也是瞬间炸裂 整个身躯更是炸成了碎肉 无数的血雾 弥漫在天空中 仿佛下了一场血雨 看着被炸成了碎肉的玄奥 所有人满脸呆滞 整个比武场 难得的出现了一段 完全寂静的时间 甚至连呼吸都难以察觉 死了 他们一度认为占据上风的玄奥 竟然就这么死了 而且还死得如此凄惨 连尸体都找不完全了 众人忍不住的嘴角颤抖 一颗心冰凉 一股股冷气 从头顶直接窜到脚底 让他们忍不住哆嗦着 他们不明白 明明玄奥的罗汉法相 都没有被完全破了 怎么就突然爆炸了 就这么死了 这 这唐宇是究竟怎么做到的呀 这时候再看失误天 那激动的笑容 此时已经僵硬在脸上 一双眼珠子布满了血丝 都快要凸出来了 老脸更是一阵的苍白 自己徒弟死了 在自己的面前被杀 还死无全尸 此时此刻 所有人艰难的转过头 目光放在了唐宇身上 只是这一看 直让所有人瞳孔猛的一缩 心头发颤 但见 唐宇打着伞 从容而又淡定的 看着这一幕 仿佛看着什么美好的景色一般 而对方身上 一尘不染 那断肢血雾 更没有沾染一丝半点 让人心生恐惧 这家伙 居然如此的有闲情意志 还准备了一把伞 你当你是许仙呢 难道 对方从一开始 就知道是这样的结局吗 想到这里 众人更是惊骇 这家伙 真的是好可怕的人物啊 这是暗尽 好霸道的暗尽呢 金无敌忍不住惊呼道 这小子 小小年纪 会暗尽也就不说了 竟然能够将暗尽的层次 达到这么高 简直是不可思议呀 在暗尽上的领悟 这都快赶上我了 通过明镜 以及暗尽的共同作用 将暗尽的力量 打入罗汉法像的里面 如果玄奥不动用巨灵法像 或者将罗汉法像散了 那么他绝对不会死的 但是这样的机会 他岂会放弃 动用真气之后 直接引爆了唐宇 打进罗汉法像的暗尽 死的这真的是格外的惨呢 听着这话 克里斯翻了翻白眼说道 爸 你不垂牛逼能死吗 我老大的暗尽 可是创造了暗尽的先河的 是暗尽的鼻祖 就你那两把刷子 哎呀 还是别拿出来丢人了 说到此处 克里斯一脸的傲娇 仿佛那人是他一样 骂蛋的 小兔崽子 你会不会说话呀 我的暗尽怎么了 你老爸 我可是进入宗师第三年 就领悟了暗尽的 并加以应用 难道还不够天才吗 金无敌不爽的 看着克里斯说道 等着你什么时候 学会了暗尽 再来得瑟 我们披甲宗的高手 最重要的 就是要学会暗尽 你要是三年之内 给我学不会 看我不收拾你 嘿嘿嘿嘿 你呀 省省力气吧 我早就学会了 克里斯松了松肩膀 满脸嘚瑟的说道 在老大的指导下 我入围境界的时候 就学会了 你那个算个啥 而且老大在先天境界的时候 就创建了先天境界 能够学会的暗尽 你能比 什么 你学会暗尽了 而且唐宇那小子 在先天境界 就自创了先天境界 能学会的暗尽 金无敌是一愣一愣的 拉着克里斯 气急败坏的说道 卧槽 混蛋 你个败家玩意儿 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唐宇这么牛逼啊 你不知道 咱们披甲宗的情况吗 你难道不知道 学会暗尽 对我们披甲宗 有多么的重要吗 卧槽 卧槽 马蛋的 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我 我之前就告诉你了 我老大很牛逼的 但是你不要啊 谁让你没有这个眼力见的 让修罗宗抢了先去 克里斯满不在意 随口说道 反正也没事 我老大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不会恨你的 此时 金无敌是欲哭无泪 他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把唐宇弄回匹甲宗 对方不就是理所应当的 帮着匹甲宗的众人 领悟按尽了吗 他们披甲宗到底会有多强啊 现在好了 他娘的自己真的是有眼不识金香玉啊 得罪佛宗和得到一位这么牛逼的人物 哪个合算 一看便知 更何况 那佛宗算个屁啊 那既然唐宇教你了 那你不是会了吗 你回来教咱们披甲宗的高手啊 啊 突然想到了什么 金无敌激动的说道 嗯 哎呀 这事啊 你还是别想了 就算真的可行 没有老大的允许 我也不会这么干的 克里斯扎了扎嘴说道 再者 我现在虽然会安静 但是我不会教啊 这个学习过程可是相当的难 我都弄碎了一院子的排球了 还没学会最后是老大用真气辅助我帮我 我才学会的 至于这真气辅助嘛 嗯 也就只有老大会了 我们跟着老大的六位兄弟也就陈冲那个家伙 天赋确实强大 靠自己一个多月就学会了 我们可就不行了 说起陈冲 克里斯也是一阵佩服 对方不愧是跟着老大的人 意志力 心性 以及天赋 都没得说 本来以为在宗门大笔上能够看到对方的 但是却没有想到 对方根本不在 这货这么长时间了 到底去哪里练去了 都没个人影了 听着这话呀 金无敌满脸的遗憾 心中苦笑 自己这一次啊 真的是干了一件特别傻逼的事情啊 幸好自己儿子是对方兄弟 要不然他们披甲纵 想和这样恐怖的人物搭上关系 那都不可能 对方这样的人 等着十年二十年的 在整个下国的武道界 必然有他的一席之地 或许会达到他们都不敢想象的境界 就在这时 只听唐宇出声 淡淡的说道 不好意思啊 这擂台打碎了 我想佛宗如此大的宗门 应该不会让我赔的啊 这生死战 你们佛宗也都同意了 我想你们就不会说什么 我杀了你们的人 要我偿命什么的吧 还有十五天宗主 你说我赢了 你们佛宗一个月之内 不准找我麻烦 这话 我可是记着呢 所有人都在见证着 我想你们也不会食言的 那么这一场我赢了 是不是万耀山和万瓷山 这两处资源也归我们了呢 提起了正事 邪道各大宗门的一个个高手 精神大振 万耀山和万瓷山在到手的话 那他们这些邪道宗门将会得到总资源的七成 外加上那两处宝地的核心资源 七成啊 这什么概念 这根本就是他们不敢想象的事情 这一下真的是发达了 亲眼目睹自己爱徒的死亡 事务天根本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火气 目光死死的盯着唐宇 只感觉到自己的胸口堵得难受 别这么老看着我呀 我知道你恨不得杀了我 但是呢 你不能 唐宇往嘴里扔了一颗凌云阁炼制的回源丹 笑着说道 反正你又不可能用眼神瞪死我 瞪得你还累 你呀 就歇歇 咱们还是说说正事吧 你们呢 好好商量一下 怎么分配一下资源吧 啊 对 你们就三成的资源 也没什么难分的 虽然我还想和你们四十岁到五十岁的高手再比试一番 不过一想到他们那么弱 我就没兴趣了 而且我这个人心善 如果你们一成资源都拿不到 那多尴尬呀 这一次来佛宗 唐宇可谓是收获泼风 杀了佛宗这么多人不说 连佛宗的天人静的了凡 都被自己给弄死了 这简直是大成就 外加上自己突破了三星宗师 这感觉真的是要多爽有多爽 听着唐宇这一番话 事物天牙齿都快要磋碎了 但是他得忍 他绝对不能动 否则必然要出大事 唐宇是一定要杀的 但是绝对不可能是今天 至于资源怎么分配的问题 唐宇也懒得管 只是目光朝着圣全宗的方向 看了过去 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有些人 有些愁 他可是心里记得清清楚楚 感受到唐宇的目光 圣云鹏心中暗自一领 一阵的冰寒 他知道 对方看的就是自己 在见识过唐宇的实力之后 面对唐宇 他根本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以对方现在的实力 斩杀自己绝对不难 本来他还想着 在这一次的宗门大笔上 如果看到了唐宇 绝对要好好的整整对方 但是现在却发现 时过境迁 区区各把月的时间 这竟然已经不是自己 能够对付的人物了 当道丹等人再一次回来之后 每一个人脸上都挂着一股满足的笑容 这一次的宗门大笔 他们真的是赚大发了 别的不说 万耀山和万磁山 这两座宝山全部拿到手里 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而且这可是一百年呢 百年的时间 对于一个宗门来说 这可是足够培养出来 无数的高手了 外公 谈得满意吗 唐宇笑着问道 哈哈哈哈 满意 太满意了 道丹大笑道 哎呀 这么多年就没这么满意过 行了 宗门大笔结束了 咱们也走吧 小宇啊 你是先回家见见你母亲呢 还是直接去修罗宗呢 回家吧 这么长时间没回去 也该回家一趟了 唐宇嘴角笑笑 目光之中有着别样的期待 有些歉意的看着血宁天说道 宗主 不好意思 我得先回家一趟 等着回家之后再去修罗宗 哎 这都是小事 能够理解 啊 血宁天拍了拍唐宇的肩膀笑道 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你记住 自己是修罗宗的一份子就好 修罗宗一定会站在你的身后的 唐宇心中一暖 点了点头 转身跟着道丹朝着佛宗之外 走了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复杂的声音传了过来 唐 唐宇 你能够等一下吗 听到这个声音 唐宇转过头 但见鼠山剑宗之中 一位背负木剑的女子 悠悠地看着唐宇 紧咬下唇 木香香姑娘吗 看着面前这风姿绰约的女子 唐宇一阵哑然 微微一笑 认真地说道 哟 倒是恭喜木姑娘 被鼠山剑宗收为弟子了 不过 木姑娘找我有什么事吗 听着唐宇的称呼 木香香 木光一暗 轻声说道 你 你难道 就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说吗 木姑娘 你想我有什么话要和你说呀 唐宇摇头一笑 说道 其实说到底 咱们只是见过一面 这个是第二面 对你什么也不了解 咱们之间又没有任何的故事 我又能够和你说什么呢 我们唐家和你们木家的事情 也是过去式了 不用想的那么多 小时候家族做的那些种种的决定 并不是你我的意愿 你也不用放在心上 更何况 咱们之间的婚约已经解除了 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咱们谁也别耽误谁 这样挺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谁也强求不了谁 好了 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说着 唐宇头也没回 直接离开 看着唐宇的背影 木香香 面色微微发白 嘴角如动着 愣是没有再说出来一句话 这就是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吗 木香香 喃喃自语着 无声流泪 看到这一幕 实态虚眼中精芒一闪 脸色阴晴不定 宗主 难道我们就这么让唐宇走了不成 那可是唐景臣的儿子 而且天父如此妖孽 要是等他成长起来 咱们佛宗绝对要面临大劫呀 一位长老面容愤怒 憋屈的说道 这一届宗门大笔 是他们佛宗最憋屈的一次 不仅是宗门的弟子 宗门的长老也是一阵的憋屈 看着唐宇在这里嚣张 在这里将他们佛宗贬低到了极点 但是却什么办法都没有 那种感觉简直充满了耻辱 你以为我不想杀他吗 但是对方还有一个身份 是国朝局的长老 是霞国的将军 要是明目张胆的杀了他 咱们佛宗那将面临灭顶之灾呀 事物天说目杀意重重 强压怒气说道 不过唐宇动不了 但是那空鸣必须抓回来 这家伙必须要死 事到如今 唐宇已经成了气候 咱们必须齐心协力的对付他了 石太虚满脸怨毒的说道 废我儿子 此仇不共戴天 石宗主 我有几个计划 咱们仔细商量一番 如何 好 走出佛宗 唐宇整个人心情舒畅 异常的痛快 不管怎么样 自己也算得上是 替自己老爸收回了一点利息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老大 你还给佛宗那些正道宗门 留下了三成的资源干什么呀 你接着去挑战他们四十到五十岁那些高手 不就完事了吗 咱们可就把十成十的资源都给抢回来了 克里斯疑惑的看着唐宇不爽的说道 听着这话 各大宗门的高手也是有些不解 但是鉴于这些资源可几乎都是唐宇赢回来的 大家也没多说什么 没有唐宇 他们恐怕最多也就拿到三成的资源 一个玄奥就绝对将所有的人横扫了 所以对于这个功臣 他们还真的不敢说一个步子 最主要的是 对方是真的牛逼呀 你想的倒是真美呀 唐宇摇了摇头说道 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固然可以赢 而且我自信五十岁之下绝对没有一个人是我对手 但是我不能那么做 我要是真那么做了 那可就是大乱子了 唐宇小友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位小宗门的长老客气的问道 其实吧 解释起来很简单 只是大家没有想到罢了 唐宇笑着解释道 你们想啊 如果咱们把这十成十的资源全都拿走了 那么剩下的那些正道宗门怎么活 一点资源都没有 他们还怎么培养宗门的人才 不是 拿走他们的资源自然就是不让他们培养人才啊 否则我们争夺这些资源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不解的问道 不让他们培养人才 自然是所有人都想的 但是呢 却不能够把事情做绝啊 如果一点资源都没有了 他们真的能够做得住啊 那些宗门不得暴乱呢 到时候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们这些宗门手下的资源就会被他们抢夺 一切都将会追溯到宗门大比开始之前的那个阶段了 唐宇淡淡的说道 届时他们为了争夺资源去找你们战斗 而你们为了守护自己的资源和对方战斗 一来二去又将导致各宗门之间的大战 甚至资源和宗门弟子的严重损失 这也不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局面吧 但是给他们留下三成呢 虽然也不多 但是最起码不会让他们所有宗门都产生暴动啊 好东西都在咱们这一边 也得让他们喝点汤不是 这也是做人知道啊 此话一出 所有人如同啼呼万鼎 顿时恍然大悟 不尽的 大家心中是一阵的心迹啊 唐宇说的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如果真的将资源全部拿在手里 那才是大乱子 没有资源 那些宗门能干什么 到时候铁定去他们这里抢啊 而道门等三大宗门 人家未必敢动 但是他们这些小宗门可就倒了霉了 想到此处 所有人心中的那点疑惑都消失不见了 留下的完全是对唐宇的敬畏 这位年轻人 智商这么强 居然都想到这里了 真是不服都不行啊 下了山之后 各大宗门高手都要回自己的宗门 而克里斯也是跟着金吴迪 回了一趟披甲宗 毕竟十年没回去了 也是有些思念 至于唐宇 则是带着罗曼 空明 以及利勇 跟着道丹 往道门的方向走去 唐宇 你最近究竟发生了什么了 实力竟然增长得这么快 居然超过了我了 你这个家伙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慕容倩和萧妹两人 分居唐宇两侧 萧妹盯着唐宇询问道 哎呀 发生的事情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我真是一言难尽啊 唐宇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的说道 我简直忙的啊 都晕头转向了 就是国超局 因为你们两个人走了 国家遇到点什么事都找我 你说我又不是克服 找我做什么呀 听着唐宇这话 两女忍不住 眼嘴一笑 我们是要参加宗门大比 所以必须回到宗门 自然就不在国超局里面了 你们两个还好意思说 你们走了 居然也不跟我打成招呼 你们这两个家伙 是真没把我放在心上啊 害得我当用人 什么事都找我 唐宇一脸不满 恶狠狠的说道 你们两个说吧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补偿 我这幼小的心灵 听着这话 慕容倩和肖妹两个人 不禁翘脸一红 就连一直大胆 妩媚的肖妹 也一时扭捏的 说不出话来了 这家伙 这话好有内涵呢 这让他们怎么补偿 难道要肉肠吗 本来慕容倩和肖妹 不想告诉唐宇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 宗门的原因 要知道 上一次在弗烈群岛 处理反国的事件中 唐宇那一吻 可是把慕容倩的 手工纱都亲没了 另一次在对付毒神的时候 肖妹的也没了 道门之所以有两位圣女 就是因为之前圣女破身 让道门不得不警惕 培养了两位圣女 现如今呢 他们两个的手工纱都没了 虽然和唐宇真的没发生什么事 这要是被宗门发现了 那就是天大的事 自从回来之后 两个人小心翼翼 甚至除了闭关都不敢出来 如果让宗门知道 有男人和他们这么亲近 还不得杀了唐宇啊 为了唐宇的安全 他们也没办法 他们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谁知道啊 唐宇这祸竟然是他们道门宗主的亲外孙 就是道门圣女的亲儿子 而道门宗主呢 对唐宇还真心的不错 这倒是让他们白担心了一场 想着萧妹面色一缓 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舔了舔诱人的嘴唇说道 唐宇小弟弟 你还想让姐姐我怎么不偿你啊 你说你亲也亲了 摸也摸了 难道还想上姐姐的床不成 道门圣女不达到宗师境界 是不可以破身的 你要是敢来就来吧 看看你外公会不会打断你那第三条腿 此话一出 唐宇猛的一机灵 好家伙 这妖精 果然是不同凡响 这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呀 难道不知道自己外公在这听着呢吗 哎妈呀 自己这个纯情少男听得都脸红 不会的 我外公还指望我传宗接待呢 绝对不会打断我第三条腿的 唐宇一本正经的说道 而且为了传宗接待 我想我外公没准会把你们两个送给我暖床 没办法 谁让我是道门大少爷呢 说到此处 唐宇是一阵嘚瑟 你脸皮越来越厚了 慕容倩红着脸 声音微颤 说道 你们还别不信 没准真的会呢 唐宇压低声音 笑眯眯的说道 哎呀 好久没有见到这两女子了 调戏一下对方的感觉还真不错 尤其慕容倩这位仙子级别的人物 这脸红的样子还蛮可爱的 这时 走在最前面的道丹重重的咳了一声 老脸微红说道 唐宇压 我告诉你 你可不准给我乱来 在倩倩和妹儿达到宗师境界之前 你给我老实点 他们修的是道门女子的功法 达到宗师之前是绝对不能够破身的 否则你会害了他们的 你妈就是被你爹那个混蛋给害了 外公 看你这话 说什么呢 我这么纯洁的人能干出那种事吗 唐宇义正言辞的说道 在他们达到宗师境界之前 我绝对不乱来 您老就放心吧 达到宗师之后就没事了 您老是这个意思吧 那时候 倩倩和妹儿都不小了 所以他们怎么样 我也管不着 道丹咳嗽了一声 心中暗自非议 这小子你心里知道就得了 非得说出来干嘛呀 弄得我这个老人也这么尴尬 不过倩倩和妹儿都是好女孩 这正好便宜了自己的外孙了 亲上加亲 还真心的不错呀 果然此话一出 慕容倩和肖妹简直羞的不行 实在忍不住 一边一个在唐宇腰间细肉那个拧啊 只把唐宇拧的都快要掉眼泪了 卧槽 这是我外公说的 也不是我说的呀 你们拧我干嘛呀 不过双女环绕 冰火交融 再闻着两女身上不同的香气 这感觉真是痛并快乐着 走了约莫一个多小时 就在这时 盗丹众人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盗丹目光一领 沉声喝道 鼠辈 藏头鹿尾 在这里已经埋伏多时了吧 既然有胆子埋伏 难道没胆子出来吗 听着这话 唐宇目光也是微微泛冷 从佛宗出来 他就知道 这一次绝对不会如此轻松的离开佛宗的 佛宗受了如此大的屈辱 他们能够放过自己 那就怪了 唐宇想都不用想 他就知道 这绝对是佛宗的伏兵 根本就不可能是别人 哟 道宗主莫要误会啊 我们对道门没有任何的恶意 只是有些事情 还请道宗主同容一下 这时 只见两位白眉老者 带着数十人走了出来 淡淡一笑 打了个佛号 说道 阿弥陀佛 贫僧悟记 旁边这位 是我的师弟悟彻 想必道宗主 应该听说过我们二人 悟记悟彻 道丹瞳孔一缩 低声喝道 佛宗双圣 是你们 佛宗双圣 这是谁啊 唐宇 微微皱眉 看着面前佛宗这二三十个人 为首的这两个人 唐宇是不认识 但是人群中的玄竹物和玄灭 唐宇却认得 佛宗双圣 这是佛宗的绝对高手 没想到都出来了 慕容倩倒吸了一口冷气 震惊地解释道 想当年 这两位每一位都是大宗师中旗的实力 而两人配合 实力堪比大宗师后旗 强得可怕呢 想当年 这两位可是和阎魔王大战了三百回合 重创了兵魔王的绝世高手 自此两人一战成名 成就了佛宗双圣之名 现在天晓得这两位有多强啊 佛宗直接派出了两位大宗师高手 在这里阻拦 好大的手笔啊 唐宇瞳孔一苏 眼睛微微眯着 淡淡地说道 看起来这一次真的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了 两位大宗师提前在这边等待 咱们这边只有一位 怎么看都是早有预谋啊 如果真的 只是有点微不足道的事情的话 那么派出来一位 和道丹同等地位的大宗师就足矣了 来两个 这明显就是威慑找事的 看起来我们两人的名号还算是可以的 道宗主居然知道我们 物济淡淡淡一笑说道 道丹目光微臣说道 两位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吧 有什么话的话就说吧 用不着客套 我们道门的人还要回道门 没有时间在这里耽搁 道宗主快人快语 我们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误彻皆道 我们佛宗圣地最容不得叛徒的存在 而我们佛宗叛徒空明 在你们的队伍之中 希望道宗主能够将此人交给我们 说着两人的目光投向了人群中的空明 感受着这强大的压迫力 空明心中猛的一领 这俩人好强大的气场 没有一个是现在的自己能够对付得了的 都强的离谱 空明小和尚已经和佛宗脱离了关系 又何谈是佛宗的叛徒呢 道丹面无表情淡淡地说道 既然和你们佛宗没有关系 空明想要去哪里是他的自由 你们这样的话 有些过分了吧 此言诧异 物济沉生说道 既然作为佛宗弟子 却损害佛宗的名声 擂台之上认输 背离佛宗 将佛宗置于尴尬的境地 这等于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之徒 我们佛宗 必然要严加惩治 此事和道宗主无关 还请道宗主 不要插手 否则一旦产生了什么不必要的矛盾 可就不好了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道丹眼中迷茫一闪 冷声说道 你们佛宗的事情和我无关 我也管不着 但是这空明小和尚和我外孙 唐宇是朋友 那么这个人你们佛宗就不能动 唐宇费了那么大的劲 不惜生命危险 将空明给救出来 现在这空明和唐宇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而唐宇可是自己的外孙子 自己怎么可能将自己外孙子陷入不仁不义的局面呢 再者 这空明心思纯净 还吸收了了凡这位天人境界高手的灵魂 以后达到天人境 那可谓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一位天人境高手的分量 也绝对值得他这么干 想到此处 道丹一阵明雾 对方之所以非要抓空明 其根本原因就是知道空明以后只要不死 必然会达到天人境 而他们佛宗对空明做的一切 那可是要对他夺赦 让他死啊 这是多大的仇啊 到时候空明达到了天人境界 回佛宗寻仇的话 他们根本就应付不过来 所以趁着对方没成长起来 势必要将其斩杀 道宗主 你这是不给我们兄弟两个人这个面子了 雾记的声音也是冷了下来 按照道宗主的意思 你这是要保空明这个叛徒 而和我们佛宗作对了 就像道门和佛宗之前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似的 这时唐宇走了出来 冷声说道 你们佛宗要杀人灭口 不要冠上所谓叛徒的帽子 你们佛宗做的那些恶心的事情是怎么样的 你们自己心里也有数 但是空明作为我兄弟 我是绝对不可能交给你们的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放肆 哪里来的小子 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敢和我们这么说话 找死 雾记面色一冷 冷哼一声 一道音波直逼唐语 好胆 雾记 你敢动我外孙 道丹面色骤然一冷 爆喝一声 直接将音波给震散 脸上布满了一层煞气 雾记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想打架是怎么着 我外孙说的话 就是我想说的 我不想动手 但是你们不要逼我们道门 和你们佛宗动手 道丹 你们道门真的要插手此事不成 如果是这样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阻止我们佛宗击杀佛宗的叛徒 我们佛宗将和你们道门势不良力 这个责任 你真的以为你胆负得起吗 误彻多多说道 道宗主 我有一句话想要说 这时空明深吸一口气站了出来 目光看着雾记和雾彻 认真地问道 两位口口声声地说我是叛徒 那么从何看出我是叛徒的 既然佛宗把我当成了宗门弟子 为什么让了凡夺赦于我 了凡夺赦我 你们不要告诉我 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大胆 雾记力声喝道 好你个空明 做了叛徒还不知悔改 却在这里胡言乱语 无限了凡大事 我们佛宗更留你不得了 原来如此 我懂了 空明自嘲一笑 我本来还抱有一丝的希望 觉得佛宗里面总会有些人心地是好的 但是可惜 我想多了 原来你们都是一秋之河 你们不是要杀我们吗 很好 你们记着 如果今天我空明没死 那么待我成就天人静之后 就是我去佛宗复仇之事 希望到时候你们两个人还活着 别死得太早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大言不惭 真的是找死你 雾记眼中杀鸡蹦现 像你这样心思恶毒的小子 你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今天就将是你的死期 伍仇 我们两个对付道丹 其他人对付空明那小子 如果唐宇那小子不阻拦 那么就不用管他 但是如果胆敢阻拦 那么杀无赦 说吧 雾记和雾彻两个人身上气势猛的一阵 朝着道丹就冲了过去 感受着两个人的气息 道丹心中也是暗铃 整个人飞身急退 朝着远处奔去 贺道 道志云 你们保护好小雨他们 能走就尽量走 尽快通知道门的人 过来接应 我去对付这两个人 大宗师高手 绝对凌驾于任何宗师境界之上 如果在这里爆发战斗 实力低的人被余波震到 都可能会被震死 所以他绝对要离开 而且这两位成名已久的大宗师 他自己恐怕还真的不是对手 不过事到如今 能拖多久就要拖多久了 看着这一幕 唐宇心中微微沉重 道丹实力虽强 但是恐怕绝对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 毕竟 道丹的年纪在那放着呢 比起这两个老怪物远远不如啊 多年前这俩人就是大宗师的中期了 现在恐怕达到后期了 两人要是合力的话 这恐怕连大宗师巅峰的高手都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啊 嘿嘿嘿嘿 唐宇 我们佛宗答应一个月之内不动你 那么就绝对不动你 玄主冷笑一声 居高临下的看着唐宇 宁笑道 这一次我们要对付的可是佛宗的叛徒 不过如果你愣是对我们出手的话 自己找死 那么可就不怨我们了 所有人听令 立刻动手 斩杀佛宗叛徒空明 此言一出 佛宗高手顿时出动 将唐宇等人完全的围困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唐宇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原来如此 本来他心里就在想的是 这佛宗怎么就这么容易放走了自己 难道真的要等一个月之后再来击杀自己吗 他可不信事物天会等到那个时候 而如今 借助空明的由头 说到底 这些人还在准备击杀自己 空明是自己的兄弟 自己可能不帮空明吗 只要自己一帮空明动了他们佛宗之人 他们就有了理由对自己出手 这等卑鄙无耻的行径 也就是佛宗这些人才能够想得出来的计谋 说话间 以玄竹玄面为首的佛宗各大高手 对着唐宇这不到二十个人纷纷出手 唐宇小心 不要脱离了我们的保护范围 道志云目光盯着周围诸多高手 面色凝重 低声喝道 唐宇可是他们宗主的外孙 这层关系在这里放着 而看着对方这架势 就是也要对付唐宇的 如果唐宇出了事了 他绝对难辞其咎 放心吧 我们佛宗说话还是算数的 只要唐宇不和我们佛宗为难 我们今天是绝对不会动弹一根毫毛的 但是如果对我们佛宗的高手出手的话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们那只是自卫 玄竹冷笑一声 目光死死的盯着空明 身上气势猛的一震 飞身急去 手掌狠狠的朝着空明的脖子 就抓了过去 看着这一幕 唐宇目光一立 急冲出去 你们佛宗倒是好算计 你们不就是逼我出手吗 那我现在就出手了 我看你们能奈我何 看到唐宇的动作 玄竹眼中金光暴闪 脸上更是写满了狠辣 宁笑一声 既然你主动对我们佛宗的人出手了 那么可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小畜生 给我死来 唐宇这突然间的出手 可是将道志云吓得够呛的 没有丝毫犹豫 瞬间出手拦在了唐宇的面前 随着道志云和玄竹两人战斗的打响 佛宗诸位高手全部的碾压了过来 对着唐宇众人疯狂的围攻 在这些人之中 实力最低的竟然都有着宗师的境界 而六星宗师除了玄竹和玄灭之外 还有这两位 唐宇发誓 这俩六星宗师绝对不是佛宗九大长老的任何一个 佛宗的九大长老在宗门大比的时候 全部都到达现场了 唐宇也都是见过 想着唐宇心中一沉 不愧是佛宗啊 隐藏的高手竟然有这么多 所谓九大长老 这就是佛宗的一个幌子而已 谁能够将自己宗门 所有的高手的实力都摆在明面上啊 但是饶是如此 佛宗明面上的实力就已经是够吓人的了 更别提是暗中隐藏的那么多高手 佛宗顶尖的高手牵制住道门的长老 剩下的人面色猙獰 一股脑的都朝着唐宇和空明攻击了过去 空明利用慕容姑娘以及消灭姑娘相互掩护 老罗 你的剑用来支援 除了顶尖的高手 剩下的人实力虽然也很强 但是咱们却未必扛不下来 唐宇飞速安排着 目光一宁 看着周围奔过来的诸位高手 也是火力全开 爆喝了一声 如意六合斩 本来唐宇真气早就已经消耗完毕 但是有着回元丹的恢复 早已经将实力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毕竟 凌云阁的那一枚回元丹虽然不完全 但是也是能够让四星宗师之下的高手 短时间回满真气的 看着唐宇居然想要一人手当其冲 想要来挡住他们这些人的攻击 佛宗诸位高手都露出了一抹轻蔑的笑容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宗师之上的境界 而面前这小子仅仅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能算得了什么 只听得砰砰砰 一声声闷响 唐宇一击之下 一人足足挡住了六位宗师之上的高手的攻击 整个人飞速后退 只感觉到双手微微发麻 胸口发沉 面色满是凝重 虽然他足够的强 但是架不住众多人的攻击 最主要的是 其中更是不乏有四星宗师 怎么可能 看着这一幕 佛宗的诸位高手也是面色震惊到了极点 满脸难以置信的看着唐宇 就像见了鬼 这小子怎么可能这么强 要知道这小子才二十几岁啊 竟然以一己之力挡住了他们这么多人的攻击 还包括一位四星宗师 居然还没受伤 这究竟是怎么样的实力啊 就算他们佛宗的玄傲也不过如此了吧 但是人家玄傲已经是四十好几岁的人了呀 看着众人震惊的样子 唐宇心中了然 这些人都是失误天之前派出来的 而不是等着他们走的时候派来的 只是知道部分的事情 否则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实力感到这么惊异 而且如果对方真的切实的知道了自己的实力 就绝对不会派个一星宗师过来 那就是送死啊 既然这样 那么就有着钻空子的机会 唐宇 好小子 你居然隐藏了实力 真没想到你的实力居然强到了这种地步 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 一位少了一只耳朵的和尚走了出来 满脸忌惮惮地看着唐宇 眼中满是震惕 祖安 唐宇眼睛微眯淡淡地说道 我说宗门大比你主持到一半之后 下去了 人就没影了 原来是来到这里刻意等着我们了 你走了之后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看到祖安 罗曼身上的杀器根本掩盖不住 猛地站了出来 咬牙切齿地说道 祖安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你这是找死 见罗曼出来 祖安也是眼中杀鸡蹦见 哼 楼椅一般的东西 让你苟延残喘了这么久 你就应该感恩戴德 好好的找个地方躲着就好了 偏偏要出来 既然你想死 我也是时候了结你的性命了 让你去见你那位不知好歹的老爹 王八蛋 我爹果真就是你杀的 你这是承认了 罗曼面色悲愤 愤怒到了极点 今天我就要替他报仇血恨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小子猖狂 你以为你能够活着走出这里吗 祖安在被唐宇的实力震惊之后 也是平静了下来 大笑一声说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着过来吗 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你 你要是不死 我何以心安 我们佛宗出动这么多高手 你以为我们只是在闹着玩的吗 不仅你要死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本来唐宇是能够活下来的 但是他自己找死 可就怨不得我们了 看着这一幕 道门的一位弟子力声说道 你们佛宗难道真的敢对我们这些道门的人出手 我们道门的人已经朝这边赶来了 难道你们佛宗想要和我们道门发动宗门大战不成 道门的人 祖安不屑一笑 冷声说道 你们以为你们道门的人能够来到这里吗 现在我们的人恐怕早已经将他们阻结在了来的路上了 没有人会过来救你们的 而你们将会全部死在这里 否则我们道门岂会出动两位大宗师 本来我们也不想和你们道门大战的 但是你们非要参合这件事情 那么你们道门的人也不用活着回去了 此话一出 道门所有人顿时心中猛的一领 满是不敢相信 这佛宗难道是疯了吗 竟然公开的和他们道门叫板 而且现在这已经是要杀他们了 听到此处 唐宇心中也有了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 这一次的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 这佛宗恐怕是被逼急了 要跳墙啊 我才不管你们佛宗有什么阴谋 反正你们佛宗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今天就算是死 我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 罗曼满脸的杀气直接将功搭在弦上 喝道 唐宇掩护我 这祖案就交给我了 今天不是我死 就是他亡 我知道 不过今天一定是他死 唐宇此时面色严肃 看了空明等人一眼 众人会议纷纷点头 此时 唐宇身上真气喷涌而出 九字真言瞬间凝聚 直接用出来了九字真言的第三式 斗字绝 林字绝正气浩然 有着一种压迫性的气息 兵字绝则是犹如战场之上 百万大军厮杀 有着浓浓的杀伐之气 斗字绝呢 则是真正战斗属性的一招 那战役盎然气息 让这一招的威力成倍的增加 这也是唐宇达到三星宗师 才领悟出来的 只见一字飞出 硕大的金字猛的朝着祖安就轰了过去 看着唐宇这一击 佛宗诸位高手也是心中猛的一害 饶是四星宗师 也有一种浓浓的忌惮 这一招如果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绝对讨不到任何好处 一个不小心绝对要重创 而对方这一招 根本就是随手捏来 可想而知 这唐宇究竟有多么的强 你这一招最多也就对付一下四星宗师罢了 对付我那还差得远了 祖安冷笑一声 猛的一棍抽出 唐宇那一招斗字绝 直接被打散 根本没有丝毫的座位 对于一招被迫 唐宇没有丝毫的意外 五星级宗师绝对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够打得过的 如果硬说自己的实力 最多也就是和那玄奥的实力不相伯仲 甚至自己还没有对方来的强 如果不是对方大意先被自己废了一只胳膊 唐宇还真的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打得过对方 就在这时 罗曼眼中却金光一闪 那绑着四线的蓝色箭矢瞬间拿了出来 整个人在弓箭之上凝聚了大量的真气 瞄准的左岸一箭就射了过去 骚 穿云箭 这一刻 面对杀父仇人 罗曼直接用出来了自己独创的绝招 感受到罗曼这一箭的恐怖 本来脸上带着冷笑的组案 老脸猛的一僵 飞身急退 急忙跟罗曼拉开了距离 精神集中程度 顿时提高到百分之一百二 他想不通 罗曼只不过是入围境界而已 以他的实力 一招追风胡剑 最多也就只能够威胁到四星宗师而已 只要对方提高警惕 也根本难以射中 但是他震惊的是 自己可是五星宗师啊 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危险的感觉呢 看着这一箭飞出 任祖安如何躲避 那一箭竟然仿佛追着他一般 对准的方向根本就是没有变过 该死 祖安大骂一声 手中长棍瞄准那蓝色的箭矢的箭尖 直接就抽了下去 看着祖安的动作 罗曼冷笑一声 手中真气陡然俱增 但见得蓝色的箭矢的速度 如同得到了推动力 竟然瞬间加快 擦着那棍子抽过来的位置 提前一步穿了过去 直接朝着祖安脖子上的动脉 就射了过去 好快 看着这一幕 祖安瞳孔猛的一缩 汗毛都竖起来了 整个人没有丝毫犹豫 左手的手臂猛的一压 一枚袖针短剑飞射而出 直接撞在了罗曼的蓝色箭矢之上 就这么一撞 蓝色箭矢瞬间偏离了轨道 再一次擦着他的耳边 就飞射了过去 感受着脸颊上火辣辣的疼痛 祖安惊魂未定 心脏是蓬蓬直跳 简直都快要跳出嗓子眼了 如果不是自己随身准备 这袖针的短剑的话 刚才那一下 自己绝对会受伤的 那么短的距离 根本就躲闪不及啊 饶是如此 他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暗 幸好自己那一边的耳朵 之前就掉了 否则自己的耳朵 将要被再一次射传 这追风胡剑本来是会转弯的 这他自然知道 但是现在 竟然会改变箭矢射出来的速度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刚才猝不及防之下 实在是太危险了 差点没反应过来 就在这时 祖安心中又是一凸 这一箭射过去之后 本来就应该没有危险了 毕竟追风胡剑 转弯的弧度是有限的 绝对不可能转一百八十度 再射回来的 但是他不知道这危险到底是从何而来 只感觉到自己后背如同盲刺 想到此处 祖安猛的一转身 侧疑飞退 然而 当看到空中那蓝色的箭矢竟然一百八十度转弯朝着自己射回来之后 他整个人脸都绿了 怎么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这追风胡剑绝对不可能这么强 这一百八十度转弯 根本就是极度不合理的事情 箭矢射出去之后 需要的是速度 力量和真气的维持 保持住威力 通过真气 精妙的控制 在九十度之内 改变箭矢的方向 他都能理解 但是转弯一百八十度之后 箭矢之中 哪里还有速度和力量的加持了 这根本就不是人能做到的事情 除非是天人镜之上的绝世高手 以气欲剑 而这罗曼 紧紧入微境界呀 死吧 罗曼目光之中 杀鸡已经凝成实质 身上真气轰然爆发 那转过一百八十度的箭矢的速度 竟然又是快了一分 这一次 瞄准的正是祖安的心脏 欺人太甚 你真当我拿你没办法不成 祖安此时也是打出了怒火了 身上真气暴涌 风之意境 带动无数的进风 营绕在他的身上的周围 大喝一声 杂额寒宫 巨风军法 起 杂额寒宫 是七十二绝技之中最特殊的 是除了七十二绝技之外 佛宗其他类功法的汇总 说白了 就是对于其他武功功法的畜类旁通 祖安手中长棍猛的一挥 一道巨风竟然从棍身升起 念词 唐宇双手猛地朝着如意棍一扭 如意剑和如意刀 瞬间拿在了手上 刀剑挥舞 摆出了诡异的姿势 朝着祖安所在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请不吝点赞订阅